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我不可能是剑神 作者赔不了 梁小鱼团队制作 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 第七十八集 到达望鱼村之后 就见老村长带着一群村民 早早就守在了这里 船移靠岸 就得到了村民们的热烈欢迎 老村长带头 后面的村民踊跃地 上前和李楚握手 尤其是那些村里的大姑娘 小媳妇们 说是他们的丈夫儿子 被变成了水猴子 所以很期待李楚能救回他们 为了安抚他们的情绪 李楚都一一给予了安慰 可是握着握着 就有更多的姑娘 从村里跑出来 越握人越多 后来俨然排起了一条长队 李楚忍不住 问了老村长一句 这么多人的丈夫都变成水猴子了 老孙长红着脸咳嗽了几声 把后面闻风而来的姑娘全都赶走了 原本村里还准备了海鲜大餐 想要款待他们一行人 对此李楚有些心动 小锦里来了得云罐之后 罐里多了一条规矩 不许吃鱼 连火窟里放鱼玩都不行 所以在毗邻东海的鱼航阵 他们师徒俩已经很久没吃过鱼了 不过想一想 在小锦里到来之前 他们吃顿肉菜都要算计半个月 没有它 说不定也没有如今蒸蒸日上的得云罐 也就释然了 对此李楚其实可以理解 任何生物有了灵性以后 可能都见不得自己的同类被摆上餐桌 不过这也给他提了个醒 狐女还算好的 人类没有吃狐狸肉的习惯 今后可不能收一些 类似于猪牛羊之类的妖奴 不然的话 他们道观干脆改成寺庙算了 但是 考虑到救人重要 李楚还是决定 吃海鲜的事可以缓一缓 先去看水猴子 老村长盛情邀请了一番 见李楚态度坚定 只好先带着他们去村外的一处池塘 因为水猴子们不能长期离开水 所以干脆就把他们安置在池塘里 到了池塘外 老村长叹了口气 好好的一船水手 变成了这样的怪物 搭眼一看 这池塘面积不大 周围布置栅栏 应该是临时扎下的 十分松散 周围还有十几名村里青壮 拿着红阴枪看着 说明老村长还是有防范的 生怕这些水猴子有什么异动 不过也理应如此 毕竟是和鞋碎有关 池塘里扑腾着三五十只的水猴子 显得有些拥挤 但是那些水猴子看上去倒是很开心 来回你追我赶 偶尔还上岸在大树边攀上爬下 时而来个倒挂金钩 时而来个猴子捞月 至于样子 和王龙齐形容的一样 体型姿态真的是和山上的野猴子差不多 唯一不同的就是水猴子周身 遍布暗青色的硬林 看上去尾巴更尖更有力 可能更便于游泳 王龙齐又喝一声 他们都是看得挺开的 还在这玩上了 正常人谁的心能这么大呀 他们刚回来的时候还是愁容满面 都记得自己的身份的 但是现在这副样子 越来越像真正的禽兽了 我害怕再过一阵子 他们就彻底忘了自己是人了呀 老村长叹道 一眼看见岸边有一只水猴子 和其他水猴子全都不一样 他神情悲戚地望着水面 腹爪而立 身上有很多伤口 有的地方包扎着 还在往外渗血 那只是怎么回事 他好像和庞的不太一样 他呀 他叫吴二 就是船上唯一认识字的人 多亏有他在 我们才能这么详细知道 他们的遭遇 他怎么受伤的 老孙长笑了 反问他 小李道长 就这么一眼看过去 你能认出这些水猴子 有什么不一样吗 不能 是啊 他们长得都一样 我们也就分不清谁是谁 他们在那小岛上 和那些侍女睡过觉 家里婆娘知道了 自然饶不了他们 可要认不出 哪个是自己的汉子 就只好先忍着 但吴二不一样啊 他认识字啊 当先站出来和我们交流 说完了那些岛上的事情 他婆娘知道 这个肯定是他 第一个爆发了 抄起一根赶面杖 就冲了过来 要不是我们拦着 他现在 都没有一片好林了 王龙七忍不住笑了一下 悠悠说道 知识改变命运啊 李楚特意用新眼术 看了一下 这些水猴子的气 没什么特殊的 看上去就和一般的野兽 没有什么两样 如果非要说差异 那可能就是 他们的利器 凶器 煞气 等等负面情绪 少一点 毕竟他们体内 是人的灵魂 之后就是一顿 丰盛的海鲜大餐 渔民们做的海鲜 或许没有 大酒楼里那么精细 但是绝对饱鲜饱嫩 而且亮大管饱 吃饭时 王龙七贴心地嘱咐他 待会上船 不要吃得太饱 李楚和狐女纷纷点头 但是真吃起来的时候 就顾不得那么多了 吃个十二分饱 勉强垫垫肚子 不算太过分吧 尤其是狐女 看上去柔柔弱弱的小姑娘 不过多了条尾巴而已 谁知他一个人的饭量 顶三个青壮汉子 而且那个吃相 好听点叫风卷残云 难听点就是恶狗铺食 看得周围村民目瞪口呆 吃完之后 他不好意思地一笑 优雅地擦嘴 轻轻点头示意 端庄 这一顿 他成功把村民对自己的评价 从居然是妖怪 吃成了不愧是妖怪 没办法 饿惯了 他偷眼瞧了下李楚 发现李楚吃得比他还用力 但就是显得那么从容 那么潇洒 那么放荡不羁 他也暗自心道 不愧是我的主人 吃罢饭 就是登上村里派出的一条大船 由八九个经验丰富的水手 带着 扬帆出海 沿路的海徒都是水猴子 拿爪子画出来的 虽然有些歪歪扭扭 但是应该八九不离十 毕竟他们都是老渔民了 先前就是凭着记忆 驾船回来的 上船不久 汪龙七就趴到船后 开始狂吐 他以前是有过出海经历的 吃过亏 所以才提前嘱咐 自己也只吃了个八分饱 谁承想还是这般不济 可令他不解的是 黎楚和虎女这两个 出自出海的 一点反应都没有 在那里悠哉悠哉地 欣赏着海上风光 虎女不时地大呼小叫 汪龙七面如菜色地走过去 悲愤地问道 你俩为什么不晕船啊 主奴儿人对视一眼 耸了耸肩 眼神仿佛在说 不会吧 不会吧 不会真的有人晕船吧 那也太没用了吧 汪龙七微微曲曲 扁着嘴就离开了 感谢收听本集 更多精彩多人剧 欢迎关注 梁小鱼主页 欢迎收听 多人有声剧 我不可能是 剑神 作者 赔不了 梁小鱼团队 梁小鱼团队制作 梁小鱼团队制作 更多精彩 尽在喜马拉雅 第七十九集 过了约莫两个时辰 船头望风的水手挠挠挠头 说了声 奇怪 李楚走过去问道 怎么了 暗化的海图 我们现在就该到了 最起码也应该在视线里能望到了 可是 水手指了指前方光秃秃的海平面 什么都没有 李楚皱了下眉 这倒是有些难办 莫非是什么秘境 或是可以移动的岛屿 他们只交谈了三两句 忽听的后方水手又发出一声喊 抬头一看 就见滚滚的墨色云层正聚拢过来 四方云洞 水手高喊 变天了 李楚站在烈烈风中 望苍天 四方云洞 几乎在虚余之间 海面就从风平浪静 变成了波涛汹涌 就像是从小琴里 一下变成了春三娘一般 真可谓风云突变 骤然暗下的天色 让王龙溪也顾不得在晕船 开始缩在一边瑟瑟发抖 降翻 水手们倒是经验丰富 在甲板上跑来跑去 忙着降下风帆 但是看他们的神情 这显然不是什么常见的情况 黑色云层越堆越厚 仿佛浓墨 远处又骤然响起轰隆隆的声响 好似惊雷滚滚 又似万马奔腾 望过去 是一线排山倒海的巨浪 紧仓 瞭望的水手大喊一声 所有人齐齐奔进船舱 哼 船身遭遇了一次冲击 被高高的抛弃 在这浪头之下 即使是望渝村的大船 也显得有些无力 只能任它失为 这是天地之温 又或许不是 黎初感觉风里的味道不对 旋即地上 展开心底的室 海上一团巨大的黑色漩涡 顿时在脑海中现行 而他们这艘船 正在黑色漩涡的急流中 这团黑气 没错 就是妖气 是喊妖 第一波浪头过去 暴雨突兀地砸了下来 砸得甲板噼噼啪啪响 黄蜂也席卷起来 将甲板上零散的东西 卷得漫天飞舞 又随手想趁这段 较为平稳的时间跑出去 黎初当即喝了一声 回来 一抹巨大的影子 正在船体附近吹雪 和这一抹黑影比起来 这艘望于村村民 引以为傲的大船 就像风中飘摇的落影 恐怕被他吹上一口气 就要再飞回天上去 喊回水手之后 黎初反而一先帘步 大步迈上甲板 大颗大颗的羽珠 劈头盖脸打过来 他立刻全身湿透 但仍然稳稳地站到了船头 像是一杆旗 这场盛大的暴风雨 似乎只是这海妖 出现的随形异象而已 离得越近 风雨越急 通过气的感知 他仿佛已经能看清 那海妖林甲的轮廓 而他 好像也感受到了 黎初的目光 不知这海妖 是用什么方式 来观察这茫茫的大海 似乎是和新眼术 差不多的法门 黎初在冥冥之中 产生了一种 与人对视的感觉 海妖的体内 生腾起了怒气 那感觉 就像是走在路上 和人对视了一眼 就要突然上来问了一句 你瞅啥 脾气很暴 黎初谨慎地 收敛了部分神魂 只在小范围内 静静观望 这应该算是一个 示弱的行为了 但海妖的愤怒 腾地升级了 在他巨大的体型内 充斥着怒气 似乎在说 你还敢看 船体下方 传来诡异的小动 船身开始 剧烈摇晃起来 船舱内的老水手们 都站立不稳 只能紧紧 抓住一些东西 只有胡女 还能安稳地 站在原地 她掀起一面帘布 紧张地看着黎初 通过一个妖怪的 灵敏直觉 她也察觉到了 有一只庞然大物 正在逼近 不只是庞然大物 甚至可以说是巨物 在下面动来动去 让她不由得咬紧了嘴唇 远处的海面上 忽然鼓起一个 巨大的浪包 像是骤然升起的山风 越滚越高 哗啦啦的巨响之后 海水纷纷退去 露出一片恐怖的暗金色 是背鳍 这海中突兀升起的山风 竟是一条鱼的背鳍 空体呈暗金色 布满古傲庄严的纹路 远远望去 仿佛一尊上古时期的 巨大青铜器 隐含神威 水手们纷纷倒吞一口大凉气 双眼发直 纵然是在海上纵横了几十年 又哪有机会见到这样的场面 原本就极度恐惧的 王龙七瞳孔瞬间放空 呆呆地说 好大一座山 好大一条鱼 仔细看来 这不像是一只海洋 而应该是海怪 而且是某种 因传了上古血脉的怪兽 这种怪兽 似乎不应该出现在这片区域 这里虽然离岸已经很远了 但还不够远 不该是这种海怪生活的地方 但没时间多想了 风起宇宙 风轮当前 完全组住了大船 不 现在比起来 应该说是这渺小的 卑微的木船的去路 随着暴风加紧地推送 这样一路撞上去 这艘船绝对难逃破碎的结局 船舱的连部在这风里 呼啦啦地早掀翻了上去 舱内翻来覆去 叫苦不迭的水手们 险些就要当船跪下 之所以没跪下 不是因为他们企图保存尊严 而是因为他们根本爬不起来 狐女的尾巴绷得紧紧的 掌心也捏了一把冷汗 这里毕竟不是她熟悉的山林 而是陌生大海 早听人说过海妖的体型 不受天道限制 可以肆意生长 但这也太大了吧 大的令她呼吸急促 仅仅露一个背棋 就这把害人 若是露出全貌 岂不是要相当于半座妙风山 反倒是先前大呼小叫的王龙七 此时异常的安静了下来 她窝在角落 抓住一面墙壁固定身形 面无表情 神情淡漠 嘴里阵阵有词地念着什么 若是走近仔细去听 应该能听清贪念的事 李楚的背影依旧笔直 悲喜难料 她站在船头 闭着眼睛 瘦削的黑色身影 正面面对着前方的暗金色山峰 一眉飘飘 变发飞扬 在她的脑海里 那不是一座山 而仅仅是冰山一桥 背棋下方的全貌 是一条头生双脚的怪鱼 看上去有几分像是牛头 又好似有几分龙头的意味 它瞪着一双巨大的眼珠 像是深海中的日月 令周遭海域的小鱼望风而逃 李楚感受着她的气 总觉得她不像是坏的怪物 因为她身上沾染的怨气并不多 但是 她确实在阻拦着几船的去路 不做出抉择 难免传毁人亡 于是 她拔出剑来 欢迎收听多人的新剧 我不可能是剑神 作者赔不了 梁小鱼团队制作 更多精彩 尽在喜马拉雅 第八十集 见起 见落 看海天一色 听风起雨落 这条大雨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周身的林甲突然西张起来 焕出猙獰的寒光 不知是忌惮 还是她想等这艘船 撞到自己身上之后 将其彻底碎为击粉 但先船身一步触碰到她的 是一道凛冽而磅礴的镜头 开开开 剑芒过途 大鱼的背脊忽然柔顺地打开 就像是酒楼里刀工丝滑的老师傅 一刀将一条鱼剖开 剔除整排鱼刺 左右两边分毫不畅 身后的水手们都张大了 她的嘴巴却发不出声音 在他们的视角看来 分明就是一个渺小的人类 拿着一把铁剑 劈开了一座山 不过在黎楚的感受里 好像这条鱼比上次那头狮子 还要好斩一点 它们都有同一个特点 那就是体型很大 看上去很恐怖 但一剑斩下去就发现 都是虚的 黎楚沉宁了一下 得出一个结论 大的东西 硬度往往一般 一座临甲争宁的暗金山峰 出现了一道平整的裂隙 海船缓缓从中进入 起初只是一道小小的缝隙 伴随着逐渐的深入 这条通道也越来越宽 海外的两半身体在分离 这对船上众人来说 是极度震撼的体验 一众水手惊叹着涌到甲板上 把那凉气一顿倒吸 七娘了 这小里头上不会是神仙吧 一个水手终于忍不住叫的 黎楚摇摇头 只是一条大点的鱼罢了 算不得什么 众人哑然 抬头看看顶上露下的日光 简直像是行走在高耸的一线天 你管这小大一点 这条鱼假如搬回望鱼村 估计得吓死几个老水手吧 全村杀一条 足够吃半年 他们在看着黎楚那写满了谦虚的背影 眼神就都变成了静卫 狐女突然叫了一声 主人你看 她一手扶在船前沿 垫起脚指着前方 那缝隙之外依稀有五彩斑斓的光景 狐女眼神好 离楚的也不差 她搭眼一看 便也望见了那边的景象 一座岛屿 远远望过去 那边像有山轮叠杖草木葱龙 山谷掩映间 依稀还有几座 金碧辉黄的宫殿群落 与那些变成水猴子的水手描绘的一模一样 可是在暴风雨之前 他们在那个方向可没有任何发现 经历过这一场暴风雨 这座岛屿便突然出现了 车道也是和水手们的经历相同 可这暴风雨明明是那条海关引动的 若是水手们遭遇相同 那他们就也应该运见了海关才对 凭凡人之躯 怎么可能逃脱 在他们的描述里 也确实没有这一件 当时海关应该没有先生 莫非这海关还有所针对 仔细想想 他似乎是因为自己用鲜眼术 窥探了他的真身 方才产生怒气的 这样想来 他攻击我这艘船莫非是 因为他害羞 李楚轻轻摇头 甩掉这个十分无厘头的想法 片刻时间 海关那巨大的两半鱼身 已经沉入海中 天空也早已恢复晴朗 黄昏的夕阳 洒在平静的海面 似花火般耀眼 海船终于靠近了这座岛屿 刀上忽然响起呜呜的号角声 寻生看过去 是有个穿着金白色盔甲的人 正在岸边仰头吹号 似乎在提醒岛上的人 有不速之刻到来 海船最终停靠在一片松软的沙滩边 沙滩朝前摆鱼布 就是一片茂密的树林 众人还未下船 就听树林中传来一阵 嘻嘻嘻嘻的声响 有很多人过来 船上众人顿时提起戒备 紧张地盯着那片树林 密集的脚步声越来越近 来人人数众多 哗啦啦 一个油亮的肚皮率先顶出树林 这肚皮属于一个矮矮的小胖子 因为又矮又胖 他整个身材就像是一个圆球 看上去倒颇为膝盖 这小矮胖子身披刺紧绣筋的滑服 看上去也是价值不菲 但是这衣裳再贵 也遮不住他的肚子 稍一用力就顶了出来 在他身后跟着的 左边一队是身材娇好的侍女 各个都穿着金色流苏的抹胸 和勾勒腿型的长裙 露着纤细的腰 将身段展现得淋漓尽致 右边一队高大鹦鹦的侍卫 各个身披金甲 手里握着长枪和刀戟 这对人一走出来 给人带来的感觉就两个字 黄眼 和他们背后的金殿一样 就突出一个金碧辉煌 风格相当浮夸 但黎蜀觉得还不错 他甚至想等将来有钱了 给德云冠也来一层 这样的装潢 俗称土豪金 小矮胖子来到船下 吃力地仰着头 面带灿烂的笑容 对船上的众人说道 诸位远道而来的客人 欢迎来到永乐岛 看样子 对方似乎没有 直接开战的意图 黎蜀领着狐女 和王龙七下了船 一众水手互相看了几眼 还是选择留在了船上 等他们 一个是因为 这座岛上有邪碎 他们害怕 再一个是因为 听说岛上的侍女很好客 他们的妻子也害怕 所以早先就定下了规矩 所以下船的 其实只有三个人 黎蜀自然是要去 见见郑主 搞清楚是怎么回事的 狐女跟着他 而王龙七 他原本在暴风雨里 受了惊吓 一直浑浑噩噩的 方才见了那对侍女 一下子回了魂 突然想起来 自己是为何而来的了 不忘初心 方得始终 小爱胖子迎着 黎蜀他们下来 热情地问道 船上那些客人 不下来坐坐吗 我是永乐岛的管家 我们岛主非常热情好客 每一位客人都会得到最好的招待 不了 他们在船上等我们 我们是有事 想来拜会你们岛主的 我 小爱胖子也不问什么事 先是露出笑容 岛主会很开心的 当下 在一对士兵 与一对侍女的簇拥下 三人穿过茂密的林地 走向了那闪耀金光的宫殿 在岛外看的时候 宫殿就在附近 但实际走起来 这山路还是颇远的 也不知这些人 是怎么在看见船只之后 短短的时间里赶到的 真到了宫殿近前 其实是王龙七这样的 正经富二代 也忍不住发出惊呼 整座宫殿凋梁化洞 流光溢彩 但凡眼之所见 几乎全都有一层流金 脚下铺的都是汉白玉的地面 一路平整严丝合缝 看不见一点镶嵌的痕迹 感谢收听本集 更多精彩多人剧 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 欢迎收听 多人有声剧 我不可能是剑神 作者赔不了 梁小鱼团队制作 更多精彩 尽在喜马拉雅 第八十一集 进了正殿以后 他们也没有立刻见到 那所谓的岛主 而是被安排在一个偏殿中 稍作休息 对方的态度十分客气 三人便也耐心等待 等到夕阳彻底落幕的时候 才有人来通知 晚宴已经准备好了 岛主也在大殿候着 随人来到正殿 他们这才见到了 这位神秘的岛主大人 这位岛主大人的身形 与那位小矮胖子 居然有几分相似 同样是圆滚滚的身材 但是他高尚许多 头也硕大 显得就像是 一颗圆球 落着另一颗圆球 心如雪人 颇为滑稽 岛主盛情说道 欢迎几位贵客 来到我的永乐岛 几位还真是男子英俊 女子靓丽 小岛 蓬毙生辉呀 三人由侍女引领着 在餐桌旁坐下 餐桌上摆满了 丰盛的菜肴 一眼望去 各是真羞野味 应有尽有 但黎楚看着桌上的菜 却忽然眨了眨眼 他先是微笑着 向岛主回领 多谢岛主的盛情款待 玄疾他有说道 但我有一个问题想问 哦 但说无妨 你们这如此丰盛的晚宴 为何没有一条鱼啊 刀主白白手说道 不瞒你说呀 我们就在海岛上 早都吃腻了那些海味 在这里啊 这才是最珍贵的 可据我所知 你们好像昨天 才满入了许多海魂 黎楚又悠悠说道 刀主闻听此言 眼中金光一闪 脸上笑容渐渐消失 黄龙溪紧张地看着黎楚 没想到他毫无谨信 一上了直奔主题 这也太生硬了 大殿中的气氛 因此瞬间就变得 剑拔弩张了起来 他又扫了扫身边的 两位美貌侍女 方才他们是准备 坐下侍奉自己的 现在也十分尴尬地 站在一旁 唉 他心中叹口气 哦 早知道就该跟黎楚 先商量一下 起码等哥们 过完夜的开团呢 岛主凝视着黎楚 半场呼得一笑问他 还不知道小道长如何称呼 黎楚缓缓说道 虞杭阵外十里坡得云冠弟子 黎楚 他又抬手扬了扬身后 这位是在我冠中修行的狐妖小白 和我一位朋友 岛主轻轻点头 而后说道 小李道长啊 听你刚才问话 似乎在我岛上是 颇有了解 黎楚也不藏着掖着 直截了当地说 明人不说暗话 我是受东海边 黄渔村的村民所托 前来调查 黄渔村数十位渔民 变为精怪一事 他们先前唯一的异常经历 就是上过你们这座岛 所以我想 岛主大人 或许知道其中缘由 小李道长是个敞量人 那我也不与你撒谎了 岛主将身子向后一仰 坦然地说 就是我 用咒术将他们 变成水猴子的 听完这话 黎楚还没怎么样 王农七心里咯噔一下 这两人好像都有点刚啊 待会儿打起来 不知道藏哪儿好啊 他是听了水手们描述的 过夜环节 有些心动 才跟着黎楚来凑凑热闹的 本想着黎楚在 没意外 我就随便跟着沾点便宜 过过夜 曹操了事 谁知道黎楚 直接把中间剧情全跳过了 看样子 这位岛主也是个狠人 天知道打起来 黎楚还能不能保护我 王农七心里胡思乱想 眼睛一点没闲着 呼吸间就来回扫了三圈 这座大殿一共有四个出口 一个正门两个侧门 加一个后门 正门有四位士兵把守 侧门可有两个士兵把守 后门没有 但是不知道通往何处 殿中一共有三十六山大窗 七十二山小窗 大山都能过人 殿内共有三十八张桌子 桌子底下都可以藏身 但是不太用逼 殿内共有十八根梁柱 两柱后也可以藏身 不过只能打一边 等等 刚刚我看到了什么 就听黎楚又问道 为何 岛主居高临下地说 在我的地盘 我本没必要与你解释 但我并非不明事理 所以告诉你也无妨 其实啊 我不只是这座永乐岛的岛主 我还是这方圆数百里海域的龙王 说吧 他嘴角高高的一笑 龙王 这倒是令黎楚有些惊讶 和洛王朝的历史他也熟知 在人族以前 龙族曾是上一任万物灵场 即制作人间的霸主 或许本来这方天地 都不是称为人间 但那已不可知了 可是经过上古时期的 多次惊天大战 最终是人族 夺过了万物灵长的位置 自此 世间妖族才会化形为人 而亲近龙族的几只 仍然保留着画龙的传承 甚至在人族的天界七境中 还明晃晃地留着一个 以画龙为名的境界 即使此画龙非彼画龙 也能看出 龙族对人族的深切影响 但随着人族的越发强盛 龙族也持续衰弱 到如今 真正的龙族 已经很久没有在人间出现过了 岛主司是知道他会这么想 当即说道 当然 我并非纯血真龙 但也绝非寻常龙翼 我上乘真龙血脉 所以周围的水族 才会奉我为主 意思是 他的父亲是一条真龙 这样的二代龙翼 近乎纯血 在龙族之中已经相当高贵 是有希望晋升为 纯血真龙的存在 说着 他傲然一笑 额前光滑阴君 竟钻出两根朝天的鸡脚 他原本好似雪人一般的形象 因为这两根龙脚的出现 变成了一个掌鸡脚的雪人形象 更滑稽了 黎鼠隐约猜到了理由 便说道 是因为渔民们在附近打鱼 所以你才惩罚他们 正是如此 刀主摊手说 我庇护周遭水族 他们在这里大肆打捞 害了我多少水族性命 我罚他们做三年水猴子不过分吧 而且 我还额外给了他们 一大笔金银财宝 足够他们享用三十年 黎楚略微沉吟说道 你所说的也有几分道理 王宫七看向黎楚 他这是要放弃渔村的村民了 但是 就听黎楚话锋一转又说道 我受人之托 也绝不能操操了事 这一番承接 其实已经起到效果了 你今日若解开咒法 我可以保证 望渔村的渔民 不会再来到这片海域 如何 他们害我治下水族 我便可以草草了事吗 那便 只能得罪了 黎楚站起身来 感谢收听本集 更多精彩多人剧 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我不可能是剑神 作者赔不了 梁小鱼团队制作 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 能谈得来的情况下 黎楚确实不愿意和一个实力未知的强敌发生冲突 但是他自觉无法说服岛主 不同种族之间自然有着不同立场 岛主身为龙王 要保护自己治下水族 无可厚非 站在他的立场 如此行事 似乎也可以说是人至义尽 但自己作为人族 当然不能接受 你要跟我打 岛主眼中闪过一丝讥讽 似乎在嘲笑离楚得不自量力 我受人之吐而来 自然要尽力而为 说我不敌岛主 自还由我师父出手 我师父的修文通天彻地 岛主眉头一皱 你在威胁我 实话实说而已 岛主微微沉默 人族修者的复杂关系 他十分清楚 牵出葫芦带出嫖的事情屡见不鲜 很多时候就是打了小的来老的 将一场小矛盾化成大灾祸 但德云冠的名头 他实在是没听过 若是黎楚来自白玉京 青阳冠 云游冠等等 他肯定二话不说 恭恭敬敬将其送走 可这个毫无名气的德云冠 听起来怪像唬人的 不过 人间的隐世大能向来不少 不是经常盛传 某间寺庙里扫地的和尚 才是天下第一高手吗 如果他师父真是大大 那我免不了要遭殃啊 略以思寸 岛主想出了个 较为周全的主意 若真是大能的弟子 自然不会是个草包 不妨就试试这个小道士的橙色 于是他笑道 小李道长倒也不必着急 我们不如先来较量一番 如果你的实力 的确能得到我的认可 那事情大有可谈 李楚皱了下眉头 你要跟我较量 他有些为难 如果是真刀真枪的大 他倒是没什么心理负担 但是切磋较量 这可就涉及他的盲区了 回忆往昔 在他界下好像 还没有留下过性命的 以这位实力未知的龙王切磋 若是留守 说不定会落败 若是全力以赴 万一一箭斩杀了他怎么办 那还跟谁谈 刀主见他面露难色 还以为李楚心里惧怕自己 放心 又不是要刻意为难你 我不会出手 他转脸 朝大殿下方说道 把人面鳄带上来 殿下那矮胖管家顿时变色 刀主 你要放出人面鳄 这人面鳄呀 是来自深海的一个凶徒 在我海域内残杀了许多生灵 我亲自出手 方才将其擒货 小李道长若真是大能高徒 自然是修为精深 只要不掉以轻心 击败此聊 应该不在话下呀 李楚不置可否 他一向谦虚谨慎 讲礼貌 没有先放狠话的习惯 不多时 殿外传来当郎郎的锁链响 两名侍卫 用铁链牵着一名身形异常高大的妖物走了进来 难怪他被称为人面鳄 他的脸确实带着鲜明的人类特征 只是口齿外凸 布满清零 此妖本体就似人形 只是身高于两丈 若非这大殿够宽敞还真装不下他 周身暗青色凸起的怪鳞 鳞片上布着诡异的纹路 四肢前端仍然是爪 背后拖着一根极为粗壮的大尾巴 满身的凶煞之气 脸上写满了不好惹 抚一见他 王龙七便一摸下巴陷入沉思 这玩意儿是什么跟什么才能生出来的 人面鳄周身盯着十八根龙纹透骨钉 稍一催动妖力都会痛不欲生 所以只能任由两名侍卫牵着他走 一见了岛主 他可怖的脸上居然泛起冷笑 人面鳄 现在我给你一个机会 岛主也不在意 说道 我要你和这位小道长较量一番 如果你赢了 我可以放你走 人面鳄的喉咙里发出沙哑难听的笑声 我可以撕碎他吗 不可以 岛主摇头 我去 就听叮叮当当一阵响声 侍卫陆续将他身上的透骨钉拔掉 每拔掉一根 他身上就多出一个成人手腕大小的血洞 但他居然就像很享受似的 每拔出一根钉子 便发出一声声吟 王龙七实在看不下去这个场面 将视线转移到了别处 整个过程中 李楚一直在审视着这人面鳄 也打开过心眼观察 他接触过的妖恶不多 不太能通过妖气强弱判断他的实力 只能大概揣测 如果没有刻意收敛妖气的话 那他应该比那飞天狮子要弱许多 这样的话 好像也不是很需要忌惮 但在心眼之中 他身上附着的怨气迎天 真不知道是造了多少杀孽 看来自己也不需要留守 诛杀这样妖孽是功德 那管家也小心地凑过来 悄悄提醒了一句 小李道长待会儿最好速战速决 这人面鳄行凶无数 靠的是他早年间得到的 一本上古神通残卷 学会了一个称字卷 他在战斗中会怒意上升 怒意越强 他的实力就越强 若真是叫他积累了顶天的怒意 恐怕我家岛主也拦不住他呀 他对这人面鳄十分惧怕 从方才起就一直不支持岛主 将他放出来 担心酿成大祸 就是为己 多谢提醒 李楚轻轻点头 称自觉 他打人 他生气 倒是有些意思 不过对付这种越打越强的对手 他有特别的窍门 随着十八根透骨钉完全离体 人民尔身上的凶煞之气也提到了顶峰 尽管周身鲜血鼓鼓流向 在地面上已经汇成了一滩 但他魂不在意 甚至满脸舒爽 仰头大笑的 到来 不用他叫 已然有两名侍卫 吃力地抬着一把 赤金色的巨大弯刀 走上来 散开 人民尔一把钻竹刀饼 虎虎生风地抡了两下 吓得周围侍卫全都狼狈躲闪 人民尔狂笑 停手之后 他伸出舌头舔了一下刀刃 凝声道 这把纵横四海的宝刀 已经很久没有沾上血味了 这怎么行呢 王龙奇小声说 他这刀上肯定没毒 等他台词说完了 李楚才走出到殿下 站在他的对面 云淡风轻地看着他 只有你吗 远远不够 所有人都得死 这话一出 周遭的侍女全都花容失色 一众侍卫则如临大敌 邪微淋漓 感谢收听本集 更多精彩多人剧 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我不可能是剑神 作者赔不了 梁小鱼团队制作 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 第八十三集 岛主贺道 任命令人灭恶 你乖乖比试 若是再敢逞凶 我定斩你不饶 你以为我还会怕你吗 你知道在牢里这些天 我积攒了多少怒气 人灭恶朝岛主吼了一声 举起弯刀 星红的眼眸望向黎楚 来吧 第一个就从你开始 他一脚踏碎地面 身体剑一样掠出 有血光泛起 他原本就庞大的体型 骤然间又暴胀了许多 黎楚早有些不耐烦了 见敌人终于动手了 他也拔出殿来 举起落下 一道白芒闪过 尚且在三丈之外的人面额 忽然身形一致 然后分成两端 扑通落地 结实 狐女的嘴角露出一抹轻笑 我家主人 可是连雷云都能披散的 在他面前 你有什么可好横的 黄农西卡巴卡巴眼睛 也无语地说 这种实力就别多废话了 看着周围岛上 侍女与侍卫惊骇的样子 他不由得撇了撇嘴 不就是秒个妖物 有什么可打这个小怪的 其实不只是下人 连岛主本人见到这一幕 都眼皮狂动 惊 这人面额的实力 别人可能不清楚 他是最知道的 当初自己收拾它 也是花费了一番力气 方才听他说 积攒了许多怒意 自己也是有些忌惮的 怎么就 这么草率地死了 说是我 可能 不 是绝对做不到 如此随意的一击秒伤 这小道士的实力 有多强 想到自己刚才 在他面前拖大的样子 岛主不仅有些脸红 但是很快 他又想到了一个 更可怕的事情 这个小道士的实力 都如此恐怖的 他的师父得有多强 简直不敢多想 想到自己险些 惹上这样一尊大佬 思思冷汗 从他额上流下 我赢了 李楚回过身 不骄不躁 语气平静地 对岛主说道 现在我们可以 好好谈一谈了吗 当然可以 凡事好商量 好商量啊 刀主双朗大笑 他转头一挥袍袖 这些菜都冷了 换热的来 乐师呢 接着奏乐 接着舞 人面饿的两段 尸身被拖下去 血迹很快处理干净 窈窕的侍女 如穿花蝴蝶般 游走在餐桌各处 很快换上了 新的精美菜肴 大殿的杀杖后 传来管弦之声 声音不大 但悠扬悦耳 仿佛刚才的一切 都没有发生过 盛宴重新开始 终于有两名侍女 坐在身边服侍 王龙溪如愿以偿 左拥右抱 一时间笑得 何不拢嘴 一顿饭下来 两名侍女都累了 不得不揉声劝道 客人 先别摸了 多少吃点东西吧 想坐在 黎蜀身边的侍女 被她礼貌地拒绝了 简单吃过一些东西 她重新开口道 刀主大人 关于为 望渔村的 渔民解咒一事 没有任何问题 只要他们不再来 这片海 越打鱼即可 岛主仿佛变了个人 非常的好说话 他抬起左掌 在掌心处 催出一块鳞片 然后一咬牙 将这块鳞片 拔了下来 小李道长 回头拿这片 龙鳞泡水 给那些变成 水猴子的渔民 喝下 咒术自解 官家将鳞片递过来 李楚汉手 多谢 其实 方才见了 小李道长的修为 我另有一件事 想要请托 小李道长 但讲无妨 要说这个请求 那还得先 从我的来历说起 刀主正色道 在成为此处龙王之前 其实我有另一个身份 那就是 寒家坠叙 江湖上的势力 除了以传承为系的宗门 与以利益为系的帮派之外 还有以血缘为系的世家 诸多家族之中 历史最悠久 势力最强大的 要数天南州里 七个自上古延续至今的世家 是称天南七家 天南七家虽然安于抑郁 但几乎历史上 每一次朝代变更背后 都有他们的影子 王朝兴替 世家永存 经历了近万年至今 这些古老世家 都积累了堪称恐怖的底蕴 而韩家 就是天南七家之一 讲述自己的经历时 岛主的眼中 带着些许的沧桑与唏嘘 我生来就不知道 自己的父母是谁 自幼是随着师尊长大 他在荒郊野外捡到我 教我道理传我神通 还要做人 所以我从来没有把自己 当成一条龙 我始终当自己是一个人 不过我师尊不是什么大能 他一辈子都只有第三境的修为 没过多久 他就寿终正寝了 我离开山门 开始自己闯荡江湖 那时候我才知道 原来我的天赋这么强 原来龙族血统如此神异 那几年 我纵横天南意气风发 也算是打出了一番名头 不久之后 我就遇见了他 我曾经的妻子 他出身于韩家嫡系 在族中地位颇高 而且一直盛传 她是韩家那一代最美的女子 这名头 不许 我当时年纪小 见识少 遇见了一位美若天仙 又温柔可人的女子 哪里有不陷入情网的道理 更美的是啊 她与我两情相悦 我当时截然一身 了无牵挂 成亲之后 便欣然住进韩家 按你们人族的规矩 我应该算作入赘 但我无父无母 就哪里再有这些 成亲之后那几年 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 韩家族人对我很敬重 当然 我也为他们办成了不少事情 我们夫妻恩爱 毫无嫌隙 可是 大概是我们成亲四年后 那天夜里 她却将一根阵龙锥 刺进了我的脊背 方才对付人面额那透骨钉 就是我仿照阵龙锥所造 这玩意儿 专门为了枪害龙族而知 痛苦更胜那透骨钉无数倍 那时 我才知道原来这一切 从他与我成亲 到韩家人接纳我 都是早都算计好的 这一切 都只因为我是一条龙 一条接近唇血的龙族 他们抽了我的神龙锥 注入了一位 韩家麒麟子的体内 韩家麒麟 韩柱 他虽不是修行中人 但架不住韩柱 实在太过有名 是以一下便联想到 感谢收听本集 更多精彩多人剧 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我不可能是剑神 作者陪不了 梁小鱼团队制作 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 第八十四集 韩家麒麟 是江湖特指韩家 这一代天选之子的名号 他十五岁便以威震天南 不到十八岁扬明天下 是能与十二仙门首席弟子 相媲美的一代妖孽 天资惶惶 其实是临近的江南州 也从来不乏他的拥顿 相比之下 江守寅这种级别的天才 就要低了两个档子 韩柱形势向来以威武霸气著称 对敌讲究以利破脚 利压一切 最有名的就是一身龙血 暴然之下 却能越境杀敌 极为恐怖 想不到 他那一身龙血 竟是这样来的 哼 那孩子发展得不错是吗 也对 他本就天赋异禀 又得到了我的神龙随 相当于夺了我的神龙血脉 自然强无敌啊 刀主又自嘲似的笑了下 我被强行取走神龙随 修为大典 激进废人 这时候 我妻子又站出来 请求韩家家主不要杀我 他刚立了大功 韩家家主也不愿违背他的意思 于是 他们将我囚禁 在这海外小岛上 派了四方镇守堪压 也是颇为费心了 多亏了附近海域的水族 我龙血虽无 龙危仍在 他们愿意奉我为主 让我做了这一片的龙王 在他们的帮助下 我寻来了许多天才地宝 治愈伤势 又重新恢复了一些修为 这才能有今日的近况 距离我被囚禁 也有十多年了 李楚静静听着 才知道他身边那管家 还有此间的侍女 侍卫 原来尽是水族所化 岛主继续说道 我讲这些 自然不是想请小李道长 帮我报仇 有些事 我势必会亲手去做 但我此时根本无法逃离此头 没有龙血 我的修为再也无法晋升 更遑论复仇 面对现今的瓶颈 只有遗物 能够帮助我重新演化出 一滴神龙髓 我天生龙体 凭着这一滴神龙髓 就有重新恢复 神龙血脉的可能 此物 就是化龙果 化龙果 黎楚显然没听过这个名字 是的 此物颇为珍贵 是你们人族修者为了突破到化龙镜的时候 用以辅助的保药 但只有在龙族身上 他才能发挥出真正的神效 那么在哪里可以找到呢 江湖皆知 人间有两棵化龙树 一棵在西方昆仑白月经 一棵在东海雷落之地的神箫门 这两处都已被仙门拒为己有 不可能为外人拿到 但我恰好知道 这世上 有第三棵化龙树 我当年在天南节识过一位好友 勉强算得上是一位高人 道号 服渊真人 他有一个自己开辟的秘境 名为乾隆秘境 在那乾隆秘境中 恰好有一棵化龙树存在 只是我当年还看不上此物 从来没有想过向他讨要 在我新婚之际 他曾前来贺礼 并在婚宴之后 交给了我一样东西 不知是不是缘分使然 这东西居然就是 他那乾隆秘境的宝要 只可惜 不是完整的 而是残缺的四分之一啊 黎初眼睛亮了一下 瞬间响起 四分之一秘境的宝要 价值五百两皇金 刀主翻手 掌中果然出现了一方残硬 白玉雕琢 下方刻着一个繁体的笼子 当日服渊真人与我说 他自觉大陷将至 想要去江南州 求一份大机缘 辞去生死难料 便将藏了他全部家当的 乾隆秘境宝要 分成了四份 交给了四个人 这样 在他回来之前 这四人都无法 盗出秘境中的宝物 若是他彻底回不来 也算是将秘境宝要 托付了出去 将来总有现世的一天 免得让宝物给他陪葬 我想请托小李道长的事情 便是拿着这块残缺的宝要 帮我找到乾隆秘境 从中取出一枚化龙果 只是他多年来杳无阴险 我不知他是否还在世 也不知其余三枚宝要 他交给了谁 想要找到或许有些难度 好在我不急 毕竟我的寿命 不像人族那么短暂 可以慢慢等待 刀主走过来 亲手将这方残印 交到了黎楚手中 黎楚仔细看了一番 果然与那日 在梦魇肉身上 拿到的残缺宝要相同 不知这其中有什么渊源 他说道 这残缺宝要 我见过另外一块 就是我在鱼航镇外发现的 哦 小李道长知道 另一块的下落 黎楚点头 只需要再找到两块就好了 如此甚好 甚好啊 刀主府长大笑 他又说道 小李道长 只要拿着化龙果来此 我必有大礼相赠 黎楚看了看周围金碧辉煌的装饰 欣然点头 刀主还以为他这等修者 不会在乎钱财 便说道 放心 我给小李道长的 绝不会是这些俗气的黄白之物 黎楚看着他 一本正经地说 其实可以的 啊 岛主正了想 随后哑然失笑 黄龙七离开永乐岛的时候 浑身都散发着神圣的气息 他面带微笑 神色祥和 不管对着谁 都是一副春风般温暖的面孔 船回到渔航阵 分别时 看着虎女蓬松的尾巴 她也没有了往日色眯眯的表情 而是礼貌而庄重的白手 小白姑娘 再见 黎楚 再见 希望 我们都能在这个虚空的人间 找到人生的真谛 哎呀 突然 好想读几本圣贤书啊 依须 古来圣贤 皆寂寞 腰头 来扶着我点 给我扶我 看着他由船夫扶着 才能双腿颤巍巍走下船的样子 黎楚略有所思 这就是传说中的闲者时刻嘛 一晚上就能闲成这个样子 也是不容易 回到德云冠 稍微安顿了下 在望渔村的时候 村民想要一约把那些金银 给他做报酬 一部分是感谢 一部分也是他们觉得 那是斜碎之地带出来的钱 不敢花 不过黎楚没有说 经历了这样的事情 还需要探索新的航线 这段时间渔民们应该会更需要钱 他向村民们解释了部分缘由 说明只要不再靠近那片海域 就不会再有危险 这些财宝也可以放心花 才勉强打消了他们心中的顾虑 实际上 他自己此行 也并非全无收获 感谢收听本集 更多精彩多人剧 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我不可能是剑神 作者赔不了 梁小鱼团队制作 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 第八十五集 龙王那一块秘境宝药 就是五百两黄金几部 不过这块是绝对不能卖的 回头倒是可以问问李心仪 关于秘境的事情 有没有新发现 在找秘境这种事情上 朝天雀的力量 还是比我个人大许多呢 如果秘境开启 有宝药在找 进去取出一枚画龙果 应该不会是太危险的事情 最难的部分 就是凑齐四美宝药了 好在也没有时间限制 可以慢慢地找 李楚又翻看了自己 藏在床榻下方的小盒子 看了看里面攒的钱 脸上不由得露出淳朴的笑容 看来有时间 要去一趟杭州府 寻一块会升值的房产 于杭镇这种小地方 实在没有什么升值的空间 不知道是投资豪宅好呢 还是商铺好 畅想了一番未来 他将小盒子默默塞了回去 默默站起身来 眼下还有另外一件事情 永乐岛上的事 让他意识到自己的一个短板 迄今为止 我的剑下还没有过幸存者 或许应该可以说很强了吧 限于在渔航镇周边范围内 但这手段实在太单一了 我不可能永远只对付邪岁 将来可能会和人产生矛盾 也会和别的修者较量 要是全都一剑下去 杀邪岁没啥 杀人可是犯法的 总得有些杀气不这么重的招数 他启程来到镇上 走进熟悉的杂书斋 熟悉的老掌柜 在熟悉的柜台后面 对着熟悉的圣贤书 打着熟悉的盹 他这样的学习法 也难怪会一辈子考不上秀才 老掌柜的眼睛不甚好使 耳朵却还算零 听见黎楚的脚步声 一下就惊醒了 小李导长 又来找秘籍啊 黎楚点头示意 说道 是的 好说好说 小李导长 想要找什么样的呀 老掌柜笑眯眯的 很热情 嗯 我想要一种制服对手 但是又不会给对方造成很大伤害的手段 这样的有没有 好嘞 我来看看 老掌柜走进书架堆中去找 边走边说 小李导长 现在你名气大了 常听镇上的人说你 我想在店门外立个牌子 就写 小李导长最爱光顾的书斋 可不可以啊 黎楚这才明白 为何一进门他就那么热情 原来是有求于自己 他点头说道 无妨 反正这句话也是实话 老掌柜埋头翻了一会儿 你看这本怎么样 李楚搭眼一看 只见他这次拿的这本书格外厚 看样子没有那么久 书名就是八个大字 葵花点学手之速成 点学 李楚想了一下 以前在五家小说里 倒是常见这个 但是在这个生鬼乱斗的世界 好像很少听说这种手段 但他还是接了过来 准备回去研究一下 以往的经验告诉他 杂书斋里的秘籍 每一本都是精品 就算看起来再不起眼 练完之后 也会有额外的精神 很神奇 所谓点学 就是利用人体经络之间的复杂联系 通过一点而牵动全身 想要学会点学 那么第一步 就是要记住人体的全部学位 对寻常修者来说 这是在断体之前就要做的事情 如果对自身经络不熟悉 就闷着头去运行周天 那与自杀无异 但李楚没有经历过这个 所以他只能从头看起 看过才知道 难怪这本书这么厚 光是经络学位图 以及之后的介绍 就占了极大的篇幅 十二经络 齐经八脉 一共七百二十个学位 要记住其中每一个 至少是几十个关键学位的 位置与作用 以及背后的勾连关系 这是相当庞大的记忆量 基本每一位修者都是在十岁以前 就被逼着记住了人体 全部的经络与学位 这可能要花费几个月 甚至几年的时间 中间伴随着父母师长 不间断的物理教会 很可能会成为很多人 一生难以忘却的惨痛回忆 李楚仔细读过一遍之后 合上书页闭上眼 在脑海中复述了两遍 嗯 背好了 他微微叹一口气 唉 好久没背出 速度变慢了一些 记住全身学位 以及作用之后 剩下的就是施展点穴的原理 其实很简单 就是通过指尖 将力道穿透到穴位中间 并造成深酒的影响 如果是常人的力量 的确很难 因为凡人指力不够 就算指力很大的人 点下去的力量也会发散 会分散到穴位周围的 骨骼和肌肉上 无法穿透进去 更无法滞留 但靠真气就可以做到 就像是将真气凝成一根钉子 深深插入其中 当熟练掌握 并且真气够强的情况下 甚至可以达成最高境界的 隔空大穴 李楚觉得 自己体内这种灵力 应该也可以 按照以往的经验 甚至可能会更有力 更持久 掌握了大概原理 他迫不及待想要找人试一下 用灵力点穴的效果 这个不能在自己身上做实验 自己点自己 可就没人给解穴了 晚饭后 他把小月儿叫到房里来 找小锦理是经过考虑的 师父肯定不能冒犯 虎女的修为比小月儿高很多 体魄也更强 小月儿的肉身 更接近普通的人类 我想试一下 我新掌握的 葵花点穴手的效果 帮我个忙可以吗 小月儿乖巧地坐在椅子上 天真的点头 虽然不知道要干嘛 但是帮主人的忙 他非常愿意 待会儿 我会用最小的力道点穴 尝试将你定住 看一下定身效果 可以持续多久 如果效果太久 你感到不舒服的话 就眨眨眼 我就提前帮你解开 小月儿再次点头 黎楚小心翼翼 将非常微弱的一丝凌厉 注入指尖 然后点在小月儿的肩头 指如疾风 视如闪电 小锦里的身子顿时一僵 黎楚收回手指 问道 你能动吗 小月儿的眼珠转了转 似乎是想摇头 但是做不到 黎楚一喜 看来效果是有的 现在就看 这么一丝灵力 能持续多长时间了 他再度叮嘱道 你眨眨眼 我就帮你解决 然后便坐在一旁 开始观察 再然后 天就亮了 感谢收听本集 更多精彩多人剧 欢迎关注 梁小鱼主页 欢迎收听 多人有声剧 我不可能是剑神 作者赔不了 梁小鱼团队制作 更多精彩 尽在喜马拉雅 第八十六集 小军里身子能动的第一秒 就直接从椅子上滑了下来 李楚忙扶住他 小经理如梦方形 摸着自己的脖子和肩膀 又摸摸自己的腰 梁九 哭唧唧地说了一声 我麻了 李楚也没想到这个效果居然能持续整整一夜 就在刚才 他还在心里为小经理的耐力点赞来着 这时候看到小经理的神情 他纳闷的 那你为什么不眨眼 小经理扁着嘴 我坐了一会儿就睡着了 李楚这才想起来 小经理是睁眼睡觉的 将小经理送出门的时候 他还在委屈巴巴地说着 我的肩膀和腰腿都好酸啊 浑身都酸 尤其被你捉的地方 又酸又痛 李楚只好哄了 待会儿给你买糖吃 这一幕 恰好被晨起出门的于其安看在眼里 老道长深深地叹了口气 李楚安抚好小经理 就见师傅坐在石桌旁冲自己招手 他忙走过去坐下 于其安意味深长地说道 徒儿啊 咱们身为男人 喜欢姑娘呢 要堂堂正正地去追 可不能因为人家小姑娘 脑袋里差点事 就去骗人家 欺负人家就更不成了 师傅说的是 可是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于其安倾咳一声 那个 我看你昨晚把小月儿叫进房里 刚刚才出来 这是 哦 我新学了一门点穴的秘籍 就让他帮我施下效果 没想到时间有点长 点穴道 于其安正了下 然后狐疑地看着李楚 你说的这个点穴 他正经吗 嗯 李楚看见一片秋天的树叶 落在师傅尖头 站着青 泛着黄 太阳落下山 秋虫闹声轩 慎虚冠的几位弟子 就站在妙峰山 一处隐秘的山腹中 这几日 江水银一直在此处 以神石搜山 先毫不漏地滚滚神石横扫而过 才终于在此处 发现了一些异样 这山腹隐蔽 掩体下却有新土 应该是有人在此挖过坑 周遭还有些许的真气残余 应该是不久前 有修者在此施展神通 于是他带人来到了这里 亲眼看见那飞天狮子的尸首后 江水银好是震撼 同时心里也有一块大石头落了地 这没头没脑的强大仇家死了 自己也不用再溜走了 在他身边 站着张玉希 薛玉柱 刘玉山 薛玉柱和刘玉山 就是丑壮蒲矮两个道士 先前他们被人射魂 险些给小师叔来了个被刺 等清醒过来以后 两个人又羞又怕 迎风思考了一晚上 才怀着沉重的心情回到雅鼠 还好江水银并没有跟他们计较 只是摆摆手 让他们去喂驴 这次江水银亲自带队搜山 张玉希就抢着加入了 理由很有力 为了自己的亲哥哥 对此 薛玉柱和刘玉山嗤之以鼻 小师叔来之前 你怎么不急着找你哥呢 喝着你这兄弟情仪 是每个月来那么几天 这种人 平时干活总是躲在后面 只要领导一来 又立马抢在第一个表现 无耻 狠气 但又没什么办法 见面还是要冲他点头哈腰的 师兄长师兄短 尽管心里恨不得师兄又短又软 很快 丑壮和蒲矮将那块心土再铲出来 居然挖出了一具栩栩无声的尸体 竟是肾虚冠弟子 张玉岩 不错 这具尸身也正是前日 李楚和李心仪 遇见的那具演的本体 取得秘境保药后 本着入土为安的人道精神 他们还是挖了个坑 把这具尸体埋了进去 不想这么快又被翻了出来 哥 张玉西当即哀嚎一声 这具尸身极为僵硬 仍然保持着盘膝打坐的姿势 无法改变 只能这样放在地上 张玉西跪倒在尸身面前 嚎啕大哭 不过嚎是真嚎 眼泪倒没低下几颗 旁边还有三个人冷眼旁观 这画面看着不仅不悲伤 还有几分诡异 江守寅也颇为惊讶 他发现这里有些异样 本来只是怀着有早没早 打一杆子的心态来挖一下 没成想 居然真能挖出张玉岩的尸身 几年前张玉岩奉冠礼命令 带着秘境保药来江南州 调查乾隆秘境的事情 不知道他遭遇了什么 始终没有回来 直到后来 广寒宗来寒心师问罪 称张玉岩重伤了他们一位 小瑶池弟子 慎虚观的高层完全不明就里 后来再经几番交涉 才知道了事情大概 当时恰好广寒宗也有派弟子 来寻找乾隆秘境 两人偶遇 原本是结伴而行 中途张玉岩却突然失以落手 偷袭了广寒宗的弟子 这名弟子用了门内禁术 才强称着逃回山门 只说了一句 慎虚观张玉岩 之后便昏迷过去 始终没有苏醒 多的便再无从得知了 连妙峰山这个地方 都是后来慎虚观的长老 根据他的行动路径 推演出来的 广寒宗有心独占秘境 也不愿再透露别的 就只是单纯地通知一声 你家弟子欺负了我家弟子 没人证 没物证 没理由 但就是你家弟子错了 于是慎虚观就到歉了 对方毕竟是十二先门之一 而且苏来以不讲理著称 对他们低头 不丢人 张玉岩一失踪 丢了秘境宝妖 慎虚观对乾隆秘境 便也不抱期望 干脆就把这档子事放下了 直到前些日子 长守冲收到公孙哲的求援信 得知他恰好要来渔航县赴任 便又派了几名弟子过来 让他们好好查一下妙峰山 看能不能有些收获 正好江守寅 晋升画龙境在即 也盼着能得到一枚画龙国辅助 便也赶了过来 才有了今天这一幕 想不到失踪了几年的张玉岩 就这么被人草率地埋在土里 可是这里都是新土 玉岩师兄的尸身 也丝毫未腐烂 他莫非 是这两日才死了不成 土外道是纳汉道 江守寅摇头说 他的神魂已经消散好几年了 尸身不服 可能是他之前 在某些不与外界通弃的秘境中 又或者是 冰封 没错 我兄长一定是被兵封的 是广汉宗门下做的 他们一向最擅长兵法 张玉岐起身说道 感谢收听本集 更多精彩多人剧 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我不可能是剑神 作者赔不了 梁小鱼团队制作 更多精彩 尽在喜马拉雅 第八十七节 江守寅说道 你搜一下宝药 还在不在他身上吗 说实话 他对此并不抱希望 对方杀了张玉岩 八成会抢走他的宝药 张玉西仔细搜索一番 果然没有收获 但他不死心 想了想又说 我哥一直有在 削底藏东西的习惯 我再看看 说着他就麻利地除下了张玉岩的陈年老靴 一阵山风吹来 那味道着实不同 江守寅当机立断 封了自己的嗅觉 丑壮和普外就没这个能力 丑壮倒是只能抱怨一声 那玩耳能放靴子里吗 不嫌个脚啊 想不到 张玉西居然还真的在靴底下摸出一份东西 一张羊皮地图 他打开一看 如获至宝 喜滋滋地给江守寅递过来 小师叔 你看这是什么 江守寅抬手 阻止他靠近 是什么 你告诉我就好了 是地图 好像 就是这座山的形式 上面似乎有一条龙的标记 说不定 是前龙秘境的所在 张玉西激动地说道 江守寅想要接过来看一下 但想了想还是收回了手 道了声 来了 当即 张玉西拿着那张羊皮图 一马当心 图上画的草木山石 经过这些年时间多有变化 但是基本的路径和山体是不会变的 天色刚黑下来 他们就来到了一处崖壁之前 周遭三面空荡 远处茂林围绕 溢水环流 景色颇为优美 尤其此时入夜 天星朗朗 月映山壁 更添几分灵袖 江守寅也懂些风水 隐隐觉得 这里像是处墓地的好局 就是这里 张玉西一指 在崖壁上 正有一块凸起的石头 似是浮雕 一人来高 但是全无美感 只是形状颇有标志性 他又说道 画上画着这块浮尸的形状 和一个林字印 应该是开启静止的印诀 江守音点点头 先让他们闪开 以免意外发生 他独自站在崖壁前 手捏林字印 真是催发 一道气盲 自他双手 打在那块突出的石头上 很快得到反馈 扶石之上 亮起白盲 轰隆隆 旋即 两侧崖壁似是有所感应 迅速隆隆不停地 打开了一道三丈高的大门 果然是禁止机关 几名肾虚冠弟子对视一眼 这门后黑漆漆凉嗖嗖 不知藏着什么隐秘 江守音想都不想 就迈步走近 事关画龙果 定要进去一探究竟才行 身后三人随他进入 当月光照进这石门之内 第一眼 就让几人发出 异口同声的 操 江守音面上沉默 心里早偷偷操了一声 石门之内 空间开阔 但极为简单 一眼即可亏得全貌 四周空旷 中央一座圆形石台 石台正面刻着许多字 石台上 端坐着一名鹤发童年的老者 一丝不挂 或有些辣眼 此人早已觉了气息 可能是修为太高 是以肉身灵力未散 就一直未曾朽烂 江守音记得他 这正是乾隆秘境的主人 浮渊真人 他是一名无门无派的江湖散人 但修的是道门正土传承 性格古怪 或为随性 浮渊真人 与自己的老师兄汪守义 曾是好友 两个高人 常约着去神落城论道 所以江守音很小的时候 见过他几次 当时还很奇怪 明明昭歌城里大能众多 慎虚冠就是道教名门 冠里一应道藏 应有尽有 可他们就是喜欢 去神落城论道 尤其是每年五月 花都大会的时候 有时甚至一论 就要论上一整个月 当时江守音才几岁大 每次看着年迈的汪守义 论道回来一脸疲态 都会心向往之 想我以后也要这样 一生向道 长大后他才明白 老师兄确实一生向道 但此道非彼道 可惜福渊真人的修为 始终停留在万象境 授数终究有限 他最后一次来到慎虚冠 就是将乾隆秘境的宝药 给了老师兄一份 之后过了好几年 一直不见他再来 老师兄猜测 他可能是寻求大机缘失败了 才派弟子张玉岩前来探查 却不想张玉岩也没回来 几名盛虚冠弟子凑到十台之前 看着上面刻的字 予以度知此态而终 入此洞辰当乎卧槽 此番场景想来颇为有趣 莫荒 所谓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此人伦天理誓言 更兼补天下万象之辈 谁人还敢赤身当事 想必非无莫属 而等官知 当败谢矣 读到这 江守音忍不住复飞了一句 这老不休 怎么好像还挺骄傲的样子 还看到就是赚道是吗 不过有一点说得对 普天之下的万象高人里 论辣引经的 也就只有凝老了 于浩福渊 诗成纯阳正道产餐子 无徒无履 修行一生 截然一身 何谓徒留荒种 当于少年时 天南海北何其倜傥 不料转眼衰翁 天理循环命树江中 满腹牢骚 弥留无用 探一声大江东去 道了空空 然于修行一世 尚有积才 皆存于乾隆秘境之中 南下时 于将秘境宝要一分为四 曾妄想获取先缘 再开秘境 如今看来 已成痴心之念 昨日于山中 寓意鬼国盼王 于以毕生修为 将其镇压 元气亦损耗颇具 冥冥之中 当之大县将至 四枚秘药 一交付于天南 寒家龙絮 一交付于 肾虚冠 首亿真人 一交付于 广寒宗揽月先骨 于一生交游 竟想不起 第四人选 日前曾学好 此学为语化之地 金造图一幅 若有缘人 寻徒至此 对于师身 沉浸叩拜三次 即可得第四枚秘药 至此 再无可交托 玉宇千言 然徒增孝儿 浮渊 绝比 对着这师身 叩拜三次 即可得到第四枚秘药吗 江水云读完 也没多想 俯身便拜 自己与浮渊真人 谋过面 也算是前辈 在他灵前 磕几个头 也没什么 诚心敬意 三叩手 咚咚咚 顿了顿 就看前方地面 撤开一块石板 上面写着一行字 骗你的 密药就在我身后 有一些话 到了江水云的嘴边 但是他忍住了 心中默念 死者为大 死者为大 他神情复杂地站起来 绕到石台后一看 果然有一处暗霞 里面摆着一枚 残缺的秘境保药 保药下刻着一个钳子 江水云微微一笑 感谢收听本集 更多精彩多人剧 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 欢迎收听 多人有声剧 我不可能是剑神 作者赔不了 梁小鱼团队制作 更多精彩 近在喜马拉雅 第八十八集 如今有了另外三枚密钥的去处 还拿到了第四枚密钥 无论是想办法交换 还是联合探索 都可以打开潜龙秘境了 我的画龙果 应该也有着落了 此时 忽有一道青色影子 悠悠闪进这石洞 好似顺着月光游进来的一般 既然谁也没有发现 就在江水云伸手去拿那枚密钥的时候 这影子忽然打出一道青光 瞬间先踏一步 缠住密钥 卷起就走 江水云眼中金光一闪 喝一声 甘耳 枪凉凉一声轻亮剑银 晴天剑瞬间现世 一剑将那青光斩断 原来只是一节流云水袖 那青色身影见江水云厉害 也不纠缠 转身就走 如风一般再飞掠出去 哪里走 江水云左手接住密钥 右手将飞剑朝天一致 双脚踏上脊椎而去 那青色身影出了山洞就遇起一道青色光轮 光轮滴溜溜乱转 拖起她的身躯 看体态像个轻盈的女子 前有光轮 后有飞剑 妙风山的夜空又被照亮了一瞬 江水云双手粘绝发力 飞剑之速再提一程 静止化作残影 那光轮眼看就要被她追上 两道光芒先后低空飞过一条清澈河水 那青色身影听见耳后风声 干脆瞬间降落落在了河畔 江水云超过了她 也按下箭头悬身落地 只见河畔站着一名婉约女子 身着褐色青纱裙 体态窈窕 只可惜脸上蒙着一层青纱 看不清面容 如烟裸月 引人瑕疵 但光是这份气质 就让人觉得这定是一位美人 江水云沉声说道 姑娘是河来逃 为何企图抢夺我秘境保药 那女子却不说话 只是将身子退后两步 然后静静一倒 跳河 江水云瞳孔一凝 剑步出去 凌空来到河面上空 就见那女子平静地落入水中 衣裙被水流冲得软软的 忽然身形一淡 竟像是一团墨那样 融入了水中 转瞬之间再无任何行迹 好像这样一位美人从没存在过 江水云翻身落地 放出神石 却再找不到一点蛛丝马迹 沉吟了下 她眉宇渐渐舒展开 只要密钥没有被对方抢走 那就没什么所谓 至于此人的身份 就算她不说 她也能猜到几分 正道女修 修为精湛 通修水顿 广寒宗 轻轻念叨了一句 江水云转身离去 留下一弯疆月 却不知 当此地安定下来之后 一道红色的身影 自树后闪出来 一双漂亮的毛子 看了看江水 又看了看江水云离去的方向 若有所思 螳螂捕缠 黄雀厚弱 不知知下 弹弓饥渴 这红色影子离开时 身形飘忽 犹如鬼魅 悠悠地飞进了渔航阵 落在县衙雅鼠院墙内 而后才脚踏实地 快步走了起来 原来是一个 一身红裙的女子 看背影还颇为魅惑 她刚跨过后院的月亮门 就迎面走来两个 巡夜的捕快 呦 白玲姑娘 这么晚是出去了吗 捕快顿时热情地打招呼 这女子眉眼寒翘 似是羞答答地一低头 没 奴家方才是想去前院 探下父亲 发现父亲不在 就回来了 白姐先生啊 方才有见到她 她可能在自己房间里吧 嗯 多谢 女子娇柔的一失礼 挪动脚步款款离开了 两名捕快望着她 婀娜扭动的背影 直到拐走了 才恋恋不舍地收回目光 左边的捕快痴迷地说 白玲姑娘可真的好看啊 右边捕快附和 哎呀 是啊 就感觉有一股子 说不出来的味道 很够人呐 左边捕快又说道 她比公孙小姐还漂亮 啊 别乱说 公孙小姐可是我们公认的仙女 我可没公认啊 我觉得白玲姑娘 没引武官都很完美 身材也比公孙姑娘好 你放屁 我就觉得她脸看着不自然 而且啊 公孙姑娘只是不常穿 显身段的衣裳 走路也不扭屁股 反正漂亮就是漂亮 你再怎么说 她也比公孙姑娘漂亮 不可能 那谁来了都是公孙姑娘 比较漂亮 你再怎么维护她 人家可是县令大人的女儿 还能嫁给你当老婆吗 那 那那白玲姑娘 还是白捡师爷的女儿呢 也不会嫁给你啊 两个人对视一眼 突然沉默了下来 又过了半晌 两个人又相视一笑 对啊 有道理啊 是啊 那咱们在这吵个什么劲啊 走走走 去门房去 老心说呀 他今晚炖狗肉 走走走 吃狗肉 两个捕块勾肩搭背 高高兴兴地离开了 那叫做白玲的姑娘 熟悉地穿过后院门户 来到自己的房间 早有一名中年儒生 等在那里 正是公孙哲先前收下的师爷 当时白捡自称 是家道中落的读书人 带着女儿流亡质子 恰逢公孙哲广招幕僚 才来投奔 经过一番考核 他属实胸有勾壑 便才无碍 公孙哲欣然将其接纳 让他和女儿一起 住进了雅鼠 但他不知道的是 这妇女二人 正是浮尸洞中 两只恶鬼 白捡与红灵 白捡见他回来 直接问道 怎么样 圣虚冠那些道士来词 果然另有目的 红灵坐下 悠悠地说 他们是为了寻一处 秘境才来的 想不到的是 那秘境的前主人 居然就是当年封印了 王上的那个老道 他死了 没错 我虽没赶尽的山洞 却也看见了那老道的尸身 说到这 红灵咬了咬牙 显然想起了什么 不太愉快的画面 白捡开心地笑了起来 哈哈哈哈 当年吴王刚从大战中脱离 尚未恢复 被他趁虚而入封印 王上对此事始终耿耿于怀 存着报仇之逆 想不到 他居然早就死了 现在 我们的仇人 就只剩下那个小道士了 白捡的笑容消失了 你当时说的对 修者间自有一番规矩 这雅鼠 有别的修者在 小道士就不会来 所以我们藏身此处 不会被小道士发现 但是这里的修者 只是为了秘境而来 他们迟早会走 我们要对付小道士 也得尽快地想出办法才行 白捡揉了揉太阳穴 哎呀 别催了再想了 感谢收听本集 更多精彩多人剧 欢迎关注梁小雨主页 欢迎收听 多人有声剧 我不可能是剑神 作者 陪不了 梁小雨团队制作 更多精彩 尽在喜马拉雅 第八十九集 这时 院外响起脚步声 白捡眼中闪过一抹激进光 立刻闪身到屏风后面 少卿 就听见有人咚咚敲门 白姑娘 你睡下了吗 听声音是张玉琪 红灵皱了下眉 嬌声问道 是张道长吗 奴家刚刚睡下 有事吗 抱歉 夜里前来打搅 有些冒昧了 但我出去办事 才刚刚回来 张玉琪道了个歉 而后说道 我是想明日约你去水上泛舟 想问你有没有空闲 红灵无声地发了个白眼 嘴上说道 奴家考虑一下呢 张玉琪一喜 好 那我明早再来看你 说吧 她便笑着离开了 张玉琪在这哑熟里 一开始相中的 本是公孙哲的女儿 公孙柔 谁知公孙柔心如铁石 不管她如何嗜好 就是毫不动摇 反倒是三天两头的 亲手做汤 跑去德云罐 送给那小道士喝 听那跟着公孙柔的师妹说 做的都是补肾的汤 这谁能受得了 是以白锦妇女一来 她立刻就转移了目标 这白玲姑娘 看上去羞涩娇怯的 实则很好接近 这几天他们的关系发展很快 当然 只是她觉得 今天秘境的事有了大发现 说不定这段时间就要有着落 到时候 可能自己就要回昭哥了 就这么走她可舍不得 说什么都得有点实际性的进展才行啊 雅鼠之内 人多眼杂 办事实在不方便 于是她选择了泛舟这个理由 到时候把船划到一个人烟寒至之地 一时间 张玉琦的脑子里充满了马赛克 张玉琦离开后 白锦重新显露身形 她含笑看着红灵 怎么动得春心了 红灵冷笑一声 本姑娘活了几百年 什么男人没见过 怎么会对这种傻瓜动春心呢 那你这几天 好像跟她还挺活乐的 给她点甜头罢了 红灵目光迷离地摸着自己的脸蛋 我这么美丽的一张脸 总得有人喜欢 才能证明我的魅力呀 白锦笑而不语 心中默默说了一声 坏语人 离雅鼠不远的一家客栈里 离四带着一名不一少年 敲开了猫九的门 这少年一身褐色不一 竖袖绑腿 做行走江湖的短打扮 披散头发 眸光精亮 一对虎牙抢眼 猫九慵懒地打开门 看见这少年 脊背突然一僵 眼睛瞪得浑圆 胸也挺得老高 再没了那种从容的神情 震了下 她才开口说道 玉生丽大人 虽然早知四哥要请她来 但是当她真的来了 还是压抑不住内心的恐惧 被称作玉生丽的少年 微笑着走进客房 猫九回过神 恭维道 玉生丽大人愿意来帮我们 真的太好了 少年坐下 离四抢着给她倒了杯茶 她拿起茶杯闻了闻 没喝 而后说道 你们是我的麾下 遇见难处了 我自然要来帮忙 更何况 我还收了你们的好处 说到这 她舔了下嘴唇 你们大哥腰单的味道 真不错 黎楚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 她要去往那静衣河的方向 静衣河是渝航镇附近 较为宽阔的一条大河 水深流缓 天气好的时候 常有周围村落的妇女 来河边换洗衣物 由此得名 但这清爽的天气 周遭却十分冷清 因为最近传说 这条河里闹水鬼 便有村民去得云冠 将黎楚请来 今时不同往日 有了名之后 她不再依靠那几个回头客了 全渝航镇范围内 有了鬼案 大家第一时间想起的 已经是小李道长了 谁会不喜欢一个 又帅又能打的小道士呢 迎着舒适的秋日凉风 踩着没过膝盖的甘草 黎楚来到河边 闭上 心眼打开 扫向整个河面 现如今 她对于心眼的操控 已经很灵活了 可以说如臂食指 不会再出现质色的情况 不过几次呼吸之间 她就在河底 发现了一团微弱的阴气 找到你了 几乎是同一瞬间 河底沙石堆里 原本正在默默泡澡的 绿油油像一团 澡泪似的水鬼 浑身猛的一炸 她清晰地感觉到 好像有什么危险的东西 在注视着她 她开始慌了 跑 这个念头一出现 她就已经顺水游液出了十几丈 甚至不敢抬头看一眼水面 但是下一秒 就有一股更危险的感觉 从心头升起 到底是什么人啊 她终究还是忍不住抬头 望了一眼上面 隔着波光淋淋的水面 她看见一个容颜俊秀 不似凡人的小道士 对着水面轻轻挥了下箭 真的很轻 很随意 就像是玩耍一样 可是这只水鬼忽然心里凝雾 我就要死在这里了 我短暂的鬼声就要终结了 如果还有什么话想说 大概也只有一句 饶命啊 我才当水鬼没有几天 还没有想到做鬼的乐趣啊 黎楚不是第一次杀水鬼了 很熟练 而且这次的水鬼道横很低 连结浆断流什么的都用不上 就随便挥一剑 即使被江水削弱九成的剑气 剩余的一成荡起的鱼波 都足够把那只小小水鬼震为鸡粉了 像是拍蚊子一样打死一只水鬼 黎楚淡淡地望了眼天空 索然未啊 杀这种级别的邪物 几乎已经感受不到经验值的增长了 尤其是在海上杀掉那只大鱼之后 当那庞大的一坨经验值进入体内 简直要把自己塞满的感觉 太充实 太幸福了 如果没有见识过这些 他本可以忍受灯笼怪 但是现在 他已经有了一些 想要去外面的世界看看的心思 或许 对现在的我来说 新手村确实有点不够用了 一点点 他收件归桥 正准备睁眼回走 忽然 新眼的笼罩范围中 看见远处河面上 爆发出一团妖气 还有一万收获吗 黎楚快步赶了过去 不过距离还很远 他忽然觉得 自己的行动速度有些慢了 悠悠的河面 一夜小船随意地荡漾在上面 张玉琪痴痴地望着眼前的女子 看着她的眉眼口鼻 心想 仔细看来 白灵姑娘的五官 叙事巧托天宫 简直无一处不是完美 红灵含羞待气地 看着眼前的男子 心想 哎呀 他其实也算得上 有一丝小小的英俊 可惜啊 如果没有见过小道士 本可以忍受小帅 现在看来 就有些索然无味了 可一想起小道士 他就又忍不住 想起黑牙和青甲的死状 感谢收听本集 更多精彩多人剧 欢迎关注 梁小鱼主页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我不可能是剑神 作者赔不了 梁小鱼团队制作 更多精彩 尽在喜马拉雅 第九十集 张玉琪问道 白灵姑娘 你怎么在发抖啊 红灵回过神 刚才我居然不自觉地 发抖了吗 都怪小道士 留给我的阴影太深了 还娇羞地一笑 没什么 奴家出门穿得少了 觉得有些冷呢 这样啊 我还以为 你听说了 近日静怡河的传闻呢 红灵举起 懵懂的大眼睛 什么传说啊 张玉琪故意 阴森森地说道 你不知道吗 最近都在传啊 这静怡河里 近日出了一只水鬼 可以跳到水面上 来抓人呢 龙家最怕鬼了 红灵抬起衣袖 又捂住嘴 洋装害怕 看着张玉琪的笑脸 还有撅起嘴 你好坏啊 明知道这河里有鬼 还带我来 怕什么 张玉琪要的 就是这个效果 她挺起胸膛说道 你忘了我是干嘛的了 你要是怕的话 不妨靠到我这边来 不是我吹嘘 普天下 还没有那只鬼 能轻易接近 我张玉琪的身 然后女化皮 就轻轻靠近了 她的身子 家人的身体 软软的 绵绵的 散发着 沁人的凉气 张玉琪刚好 浑身燥热 心想 你我二人 一冷一热 真是天作之合 就在她想 驱个破绽 把家人推倒的时候 忽然一道黑影 无声无息地 从天而降 一名不一少年 突然落在了 这艘小船上 对着二人面带 微笑 露出两颗虎牙 张玉琪正想问一声 你是什么人 还没出口 红玲就被那少年 一把扣住 少年冷声说道 别问我是什么人 要想救他 就回去叫人来阳山亭 半个时辰后 我要见到你们 肾虚冠的江守寅 不来 我就杀了他 红玲被那少年 扣住肩膀 一时间竟感受到 一阵恐怖的威压 这种等级的威压 他以前只在 王上身上感受到过 就算有差距 也已经接近了 自己绝技无法正脱 不过 如果立刻脱掉 这身皮的话 还是可以逃掉的 但是这样一来 白灵这个身份 就彻底暴露了 说不定 还会顺带得 连累白捡 听对方话里的意思 似乎 他只是针对肾虚冠 一番心思电转之后 他觉得自己先不用急 静观其变再说 张雨夕将这少年的话 听在耳里 顿觉心头大怒 你当着我的面 抓了我的女神 还叫我回去喊人 什么意思 看不起我 我不要面子的呀 他当即抱贺一声 手环一辆化作飞剑 飞剑现世 瞬间发出 睁然一声龙吟 剑气佩然 剑在手 张雨夕正欲问 天下谁是英雄 忽觉手中一空 就见 那少年一把握住了自己的飞电 攥着满是剑气的剑刃 劈手就夺了过去 然后 他横过剑身 将剑尖塞进了嘴里 这人探扬的 他把我的飞剑给吃了 而且不是江湖卖艺的那种假吃 是真的边嚼边吃 连带着剑身上残余的剑气 全部给咽了下去 最后剩下个剑柄 他才随手一甩 丢进了河里 不依少年咋咋嘴 再抬眼看向张雨夕 半个时辰之后 前面那座阳山亭 叫江少银来 记住了吗 嗯 张雨夕乖乖点头 这是个狠人 惹不起 惹不起 不依少年提着红铃 呼的一声 又飞略出去 看那方向 正是奔不远处的杨山亭去的 张雨夕不禁暗自骂了一声 小师叔到底惹了什么妖魔鬼怪 屡次三番的连累人 他气了小舟 也遇风而起 飘乎乎直奔于杭阵而去 不依少年带红铃飞上半山坡 落在一处规模颇大的亭子中 离四和猫九正等在这里 府一落地 离四就舔道 欲舍利大人一出马 果然手到擒来 欲舍利说 对付一个小喽啰有什么 还是等正主来了再说 他能斩杀你们大哥 那实力可能也不会逊色我太多 说不定是一场硬仗 猫九和离四拿出绳子 把红铃给捆在一旁 欲舍利又说 按原计划我在这里等 你们沿途盯着 有意外随时禀告 身为清一楼八玉之一 他行事还是颇为稳妥 自觉实力占优的情况下 没有直接杀到哑鼠去 而是先摸清一处环境 再引敌人过来 同时对敌人情况随时进行监查 力求万无一失 是 离四和猫九领命而去 等他们两个都走了 玉舍利才坐到山亭的一边 一只脚搭在上面 从怀里小心翼翼掏出一包花生 嘎嘣嘎嘣吃了起来 红铃也不敢逃 就小心打量着他 感觉他吃飞剑的样子 和吃花生也差不了太多 狠 玉舍利吃了一会儿 似乎是觉得有点无聊 便打量了一下柱子上被绑着的红铃 这女子虽然突然被抓过来 但却很镇定 正从容地看着自己 玉舍利截然一笑 你好像不怕我 红铃的眼珠转了转 妩媚笑道 为什么要怕你啊 玉舍利又嚼了一粒花生 我这张嘴就不能闲着 必须得吃点什么 我带出来的吃食就剩这么丁点了 一会儿要是吃完了 你说 我是吃什么好 他一双眼盯着红铃 露出些许凶光 红铃也不惊慌 眨了眨眼 那要看你喜欢吃软的 还是吃硬的咯 当然是硬的 越硬越好 玉舍利磨了磨自己的小虎牙 红铃轻笑道 那我可没有 在这个玉舍利面前 她倒比在张玉琪面前还要放松许多 一是知道 对方需要用自己来威胁人 在人道之前应该不会伤害自己 二是 方才听她属下的称呼 这位芭城是一只实力强大的妖王 对于一只数百年的鬼物来说 妖怪显然是比人类更让她轻松 玉舍利也笑了笑 她隐约觉得自己被人调谢了 却不生气 此时她心里的感觉大概就是 女人 你成功引起了本王的注意 是的 玉舍利的脾气很好 虽然她是轻易楼八玉之一 双手沾满血腥 但她本人却并不是杀 不过 她杀的人绝对不比另外七玉少 甚至更多 若非如此 凭她七百年道行 就算再天赋卓绝 也无法迈入八玉之力 之所以会这样 是因为她喜欢钱 金银珠宝 她喜欢一切硬邦邦 亮晶晶的金属 别人攒钱是为了花 她攒钱是为了吃 感谢收听本集 更多精彩多人剧 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我不可能是剑神 作者赔不了 梁小鱼团队制作 更多精彩 尽在喜马拉雅 第九十一集 玉舍里有一个理论是 越贵的金石 用来磨牙就越爽 如果可以 她只想做一个 富可敌国的商人 每天躺在金子堆里磨牙 可惜她没有那个脑子 她曾经尝试过金商 本钱投了一万两 金银三年 负债十万两 这样做下去 富可敌国是痴心妄想 债可敌国倒是颇为可欺 她一怒之下 将那些奸商债主 全都撕碎吃了 自此也放弃了商路 忍命了 金商咱脑子笨 就喜欢杀人 她加入轻易楼 比金师还要晚一些 当初八玉空缺一位 他们这一只 需要有人顶上去 竞争对手 就是她和金师 金师讲义且兄弟多 呼声很高 而她向来独来独往 最终 却是她以一敌酒 将金师一伙 全部打败 金师他们结拜的九妖 生生被她杀了五个 也正是因此 猫九才会对她如此惧怕 但她成为八玉之后 金师一伙在她麾下 也没有受到针对 因为她也不是 爱记头的妖 当初做生意 学会了一个词 叫和气生财 她一直记在心里 正当她打算 和这有趣的女子 再多聊两句的时候 忽然听到一阵 平稳的脚步声 正朝这边赶来 不多时 一名身着青衣的小道士 出现在山亭之下 看到这个身影 红铃的身子猛然一僵 李楚看了看 这山亭中的不衣少年 看上去好似人畜无害 但方才河面上 爆发出妖气的 分明就是她 是很强的妖气 被她掠走的女子 正被绑在一旁 看到那名女子 李楚心头闪过一丝 诡异的熟悉感 但是看她的脸很陌生 李楚便也没有多想 开口朗声说道 放开那位姑娘 欲舍利一笑 露出两颗寒芒闪闪的 小虎牙 问道 你是江少寅吗 嗯 李楚听着觉得 她像是在骂人 又不太确定 于是摇头说道 不是 不论我是谁 你这妖物都休想害人 原来是个路过送死 啊 欲舍利气了一声 眼中渐渐升起 危险的光芒 滚吧 我不想杀不值钱的人 李楚拔出背后的长剑 淡然重复道 放开那位姑娘 欲舍利冷笑一声 她只是懒得动手而已 可是 这倒是居然敢朝自己拔剑 面对这种挑衅 任何一个妖族都会给予 最血腥的回忆 她脚下一踏 身形暴起 撕破风生 好快 李楚只觉得眼前掠过一道残影 肉眼竟没有跟上对方的速度 欲舍利已经来到李楚的身后 右手抬起 五指瞬间化为锯爪 听到脑后风声 李楚只来得及回身横起 左臂一挡 欲舍利双瞳冰冷 挡 有用吗 自她出生以来 杀伐七百年未尝一半 最仰仗的就是两样 爪与牙 她的牙能咬碎一切 她的爪能撕裂一切 任何阻挡都不过是徒劳 当她瞬间五指画爪的那一刻 仿佛就已经听见了耳边传来 吃拉的声响 看见了小道士身体碎裂的场面 这是她大脑在无数次猎杀敌人后 形成的惯性 吃 果然 当她的巨爪落下 几乎是催枯拉朽般 煞时间就恶狠狠地撕裂了李楚 的衣袖半解 至于李楚本人 不能说毫发无伤 她白玉般的手臂上 出现了三道浅浅的划痕 程度大概就是 夏天被蚊子钉了 用指甲抓一下 出现在皮肤上的那种 这不对劲吧 玉舍丽眼中的寒芒光速消失 瞳孔飞速放大 震惊与迷惑瞬间占领高地 就算是纯血真龙在世 被她全力一爪击中 也该碎灵剑血才是 她很想质问李楚一句 你还是个人 但没时间再问了 李楚反手一剑已经劈了下来 在她挥动长剑的刹那间 玉舍丽已经闻到了 死亡临近的滋味 威 于是她疯狂逃窜 脚步在虚空中一点 就已经拉出了几十丈的距离 不可谓不快 下一秒 她就要显露本体 然后一路向背 有多远跑多远 回一下头就是孙子 但是 没机会了 恐怖的剑王如同飞龙在天 又似巨浪滚滚 轰然吞噬了她矫健的身形 看见的人都要疑惑 晴天白日 怎有神雷降世 青一楼最年轻的八玉 妖声就此定格 死 玉舍丽死后 残破的尸身化为原形 变成一只三掌来长 长耳大猫似的生物坠地 噗通 黎鼠看了看自己的衣袖 以及 那三道触目惊心的 伤口 除去那次梦境中不算 这好像 还是我练就铁布山以来 第一次受到如此严重的创伤 必须要引起重视才强 对方的攻击和防御 似乎都不强 但是 速度 这是我目前最大的短板 如果这妖物 拥有足以让我破防的攻击力 再加上这远超我的速度 岂不是可以随便虐杀我 想到这样的画面 黎楚不禁感到一阵后怕 果然 不论任何时候 都不能产生自满之心 必须时刻提高才行 不过 这也急不得 手头上的事 是先救下那位可怜的姑娘 黎楚看向被绑着的红灵 她此时满脸煞白 浑身发抖 瞳孔疯狂震动 显然是怕极了 那妖物 已经被我一箭斩杀了 黎楚微笑走上前 用温和的声音说道 姑娘 不用再害怕了 黎楚上前给红灵解开绳子 红灵顿时肩膀一崩 咬紧嘴唇 喉咙里不由自主地说 你不要过来啊 你不要过来啊 姑娘莫慌 我是好人 黎楚看着金黄的红灵 眼中略有一丝铜墙 看她是神态 分明是已经恐惧到了极点 其实通俗来说的 吓傻了 想来这些妖物着实可恨 请将好好的一个无辜女子 吓成这段样子 绳子被解开 红灵也得到了自由 不过她才不在意这个 从始至终这根绳子也捆不住呢 现在 只要能逃离这里 她已经不惜任何方式了 哪怕脱了这层皮也没关系 可是小道士这双眼 看上去虽明亮温和 她毫不怀疑 只要自己外露出一丝阴气 绝对就再也别想摆脱 这双眼的追踪 所以她不敢施展任何鬼术 对于一只鬼物来说 还有什么比面对面 和小道士交谈 更恐怖的事情吗 尤其是在她刚刚一箭 秒杀了一位看上去 特别狠的妖王以后 稍微露出点破绽 下一个 就可能是你 感谢收听本集 更多精彩多人剧 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我不可能是剑神 作者赔不了 梁小鱼团队制作 更多精彩 尽在喜马拉雅 第九十二集 可是红灵毕竟也活了几百年 心智到底坚韧一些 很快就从极度的恐惧中脱离出来 变成虽然也很强烈 但是还能勉强思考的恐惧 就相当于将恐惧程度 从猫九降到了春三娘 她知道自己不能再沉默下去 于是颤声感谢她 多谢 谢小道长将我救出来 大恩大德 感激不尽 不必多谢 姑娘 你是哪里人啊 奴 奴家姓白 单名一个灵字 不是本地人士 随家负流亡致辞的 红灵曝出了自己虚构的身份 白灵姑娘 不知你现今家住何处啊 奴家随父亲暂住在 于衡镇的雅鼠中 好 那我送你回家吧 红灵一个波澜起伏的颤音 送我回家 她差点没当场哭出声来 就在想要跪地求饶的前一刻 她反映过来 这个回家并不是回老家 而是字面意义地回家 然后更想哭了 她连忙拒绝道 不劳烦小道长了 奴家可以自己回家的 李楚宁没看着她 这姑娘 显然是受了很大惊吓之后 有些神指不清了 放她一个人 走这么远山路回去 不行 就算妖魔鬼怪没有那么成见 于衡镇的地痞无奈还是不少的 万一出点什么意外 就不好了 她摇摇头说道 帮人帮到底 姑娘 你心身不定 还是我陪你走一段路上吧 听到帮人帮到底 红灵的心里就咯噔一下子 这下一句就是送佛送到西亚 他这是在暗示要送我上西天吗 白灵姑娘 李楚见她莫名其妙的愣神 又叫了一声 啊 哦 好的 劳烦小道长了 红灵只好答应啊 无妨 举手之劳罢了 李楚一摆袖 让她先行 当下红灵迈开脚步 快步走出山亭 她现在恨不得把这两条腿 换两只翅膀飞回去 让李楚赶紧滚蛋 可惜换不得 肾虚冠的人来得很快 已经不必再去搜山了 江守寅等人都暂且窝在雅鼠中 只有张玉希比较浪 约了白灵跑出去泛舟 然后屁滚尿流地跑了回来 当她说出 有一只很强大 但不知道有多强的妖王 抓住了白灵姑娘 点名要江守寅过去的时候 江守寅的内心是崩溃的 这个场景怎么有点熟悉啊 一次不够还得来两次是吗 我只是个可怜的小道士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呀 但没办法 既然对方的目标是她 那她也只能去迎战 如果畏首畏尾 让无辜女子因为自己受牵累 岂是修道之人所为 几名顺虚冠弟子齐声说 要与她同去 江守寅的目光 一一扫过这几个祸色 为了避免自己逃跑的时候 还要背着几个人 她拒绝了这番请求 独自以人 骑驴出征 她这座棋看似漫漫悠悠 实则脚成极快 片刻便来到了 静衣河畔的阳山附近 此间山路复杂 上山与下山路各不相同 事已并没有遇上 黎楚和红灵 但是早有两双 腰翼的瞳孔坠在她后面 一处上山路口 江守寅通过不多时 离四和猫九 从两侧显露身形 为了避开江守寅的神石 他们监视时 一直离得稍远 黎四咬着牙说道 没错 来的只有她一个人 这一次 定要让她血斋血肠 江守寅赶到现场的时候 只看到一地的绳子 她眉头一凝 敌人是潜伏在暗处吗 还是出了什么意外 她神石迅速铺开 方圆数十丈尽收眼底 立刻发现了远处有战斗的痕迹 似乎是一道强力的剑气扫过 将一条路径上的树木 全都斩断 稍微沾点边的 也都枝叶无存 在那些倒地的树木 与落叶之间 掩盖着一具很大的尸体 似是山猫 又似虎豹 是蛇蜊 她勉强认出这具尸体的物种 这只蛇蜊 生前应该是一只道行高深的妖物 哪怕死去之后 本体上残留的妖气依然强盛 是她抓了白灵姑娘 江守寅沉吟一阵 忽然间心头闪过一个隐隐约约的念头 死地不宜久留 如果再待在这个地方 好像又要沾染上什么莫名其妙的阴光 在修者达到神河境之后 世会时而有这种 扶植心灵的预感出现 虽然不慎明晰 但是往往很蠢 于是江守寅迅速决定 得溜 她立刻翻身上驴 刮得刮得跑下山去 这头驴也属实神意 翻身跃岭 如驴平地 离四和猫九在上山路口还没待多久 没有听到玉舍丽的召唤 反而是又传来一阵驴提声 两只妖怪对视一眼 都有些诧异 连忙闪身躲避 隐藏入林中偷眼观看 果然是江守寅骑着青驴飞快下山 这 玉舍丽怎么可能放她离开 随着江守寅的骑驴背影再次远去 两腰才重新显露身形 眼中都有几分迷惑 上去看看 不用离四说 猫九爷已经用最快速度冲上山去 几次腾月间来到山亭外 他们难以置信地看着空荡荡的山亭 怎么回事 有谁立大人呢 离四双手比划着 那么大一只蛇利呢 怎么就是好端端的就没了 猫九鼻子抽动了两下 一直远处 那里 好像有血腥味 他脚步极轻地走过去 这 这是 鼻子走过来的时候 同样张大了嘴巴 倒吸了一大口凉到透心 凉到刺骨的纠集凉气 令整片山林都暖了几分 这短短片刻功夫 玉蛇利大人就被斩于剑下 未免有几分换灭 好长一阵沉默之后 我们该怎么办 猫九某中闪过一丝慌乱 一时有些无措 也不怪他 连玉蛇利都对付不了这道士 实在是超乎了他们的想象 李四平静了一会儿 没说话 而是大踏步走到玉蛇利的尸身前 划手为爪 呼 再次趁热 这玉蛇利整日啃食金铁之物 他的尸身即使死了之后 依然监狱金石 李四费了好大力气 才勉强戳穿了他的下腹 很快掏出一颗银白如玉的腰单 那品级比金狮的还要高许多 看上去分外诱人 李四再次将这颗腰单包起来 一系列动作十分流畅 熟练得让人心疼 猫九在一旁默默看着这一幕 忽然觉得有些熟悉 悲 感谢收听本集 更多精彩多人剧 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我不可能是剑神 作者赔不了 梁小鱼团队制作 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 第九十三集 红铃觉得 这是自己鬼声中 最漫长的一段路 身旁跟着小道士 走得快了几步 都怕露出破绽 只好保持体态娇柔 慢悠悠地磨蹭回来 虽然李楚一向 没有什么威压 但还是让他觉得 呼吸困难 不过 李楚的注意力 其实一直没在他身上 几天没来镇上 李楚发现镇上有了些变化 之前杂书斋的老掌柜 在门外挂上了 小李道长最爱光顾的书斋 一时生意兴隆 每天都有许多顾客光临 女客居多 就算来一圈不买东西 也把人气带得旺旺了 随后就有许多店家跟风 李楚发现 他早年去过几次的酒馆 挂上了小李道长 最爱光顾的酒馆 儿时去过的药铺 挂上了小李道长 最爱光顾的药铺 一向不舍得去 只陪公孙哲 去过一次的酒楼 也被挂上了 小李道长 最爱光顾的酒楼 最离谱的是 连春满楼都跟风 挂上了小李道长 最爱光顾的青楼 这个就有点过分了吧 李楚寻思着 看来哪天 得找这些老板聊聊 谈一下代言费的问题 又不多时 两人终于到了渔航县衙 红铃眼泪都快流下来了 他从来没觉得 一个地方这么亲切的 刚到雅鼠大门 他就等不及说道 小李道长 奴家到了 不必再担心了 此次相救之恩 奴家必定铭记于心 好的 李楚点点头 舅欲转身回走 这时公孙柔正从门内走出来 他近日与白铃姐妹相称 方才听说他被妖怪抓走了 正十分担心 突然又听李楚将他送回来了 赶紧就赢了出来 白铃姐姐 你可担心死我了 公孙柔如此说着 脚步片刻不停地来到李楚身前 小李道长 这次又多亏你了 分内只是罢了 李楚淡然说道 公孙柔低头 正瞥见他手臂上的衣袖裂口 很像野兽利爪造成的 忙问道 你受伤了 没什么大碍的 一点小伤 要不你进来 我帮你擦擦药 再把衣服补上吧 李楚想了一下 擦药 好像不至于 把衣服补上倒是可以 方才一路上就有许多人盯着他看 虽然他早习惯被人注视 但因为衣衫不整而被看 就不太好了 于是他点头说道 那就有劳公孙姑娘了 公孙柔浅浅一笑 随我来吧 他欣喜地转过头 带李楚进了门 轰铃站在原地 眨了眨眼 一丝秋风卷幅着落叶 从他脚下飘过 说好的担心死我了呢 你倒是看我一眼啊 女人 公孙柔将李楚带到自己房间 拿出针线盒 李楚衣袖上的破口颇大 还好道袍一向是宽袍大袖的 揪一下也能缝起来 他让李楚坐下 自己站在一旁给他缝补 仔细端上了下衣裳的破裂 他说道 这一定是一只很凶残的妖怪 还好 是有点厉害 公孙柔忽然发现了衣裳破口下方 李楚手臂上那三道很浅 很淡 很不起眼的伤口 顿时惊呼一声 这妖怪实在太可恨 居然给你造成了这么大的伤害 没事的 公孙姑娘不用担心 小李道长 你为了触摸味道 实在是太努力了 公孙柔睫毛息动 眼里擒着波光 忍不住心疼地 用手指去轻轻摸缩了一下 那几道伤口 同时揪心地问道 还疼吗 真的没什么 不想 当公孙柔的手指抬起来的时候 那几道白痕消失了 被抹没了 没了 两人对视一眼 气氛一时十分尴尬 公孙柔沉默着帮李楚补完了衣裳 她的手法很好 细细的针在嫩嫩的指尖来回穿梭 力道舒缓而温柔 半傻 三道漂亮的结出现在了李楚的衣袖上 如果不是怕李楚等不及 公孙柔甚至想在上面绣几朵花 让她好好看看自己有多贤惠 多谢公孙姑娘了 李楚也对她的手法很满意 起身感谢道 这才真的是举手之劳呢 公孙柔笑着说了一句 忽然抬手摸了摸自己肩颈处 撒娇似的嘟囔道 我这两日总觉得肩背处不太舒服 站久了还有些酸疼呢 说者或许无心 但听者有意 李楚眼睛一亮 说道 不如我来跟你按摩一下吧 哦 小李道长还会按摩 公孙柔有些诧异 她第一个念头是 对方是不是想借这个油头占便宜 可对方既然是李楚 那应该不会 她要想占便宜 其实可以直说 我最近在研究人体学道 略微有些心得 或许可以有所帮助 李楚在学习奎华点学手的过程中 确实对人体周天学道 有了一些了解 相对于经络学道的神体之处来说 点学定身 只是一个很粗浅的应用方向 真气在依照不同的次序行径突破 可以对身体产生不同的刺激 仿佛点亮满天星图 从而形成了成千上万不同的功法 想想就很神奇 虽然她的理解还远远不到 创造功法的程度 但要做到活血化鱼 输精活络 还是非常简单的 好 公孙柔羞羞地点了下头 绕到屏风后面 乖乖地躺倒在床榻上 李楚犹豫了一下 呃 公孙姑娘 正面不太方便按 麻烦你翻下身吧 公孙柔的脸色更红了 翻过身 用枕头盖住自己发烫的脸 和洛朝虽然没有那么严重的男女大方 但年轻男女间的肢体接触 还是会比较在意的 于是李楚只用一根手指 点在公孙柔的后肩 然后 不可思议的时刻开始了 红灵去跟众人报了平安 又回到后院 他知道李楚在公孙柔那里 本不想靠近的 但因为同为女眷 他住的院落就在公孙柔隔壁 所以回去的路上 难免会路过公孙柔房间 就在他匆匆穿过的时候 忽然 听到了一些奇怪的声音 从公孙柔房里传了出来 这声音让他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 脸上露出玩味的表情 感谢收听本集 更多精彩多人剧 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我不可能是剑神 作者陪不了 梁小鱼团队制作 更多精彩 尽在喜马拉雅 第九十四集 公孙柔只觉 李楚往自己体内注入了一股气流 李楚说是按摩 但其实根本没有过多接触 这让他略微有些失望 但很快就无暇多想了 李楚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按遍全身的穴道 与他用一根手指注入灵力 再用这道灵力去冲击周身 是一样的 他不清楚公孙柔的感受 只是将灵力化作一道河流 去冲刷他体内经络中 所有郁节的部分 不只是肩背 还有胸腹 五脏 四肢百骸 将公孙柔的全身经络 疏通了一瞬间 他感觉到一阵疏疏 脑海里在放烟花 红灵神秘兮兮地来到白简的房间 白简正手捧一圈兵法 在恶狠狠地盯着书页 看他用力的神情 似乎是想用目光 从中挖点什么出来 听到红灵的脚步 他才将身子向后一仰 摆出一副从容的姿态 端起茶杯小敏一口 红灵进门 他悠悠问道 怎么了 我想到对付小道士的方法了 红灵一点不卖关子 直截了当地说 白简眉眼一宁 确认道 当真 当然 十拿九稳吧 红灵满脸自信 说来听听 白简微微露出喜色 我们劫走一个小道士 不得不救的人 他自然要乖乖地来服侍洞 到时候 自有王上等着他 白简思寸 一人要挟 我们先前不是商营王 只是这小道士 重力轻易 脚油甚少 又无亲无故 唯一勉强可以称作亲人的 也就是他师父 这小道士已经是如此厉害 他师父的修为 实在难以预料 你可是想到了合适的人选 当然 这人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 就是这雅鼠中的公孙姑娘 哦 他们俩 白简露出一个 懂得都懂的笑容 我方才路过公孙柔的闺房 听了呢 红铃回忆一个 懂得都懂的笑容 哦 这大白天哪 白简露出一脸的难以置信 哎呀 真是 世风日下 犹如斯文 他连连摇头说道 你一把老骨头 不懂现在的年轻人了 说的你不是一张老皮一样 白简反唇相激 红铃摸了摸自己的脸 我可是有随时在变化的 白简懒得再和他伴嘴 行了行了 既然有了目标 那接下来就好办了 我们只要送他去见王上 就万事大吉了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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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弘陵连忙摇摇头 将这次对王上的不敬抹掉 王上并不可能失败 李楚从公孙柔房里出来的时候 正赶上慎虚冠的几名弟子踏进后院 以张玉希为首 因为江守寅刚刚离去不久 白灵反倒先回来了 这实在有些奇怪 而且听说还是得云冠的那名小道士救的白灵 这就更奇怪了 他们来是想问问具体情况 路过公孙柔的院子 正见公孙柔恋恋不舍地送李楚出来 张玉希一下就呆住了 虽说她已经主动放弃公孙柔了 但是心中多少存着些不甘 再看此时的公孙柔 鬓发散乱 面色潮红 眼波如丝 气息不云 这分明就是 这分明 是他妈还是大白天 张玉希见了李楚 第一句话原本是想问 真的是你救了白灵姑娘 可是见了公孙柔的样子 立刻又想骂她一声禽兽 两句话到嘴边合在一起 就变成了她悲愤地指着李楚 就是你这禽兽救了白灵姑娘 啊 李楚被这当头一句话问愣了 她试探性地反问她 我救的不对吗 张玉希呸了一声 大脑重新掌握了嘴的控制权 而后质问她 呸 掠走白灵姑娘的那大妖实力强赫 你怎么能救回她 她的意思很简单 就凭你 在盛虚观几名弟子的眼里 李楚分明就是一个 毫无真气波动的凡人 根本是靠着一张脸 在招摇撞骗 这样一个江湖骗子 能够斩杀那大妖 某鲁姓先贤曾说过 真的吗 我不信 宣吉就听李楚点头说道 那妖物的确实力强横 我也受了些伤 算是减伤 张玉希冷哼一声 李楚谦虚的姿态 在她看来 分明就是心虚 就怕是别人杀的 你出来领功吧 她斜腻着李楚 又悲痛地看了看公孙柔 一股说不清的味道 左右着她的思绪 使她认定了李楚是个奸华小人 如果此时 把她的心肝脾肺肾 都掏出来做到菜 稍微一尝就会知道 那股味道 是酸 李楚有点奇怪 她用看傻子的眼神 看着张玉希 淡淡地说了声 我没必要骗你 她觉得很奇怪 这种事 这种事有什么好撒谎的 难道杀了那妖怪 还有前领不着 见她的回应 稍显无力 张玉希又质问道 那妖丹呢 若是你亲手 斩下了那大妖 那她的妖丹 你不会不娶吧 李楚痛苦一缩 她的第一个念头是 我娶她的妖丹 做什么 那玩意又不能卖钱 随后立即联想她 既然她这么问 该不会是能卖钱吧 于其安从没告诉过 她妖丹的价值 她遇见的妖怪上 也没有主动问过 道观里 狐女和小锦里 都是妖怪 自然也不会主动说 我身上哪里最值钱 是以她对于 妖丹的价值一无所知 此时她 她有些害怕 自己该不会错过了什么吧 李楚的心 忽然像是被一只大手钻紧 张玉琪见她哑口无言 自觉是占了上风 冷笑的 妖物身上最珍贵的 就是妖丹 那等道行的大妖 一颗妖丹说是 价值连城也不为过 斩杀了她的人 会不取妖丹 李楚眼前一黑 价值连城 心太崩了呀 她现在顾不得别的 立马就想回去看看 那大猫的尸体 还在不在原处 见李楚不出声 那边张玉琪又过分嚣张 身后的公孙柔站了出来 公孙小姐冷声说道 小李道长绝不可能骗人 整个渔航阵的百姓都相信她 张道长 你未免管得太宽了 张玉琪看着公孙柔 不知怎的 感觉她现在 好像比之前更好看了 脸上莫名多了股荣光似的 看着她美貌的面旁 张玉琪忽然更气了 虽然她也说不清在气什么 但就是气 感谢收听本集 更多精彩多人剧 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我不可能是剑神 作者赔不了 梁小鱼团队制作 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 第九十五集 正当此时 另有一人大踏步进了后院 来人正是江守寅 他回到雅鼠 就听说白灵姑娘 已经被人救回来了 救她的人也在 他早就知道 渔航阵另有高人出没 此时听说高人驾到 当人要来见见 迎面见到黎楚的第一眼 他就溢起了那一夜 心头响起一声 果然 这张脸不可能会记错 果然是他 自己还曾经百般不愿 相信这个猜测 但实在难有第二种可能 这个看起来 除了长得极度英俊以外 似乎平平无奇的小道士 竟然还拥有着 难以想象的高身修为 作为天之骄子长大的江守寅 第一次产生一个 有些困惑的念头 这世界 是不是有些不公平 江守寅出现在场中 张玉希更觉胆气大增 如果说现今的鱼航线内 谁的修为最高 他手推自家小师叔 于是他大声问道 小师叔 是不是你斩杀了那大鸭 江守寅怒视了他一眼 喝道 闭嘴 骂还是轻的 这句话一下戳中了 江守寅心中的忌讳 他差点就想一巴掌甩过去 你还嫌我莫名其妙的 仇家不够多吗 张玉希有些急了 他指着李楚说 这江湖骗子 说是他斩杀了那妖王 你信吗 江守寅用看傻子的眼神 看着他 沉声说道 不是他杀的 难道是你吗 啊 张玉希最为仰仗的小师叔 一登场就给自己 来了两气被刺 数时有些出乎他的意料 他阿巴阿巴了两声 不知该再说些什么 江守寅来到李楚身前 拱手说道 听到昭歌慎虚冠江守寅 方才几位师之无礼 还请道友恕罪 与道友再次相会 我也有些问题 实在想请教 李楚轻轻皱眉 他虽然急着想走 但人家客客气气 他也只好点头说 但讲无妨 当日那飞天狮子 可是道友斩杀 是我 提起那只飞天狮子 李楚还是印象深刻的 因为它实在太过吓人 自己施展了全力一剑 还不小心斩破了 虎女脆弱的雷云 江守寅感激地说 那狮子不知为何 想要杀我 道友当日斩杀他 实在是替我了结了 一桩大麻烦 李楚无所谓的摇摇头 我出于自保而已 不必多谢 今日这妖王 也不知为何冲我而来 多亏道友出手 几乎又是救了我一命 如此恩德 江守寅必定铭记于心 江守寅诚心诚意的 攻身行礼 几乎一击到底 看见江守寅 行如此大礼 李楚倒还好 张玉西的内心 有些崩溃了 小师叔 你这是在干嘛呀 我拿你当天 你给别人装孙子 别吧 李楚扶起江守寅 说道 帮到你的地方 我都不是刻意为止 说是恩德 大可不必 施恩者可以不在意 受恩者 确实该铭记的 江守寅反握住 李楚的手 又问道 不知道有来自哪方仙门古怪 白玉京 青阳宫 一货云游冠 白玉京与青阳宫 是十二仙门中的道教门庭 云游冠亦是神秘之极的上古传承 若非人丁太过稀少 也要算上一个仙门之位的 在江守寅看来 李楚定然是这几个道教名门 才能培养出的绝世妖孽 天灵根 诸般仙体 甚至大能转世身 都有可能 不管是哪家宗门 出了这样一个妖孽 未来百年 都将会获得 极大的竞争力 身为肾虚冠 作为继承人 培养的人物 他不得不关心 李楚如实说道 我是渔航阵外 孙里坡 德云冠的弟子 名叫李楚 江守寅 彻底凌乱了 这种妖孽级的仙门心秀 是渔航阵本地人 怎么可能啊 莫非 是哪位隐世大能的弟子 不知 尊师名会 家师名叫于其安 啊 于其安 这名字根本没听过 听起来也不像什么正经人啊 没有仙门的权力栽培 没有大能的自有提携 就能在这个年纪 又有这般恐怖修为 这 这还是个人 看他愣神 李楚趁机道了声告辞 他迫不及待地 想要回山上去看一眼 你价值连城的腰单啊 见李楚要溜 张玉西咬着牙 对江守寅说道 小师叔 你不要被他的话迷惑了 他身上毫无争气波动 显然就是个江湖骗子 江守寅摇头说 世间传承无数 修炼法门各不相同 岂能用真气来辨别一切 张玉西不服 那你亲眼看见 他斩杀那两只大妖了吗 江守寅沉吟了一下 要非说亲眼见到 倒还真是没有 张玉西见他沉吟 知道没有 便立声说道 我正没给你看 他气急攻心 本想换出飞剑 没有反应 才想起飞剑被妖王吃了 只好单手结业 掌心运气 一团凝炼真气瞬间聚起 到门掌心雷 他一发恨 就要将这掌心雷 朝黎楚打过去 那边公孙柔忙叫道 小力道长 小心 不用他提醒 黎楚早听见背后风声不对 回过身来 就见张玉西正举着掌心雷 摆出投掷的姿势 黎楚双指撑剑 随意朝他一指 灰花点血手 隔空打血 灵力画作的飞剑 正中张玉西尖头 黎楚心中微微满意 这隔空打血的功夫 自己也是第一次用 看来效果不错 张玉西正想丢出掌心雷 突然感觉周身一僵 再也无法动它 那颗掌心雷正好举到头顶 一团凝聚着愤怒的掌心雷 果真就在掌心爆炸 我炸我自己 张玉西满头满脸 瞬间漆黑 当场成了昆仑奴 蹊跷之中 各自有血迹渗出 模样凄惨无比 但一头鬓发 整个弯曲向上 化为卷毛 又显得十分滑稽 更惨的是 掌心雷炸过之后 他仍旧站在原地 一动也不能动 也无法言语 连一声疼也喊不出 江守音看到这一幕 内心巨震 无以复加 一个恐怖的词 浮上心头 哦 仙法 没错 绝对是传世仙法之一的定身术 这黎楚的来头 肯定不像他说的那般简单 绝对大的离谱 念及此处 他再度攻身 连声说道 哎 黎楚道友 我这失职 我这失职 只是难以相信 你修为如此高深 存心事态 不敬之处 太受了重伤 堪为惩罚 回头我门中 定然还会着重训诫 还请道友 手下留情 饶他幸免 莫与小辈 再多计较 感谢收听本集 更多精彩多人剧 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 欢迎收听 多人有声剧 我不可能是剑神 作者赔不了 梁小鱼团队制作 更多精彩 近在喜马拉雅 第九十六集 这张玉西 一直莫名其妙地 针对自己 还搞背后偷袭 确实让黎楚 有些生气 但是现在 她被自家的 掌心雷重伤 也算自作自受 受了惩罚 再多追究 除非就是要她性命了 黎楚可从来都没有 那动辄杀人的心思 而且 现在她也确实 懒得跟这个憨批多计较 便点了点头 转身离开 现在黎楚满心想的 都是那颗 价值连城的腰单 什么也不能阻止 她去摸尸的脚步 黎楚回到 得云观的时候 气压异常地低 前殿里的小简礼 和狐女 仰着脑袋 看她一路走过去 都隐隐觉得 有些不对 看着她背影过去 两久 狐女才回过头 小声说道 主人好像哭过呀 小金丽也回过头 眨了眨眼 主人回来了 狐女无语 于其安在前殿 接待了一天 此时正趁着 人少的功夫 坐在石桌边歇息 见黎楚情绪有些不对 她关怀地问道 徒儿 怎么了 黎楚坐在师父对面 默然地说 我真傻 真的 小道士抬起她那 没有神才的眼睛来 接着说道 我单知道 把妖物打败了就好了 我不知道 原来妖丹才是最值钱的 等我赶回阳山亭 早被人掏空了 于其安听吧 呵呵一笑 这也是师父的疏忽 我从来没教过你 你又怎么会知道呢 还有悠悠说道 说起这妖丹呢 若是妖物 做了伤天害理之事 将之斩杀之后 取走妖丹 本没什么 丹子从江湖上 流行以妖丹之药之后 渐渐多了许多 杀妖取丹的修者 这群人 打着斩妖除魔的幌子 无论妖物 是否遵循正道 安稳休息 为了牟利 一概立而杀之 这般行径 几乎与邪碎无异 凡事 只要成了一门生意 就多半要衍生出 不吃多少龌龊来 唉 他这里给李楚 补着关于妖丹的知识 可惜已经晚了 完全无法挽回 他失落的心情 正当此时 王龙七又来到了德云观 此时的王家七少爷 神丸弃足 走起路来 虎虎生风 与以往的气质 大不相同 李楚抬起半只眼皮 看着他 又撞邪碎了 王龙七先朝老道士 点头失礼 然后才说道 说什么呢 哪儿来这么多邪碎 你好像不太开心 怎么了 听他询问 李楚目光一暗 又说道 我真傻 真的 王龙七听他又说了一遍事情经过 笑了笑 哎呦 看开点啊 你不就是钱的事吗 我跟你说个好消息 他轻壳两声 郑重地说道 哥们儿啊 被杭州正起书院 录取了 不是呢 就要启程就学 我今天来啊 就是来跟你道别的 哦 李楚稍感诧异 杭州府正起书院 是天下赫赫有名的四大书院之一 出过许多名满天下的大儒 在当今士陵中也很有地位 这个级别的书院 绝不是等闲能够进入的 尤其是正起书院 据说入院考试极为困难 能通过者千不存一 要走后门 那要么是达官显贵 要么是富甲一方 达到的难度比通过考试更大 王家在于杭镇算是数一数二 但丢到杭州府去 就有点拿不出手了 所以 王龙七绝对不可能是靠他爹进正起书院的 那么就只有一个可能了 你娘改嫁了 这个爹不行 那恐怕只有换个爹才行啊 王龙七翻了个白眼 扯挨边嘛 你现在这个爹的地位 还不够坐你进去吧 王龙七挺起胸膛 我在你眼里 就是一个只能靠爹的人 李楚直视着王龙七的眼睛 眼神的意味大概是 你自己说呢 王龙七一泄气 善笑着说 我承认 以往呢 是有些青涩的往事 但那下都过去了 正起书院的资格 可是本少爷 实打实地考出来的 正起书院的秋逝一年一度 家里啊 是早早给我报了名 其实啊 也没希望我们考上 就是想着 万一 虾猫撞上死耗子 这件事情 我一直没想起来 考试前两天啊 不止没温齐 不是还跟你出去玩了吗 结果 他有点不好意思 又好像带着几分 炫耀似的挠了挠头 那天晚上 我事后 感觉整个人都生花了 第二天一到家 才有人告诉我 我要参加 正起书院的入门考试 我就随便去应付了一番 谁知道 我答的题目和文章 被书院一位先生给相中了 他给我的评论是 辞子功底虽薄 但心思灵动 且字里行间 有满满的圣贤之风 于是 我就被录取了 老道士和小道士对视一眼 心里生起同一个念头 这也能行 你真被录取了 李楚仍有些怀疑 凭着一篇 闲者时刻的文章 能打动正起书院的先生 这未免有些太扯了 你真的 于其安也有他的怀疑 王龙七无语地 看着师徒两个 说道 都是真的 过两天啊 我就要和书院去常住了 还能够假 说到这 王龙七又叹了口气 书院生活辛苦 听说每天 上课就要四五个之神 下了学还要研究各种学问 不过杭州府还是挺好的 桃古楼 寻香斋 那可都是一等一的好去处 那都是老皇历了 徐道长也几年没去了吧 现在杭州府里最红火的 是温柔礼 闻人雅士 无不称道 哦 是吗 可能是 以前那批好姑娘 都老了吧 哎 最是人间留不住 诸颜慈敬 花此树啊 也不知道 桃古楼的颜姑娘怎么样了 当年 我在杭州府私婚时 是说明洞江南十二府 玉妖化柳九州春的 颜小妖 颜姑娘 黄龙七顿时来了兴致 哦 你笑得还听过 他成名的时候 估计你还没出声呢吧 于其安爷眼睛一亮 颜姨妈 他那一代可是江南风月的顶盛石器 自他之后啊 江南洲啊 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可与北方花都睁眼的花魁了 我常常听说啊 虽不能致 心知向往 王龙七目光幽远 玄疾又说道 他离开桃古楼之后啊 似乎是从良嫁人过了几年 后来不知道怎么样了 现在温柔里 管事的就是他 所以我才见过一两次 感谢收听本集 更多精彩多人剧 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我不可能是剑神 作者陪不了 梁小鱼团队制作 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 第九十七集 当初我就说过 他过了四十之后 一定比二八年华更美 王龙七点头说道 道场高见 严怡现在熟得透透的 想要娶他的男人 依旧从杭州府 排到渔杭镇 我又想起一位 与其安聊起这些 含性大增 是那个谁吧 王龙七讲起这些 也是一发不可收拾 一老一少 惺惺相惜 旁边 李楚低落地坐在那里 感觉自己像是一个孤儿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 我只觉得他们长毛 这个时候 前面又传来硬硬的脚步声 一直官靴踏了进来 小李道长 小李道长 大事不好了 来人是周大福 他一看见李楚就赶紧喊道 喊声中带着嘶哑的哭腔 怎么了 发生了那么多鬼案 李楚还是第一次看见周大福 露出这副如丧烤笔的表情 顿时情之 事态不小 公孙姑娘出事了 小南州自古繁华 于杭镇也不是荒庇之地 怎么本地的邪遂如此猖獗 简直 简直不讲规矩 我到此地上前不久 就已经三番两次遭遇暗算 这次干脆就来县衙接人 什么妖魔鬼怪 什么美女画皮 什么陷阱诡计 江守阴一边盘膝打坐 运功调膝 一边口中碎碎念叨 小师叔 你是不是辣了一句 旁边端时的浦碍道士突然问 什么 没什么 就是觉得不太对账 他这边正说无所谓的废话 江守阴忽然胸中一宁 双眉紧簇 凭空吸出一股烟笼 在鼻端盘旋三周之后 进入 这一口气入铁 灯时逼出一股黑血来 吐出了这口血 江守阴的面色顿时变得煞白 但看神情 好像还舒缓了几分 他再长舒一口浊气 从另一旁的丑壮道士那里接过毛巾 擦了把脸 又问道 玉宁怎么样 玉宁师妹阴气入闹 随未伤及静命 可能也要过阵子才苏醒 扑碍道士答道 这时 外面响起急促 但又不敢用力地拍门声 江教掌还好吗 公孙大人请进 我已经没有大碍了 江守阴的声音中 透着掩盖不住的虚弱 李楚跟在公孙哲身后 一起过来了 江守阴见状 第一反应是从床上下地 站起身来 先朝李楚失礼 李楚道友 之后才向公孙哲见你 公孙大人 又抱歉地说 书平道学义不精 没能保护好公孙小姐 将到长母要自策呀 或许 或许小女命里该有此劫呀 公孙哲咬牙道 她此时虽心乱如麻 但没有怪罪谁的想法 慎虚观的道士们 来帮她一直是勤奋 这阵子也着实是尽心尽力 看江守阴的伤势 也确实是力不能及 她一直深厚的李楚说道 我与小李道长来此 是想了解一下 事情的具体经过 还烦请几位道长讲述一番 好 江守阴带几人落座 便说道 我与您失职 本来一直伴随公孙小姐 方才被人偷袭打晕 我察觉到 鼠牙之中有阴气迸发 就赶紧过去 发现 是那位白领姑娘 她劫掠了公孙小姐 就要离开 我脊椎上去 又有另一鬼物出来拦路 是那位白俭师爷 她妇女二人 竟都是鬼物幻化 白简是一具枯老 白灵是一只画皮 至少都有数百年的导航 公孙哲听到此处 哑然一声 想不到如此弃重的事业 竟然是鬼 难怪总觉得她薄骨通金 原来她根本是从古时候活过来的 从始至终都在骗我 难其娘也 不 鸟其娘也 上了这老鬼的当了 我与那白简交手 不想此聊道行极高 我一石不敌 中了她一掌 因毒入体 刚刚才运功逼出毒血 顿了顿 稍许犹豫 江守寅多说了一句 在我看来 那白灵至少是鬼将级别 而白简 应该是鬼帅 提起这个 其实江守寅心里是有点委屈的 我肾虚冠 好歹也是朝阁大冠 道教名门 派出来的这些弟子 就算谈不上优秀 行走江湖也是足够了 到了这小小的渔航阵 不说将尾打击 起码绰绰有余 谁知道这里 三天两头就跳出一只大邪碎 刚来就有金狮招呼 之后又有一只大药 紧接着 就发现眼皮子底下 藏着鬼将和鬼帅 妙小妖风大 池浅王八多 这样一来 就显得我们这些肾虚怪弟子 跟废物一样 看着公孙哲那关怀弱者的眼神 他很想大声地解释 不是我们菜 是 是这个地方太不对劲了 到处都是邪碎 还都是大个儿的 这 怎么玩 但这种时候 越解释就越会显得无能 说多错多 道今有云 错了就要认 挨打要立正 待他说完 公孙哲拿出一张纸条说道 他们还在小女房内 留下了这个 只见那纸条上 写着很简单一行话 若想救公孙柔 今夜此时 叫李楚来白骨山 浮尸洞 见到这张纸条 江首尹内心起了一番 不为人知的波澜 刚看到前几个字的时候 他心里咯噔一下 因为 这剧情他太熟悉了呀 再一再二 还要再三 别吧 然后看见后面的名字 变成了李楚 他才偷偷输了一口气 终于轮到你了 或者说 可算不是我了 李楚见到这张纸条 微微醋眉 露出思索的神情 江首尹看着李楚的表情 暗暗点头 对 就是这个味儿 是不是懵了 虽然知道有些不对 但 他一个人莫名其妙的倒霉酒呢 终于有一天看到倒霉的 变成了别人 那他难免会有些 隐秘的 小小的 庆幸 不过他心里 毕竟还是正义感为主 江首尹开口说道 李楚道友 如今我的伤势 起码要几天才能恢复 我们肾虚怪 能助你一臂之力的 只有薛刘二位失职了 另外 我们那做起轻驴 是头难得的灵绍 绞成极快 也可以借你驱使 一旁端水盆 拿毛巾的蒲崴和丑状 被他突然点到 顿时一个机灵 眼中流露出同款惊慌失措 毕竟小师叔都被打成这样了 他们很难不害怕 李楚在他们两个之间扫了一下 最后 只带走了坐起 在他的观感里 肾虚冠的驴还是不错的 人嘛 不提也罢 感谢收听本集 更多精彩多人剧 欢迎关注 梁小鱼主页 欢迎收听 多人有声剧 我不可能是剑神 作者赔不了 梁小鱼团队制作 更多精彩 尽在喜马拉雅 第九十八集 公孙柔清醒过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漆黑而开阔的深洞之中 只有一侧的洞口 能打进来一条线的月光 那条月光的尽头 插着一把秀气斑斑的骨剑 这把骨剑上镌刻的纹路已经看不清了 剑刃也有些破损 但不知为什么 就是给人一种很沉重的感觉 好像比一座山还重 你显得比我预料中快很多啊 黑暗里突然响起妩媚的声音 本来以为 你那刚好看的小道士来送死的 白灵 公孙柔挣扎着坐起来 因为躺在冰冷坚硬的石头地面很不舒服 我不叫白灵 难听死了 我真正的名字叫红灵 冷艳的女画皮来到她身前 腹下身居高临下 打量着公孙柔的脸 公孙柔觉得她的眼神很恐怖 有些害怕 睫毛微颤 小声说道 这两个名字差不多吧 女画皮的眉毛抖了一下 与其关心这些无关紧要的事情 不如担心担心你自己吧 她没好气地说 再过两个时辰 小道士就会进来救你 然后你会亲眼看见 她被我们的王上杀死 她的手指在公孙柔的眼眶轻轻游走了一轮 我喜欢 你的眼睛 你的王上 公孙柔有些迷惑 其实她还根本不清楚发生了什么状况 只是在这种环境下 她也不敢问 没等红灵回答 洞穴的深处 骤然响起了一阵轰隆轰隆的怪想 似乎有一团幽蓝色的诡异火焰亮起 光芒远远地透了出来 落在人眼里 感觉不到丝毫的温暖 只有无尽的幽深与寒冷 红灵的脸上 漠然闪过浓重的惊惧 仿佛那火光倒映着幽明 两久之后 一尊骨架喀啦啦地 从那火光燃起的深处走了出来 白茧浑身的每一根骨骼 都洋溢着激动 比起先前 他这副骨架似乎在纯白中 又多了一抹幽深的颜色 王上的实力 已经全部恢复了 白茧的声音虔诚而激动 这 真的吗 红灵有些难以置信 当然 王上已经为我重新炼制了这副骨骑 我感觉 白茧陶醉地握紧无耻 感受着前所未有的力量 不用吴王出手 我就能解决那小道士了 他如是说道 云深月浅 夜黑风高 是个很适合闹鬼的晚上 白骨山上 霍岭的风声有如恶鬼哀嚎 远方的树影 仿佛夜叉无传 是个很适合闹鬼的地方 再配合上此地曾经的血腥传闻 可以说 如果这里不闹鬼 那大家都会很失望 这样阴森恐怖的氛围下 一头格格不入的青壮驴子 闯进了画面 驴子背上 还有一名更加格格不入的小道士 他的样貌 英俊地乱七八糟 以至于周围的气氛 好像突然没那么吓人了 至多也就是 吓得人想要扑进他怀里 驴子一直来到 浮尸洞的洞口前十余丈 似乎是察觉到了什么 他开始有些不安 四体胡乱地在地上踩踏 不肯再向前一步 黎楚翻身下驴 摸了一下驴头 道了声 多谢 青驴昂昂两声 意思大概是 此地不宜久留 我在山下等你 黎楚应了一声 转身离去 至于驴子的意思 他完全没听懂 能听懂就怪了 告别了座齐 他来到浮尸洞口 里面一片漆黑 只有一线微弱至极 近乎于无的月光引路 不知道敌人是谁 不知道洞中什么情况 不知道他们所图是什么 以黎楚谨慎的性格 却没有萌生过 哪怕一丝的退役 既然对方是冲我来的 那就由我来承担一切 原来一个无辜的女子 绝不是道义当位 鬼物不讲道义 但人讲 他深吸一口气 脉步进了洞中 每个男人 一生总要有那么一次 在一个寂静的夜晚 独自闯进漆黑幽深的洞穴 拿出自己全部的坚韧 突破重重艰难险足 拯救那受苦受难的姑娘 走在石窟之中 脚步咔咔作响 回荡起来能传出很远 浮尸洞里没有一丝阴气 但这才是最奇怪的 正常的这样一个荒山野洞 即使不生邪碎 也该有点阴气才是 更何况这洞里 埋了成千上万的尸骨 宽敞幽深的洞窟中 肉眼已经很难视悟了 进洞的同时 黎楚也就闭上了眼 以心眼来观察一切 漠然整座洞窟的立体图 出现在他脑中 原来在洞窟尽头 有一片开阔的空间 而整座山的阴气 都聚集在那一处 浓烈得几乎要凝练成实质 似乎是有什么力量 将这里的阴气 通通镇压在了那里 从心眼的视角看起来 简直害人 阴气的边缘有一个微弱的气息 是公孙柔 另外两个阴冷的存在 应该是白骨和画皮 可是在那无尽阴气的最中央 还有一个存在 它很飘忽 似乎无处不在 又似乎若以若现 黎楚在心头盘算着 脚下步履不停 洞窟虽长 但还是很快就走到了最深处 这里另有一层洞口 通过之后 就是浮尸洞尽头的开阔之地 洞口前方三丈处 插着一把剑 剑身古朴 袖迹斑斑 似乎只是一块没用的废体 但是在心眼之下 却有剑气如龙 就是这把剑 将所有的烟气拦在这里 这里是它的四方剑玉 这把剑的剑意 似乎锁定着洞窟尽头的 那隐秘存在 除此之外 并不坚决出入 如果是江首颜在这里 那么他一定会认出 这是属于肾虚观的神通 剑玉封剑 是当初浮渊真人 用自家的纯阳剑意 与首颜真人交换来的 李楚迈不去 同时心里默默记下 这得有把剑 看上去很值钱的样子 府一进洞 李楚就看见了公孙柔 她就在洞口旁不远 被一圈乌漆抹黑 似是头发 但是又长得过分的东西捆住 挣脱不得 旁边一名红衣女子 正是她前些日子 救过的白铃姑娘 小李道长 借着一丝微光 公孙柔看见李楚剑来 顿时发出呼声 李楚朝她点了点头 随即 就听见了白剑 金属摩擦般的声音 她问 李楚答 你来了 我来了 我就知道你会来 我当然会来 可你本不该来的 可我还是来了 来了就得死 你给我闭嘴 这次回答她的不是李楚 而是最深处 那隐秘存在的声音 粗暴地打断了白剑的 强行家系 白剑乖乖合上 自己的上下恶骨 感谢收听本集 更多精彩多人剧 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我不可能是剑神 作者赔不了 梁小鱼团队制作 更多精彩 尽在喜马拉雅 第九十九集 黎楚把目光投向声音传来的方向 却无法洞悉那浓重的黑暗 以心眼观之 扑面而来的 就是一股浓烈的怨气 你们两个出去守住 别让任何人进来 也别让任何人逃掉 那声音再次响起 缓慢 阴冷 像是有毒蛇的杏子在吞吐 白剑和红灵领命出去 随着他们的脚步声 渐渐行远 一旁的公孙柔紧张地 不敢发出声音 黎楚静静地站在原地 似乎是在与黑暗中的存在对峙 其实我对你很好奇 前前我的部下 都说你很强 我还不屑 一个十几岁的小道士 就算是大能转世 又会有多强 可是当你走进 这个洞口的那一刻 我真的好奇了 因为 我居然看不透你的实力 当我能看见残魂 我看见你身上 还残留着一丝强者的阴魂 这残魂原本的实力 几乎能与我曾经最虚弱的时刻媲美了 想必你最近这两天 经历过一场死战吧 黑暗中的声音 一句又一句地说道 确实 黎楚汉说 直到现在 想起与玉舍立那一场短促但激烈的交手 他还是会心有余悸 那声音又说道 我敬佩强者 如果你愿意今后 不再找我部下的麻烦 让他们安稳地搜集命营 我可以让你带这个小姑娘走 黎楚面无表情 若你所说的搜集命营 是以残害无辜百姓的性命为代价 那恕我不能同意 不仅如此 恐怕我得除掉你才想 是 话音落定 黎楚缓缓拔出剑来 仗剑而立 那声音忽然笑了 残害 不不不 你似乎对我们有什么误解 命营是没法通过强迫得来的 所有将杨兽化为命营的人 都是自愿的 他们心怀怨气 有仇无法报 有冤无处身 这个时候 我们给予他们一个有怨抱怨 有仇复仇的机会 这是公平的交易 甚至对他们来说 这是福报啊 黎楚沉浸了一下 然后缓缓说道 我是一个比较单小的人 有很多事会想去做 但很多时候也只是想想 所以我能理解很多人 他们或许会因为一时怒气 会产生一些偏激的想法 甚至 不惜通过自我毁灭 来实现目的 但是往往没有人会真的这样去做 就像 站在悬崖边向下张望 总会收住脚的 这个时候你们的出现 无异于将人推下了深渊 再无回还的机会 这显然是错的 他的语调沉稳而坚定 回还 那声音突兀地打断了他 伴随着刺耳的冷笑 幼稚之极 我只想每一道命银的来历 你就说 薛家大娘子 她本是陪丈夫 同甘共苦的发妻 早年相约 厮守一生 绝不相赋 可是 当她年老色衰 她的丈夫富有了 也随之变心 甚至希望 她快一点死 她丈夫迎娶美娇娘的夜晚 她在清冷的偏远 干长寸断 你当时 可曾教过她 如何回还 还有那可怜的小女孩 她显现被非血清的哥哥凌辱 事情败了后 那小畜生 又将她推下山崖 若不是我的部下 给了她复仇的机会 她确实不会死 而是会浑身瘫痪 看着自己的娘亲 继续被人击舞 却无力反抗 那时你 可会教她如何回还 如果不是我们出现 谁会给他们伸张正义的机会呢 是你吗 还是其他道士 和尚 修者 官府 你说 偌大人间 还有谁会出现呢 我不知道 黎楚 坦然回答 那声音似乎被她的 坦然惊了一下 就听黎楚说道 人类原本 也只是一种野兽而已 哪怕现今演化了 成千上万年 也仅仅是在向文明的道路上靠拢 依旧有无限遥远的距离 又或者 永远无法达到 这个人间 确实有阳光照不到的地方 那些黑暗里的不公 冤屈 罪恶 从古之间 也可能永远都会存在 人类建立了法律 但法律 确实无法面面具到 或许是应该有一种之外的力量 来填补这些空缺 我还不知道 这个力量该是什么 但 我可以肯定 你们这种做法绝非正当 这只会造成更大的仇恨与黑暗 而且 无论你说得多么冠冕堂皇 你的目的 也只是掠夺罢了 你身上的怨气太重了 并且 还让我感到有些熟悉 我想 你是将那所谓的命淫 融合进了自己体内吧 李楚睁眼 看向黑暗中的某处 目光四定 你这小道士 还真是 冥顽不灵啊 既然如此 不妨让你看看我的真面目 伴随着鬼王的一声喝 洞窟中骤然亮起了一簇簇幽蓝色的鬼话 直到此刻 这洞窟才向李楚和公孙柔展露真容 原来他们所在之处 遍地都是雷雷的白骨 一层一层 有的已经与石窟长在一处 踩上去根本发现不了 这一刻 每一具尸骨上都亮起鬼火 诡异的蓝光将周围映得透亮 猛然发现自己被骸骨包围 公孙柔不自主发出一声惊叫 在洞窟的最中央 有一个诡异的身影 这身影外形似人 有四肢和头颅 但没有五官 也没有衣物或皮肤 而是通体暗银色 就像是一个半成品的银制人偶 我不是要将命银融合进体内 而是用这带着怨迹的命银 重塑灵体 只要被我完全重塑成功 那这里也再困不住我 我将不死不灭 超越从前的巅峰 可就是因为你 我迟迟无法完成 就因为你那幼稚的正道 既然你不听劝 那我也只好将你留在这里 鬼王的脸上明明没有嘴巴 但就是可以发出声音 那声音仍旧四远四近 捉摸不定 话语中有了怒意 他被黎楚激怒了 黎楚看着他的躯体 也有些生气 他缓缓举起手里的剑 原来你们每次只付出一文通钱 却换回如此大量的命银 那些与你们做交易的人 受一时蛊惑 根本不知道自己交付出了多么宝贵的东西 这是赤裸裸的欺骗与掠夺 还仿称福报 伴随着他的话语 一股灵力注入渐身 感谢收听本集 更多精彩多人剧 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我不可能是剑神 作者赔不了 梁小鱼团队制作 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 第一百集 考虑到对方实力未知且强横 这次注入的灵力量有些庞大 我这一剑 为所有死去的百姓 为安宁的约航阵 为这朗朗人剑 鬼王此事心中有所预感 开始慌乱起来 周遭的鬼火骤然疯狂摇印 他想逃又无处可逃 他离开不了这里 但下一秒 就听一声清脆的 啪 黎楚掌中的铁剑 瞬间爬满裂痕 这只是一把反铁 每天承受着他灌注的灵力 早已不堪摧残 其实上次休息新眼术时 黎楚就发现了铁剑的疲惫 只是后来也没有太在意 本以为一把剑的退休方式是慢慢磨死 想不到 在今天这么重要的场面下 他突然再也经受不住压力 崩碎了 哗啦啦 一堆碎铁落地 黎楚眨了眨眼 这 刚刚才说了那么一番慷慨这样的话 一抬起手突然来了这么一出 好尴尬呀 鬼王正为那江楚未出的一剑 大为京剧 心神摇曳之地 猛地见到这一幕 忽然感觉心里还有点空落落的 他看着黎楚暗道一声 就这 你在逗我 他可不是什么良善之辈 见黎楚这一剑崩碎 正处于空档之中 当即大手一挥 伴随一阵隆隆乍响 成千上万的鬼火球浮空升起 接着将黎楚传射而来 瞬息之间 仿佛天雷地火 灭世之劫 公孙柔一旁观看 心脏猛的位置钻紧 张口尚且无声 眼角已经蹦出泪水来 整座洞窟的鬼火 在黎楚身上聚拢一处 将它完全吞没 并凝炼化作近乎幽黑的颜色 那黑色鬼火仿佛复古之躯 一直粘着它的身体燃烧 这鬼火外是肉身 内是阴魂 但凡沾上一丝 不到宿主彻底灰飞湮灭之际 都无法吸灭 回来了 我感觉到全部都回来了 鬼王的五指虚空聚合了一下 大笑了 带我突破这破剑的封印之日 便是我不死不灭之时 待到那天 整个鬼国的鬼王里 我也是排得上号的存在了 到时候 我看谁还敢瞧不起我 公孙柔见着公鸡如此声势浩大 以为黎楚必死无疑 朝鬼王大喊 你这个恶魔 恨我吗 越恨我吧 你的怨气再重一点 就可以与我交易了 若你愿意 把命交易给我 我可以给这小道士 留下一丝阴魂 让他还有投胎的机会 不然 鬼王的话还没说完 就见那边黎楚的身形 又显露了出来 他身上的幽黑色鬼火 已经燃烧殆尽了 却依旧衣袍利落 容颜清爽 不像是有一丝受伤的样子 就连黎楚自己 似乎都有点惊讶 他上下打量了一下几身 果然毫发无伤 再抬头看向对面的鬼王 他的脸上虽然没有五官表情 但能感觉到明显的慌乱 这 这不可能啊 鬼王低声难难 这里就是他的主场 浮尸洞里的雷雷白骨 都是鬼火最好的原料 方才那么大量的鬼火 就算是一座山那么大的凶兽 也该尸骨无存了 最后甚至凝练出了一大团黑色的明火 明火那东西 只要沾染上一丝都绝对没有逃命的可能 更何况是整团明火围住 鬼王忍不住贺问道 你究竟有什么炼体神通 竟然能抵挡住我的明火之勇 李楚淡定地看着鬼王 冷冷吐出三个字 铁布山 鬼王心里骂了一声 草 你还在逗我 铁布山谁不知道 那根本就是一门哺乳流 烂大街 没排面的五道功法 那这玩意儿 就能挡住我鬼王级的明火之勇 你糊弄鬼呢 愤怒侵袭上他的心头 但是这愤怒里 明显带上了些许的畏惧 他怒吼一声 就欲召唤更多的鬼火 但是 现在是李楚的回合了 就见李楚默然转身 伸手握住那把插在地上 嗅记斑斑的古剑 旧一点 嗅一点 脉相差一点都没关系 主要是用剑用习惯了 手里没有把剑 还真不好发挥 李楚握住剑臂 用力向上拔 竟觉得有点重 要运上一丝灵力才能拔动 鬼王见到这一幕 忍不住发笑的 你这蠢货 想要拔出这把剑吗 你以为这仅仅是 卧槽 这个时候 也只有这两个字 能准确且直接地表达他的心情 如果他有眼球的话 此时一定已经飞出了眼眶外 因为李楚居然真的拔动了这把剑 轰隆 明明只是插进地面一尺的深度 但是拔出的时候 却不知牵动着什么似的 方圆百丈的弟弟都在隆隆坐下 甚至整座洞窟都开始晃动起来 李楚开始意识到这把剑不简单 但是已至此绝无可能放弃 他只能再多加一丝灵力 随着剑尖一寸一寸地离开地面 整把剑的外形 也开始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 先是剑身上的铁袖 在大幅度的震荡中脱落 剑刃开始无风自发出清亮的龙吟 随着这剑银声响 有光从地下的剑缝中透出 这个当口 鬼王什么都没有做 他也看得有些呆了 而且他也不知道 该不该阻止李楚拔出这把剑 因为这把剑正是这剑欲封禁的关键 一旦剑身被拔出 就代表封印被破除 他就自由了 当时浮渊真人封印他时 正是他从鬼国叛逃出来 最为虚弱的时刻 不过当时浮渊真人也是阳寿将近 缘起衰竭 能够成功镇压这鬼王未尝没有运气的成分 不过一旦封印落地 剑欲铺开 事情就不一样了 就像是一座大山 稳稳压在了他的身上 即使过后浮渊真人就因为浩光元气而身隐 但剑欲的关键在于镇压的宝剑 封印威力不会有丝毫减弱 之后的几千个日日夜夜里 鬼王尝试过无数次 想要用剧力拔起这把剑 但统统失败 即使他道行全部恢复的如今 应该比当日的浮渊真人墙上一大截 仍然不足以破除这封印 这也正是剑欲封剑的强大之处 牺牲一把宝剑 可以换来超出自身许多的镇压之力 第101集 据鬼王估计 即使他重塑灵体完全成功 再配合一些高深的阴魂鬼术 也只有八成把握可以破除这封印 可是这小道士 他把这座压在自己身上的大山连根拔起 完全是毫无技巧的硬钢整个封印 这手法生硬粗暴 让鬼王有点畏惧又有点喜欢 他已经被剑欲这座大山压得太久太久了 须于剑出 当最后一寸剑尖离开地面的时候 整把骨剑已然面貌大变 赤色的剑盲在剑身通体游走 剑气散发着滚烫的热浪 剑气如龙 明闻古傲 隐含天地质地 与此同时 一个苍老疲惫的声音传入黎楚的耳中 与乃吹阳一脉浮渊子 子恩师禅参子初 皆此神剑至今六十三年已 以此剑为阵眼阵压邪碎 是乃无奈之举 来日若有同道至此 诛杀此了 以可为神剑之主 此剑名月 纯阳 纯阳剑 李楚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 仗剑在手 他能体会到剑身上传来的热烈 好战与正义 这是剑的情绪 这种情绪是他之前从未体会过的 而且 他喜欢这些情绪 这是一把正道的剑 失去那把二两银子的铁剑的悲伤与肉痛 瞬间被抛在脑后 甚至化为了一种旧的不去 新的不来的庆幸感 剑气腾腾冲销而起 腰脚如龙 显然是已经按耐不住了 李楚手握着这纯阳一脉的神剑 同样跃跃欲试 剑主的目光和神剑的契机 同时锁定前方 那刚刚获得了自由的鬼王 鬼王的脑海中 一个V字 缓缓放大 图尸洞的前端 白剑和红灵守在最外面的洞口 突然感觉到整座山都在剧烈震动 红灵拍拍胸口 还好王上让我们提前离开 不然啊 这种级别的战斗 恐怕稍微波及一点就足以灭杀我们 白剑眼中的鬼火明灭不定 他兴奋地说道 这好像不是战斗的余波 这是 封印被破除了 红灵也激动起来 王上的封印 那是不是意味着 王上赢了 当然 难不成还会是小道士 在为王上破除封印 白剑的语调罕见地颤抖起来 想不到王上的灵体还未完全重塑 就已经足以解封 若是灵体完全重塑 岂不是 两只鬼同时把目光 投向洞窟外的广阔天地 激动地想要流下泪来 等了好久 终于等到今天 为了王上的封印 我们已经在这里蹉跎了太久 甚至牺牲了那么多同伴 现在好了 我们都将拥有光明的未来 常年幽冷的洞窟呢 此时因为纯阳剑的出事 鸿芒照耀下 泛起一阵热浪 黎楚手握纯阳剑 面对着鬼王 远远隔着数十丈 云淡风轻 一箭展露 当他渐渐举起的那一刻 鬼王的眼中 忽然闪过自己的一生 他是自鬼国明河中 衍生出的鬼物 和死后阴魂所化的鬼物不同 他从来没有过阳世的日子 这种纯阴鬼物 往往天赋异品 所以他经过几百年的修行 就拥有了鬼王的实力 人间鬼国的等级划分 是很简单粗暴的 游魂野鬼无人在意 实力稍强的怨灵或者恶鬼 会被招揽成为鬼族 鬼族可能要经过数百年 才能修成鬼将 再向上攀爬 就要看天赋和机缘了 鬼将之上是鬼帅 鬼帅之上就是鬼王 鬼国之中兵荒马乱 大大小小的鬼王成百上千 常有生死交替 相互之间的实力差距 也是相当大的 最顶尖的十位鬼国王者 称为石殿 石殿麾下 各有许多小鬼王衣服 他最初被第九殿主招揽 加入了第九殿 第九殿主也是 明和鬼物修炼而成 所以很关照他 但好景不长 他才刚刚加入不久 原本的第九殿主 就被麾下的大鬼王 挑战杀死 先得第九殿主登基 第一件事 就是将那些前任的嫡妻放逐 他一路流亡 最后辗转投入第六殿 然后 好景又不长 第六殿和第三殿开战了 为了争夺 殷杀之地引发的纷争 在鬼国之中并不罕见 但抢地盘而赢 闹成两殿之间的 大规模战争 还是很少的 但偏偏他一来就赶上了 结局是第六殿惨败 他虽然侥幸没有战王 也作为俘虏 归顺了第三殿 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第三殿在鬼国之中 称王称霸上千年 势力极为庞大 背靠大树好成梁 可好景还不长 他加入未满百年 就有另外四殿 看不惯第三殿的霸道作风 联合讨伐 鬼国最强者之一的第三殿主 陨洛 他及时转投联军中 势力最强的第五殿 得以活命 随后 因为瓜分第三殿 庞大的地盘石 分赃不均 四殿火并 好景 干脆就没有出现过 势力最强的第五殿 第一个被淘汰出局 第五殿主身受重创 丢下所有小弟 仓皇逃命 第五殿麾下的鬼王 四处逃窜 他也险些被吞噬 他累了 他真的累了 他想不明白 鬼物何苦难为鬼物 而且 总是特别难为我 于是他投入了鬼国内 最与世无争的第二殿 第二殿主 是世上最古老的鬼物之一 度过的岁月 已经难以计数 只能确认 上古时期它就存在 现如今的鬼王 都不知道它有多强 也从来没有谁敢挑战它 谁知 好景再次补偿 就在他加入不久 第二殿主失踪了 如果是被麾下鬼王挑战杀死 那起码还会有新王登基 可这突然失踪 意味着第二殿一下子失去了庇护伞 没有任何其他鬼王 可以替代第二殿主的位置 群龙无首的第二殿 顿时成了一块香菠菠 其余八殿 有如恶狗扑石 前来争抢 又是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混战 那场大战席卷了整个鬼国 死伤无数 堪称恐怖 各大势力每天都有鬼王陨落 更不用说作为猎物的第二殿 于是他想投靠其余势力 但他被拒绝了 一次 两次 三次 九次 其余酒店都不肯收它 因为此时他在诸多鬼王之中 已经小有名气 虽然实力不起眼 但精力却相当丰富 投靠了哪一殿 哪一殿就会倒霉 其余鬼王都亲切地称它为 梅逼 他一怒之下 或者说 走投无路之下 只得判出鬼国 来到人间阳市 诈一现世的他 正是最虚弱的时候 所以藏在这处 没人靠近的浮尸洞中 借洞中湿气修炼 感谢收听本集 更多精彩多人剧 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 欢迎收听 多人有声剧 我不可能是剑神 作者赔不了 梁小鱼团队制作 更多精彩 尽在喜马拉雅 第102集 离开了鬼国 没有阴煞之气补充 他的灵界很快就会干涸 鬼将级别的倒还好 那些灵界中的鬼族 就要遭不住了 恰好附近一座小镇上 就有一处阴煞之地 他将灵界暂时 与那座鬼楼相通 他觉得这是天助他已 一切似乎都还算如意 只要静待恢复实力 他亦可以成为 方圆千里最大的鬼王 这在鬼国里是难以想象的 他甚至已经展望到 自己在阳世 打下了大大的地盘 再带着部下 厚厚荡荡地杀回鬼国 然后让那些 曾经看不起自己的鬼王 统统跪在面前 朝他们大声地说一句 我不是眉鼻 扬眉吐气 可是 好景依旧 没有等到那一天到来 一个心怀死至的老道士就来了 他不惜与自己同归于尽的打法 让鬼王不由得产生了畏惧 正想先避其锋芒 不料对方反手 就是一个强力的封印 这一封 就是这么多年 没招谁没惹谁的 遇上这种事 真的只能说是倒霉 然而更倒霉的是 到了今天他忽然发现 这道封印有可能是用来保护自己的 当封印被人解开的那一刻 浩荡的剑气也落了下来 回忆完自己悲惨而短暂的一生 鬼王不由得产生了困惑 难道吗 我真的是 一道巨大的赤红色剑气柱 从天而降 击穿了头顶的洞窟 也击穿了这座山峰 情急之下 鬼王调动起所有的鬼火 环绕着自己 瞬间无限零食 化作了一个黑色的蛋 倒霉鬼变成了倒霉蛋 那蛋壳似乎是极为坚韧的护盾 但 当剑气柱落在上面 轻轻一声 呼 一触急破 鬼王的脑海中一片空白 只剩下震撼 虽然很不甘心 但似乎 再也没有机会回去了 死在这里 好不敢 他那充满了罪恶的暗银色躯体 在一秒钟内消失 化为无情 灰飞烟灭 连一粒灰尘都没有留下 黎楚微微激动地握紧了纯阳剑 我终于也有特效了 一阵只有他才能看见的白光汇聚到身上 顿时大为满足 这鬼王给出的经验值高到离谱 最近一段时间 黎楚都没怎么练及 仅仅是这几次斩杀大邪岁所获得的经验值 居然就将他推到了七十五级 看来 小大副 还是得发横踩 就在黎楚前去解救公孙柔的时刻 他并没有留意到 一丝飘渺无际的幽魂 悄悄溜出了山洞 这是强大的生灵死后 因为极度的不甘 愤怒 怨对等情绪 才会产生的 极为微弱的魂气残留 这一缕幽魂不灭 如果给他找到合适的地方 经过千百年的滋养 未必不能恢复前世的神魂与记忆 人间甚至有幽魂修成的鬼仙存在 可是 这里弱小的幽魂飘到浮尸洞的洞口 却被一双闪烁着鬼火的骷髅眼发现了 嘿嘿嘿嘿嘿 幽魂 想必小道士死前一定很不甘吧 他这样的天才 在人间应该不多 却成为了王上突破封印的踏教石 他宁笑一声 抬起手指 哼 很轻易地碾杀了这一群幽魂 正如王上交代过的那样 任何人也别想从这洞口逃出去 哪怕是一丝残魂 至此 鬼王在人间的一切彻底消失 听着洞内的声音平静下来 红灵说道 我们快去宫英王上出山吧 嗯 白剑汉手 画皮与骷髅一起朝洞窟内走去 满脸笑容 正当此时 洞窟内头却先传来了脚步声 两个 白剑和红灵当场愣住 同时怀疑自己是不是听虫了 再听一遍 还是两个脚步 随后 就看见李楚和公孙柔从里面走出来 到这 正迎面撞上两只鬼物 公孙柔吓得赶紧躲到李楚身后 但她忽然想起来 刚才他们的王都已经被李楚杀了 胆子又大了一点 于是挺起胸膛 怒视着两只鬼物 还是紧贴在李楚背后 李楚还没出声 白剑已经先颤抖着问道 你 你们怎么出来了 真正令她感到害怕的是 洞里总共有两人一鬼 现在两个人毫发无伤地出来了 那么问题来了 那刚才我谋杀的幽魂是谁啊 李楚举起尚且没有翘的纯阳剑 冷声说道 洞窟内的鬼物已经浮诛 你们也上路吧 两只鬼物见她手里拿着的 竟然是那把镇眼神剑 顿时猜到发生了什么 王上的下场可想而知 二鬼不禁肝胆俱裂 红铃大叫一声 给王上报仇 一起上 好 白剑附和道 两只鬼物大意凛然地互动了一波 但李楚觉得这一幕有些熟悉 果然 下一秒 两只鬼物默契地共同后退 一左一右 向两个方向各自逃开了 白剑毕竟是老江湖 讲义气的轻甲和他相比 单纯的像是一张白纸 此时红铃心中略有失望 白剑果然比其他几个鬼将 精明太多 白剑心中则在冷笑 想让本鬼帅去送死拦住小道士 好替你争取好多时间 我必不可能少当 但是 当李楚看着两只鬼物分散逃跑的时候 迅速选择了其中一个目标 那目标就是白剑 理由很简单 它比红灵强 实力强的鬼物 经验值就高 刚刚健身七十五级的李楚 使用着刚刚得来的神器纯阳剑 带着刚刚斩杀鬼王的锐气 一剑挥落 哄 由赤龙呼啸而出 红芒似焰火 当空似匹链 眨眼间吞没了白剑的骨躯 几个时辰前还曾放出豪言壮语 觉得自己能够打败李楚的鬼帅 连一剑都没接住 当空崩碎 不过这也不算丢人 起码对于李楚来说 白剑与鬼王是同一级别的对手 从这个角度看 也足以让白剑自豪了 而红灵则趁着这个机会 已经飞出了洞窟 眼看着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再难追上了 李楚皱了皱眉 旋即就听见啪哒一声 白剑死亡的地方 似乎是有什么东西落地 他走过去 那剑气砸出的巨大坑洞里 白剑的骨躯虽然完全崩碎不见 却独独有一块巴掌大的方骨 坠落在地 帮物品了 李楚将其捡起来 拿在手里 只觉银润沁凉 感觉很舒服 看上去似是白玉 又似是美瓷 和海骨这种吓人的东西 已经不沾边了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 但感觉很值钱的样子 李楚将这东西收起来 打算回去问问师父 感谢收听本集 更多精彩多人剧 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我不可能是剑神 作者赔不了 梁小鱼团队制作 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 第103集 与公孙柔再迈步出洞 又听浮尸洞外 传来一阵呼吓之声 似乎红灵没有走远 李楚芒极不敢去 就见光秃秃的 黑色岩石山峰处 有两道倩影 正在激烈交战 一边是红衣媚影 身形飘忽 阴气森森 正是红灵 另一边则是浅绿衣裙 轻纱蒙面 那面纱似乎失了神通 即使在年转腾挪间 也不曾飘提一下 李楚见到这身影 倒是有些讶异 喃喃了一句 碧罗姑娘 没错 这留住红灵的女子 正是先前有过 一面之缘的春满楼清官人 那不肯露面的碧罗姑娘 当时李楚就觉得 她身上有些奇异 今日才得知 原来她是修行中人 而且修为不弱 只见碧罗一双手 印绝好似昏花变幻 每变幻一次 并遇到冰墙横空出现 或上或下 或左或右 总是拦在红灵的去路上 红灵正是急于逃跑的时刻 被她搞得不厌其烦 数次之后 终于立贺一声 再敢拦我 我就杀了你 红衣画皮大怒之下 五指指甲疯涨 寒芒闪烁 好似长长的剪刀灰用 每会一次 都有几道夜色中 几乎看不见的影刃飞出 碧罗对此毫不畏惧 只是轻轻一扬 用了衣袖 一道高大的冰墙 再次出现在她身体了 锋利的影刃打在上面 只能发出毒毒的响声 却无法穿透 红灵深入疾风 呼得掠掌 双手分措 喀啦啦一声 便破开了这道冰墙 但冰墙后面 空空如也 红灵发出一声惊疑 她的头顶 灰暗的月光中 忽然闪过一幕 极量弹芒 红灵根本不抬头看 几乎是凭着几百年 积累的本能 身子凌空翻转 躲开了这贴着胸口 斩过的一道剑芒 若她反应稍慢 必然被当空腰斩 哪怕她胸口 再突出一寸 后果都不堪设想 毕罗竟然引盾在碎冰中 完美隐蔑了自己的身形 又突然召出飞剑 来了一下狠的 红灵无心恋战 她已经意识到 黎楚正在看着自己 因为她每一根寒毛 都在炸起 这是只有小道士 才能带给她的恐怖 当即 她一扯一领 哗啦一声 虚语之间 毕罗的剑芒 已经重新落下 穿透了她的身体 发出一声 清脆的烈泊之音 吃 但毕罗的剑 却没有继续刺下去 因为她知道 这是假的 金蝉脱鞘 红灵毅然 脱了这身皮囊 趁着众人视线 被吸引得一刹那 真身远顿而走 毕罗若是抬眼去看 就来不及了 但她只用神石一扫 便确定了红灵的位置 接着剑决一捏 剑尖一扬 月光下 她掌中的长剑 显得秀美狭长 薄如蝉翼 冰般透明 又闪烁着危险的气息 咻 一道银白色剑气 打出 郑重红灵的真身 咔啦啦 红灵的真身 瞬间被冻入 而且一层层 寒冰越裹越厚 丝毫没有给她 逃脱的机会 隔着透明的寒冰 几人第一次 看见了 这画皮的真容 她整张脸 都是猙獰的伤疤 与破碎的伤口 几乎已经分不清 五官与轮廓 总之就是丑陋 难以言说的丑陋 难怪她那么执着 于掠夺别人的皮囊 被冰封的她 还没有立刻死亡 似乎极为惊恐 眼珠疯狂转动 李楚二话不说 一箭扬起 天浅一般的剑气柱 从天而降 哼 看到这粗大的剑气柱 碧螺的瞳孔 不由自主地一酥 她有些惊讶地 看向李楚 李楚不好意思地 回看了她一眼 一股惊艳直悄然入体 这行为是赤裸裸地 抢人头 很不好意思 但是 我需要发运 碧螺脚尖轻飘飘地移动 整个人就已经 遇风飞掠过来 转眼来到近前 李楚决定 如果碧螺追究 抢人头的事情 她就道歉 不过显然 全世界只有她会在意这个 碧螺柔声说道 想不到 小李道长的修为如此惊人 实在是令人大开眼界 见她这么客气 李楚也礼貌地回答 我也没想到 碧螺姑娘居然是凶者 而且 修为同样精妙 算不得什么 碧螺轻轻摇头 李楚又问道 碧螺姑娘为什么 这鬼物曾经暗中窥视过我 她以为我不知道 其实我早有所感 所以心中好奇 反过来跟了她几天 这位姑娘被劫 以及她们进入这洞中 我全程目睹 但是这洞里 有一名令我不敢进入的强大鬼物 我留在这儿 本想着 看能不能找到 一星半点的机会救人 想不到 小李道长直接进入了洞中 并如此轻易地将她救了出来 我在外面一想离去 恰好遇见这鬼物逃出 她身边再没有帮手 我才敢放心出手对付她 事情就是这样 小李道长若是还想问些别的 就请恕我 无可奉告了 毕罗倾笑了下 说了最后一句 李楚明白了她的意思 关于她为什么有修为 为何要藏身在春满楼 在于杭镇有何目的 是不能让外人知道的秘密 事实上 她也并不好奇 于是她点头说道 无论如何 多谢毕罗姑娘相助 无妨 除魔未到 不过我被分内指使 毕罗姑娘淡淡一点头 小李道长 后会有期 说吧 她身子又轻飘飘地飞了起来 好似一抹月下惊鸿 浮空略去 公孙柔有些仰慕地看着她的背影 问道 小李道长认识这位姑娘 有过一面之缘 她是春满楼当红的清官人 啊 这话 这话让公孙柔有些讶异 现在 混清楼的门槛 都已经这么高了吗 一日 于杏安照旧起得早早的 坐在槐树下水井旁 品一品新泡的茶 现在泡茶这种小事 已经不用她亲手去做了 狐女会把一切料理得好好的 和呆萌呆萌的小经理比起来 狐女的心思就机敏多了 她会讨好人 会察言观色 会记住每个人的喜好 然后加以迎合 甚至还特地去学了一手好茶艺 感谢收听本集 更多精彩多人剧 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我不可能是剑神 作者陪不了 梁小鱼团队制作 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 第104集 李楚早起出门来 见到师父一如往常地坐在这里 忽然觉得有些心安 他走过来 坐到于杏安对面 师父 弟子又有几个问题想问 说嘛 于杏安放下茶杯笑了笑 师父识不识得此物 李楚将那块白茧身上 抱出来的骨鱼 从袖子里取出来 搁在桌面上 哦 于杏安露出饶有兴致的眼神 这是不化骨啊 不化骨 没错 想必你是从一句修炼有成的骇骨身上得到的吧 是的 李楚汉手 于杏安点头说道 那就是了 骇骨修行越修越硬 修到至高境界 就是不化骨 只是这不化骨 只能一块一块地练 虽然这只是八正大的一块 估计也得几百上千年的功夫 若是让他修完一身的不化骨 那可就是上天下地 神仙难敌 厉害极了 李楚听他将此物说得如此厉害 肩膀稍稍前倾 问他 那此物 顿了顿 于杏安像是洞穿了徒弟的心思 笑吟您替他问 值钱吗 李楚善笑于声 不化骨用处不多 但若是遇上主顾 也是无价之宝 比如若有武者想要换骨 或是傀儡师炼制傀儡 将这么一块骨头融进去 绝对是点睛之笔 你暂且留着吧 将来若有机缘 再迈不迟 如果现在就拿去那些 先门典荡之所 恐怕要被押大价钱 好 李楚点点头 收起了不化骨 说完这个 空气稍微沉没了一下 于杏安又抿了口茶 说道 你不是还有问题吗 确实 李楚犹豫了下 略有欺爱地问了一句 师父 弟子想问 我到底有多强 哦 于杏安似是笑了笑 但左眼皮却微不可查地一头 怎么突然想起问这个 因为弟子从前 一直以为自己很弱 但是这些日子 屈闲以来 似乎 见下从无一和之谍 李楚缓缓说着 在师父面前 也没有谦虚的必要 如果只是和邪碎较量 似乎还无法看出修为 但是朝天雀的门下 慎虚观的杰出门下 他们都对付不了的邪碎 由我出手 往往较为轻松 所以才好奇想问师父一句 我现在 究竟相当于何等境界 李楚认真地问他 这个问题 其实他也想了一段时间 原本他一直在石里坡 小心谨慎地刷灯笼怪 过得也算岁月安好 但是那些貌似很可怕的邪碎 一个个跳出来 在被自己一件件斩掉之后 他感觉 这似乎和刷灯笼怪 也差不多 假如不是他们弱 那就只可能是我强 于清安沉默了一下 意味深长地看着李楚 我先问你 假如按照你从前的规划 你打算做什么 李楚想了想 说到 去杭州府买两处房产 静静等他们升职 然后再买两处 再等他们升职 然后再买 再 于清安微微一笑 那假如你天下无敌 你又打算做什么 李楚一正 天下无敌 有多无敌 很夸张那种 问问这话 他的眼俭 稍稍向下 目光被眼皮挡住 完全看不到了 讳莫难测 脸上像是在笑 但是他的右手 却不动声色地 拢到了袖子里 像是捏住了什么 紧张 这个问题 李楚思寸两久 半生 他才慢慢开口说道 曾经有一位鲁姓先前说过 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 若弟子是有强大的力量 自然是想要荡平世间害人的邪碎 铲除世间可见的邪恶 顺便攒些钱 但若到了天下无敌这一步 有些事情就不是以暴力能够解决的了 或者说这个级别的暴力 不仅不能解决有些问题 还会催生很多问题 有一个绝对暴力存在 即使我内心是正义的 即使我能够长生不老 也不一定能让一个世界变得更好 因为只要这股力量存在 那就必然会围绕这股力量 形成难以控制的权力漩涡 这可能还不如让世界 按照它原本的规律运转 起码 这样的轨迹是可以遇见的 世界会形成越来越好的规则 不断进化的规则 远远比人性支配下的 绝对暴力靠得住 所以 只要这座人间 没有遭遇毁灭性的灾难 我可能都不会出现吧 在市井中隐姓埋名 或是找个与世隔绝的地方终老 可能是最好的选择 李楚一边思索 一边达到 于其安脸上的笑容 渐渐变得灿烂起来 你说得很好 我很欣慰 李楚得到师父的夸奖 也觉得有些开心 但是 弟子的问题呢 什么问题 我的实力到底有多强 李楚重复了一遍 于其安摇摇头 我不知道 就好像你知道我有多强吗 于其安反问道 李楚理所当然的摇头 这就白了吗 你的修行方式 与世上所有人都大相迥异 其实为师 从早些时候就看不透你了 不过 只要你保持心性 秉持正当 总没错的 不是吗 秉持正当 李楚难难了下 若有所思 我很喜欢你刚才那句话 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 你现在的武力 或许很强 但又上不明朗 那你准备承担什么责任呢 李楚扬起眉 朗声说道 如果是这样的话 下一步 弟子想将德云冠的名堂 打遍杭州府 那可不容易 的确 但弟子曾经听李欣怡说过几次 朝天却在杭州府中 人手不足 而府城诸宗门收费昂贵 周边很多村镇都需要帮助 弟子就想 等于杭镇安定下来以后 若有余力 能帮助整个杭州府的百姓 他们应该会很高兴 于其安缓缓点头 微笑着说了一个字 善 感谢收听本集 更多精彩多人剧 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我不可能是剑神 作者赔不了 梁小鱼团队制作 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 第105集 李楚离去前殿两巧 于其安才动 他用左手擦了擦额头的汗 右手颤巍巍地从袖子里拿出来时 手中紧紧捏着一步 原来 是一本画册 差点让这小子逮住 下次可得小心一点 他喃喃着翻开画册封面 眼里渐渐流露出光彩 只见画册封面上 依稀四个大字 飞花艳响 没过多一会儿 李心仪来了 李女侠一进门 就高亡着胸膛 像是只骄傲的小公鸡一样 在李楚眼前走来走去 绕一圈 再走来走去 李楚纳闷 干嘛 李心仪微微一笑 你看我有没有什么变化 李楚看着她挺得高高的胸膛 说道 嗯 大了一点 李心仪脸色一红 顿了顿 又敲声问 真的 是 李楚点头 哎呀 人家说的不是这个了 李心仪窃笑一下 再板起领 我已经突破到神河境了 在本门的职位 也晋升为了玄一位 李楚闻言 没什么表情的道了声 恭喜啊 李心仪撅了下嘴 这就没了 都不说夸一下人家 以她的年纪和先前的修为 突破到神河境 其实是一件值得惊叹的事情 说起来 这件事未尝没有李楚的功劳 先前李楚给她那本新眼书 她照着冥想了好一阵子 虽说总怀疑李楚在骗自己 但是没事练练也不吃亏 练着练着她发现 虽然自己仍然没有发现 什么见鬼的气 倒是衍生出了一丝微弱的神石 就在猝不及防之下 祸境了 天人七境前三境 断体 气海 神河 对应精气神 并不是在某一境界 修炼得越深越好 譬如断体境 要突破得练出真气 不然就算你断体一辈子 也只能算是一个优秀的武德 在气海境 丹田气海再磅礴 练不出神石 也始终算不得突破 这种突破既重努力 更重机缘 像赵良辰那般苦修 极宰而不可得者 不在少数 像李欣妮这样 稀里糊涂一招破镜 也向来不缺 这种事也很难说清楚 许多气海境 守门员的经验和实力 都在神河境新人之上 但还是只能眼睁睁 看着人家一起绝尘 越走越远 屠乎奈何 这次我破镜之后 有些神通可以用了 师尊也给了我一样法宝 可谓实力大增 现在你我二人联手 绝非等先 尽管我猜神河境出奇 但寻常鬼将 应该不是我的对手了 要是那会鬼屋 再敢现身作乱 定能将他们一举歼灭 立下个大大的功劳 听他说完 李楚说道 应该不用了 先前在渔航镇 作乱的那伙鬼屋 昨天绑架了公孙姑娘 逼我去白骨山扶持洞 我被迫将他们一网打尽了 李欣怡眨了眨眼睛 一网打尽 包括他们背后的鬼帅 是有一只鬼帅 但在他背后 其实是一只鬼王 那只鬼王被封印了 所以他们才用炼花命银 来助他脱困 鬼王 李欣怡的眼神忽然有些呆滞 你把他也 李楚能杀鬼帅 其实他是有考虑过的 毕竟以他秒杀鬼将的实力来说 高一大几很合理 但是杀鬼王 这就有点夸张了吧 嗯 李楚云淡风轻的汗手 他那样子 就像是承认拍死一只苍蝇似的 李欣怡不禁倒吸一口 透鲜凉新飞扬 新鲜清爽的柠檬味凉气 对李楚的认识 又提高了一个台阶 他的实力的夸张程度 甚至于能够达到他延迟的一半了 简直堪称妖念 不管大小 那可是一只鬼王啊 他不禁产生了一种 死死抱住李楚大腿的冲动 虽然以往他就是这么做的 只不过之前还没有这么坦然 毕竟他对李楚的认识 也是逐步加深 一开始还当他是江湖骗子 他也只是单纯地缠他身子 后来发现了李楚很强 但他还是有心争个高下 同时缠他身子 再后来 由于差距过大 彻底放弃了和他攀比的心思 但还是想保留身为朝天阙门下的尊严 顺便缠他身子 现在 他只想彻底躺平 心安理得地说一声 大佬带我 在震惊里沉浸了许久 又问了很多有的没的 他才说起了今天来这里的正题 原来是上次李楚拿到第二块秘境宝药 立刻就跟他说了 这块宝药虽然不能再卖给朝天阙 但双方可以合作开发 李楚也只是想要一颗画龙果而已 得知秘境主人是浮渊真人 并且他有可能将宝药交给好友了以后 李欣仪马上就回朝天阙展开调查 很快就有了结果 浮渊真人性格古怪 形势荒诞不禁 没什么同门师兄弟 最常来往的好友是 慎虚冠的手艺真人 慎虚冠 李楚立刻想到了雅蜀中的炼火人 没错 将手一目前修为正处于神河境巅峰 急需化龙果 我想 他们来到渔航镇的墓地 很可能与乾隆秘境有关 当即 二人决定 直接去雅蜀找慎虚冠的道士谈一谈 残缺的宝药握在手里毫无作用 联合开发 是一件大家都受益的事情 他们应该也没理由拒绝 这可真是太好了 果然 听他们两个说完来意 将手淫大喜过望 这残缺的秘境宝药 对慎虚冠来说 几乎已经成了一块鸡肋 似乎近在眼前 但又远在天边 上次发现了福渊真人葬身的山洞 他本以为距离开启秘境已经不远 谁知福渊真人提及的那位寒家龙絮 他就根本查不到任何线索 本以为希望渺茫了 谁知李楚他们直接带着两枚宝药上门 见到李楚 他也是百感交集 先是要感谢李楚救回公孙柔 也算是为他们肾虚冠保留了几分颜面 但心中也暗暗感慨 同人不同命 感谢收听本集 更多精彩多人剧 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我不可能是剑神 作者赔不了 梁小鱼团队制作 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 第106集 李楚居然能斩杀鬼王 而且在公孙柔的描述里 李楚斩杀鬼王也只用了一剑 那一剑从天而降 浩浩荡荡荡 好似神法 不知又是什么传说中的玄妙剑诀 莫非是又一道仙法不成 并非没有这个可能 江守鱼心里酸酸的 自从上次李楚露出一首仙法之后 他就对李楚的背景产生了许多联想 要知道 仙法必须进入仙藏之地 才有可能获得 有资格进入仙藏之地的 就只有十二仙门 各仙门得到的寥寥几道仙法 都是由诸位大能把持 绝对防止外泄 仙门中有资格得到仙法传承的弟子 可谓凤毛领奖 这种弟子在门中好好保护还来不及 又怎么会扔到这江南小镇来 野蛮生长十几年 除非 一些譬如仙门恩怨 私生子之类的字眼 不由得出现在他的脑海里 勾兰九四里常有这样的传奇故事 而故事源于生活 江守妍再看李楚的眼神 就莫名多了一丝同情 江道长 江守妍回过神 答应一声 方才你说 你知道最后一枚保药的下落 李心仪重复了一遍问题 心说 你明明是个男人 怎么也看着李楚发呆啊 可怕 江守妍用微笑掩饰掉尴尬 说道 最后一枚保药 八成就在广寒宗手里 而且我可以肯定 广寒宗的人早就已经来到了渔航镇 前日我打开妙峰山上的山洞时 他还企图抢夺我这枚保药 我没有过短暂的交手 交手 因为几年前的一桩旧爱 我们与广寒宗闹得不太愉快 江守妍如实说道 那我们再找广寒宗合作的话 只要对方不介意 我们愿意开诚不公地谈 江守妍一贪手 笑道 只可惜 当日他蒙着面纱 我没看见他的样子 更无从着情 面纱 李楚心中一动 说 我昨晚遇到一个人 显来很有可能就是他 渔航镇地界不大 修者本就牺手 碧罗的做派又极为神秘 江守妍这样一提 李楚立刻想到了他 是谁 江守妍和李心仪看向他 春满楼的碧罗姑娘 江守妍对此不甚了解 但是李心仪是知道碧罗是什么人的 他不由得问道 你昨晚不是去救人了 还去春满楼干嘛呀 姓柱吗 李楚摇头 我没去春满楼 是在野外 野外 李心仪的瞳孔一下子放大 惊 来到春满楼时 远天已然江江暮色 楼外面旋转的灯笼亮起 花团紧簇 彩带招摇 门口已经站了几位衣着清凉 肌肤雪白的好姑娘 笑眼盈盈地看着过往路人 但凡你心里有一丝邪念 都逃不过这样勾魂的眼神 倘若你口袋里再有一点闲钱 那万事皆休 有诗赞曰 二八家人体四苏 腰间仗剑斩鱼夫 虽然不见人头落 暗里教君骨髓枯 李楚江守寅李心仪三人连妹至此 江守寅第一眼就看见了春满楼外 那醒目的牌子 小李道长最爱光顾的青楼 他看了眼李楚 竖起根大拇指 李楚倒有修为高觉之余 还能有如此闲情雅致 这乃龙精狐猛 天赋一柄 令人叹福呢 李楚眉间召起一团阴影 连连摇头 我不是 我没有 别瞎说 他一出现 门口的几位姑娘顿时像被什么晃到眼睛似的 一起看了过来 然后露出了笔先前真挚一百倍的笑容 小李道长 你来了 小李道长 我们都想死你了 姐妹们 楼上的姑娘听到这个名字 都纷纷推开门窗向下张望 兴奋地呼喊 色彩缤纷的手绢就像雪花一样落了下来 带着扑鼻的香气 江守音看向李楚的眼神更加玩味了 心说 这楼上楼下的人气这么旺 你小子还想否认 我心里引你生起的羡慕 是怎么回事啊 她进流光溢彩的大堂 就见春三娘带人迎了上来 以她的地位 寻常顾客是难得一见的 但李楚不一样 小李道长可是稀客啊 上次一别也不说回来看看 好狠的心呢 春三娘眼波一转就有无限风情 李楚开门见山说道 我们这次来是想见碧罗姑娘一面 不知可否方便 碧罗 春三娘回头问了两句 转来道 碧罗姑娘那边现在有客人呢 她的目光在三人身上瞄了一轮 两个倒许 一个朝天雀的姑娘 这阵容摆明了不是来这玩的 于是有说道 如果是有急事的话 我们可以试试看 能不能把那位客人先请出来 李楚点头说 确实是比较重要的事 那就劳烦了 给店里造成的损失 他们两个可以赔偿 咱们俩什么关系 我用你赔钱吗 春三娘留下个意味深长的魅眼 婀娜转身离去 另外安排小厮去楼上赶人 三人随之上楼 来到碧罗的房间外 刚靠近 就听见里面传来嚣张的声音 在渔航镇还没听说过 谁敢让本少爷腾位置 你们莫不是吃了雄心豹子的啊 赵公子 别叫我公子 今天我要是走了 我是你孙子 李楚听见这声音有些耳熟 便上前推开门 门内宽阔而雅致 一侧是摆在地面的方桌 桌上放着酒水吃食 隔着庭院是一扇屏风 屏风后面是娇女抚琴 正对门口的有一排窗 待到晚些时候 推开就是一堂风月 而门内 正对着春满楼的小厮发火的 不是别人 正是有过几次照面的赵良才 赵良才进来很不开心 宿敌王龙七离开渔航镇了 他成了渔航镇最大的富二代 却突然产生了一种 人生寂寞如雪的感觉 春满楼的宏观人 再没人跟他争了 也有些没意思了 唯一能让他有些许兴趣的 就剩这位从不露脸的碧罗姑娘了 于是他每天都来找碧罗姑娘听一曲 等待着有一天打动他的芳心 感谢收听本集 更多精彩多人剧 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我不可能是剑神 作者赔不了梁小鱼团队制作 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 第107集 赵梁才知道自己长得一言难尽 但是从没在意过这个 因为他更知道 一落一落的金银珠宝堆起来 再高冷的姑娘也有承认自己帅的一天 只是这位碧罗姑娘似乎格外冷一些 也好几天了 别说见面 甚至连屏风都没出过 让赵梁才颇有些鞭长莫及的感觉 没想到 今天听到一半 居然就有人来搅局 让自己走 开玩笑 赵公子什么时候受过这种委屈 他撸胳膊挽袖子 怒道 谁想赶本少爷走 你让他亲自来跟我说 我倒要见识见识 师父 李楚推门进来以后硬朗 你 赵梁才正想破口大骂 以前来人是李楚 顿时脸色变了两遍 用令人惊诧的速度 换上了一张笑脸 小李道长啊 那没事 他洒脱的一摆手 又冲李欣怡笑了醒 好像老熟人似的 啊 穿满楼那小子一愣 宣吉想到赵梁才方才说过的话 怪不好意思的 李楚也没想到他这么好说话 于是说道 我们找壁楼姑娘 确实有重要的事 你花的钱 他们两个可以 不用不用 哪能让您付钱呢 你们几个聊 我这就走 赵梁才忙不迭地离开 又招呼了一下那小司 那个谁 小李道长今晚的花费 都寄在我账上 好嘞 今晚由赵公司买单 赵梁才就这么一溜烟地走了 他是真的怕李楚 不只是怕招人 他现在连见到李楚都怕 因为他发现 但凡是和李楚沾点边的人 都容易出事 譬如王龙七 简直就是典型的例子 再譬如公孙柔 听说他前日里 刚被邪碎抓走了 细细想来 李楚就是个行走的不祥之兆 但凡靠近他 总免不了遭些邪碎 他甚至怀疑 于杭镇进来邪碎频发 未必没有李楚在此的原因 面对这样的人 聪明的赵公子 毫不犹豫地选择退避三社 小司出去以后 堂内便只剩下了几人 李楚看着屏风后面的歉意 说道 碧罗姑娘 打扰了 屏风后响起柔柔的声音 小李道长来 我自然是欢迎的 只是 你带这么多人来 是什么意思呢 李楚也不扯皮 直言道 名人不说暗话 我来此时想问 碧罗姑娘 可是未寻乾隆秘境而来的广寒宗弟子 对面沉默了想 少卿 身着一袭和白色树腰裙上的碧罗姑娘 轻轻走出 身形鸟鸟 脸上仍旧照着面纱 但江守阴一眼认出 她就是当日那抢到秘境保药的女警 碧罗看着李楚 说道 小李道长既然问 那我也不骗你 不错 我正是广汉宗弟子 自悬月山 小瑶池而来 到鱼杭阵 确实是在查 乾隆秘境的事 如今我们三方手中 各有一块秘境保药 只缺最后一块 不知是否 在碧罗姑娘手中 碧罗文言微微讶异 扫了一眼他们 便轻轻点头 没错 我手里的确有一枚 这便对了 现今只要我们四方联手 就可以打开乾隆秘境了 碧罗的眉毛一挑 看向江守寅 说道 我不会和慎虚冠的人合作 江守寅皱眉 碧罗姑娘 当年之事事态不明 我们没必要纠结于此 我师姐躺在悬兵床上 至今仍未苏醒 当年她昏死前 只咬牙说了一句 慎虚冠 张玉言 这 还不足以说明事态吗 我预言失之 当年也死在妙风山了 就死在你们广汉宗的 冰封剑印之下 这也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李楚和李心仪随之点头 我们可以作证 张玉言死了 碧罗宁谋沉思 他当日跟踪 盛须观己人的时候 也确实看见他们 挖出了那句诗声 当时他并不知道其身份 当年慎虚冠说张玉言失踪 广汉宗这边只当他们包庇弟子 若那尸身真是张玉言的话 双方的积怨也无从谈起 想了想 他汉手说道 好 那明日午时 我在浮原真人葬身的山灯外等你们 我们一起 打开乾隆秘境 金秋八月 天高云淡 在这个秋风送爽的日子里 妙风山迎来了 他的第一次秘境开发 迎面向我们飞来的是 肾虚冠的队伍 江手银 丑壮 蒲矮 三人雄啾啾气昂昂 飘飘落地 原本肾虚冠应该还有两人的 但那女弟子伤势未遇 而另外一个 人物 张玉兮 状态 江植 李楚这边多带了一名狐女 秘境之中情况不明 多个人也好多个照应 李希尼则又将自己的师尊请了过来 梅西师太慈祥地看着 像自己妹妹一样的徒弟 正细声细语交谈着 来得最早的就是碧罗姑娘 她孤身一人 最先到了这里 抱歉 我们来晚了 江手银一落地 先朝四周行礼 互相通明之后 又朝梅西师太行了个晚辈礼 梅西师太一白手 无妨 刚好五十罢了 此间她辈分最高 道横最深 李楚除外 所以自然而然地由她主导了起来 此处地势开阔 人烟稀少 道的确适合打开秘境 诸位 现在将各自的秘药拿出来吧 梅西师太说吧 率先取出李楚 卖给朝天雀的那枚残缺宝药 她先一步将掌中宝药朝天一致 那份宝药便滴溜溜悬在半空 光滑引线 其余三名年轻人 有样学样 也将宝药朝天至初 咻 好似有什么奇异的吸引力 四枚宝药在半空中碰撞之后 便立即按照原本的样子 拼合在了一处 转眼间 一方白玉大印出现在了半空 印底四个字光芒大放 乾隆秘境 感谢收听本集 更多精彩多人剧 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我不可能是剑神 作者陪不了 好 梁小鱼团队制作 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 第108集 秘境分为两种 天生地长的化为天地 和修者开辟的乾坤洞府 化为天地通常很大 其所在是固定的 必须到某个位置 才能找到路径进入 而乾坤洞府则不然 这本身就是修者所开辟的 玄妙空间 只要有完整的宝药 可以随时将其换出 譬如此刻 梅西师太凭空将一道真气 打入大印之中 轻贺一声 开 呼 大印忽然急速转动起来 由大风平地而起 满山落叶纷飞 又听羞羞两声响 大印陡然停在半空 发出在白日里 仍旧晃眼的强光 在前方打出了一道光幕 这道光幕极为高大 差不多有三丈长 四丈宽 隐隐约约像是一座门户 却不知通向何方 梅西师太看着这扇光门 走上前续 伸出手指一点 光门上骤然泛起涟漪 像是有一层屏隐 挡住了她 她的手指怎样也伸不过去 她眉头一皱 说道 这秘境 画龙竟无法入内 晚辈试试 这次换将手淫上前 伸出一指 光门上依旧有涟漪 却没有受到阻挡 轻轻松松穿越过去 看来这秘境 只允许画龙静一下 修者入内 梅西师太不能进入 那他们争强宝物的几率 自然大了一分 既然如此 那晚辈就先进去探探路 说者 将手淫身形一纵 呼的一声 便穿过了光幕 就像鱿鱼入水 消失在了一片涟漪中 小师叔啊 身后两名道士互相看看 一前一后 也随他穿了过去 碧螺剑身虚冠的人进去了 便示意黎楚他们先行 黎楚点点头 尝试着伸出一只手 其实他是有些忐忑的 与众人修炼体系 完全不同的他 并不知道自身 会得到怎样的判定 如果秘境直接拒绝他 那就有些麻烦了 噗 当他手指戳上去的时候 果然触摸到了一层薄膜式的阻碍 但他稍稍一发力 就将那层阻碍戳破了 似乎便畅通无阻 这层阻碍似乎还是一次性的 之后无论他再如何出入 都没有再出现 黎楚稍稍放下心 挺身而入 那感觉与投入水中差不多 煞时间有些窒息 但很快便豁然开朗 进入了另一片天地 落入眼中的 是一片无比开阔的场景 此时黎楚置身于一片山巅之上 这座山峰高耸笔直 上下一般粗 更像是一根人工树立的柱子 左右看去皆是居高临下 所谓一览众山小 一眼就能看到的 是这片天地的尽头 四面都环绕着浓浓的迷雾 大概目测下 这座秘境的面积 约莫和渔航镇差不多 在秘境里或许算不得太大 但也不能说小了 秘境之中是布满花草的原野 一望无际 其中是千末纵横的道路 交错着将整片大地 分成一格一格的区域 规划极为奇者 就像是一块巨大的棋盘 棋盘上唯一的高点 就是这座柱子一样的山峰 山峰顶上此时除了神庭 有些惊讶的肾虚冠三人外 还有一个笑眯眯的道袍老者 如果黎楚也进入过那个山洞 应该也会觉得有些惊讶 因为这老者的相貌 与那早已死去的浮渊真人一模一样 尤其江守寅 她是见过浮渊真人本人的 觉得连那猥琐的气质 都颇有几分神似 不过她见多识广 秦之这不可能是浮渊真人 八成是她留在此处 主持秘境运转的灵官 这灵官应该就是 她本人的一缕神魂所化 所以面貌才会相同 这缕神魂脱离本体而存在 遵守着固定的规律形式 虽然永远无法修炼变强 倒也不会随着主人死去而消失 就像是这秘境的管家 这老者见了黎楚 反倒是他露出了一丝惊奇 纯阳剑 黎楚轻轻汗说 他背后的剑囊里 确实装着他自浮尸洞里得来的纯阳宝剑 在拔出纯阳剑的时候 他听到过浮渊真人留下的传音 知道此剑的前主人就是浮渊真人 所以在这秘境中被认出来 并不意外 老者又朝他回忆一笑 十分亲切 江守银剑李楚刚来 一句话不说 貌似就刷了一波好感度 不禁心中暗想 在秘境里与灵官交好 收益很大 我也不能落后才行 于是他拱手说道 晚辈江守银 见过前辈 当年前辈去我肾虚观时 也曾几度谋面 不想此番来到这里相见了 听他说完 老者摇头说 自我诞生之日 便是在这秘境之中 从未出现过 外面的记忆倒是没有 啊 江守银善笑一下 套近乎失败 过了会儿 狐女 李心仪和碧罗姑娘 三位女子 几乎同时走出光幕 老者的目光显而易见地亮了起来 府长欢呼道 啊 许久未见人来 不想一下子来了这么多美女 哦 还有狐女 这尾巴 妙哉 妙哉啊 江守银心中暗道不妙 这老贼 就算是一缕神魂 外面的记忆都没了 这好色的本性都是丝毫未变啊 喂 哎 现在几位女子和李楚都有好感提升 唯独我什么都没有 这样算起来 倒可以当成只有我的好感都被扣了 坏 见几人精卫分明地按阵营站好 老者问了声 啊 人都来齐了 众人点头 老者捏着胡须笑了笑 那你们来此是想要什么呀 李楚当先说道 华龙国 江守银说 我也是 碧罗姑娘说 我也一样 她和江守银修为相见 都是神合境巅峰 急需华龙国助力修行 只有李心仪 她眨了眨眼 笑道 我不挑 秘境里的宝贝 我拿什么都可以 此番来之前 他们就互相通过气 那三人要的都是华龙国 唯有她这一方暂时没有这个需求 所以她的心态很轻松 哦 老者的神情微妙起来 又笑道 你们可知那画龙果树 十年才结一次果实啊 众人纷纷汗手 若不是因为稀少 画龙果也不至于如此珍贵 感谢收听本集 更多精彩多人剧 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 欢迎收听 多人有声剧 我不可能是剑神 作者赔不了 梁小鱼团队制作 更多精彩 尽在喜马拉雅 第109集 这秘境里这些年也都只结了两枚花龙国 老者伸出双指 所以你们想要得争才行 怎么着 江手云急问道 她知道 每个秘境都有自己的规矩 不一定会是简单的打打杀杀 这也正合她心意 如果是单纯靠打 那李楚可以直接拿走全部画龙果了 若是有独特的秘境规则 那其他人才会有机会 老者背过身去 大袖一挥 望着面前的一片棋盘式的天地 声音里带着抑制不住的自豪 进入这浮渊造了整整三十年 至今还没有人尝过的 乾隆棋局 四世应和她的言语 天际有隐隐的雷声响起 大地也像是在悄然晃动 这片天地都在因为他们的到来而震动 当震动结束 他们发现眼前的世界已然面貌大变 那切末纵横的原野上 划分出一格格的路径依然存在 但空地上却多出了许多东西 有的格子多了雕像 有的格子立起碑文 有的格子摆上了箱子 甚至还围绕着山峰 列出了一道环形的河流 漫目奇观 却不知是何用意 而在天地的四方尽头 则各多出了一道石台 众人一脸茫然 唯有黎楚露出若有所思的神色 这棋盘若是缩小到一张纸上 它倒是颇为熟悉 只是还缺一样东西 玄机就听老者朗声说道 乾隆棋局是福原一生 藕心滤血之作 在棋局的一开始 需要四人参加 东 南 西 北 四方 骑士各须一人 而等各自担当一方行者 按照顺序 依次向前行进 我会在云端记起一颗只受天道控制 任何人都无法影响的六人神头 这六人神头每次摇出的数字 就是你们可以前进的街数 前进的目的呢 是回到我们脚下的中央圣山 你们每个人回到中央圣山的街数是相等的 但是路径中会有不同的奇遇 或是好的 或是坏的 无论如何 都必须严格按照规则指示行动 违反者将被直接驱逐出秘境 需要多久才能回到中央圣山 要看你们的算计 实力和运气 缺一不可 届时 第一名到达中央圣山的人 可以得到画龙果的奖励 其余名词奖励也不同 想要画龙果的人 就必须拔得头筹 明白了吗 随着他的介绍 众人头顶 天际的白云迅速汇聚 很快聚成了一团中空的云层 云端的空处 显露出一颗巨大的头子 头子只有一面通过空处露出来 上面的点数金光闪闪 其余几面都隐在云层中 只受天道影响 绝对公正的六人神头 老者的脸上洋溢着兴奋 就好像是等了好久 终于得到玩伴的孩子 其余几人脸上上棋有些懵懂 显然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怪异的玩法 而黎楚已经可以确认 没错 这玩意儿就是飞行棋 在他九岁之前 就已经精通各种棋类 象棋 军棋 跳棋 围棋 五子棋 黑白棋 国际象棋 等等 全都打遍全校无敌手 这也导致了 没有任何小朋友肯跟他下棋 太过无趣 直到有一天 有人带着一盒名叫飞行棋的东西来到学校 他的不败神话被当场击碎了 又晓得他不明白 这种靠运气获胜的罪恶游戏 凭什么称之为棋类 那天的失败 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想不到 在多年之后的另一个世界 又遇到了这个大型玄幻版的 飞行棋 这样说起来 浮云真人倒也算是一个领先时代的人才 现在 你们要选出参加棋局的人 老者的声音提醒了 人选其实毫无争议 慎虚冠这边当然是江手银 丑装和铺外本就是来递毛巾的选手 李楚无疑自己出马 狐女也是绝佳的拉拉队人选 而李仙妮和碧罗 他们都是独自进入秘境的 好 老者问过人选之后 最后确认了 广寒宗 朝天阙 沈须冠 德云冠 四方战定 听到德云冠的时候 几人都微微侧目 看向李楚 你感觉 我们中间好像混进了什么奇怪的东西 但偏偏在这里 这个奇怪的东西才是最强的 他们心里都明白 若不是这个棋局的机制 他们几乎没有任何与李楚竞争的机会 所以感觉就更加奇怪了 去吧 老者高鹤一声 大秀挥舞 一阵狂风席卷着李楚的身体腾云驾雾 一眨眼的功夫 就跨越了半片秘境 去到了远方的北侧石台之上 此时 江守寅在东 碧罗在南 李心仪在西 李楚在北 互相再看不见彼此 但下一秒 那云层的四面一荡 便显露出四人被放大的身形 这样 他们的一举一动 都可以被看得清清楚楚 第一回合 东 老者的声音传上高天 化作雷鸣滚滚 可以清晰而洪亮地 传达到每个人的耳中 他袍袖一俯 六人神头无风而动 在云中翻滚 发出轰隆隆的巨响 轰隆隆停 六人神头的第一次滚动 停在了三上 东方行者 前进三阶 老者的声音再度传来 江守寅不必动 自有一阵清风托举 将他缓缓移到了前方第三阶处 在圣山顶上 看着棋盘好似不大 但真落在地上 一阶也有数丈之远 一块格子就罩住了 方圆几丈的地方 颇为宽固 也许是为了让 初来乍道者适应 各个方向的前六阶 都是干净的 没有什么奇观 但再向前 就极凶难料了 南方行者六 西方行者四 北方行者三 第一轮过去 大家各自前行 无事发生 第二轮随即到来 六人神头轰隆隆转动 最终停格在六 东方行者 前进六阶 前进很多 但江守寅却没有急着高兴 而是将目光谨慎地投了过去 那块空格上放置着 一个硕大的箱子 感谢收听本集 更多精彩多人剧 欢迎关注 梁小鱼主页 欢迎收听 多人有声剧 我不可能是剑神 作者赔不了 梁小鱼团队制作 更多精彩 近在喜马拉雅 第一百一十集 东方行者请开启宝箱 江守寅有点紧张 他还记得在山洞里 被浮原真人整骨的经历 唉 这家伙连死了都不让人省心 他活着的时候设计的游戏 说不定会有什么猫腻 宝箱开启 里面是一枚狭长的青色令牌 嗯 青云令 好风凭借力 送我上青云 东方行者前进十节 江守寅这才松一口气 暗道一声 看来是我错怪浮原前辈了 青风再次脱举 将他又往前送了十节 这样一来 与其他三人的差距就很大了 嘿 风顶的丑状和谱外也欢呼起来 然而 这声欢呼很快便戛然而止 原来江守寅府一落定 就决脚下一截 草地上周然窜出两道藤蔓 瞬间将他全身捆腹住 极为强韧 老者又说 嗯 东方行者遭遇青藤怪 若在下一回合开始前无法挣脱 是为放弃该回合 江守寅皱紧眉头 珍弃周天加速运转 然而这青藤却好似欲强则强 他挣脱的力度越大 传来的绑腹力道也越强 不仅无法脱身 渐渐还让他呼吸困难 他不禁心里怒骂一声 老贼我就知道你不会这么好心 山峰顶上 楚壮和蒲哀也跳起脚来 连声质问道 这算什么 喂 把我小师叔送进陷阱里 这不是耍人吗 老者斜眼一瞥 你们在质疑灵官 他的衣袖无风骨荡 看来马上就要有所动作似的 两个怂人一缩脖子 顿时不敢再问 六人神头再转 轰隆隆 南方行者 前进四街 毕罗看向自己要去的位置 那里有一团火 不知代表着什么 他的身形刚刚落定 就听轰然一声爆响 那火焰瞬间扩散 整片空地全部燃烧起来 他顿时明了 这时逼他后退 但他偏偏不退 而是只觉一年 一阵冰寒真气 透气而出 吃 一阵白烟鸟鸟 猛烈的兵器 顷刻间扑灭了火焰 老者眼中露出赞许 好袖再挥 头子当空再转 西方行者 前进二街 李欣已吐了吐舌头 他两次夹起来 还没走出前六街 慢是慢了些 但也说不好 是祸是福 轮到了李楚的回合 北方行者 前进六街 听到老者的声音 李楚放眼一看 前方六街处 立着一尊 仗鱼高大的金甲神人雕塑 看上去横眉立目 怒法冲冠 高高举着拳头 不知是何用意 就听老者又说道 落集雕像处 需承受金甲力士一拳 他刚说完 李楚的身形落地 果然还没等站稳 那金甲雕塑 忽然间活了过来 目光锁定李楚 高高举着的拳头 带着浓重的破风声 落下 砰 砰 李楚抬起一只手掌 挡住了那硕大的拳头 云淡风轻 这画面看上去相当随意 就好像那金甲力士 故意放水 高高举起 轻轻落下似的 但只有李楚心里清楚 这一拳 很重 甚至于让自己的手掌 产生了一丝 持续三秒的痛感 老者似乎有些意外 南南说道 诶 莫非那力士傀儡的灵力 有所泄露不成 不应该啊 但他并没有影响棋局进展 很快便看向了东方 将手引荐 碧罗和李楚 都如此轻易地解决了麻烦 如果自己再耽搁 那马上就要被取消回合了 当下也顾不得 这藤万与自己 紧紧缠绕在一起 呛囊囊一声 照出擎天剑 斩 吃吃吃 神意欲见 接连几道剑光闪过 那纠缠不休的青藤怪 便断成好几节落在地上 只是因为缠得太紧 将手引的衣裳 难免被剑气波及 也多出了几道狭长的口子 形象完全没了先前的从容 不过此时也顾不上那些了 见他挣脱出来 老者微微一笑 转动头子 又是一个六 东方行者 前进六界 这数字一出 江手引觉得自己运气还算不错 目前可谓一骑绝尘 在他要去的位置上 同样是一尊金甲神人雕塑 江手引保持着应有的慎重 但也没有太害怕 已知总是没有为之可怕 看过李楚抵挡金甲神人 那轻松的样子 他觉得这东西也不是很厉害 只要自己不掉以轻心 应该不会有太大麻烦 他这样想着 随后身形落地 老者的声音响起 逻辑雕像处 需承受金甲力士一拳 不用提醒 江手引已经做好了准备 他双手粘绝 高举向上 一道金光闪烁的九宫八卦轮盘 凭空巨线 一面坚实的盾牌 严阵以待 轰 碰 金甲神人一拳砸路 顷刻肩 江手引觉得像是一头蛮荒凶兽 从几千里外狂奔过来 一步步缓 正撞在自己的法盾之上 破碎 窒息 都在一瞬间 接着他整个人便被抛飞出去 飞出几十丈远之后落地 又在地上 离出一道十几丈的坑道 所幸 金甲力士的攻击 并不是为了伤人 尽管这一拳的力道 大到恐怖 也只是将他打飞 并没有一丝尽力 透体而入 但是 当他翻身爬起 发现自己已经快回到 其实点了 就听老者说道 东方行者 倒退暗示三界 一夜回到解放前 江手引好一阵欲哭无泪 这金甲力士 怎么和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啊 确定打我的和打黎楚的 是同样的傀儡 从云端的景象中 他能看见其他人对这一拳的反应 都是有些惊讶的 包括黎楚 他此时的神情 也有微微的讶异 但别人的惊讶没关系 他一惊讶 就显得有些嘲讽啊 就好像是在说 不是吧 原来这玩意能打飞人的呀 江手引不禁面皮发烫啊 自从遇见黎楚之后 他好像不止一次遭遇这样的时刻 很憋屈 但是又很难解释 气 双飞令 接下来三个回合内 全部前进双倍结束 兵火令 若点数为单 则后退该结束 若点数为双 则前进双倍结束 和欢令 只定一人与你共同前进 一至六的任意结束 感谢收听本集 更多精彩多人剧 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 欢迎收听 多人有声剧 我不可能是剑神 作者 赔不了 梁小鱼团队制作 更多精彩 尽在喜马拉雅 第111集 随着几人都熟悉了玩法 棋局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也遇到了越来越多的奇葩指令 这棋局怎么越玩越不正经啊 江手鱼小声嘀咕道 远远的山峰上 老者的耳朵一动 力声说道 嗯 妄议棋局 警告一次 小师叔乖乖闭嘴 至于心里是怎么想的 那就不得而知了 西方行者前进四街 在双飞令期间 前进八街 李欣怡起步虽慢 但凭着这一次双飞 已然成了全场最领先的人 三轮下来 他已经来到了路径的中段 那条环山河的前方 这条河的宽度 大概占据了两个空格的位置 不知道如果落上去 会发生什么 北方行者前进两街 李楚轻轻落在了两街外 稍微落后 他也并不着急 经过这段时间 他已经有些参透了这个题局 想要在这里获得胜利 重要的不是前进的多快 而是尽量不要后退 恰如人生一般 落地处有一块高大的石碑 上面写着一排排龙飞凤舞的金色大字 通读显胜碑文 若在下一回合前仍未读完 则放弃该回合 老者的声音再度响起 读吗 李楚将目光投到碑文上 想要将上面的字读出来 奇的是 当他想认真看清楚上面写了什么的时候 就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拉扯他的思绪 每读一个字 都会有大量的杂念产生 比较奇特的幻术 这样想着 他稍稍闭目凝神 再睁眼时 双眸一片清明 此时看这块石碑 便不再有任何障碍 很流畅地读了下来 当他一遍读完之后 碑文上的金光也随之消失 此时虽然是别人的回合 但老者却不由自主地看了李楚一眼 我为险胜石碑也是零了 等等 我为什么要说也呢 这个年轻人似乎有点不对劲啊 南方行者前进五界 碑罗轻飘飘落地之后 打开身前的宝箱 六九令 可以指定场上任意一人 与你兑换位置 李心仪轻呼一声 目前场上领先最大的 自然就是她了 果不其然 碑罗一抬手指定了她 两女乾坤颠倒 请客间 碑罗来到了距离环山河 仅有两阶的位置 而李心仪则嘟着嘴后退了十几阶 白白双飞一次 都给别人做了嫁衣 更倒霉的是 她退后到碑罗所应的位置后 在她这条路径上 是有一片沼泽的 腹一落地 她便陷入其中 这沼泽极为诡异 双脚一陷落 居然有几只手掌从中伸出来 想要将她拖下去 陷入幽魂沼泽 若下一回合无法挣脱 则跳过该回合 老者的声音冰冷无情 再轮到李楚时 他已读完碑文许久 自然不受影响 正常进行 神头隆隆转动 北方行者 前进四街 四街之外是一个宝箱 说起来 这还是李楚的第一个宝箱 咔 他略怀期待地将其打开 里面装的却不是令牌 而是一片宽大的青色荷叶 青叶令 可以浮于水上 老者介绍的 虽然他只是简单地说了一句 不过想来应该是和待会儿 要过的那条河有关 东方行者 前进三街 重新回到江手银 他到达的地方 也有一个宝箱 打开一看 六九令 可以指定厂商任意一人 与你兑换位置 嘿 江手银微微一笑 碧楼姑娘 不好意思了 十年何东 十年何西 你刚刚怎样对别人呢 现在轮到我对你了 清风吹过 原本最后的他 一跃几十街 来到了最前方 而刚刚靠同样手段 上位的毕罗 转眼到了最后 局势可谓变幻莫测 不过毕罗倒像是魂不在意 面纱下的脸孔 不卑不喜 紧接着便是他的回合 南方行者 潜进六街 他潜进六街之后 也开启了一个宝箱 得到了一艘指折的小船 指船令 可以帮助渡过环山河 等等 江手银眉头一皱 觉得事情并不简单 他们一个两个 都提前得到了与河水相关的物品 而我这次跳过的接触太多了 根本没机会得到类似的物品 这该不会是个隐患吧 他不禁暗自祈祷 不要落在河水里 这河水只有两阶款 只要运气正常 应该没那么容易落水 轮到李欣仪时 他堪堪从沼泽里挣脱出来 赶上了这一次的回合 然后幸运地无事发生 北方行者 一街 这次李楚赚到的是一 他却并不觉得差 因为前一街内同样是一个宝箱 打开之后 里面是一枚桃红色的令牌 先前出现过的和欢令 和欢令 指定一人与你共同前进一至六的任意结束 李楚抬起头 目光在另外的两女一男之间 勤寻片刻 然后 过断选择了江首颜 作为自己的和欢对象 江首颜看到李楚指向自己的时候 心里不由得咯噔一声 他似乎猜到李楚的用意了 我与他 共同前进三件 李楚毫不犹豫地说道 果然 江首颜一手抚面 他与河水的距离是两阶 河水的宽度也是两阶 李楚这一手 直接将没有得到相关物品的他丢进了河里 事实上 本应该选择一名落后的人和欢 但是李楚有些好奇 如果落在河水里会发生些什么 他前进三阶之后 落在空地上 而江首颜 则悬在了半空 东方行者落入水中 触发白鳞难 老者说着 不知从哪里忽然飘来一根鱼竿 落在江首颜面前 需从环山河中 调到一尾白鳞鱼 才可以继续下一回合 江首颜一阵犯嘀咕 真的假的 这条河 可不像是有鱼的样子 但是必须遵守规则 他也只好接过吊杆 很快他又绝望地发现 这吊杆上的鱼钩是直的 于是 岸边多了一个安静锤钓的亮仔 他捧着直钩的吊杆 看着河水望眼欲穿 感谢收听本集 更多精彩多人剧 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我不可能是剑神 作者赔不了 梁小鱼团队制作 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 第一百一十二集 东方行者 跳过该回合 南方行者 前进三界 除一令 除去一件衣物 可以指定任意对手 退一至六 任意接受 壁锣毫不犹豫地扯掉 披肩的青纱 反正这也不会有什么影响 另一边 江手银坐在河边 以手脱塞 嘀咕道 越来越暴露本性了 他现在有相当多的空闲 可以尽情吐槽 毕竟 还有什么 比在一条空荡荡的河里钓鱼 更悠闲的事情了吗 壁锣先手一指 选择了让黎楚倒退四街 在那个位置上 立有一块写着题目的石碑 当棋局过半以后 竞争越发地激烈起来 渐渐地 黎楚也展现出了 他的过人之处 从没有什么障碍 可以阻止他 无论是攻击 幻术 陷阱 他都可以云淡风轻地化解 随着这样稳步向前 他已经和后卫 拉开了很大差距 壁锣只能寄希望于 这种带着刁钻题目的石碑 能够稍稍阻拦他片刻 黎楚倒退回去 看下石碑上的字 今有智兔通龙 上有三十五头 下有九十四足 问智兔各几何 他眨了眨眼 这题目 对于古代人来说 或许还要思考一番 但对于从小学开始接触 鸡兔通龙问题的 十种解法的同学们来说 未免太亲情 西方行者前进一街 李希尼向前一街 正有一个火环 虎一落地便轰然爆开 先前壁锣直接凭着极寒兵器 将那火焰熄灭 但是李希尼却没有类似的神通 他照出秋雨海堂 用小梅花剑气 斩灭了一部分火焰 但是别处的火焰 又瞬间蔓延过来 这种火焰任性极强 只要余留一丝 都可以立马卷土重来 无奈 他只得退后一街 又回到原处 才找到落脚之地 就是这样 面对层出不穷的障碍 总会有你不擅长应付的那种 也只有妖孽如李楚 才能无视一切不断前进 不过李希尼倒也不觉得惊讶 面对李楚 他的心早已麻木了 轮到李楚的回合 他已经早早地将答案 刻在了石碑上 碧螺妙目流转 陷入沉思 这也阻止不了他吗 六人神头隆隆转动 随后老者高声说道 北方行者前进五街 李楚再度向前 此时的他已经距离中央山峰不远了 除非此时再爆出一个六九令 否则应该无法抵挡了 其余三人心中都产生了 或多或少的无力感 虽然李楚一直在遵守游戏规则 但就是感觉他好像在耍赖 轮到江守寅的回合 他都懒得抬头 只是凝望着空空的水面与吊杆 颓废 丑壮和蒲外垂头丧气 看着云端的江守寅的景象 恨不得自己变成一条鱼去咬钩 东方行者前进两街 西方行者前进四街 北方行者前进四街 东方行者跳过该回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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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方行者 北方行者抵达圣山 头鸣产生 东方行者跳过该回合 南方行者抵达圣山 第二名产生 东方行者跳过该回合 西方行者抵达圣山 第三名产生 东方行者跳过该回合 小叔叔 他们三个都结束了 你还掉吗 我掉 我掉了 老某 东方行者放弃 齐局结束 当众人重新汇聚于山峰顶端 几家欢喜几家愁 老者刨袖一虎 只见云端开散 乌有一道奇绝的树影显露出来 那画龙树居然种在天上 这大树长势蜿蜒 树身金结处 竟好似盘踞着两条囚龙一般 每条囚龙攀附着向上 最终都在树枝处 结出一颗金色的果实 看见那果实 众人无不掩热 画龙果 极为稀少的修行宝药 不只可以增加修者 突破画龙镜的几率 更可以提高画龙镜的橙色 所谓画龙 即在前三镜 精气神大成的基础上 达到三者合一 肉身画龙 有画龙果辅助 可以真的为肉身增添一丝龙气 妙用无穷 当然 在人身上的效果 还远不如在龙身上显著 那坠续龙王得了此果 甚至能重新凝聚出神龙随 老者不用起身 直接一招手 便自有一颗画龙果脱落 凭空飞了过来 这枚果实一掉 盘踞在树身上的两道囚龙 瞬间就萎缩了一道 像是失了精气 他随手取来一个玉盒成了 递给黎楚 黎楚点头 道了声 多谢 这是你应得的 老者笑眯眯地看着他 眼中满是赞许 另有一些好奇 只是他什么也没有问 毕罗虽然得了第二名 但也并不开心 他只为画龙果而来 除了画龙果 秘境中旁的奖励 对他来说意义不大 老者拿出三件攻击法宝 让他选择 浮云真人身为多年的万象境巅峰 能被他放入秘境的宝物 橙色自然不会太差 但毕罗毕竟是 十二仙门之一的核心弟子 眼界也非同一般 当下平静地选择了 其中一件燃魂玉灯笼 安然退下 李星仪与毕罗恰恰相反 第三名这个成绩 已然超出了他的预期 老者又拿出 另外三件护体法宝 供他挑选 李星仪选中了一件 球鳞软甲 倒也满足 第四名 没有奖励 只有满腔悲愤 江守寅问道 前辈 此间还有一枚画龙果 我们是不是可以再开一局 老者念须微笑 可以啊 只不过需要过十二个时辰 这棋局要复原 也得花上一番力气 好 那几位 江守寅环视众人 我们明日再来开一局如何 毕罗自然同意 李楚和李星仪也没有反对的理由 宣吉 众人与老者告别 纷纷离开了秘境 当所有人都离开 这片天地再次归于孤寂之后 老者渺渺独立 忽然凯叹了 纯阳剑终于得欲民主了 感谢收听本集 更多精彩多人剧 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我不可能是剑神 作者赔不了 梁小鱼团队制作 更多精彩 尽在喜马拉雅 第一百一十三集 老槐树在梁峰里 扑叔叔地摇动涅片 得云冠礼 老道士 小道士 小锦李 狐女 齐齐聚在石桌边闲聊 哇 听着狐女讲述秘境里的事 小锦李不由得张大了嘴巴 好像很有趣的样子 先前还以为秘境中会有危险 主人才只带了我去 若是早知道这般有趣 真该让月儿也去看看的 狐女讲完李楚的英姿 又轻轻笑道 小锦李点头 是啊 每天待在道观里 好无聊 于其安点头 好啊 那明天就让李楚带你去嘛 小锦李在得云冠 绝对是冠宠一般的存在 李楚思存了下 说道 明天的棋局 我不太想参加了 哦 我的目的 就是一枚画龙广 既然已经拿到 我不太想和他们争了 于其安微微点头 很好 便宜啊 不能全占 锋芒不能毕露 会让人是大境界了 得到夸奖 李楚一笑 他又说道 可是我们总要出一个人 新局才能开启 说着 他的目光在几人之间 勤寻了一下 既然没什么危险 那便让小月儿去玩玩嘛 于其安的目光里满是慈祥 小巾里 瞪起天真漂亮的大眼睛 脸上满是惊喜 雅鼠中 晚饭时间 扑外过来 冲着阴沉的江手银 小心问道 小师叔 快饭点了 咱们今晚吃什么 江手银冷冷吐出两个字 施鱼 一日 乾隆秘境内 天朗气轻 汇风合唱 当其余三家听说 德云冠让小月儿出战的时候 也都隐约明白了 李楚的意图 江手银和碧罗 都投来了感激的目光 依他们来看 派出这个 似乎脑子不大好使的小姑娘 和白给也没什么区别 丑壮和蒲外在江手银背后 垂背捏肩 鼓足气势 还小声说道 今天那个怪物不上场 另外两个对手不足为惧 小师叔 你就赢了广汉宗的朋友就好 几率很大 小师叔比赦 毕罗的想法差不多 他淡淡地瞟了一眼江手银 觉得今日胜者 只在两人之中 经历过昨天的教训 他不觉得江手银会再次翻车 李心仪倒是依然佛性 朝天雀里架构松散 加上有师尊罩着 他倒是没什么压力 这就是有靠山的好处 做得好就能扬名 做得不好也有人兜底 可以尽情发挥 往往还有惊喜 好 老者袍袍一挥 再度将四人送往四方石台 朝天雀 广汉宗 慎虚冠 得云冠 就位 小月儿站得笔直 白皙清澈的小脸 绷得紧紧的 还被突然出现的大风吓了一跳 拍了拍自己平平无奇的小胸口 鸭精 月儿加油 从顶上的狐女高呼道 六人神头隆隆转动 第一回合照就平平无奇 东方行者前进五届 南方行者前进三届 西方行者前进四届 北方行者前进十八届 等等 众人全都一愣 意识到好像哪里有些不对 仰头一看 云层露出来的一面 六人神头上确实是金光闪闪的十八颗光顶 还真是十八点 这场面任谁也没见过 山峰顶上 丑壮倒是怒道 我抗议 一颗头子能摇出十八点 你是拿谁当傻的 抗议无效 老者冷冷地回绝 他转过头 看着半空中的六人神头 也有些惊奇 六人神头确实可能会摇出大于六的点数 只不过在天道之中 那是极少的一丝可能 或许亿万次都无法遇到一次 想不到 这次居然触发了 他再看向小月儿时 目光就不一样了 这小姑娘也有些奇异啊 小锦里眨眨眼 还没太明白状况 就又有一阵清风托局 将他送到了十八街外 那里有一个宝箱 北方星者请开启宝箱 开箱子吗 小月儿有些紧张地 打开了面前的宝箱 星云绿 北方星者前进十街 懵懵懂懂 他又被往前送了十街 十街之外 恰好又是一个宝箱 另外三人的眼神明显不对了 江守音怀疑地看向老者 怀疑着背后 是不是有什么肮脏的交易 要不他就是服怨这人 留在世上的亲闺女 碧罗看向云端的小锦里 若有所思 李心仪则是知道 小月儿的来路了 此刻只能一手掩面 叹叹一声惹不起 锦里本里 真心惹不起 小月儿再度打开一个宝箱 重振雄风令 北方星者获得多一个回合 又是我吗 小月儿抬头看向空中 北方星者前进六街 这次没有再开出十八街 已经算是较为普通了 但是 六街之外 又是一个宝箱 没完了是吧 江守云忽然觉得自己有些牙疼 作牙花子作的 朱军不举令 其余三人 跳过该回合 北方星者前进六街 双飞令 接下来三个回合 全部前进双北街数 终于结束了 再轮到江守云时 她皱着眉头 不停思索对策 这小姑娘 简直比昨天的李楚 还有逆天 李楚起码正常行径 稳扎稳打 她这根本就不讲道理啊 这才第一轮 我们三人才刚出发 她已经要到半城了 看这个奇怪的趋势 发展下去 恐怕再来两轮 她就能到封顶了 得想想办法才行 东方星者前进五街 她行进到五街之外 位置上也有一个宝箱 江守云心中一动 暗自祈祷 愿以我两位师职 单身一试 换取一枚合欢令 看 宝箱开启 居然真是一枚合欢令 江守云微微一笑 你们的牺牲 绝对是有价值的 山峰顶上 不明就里的丑壮和蒲矮 还在物资 替他们的小师叔加油 合欢令 指定一人 与你共同前进 一至六的任意结束 江守云抬手一只小锦领 我与月儿姑娘 共同前进六街 小月儿此时面临的问题 与我昨日相同 因为突飞猛进 而没有机会得到渡河的物品 这样一来 只要让她掉到河里 就会和昨天的我一样 即使你第一轮行进的 再快也没有用 只能在无尽的折磨中 等待游戏结束 念及此处 江守云心中不禁发出了 反派独鼠的笑声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感谢收听本集 更多精彩多人剧 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我不可能是剑神 作者赔不了 梁小鱼团队制作 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 第114集 小月儿拿晓得这些算计 听说江守云与自己一同前进 还想她真是个好人 她距离河水只有五街距离 前进之后 不出意外悬在水面上空 老者的声音响起 北方行者落入水中 触发白林岸 一根钓杆远远飞过来 落在小月儿手中 是从环山河中 钓到一尾白林鱼 才可以继续下一回合 钓鱼 小锦里眨眨眼 这属实触及到她的盲区了 作为一条鱼 她做梦也想不到 自己这辈子还有要钓鱼的一天 不过没办法 她只好接过鱼竿 甩入水中 南方行者前进四街 西方行者前进五街 碧罗姑娘与李欣怡也完成了回合 略有状况 也都是在正常范畴内 江守云已经准备好 重新开始自己的回合了 在她看来 那钓鱼的关卡根本就是骗人的 在空荡荡的河里用直钩钓鱼 根本就是一个死局 想到自己亲手让这样一个天真的小女孩 遭受自己昨天的折磨 江守云不禁心生愧疚 但这次愧疚很快被她抹去 如果现在可以交流 她想对小月儿说一句 小妹妹 这就是江湖 冰冷 残酷 无情 北方行者调到白鳞鱼 回合继续 江守云正要迎接自己的回合 忽然发现情况不对 自己刚刚听到的 好像不是跳过回合 而是 一句奇怪的话 开起头 就看见小月儿高兴地从那根直钩上 取下一条白色鳞片的鱼 小心翼翼地摸了摸它 又将它重新放回水里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江守云只觉脑中轰然一声 昨天那噩梦般的经历回归脑海 怎么会有人 真的能在这条河里钓到鱼 她只觉心态忽然崩塌 脑瓜子嗡嗡作响 索性 她也不用继续游戏了 北方行者前进六届 双飞令效果内前进十二届 请开启宝箱 清云令前进十届 请开启宝箱 重振雄风 诸君不举 北方行者抵达圣山 投名产生 我只是江守云 碧罗 李心仪 包括观战的几人 都是一样的感受 这是啥 这游戏还能玩 只有小锦里撅着嘴 一脸懵懂地回到了山顶 颇有些不满 怎么这就结束了 我还没搞懂怎么玩呢 没事的 你已经赢了 虎女第一个过来 微笑着拉起她的手 大尾巴贴近小锦里 蹭 我不停地蹭 黎楚也颇有些意外 这好像和计划中的不太一样啊 失算 棋局结束后 江守云第一个冲到小锦里面前 吓了小姑娘一跳 黎楚和胡女还以为她恼羞成怒 赶紧挡在月儿面前 再看江守云 倒是全无要动手的意思 而是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嘴唇不住颤抖着 好像要哭 半上 她才悲愤地问道 别的就算了 你到底是怎么从那条河里钓到鱼的 这就运气无敌吗 小锦里极认真地说道 不是的 是我跟河里的鱼儿们说 让他们帮我一个忙 咬住这个钩子 我不会伤害他们 其他地方可能是靠运气 但是那里我是靠实力过的 前龙秘境关闭了 除了画龙国以外 秘境中的其余宝物也算不得太顶尖 对几家仙门的吸引力不算太大 梅西师太提议 不如将秘境封存起来 这四枚密钥 依旧由四方保管 然后每十年一度 进行一次棋局 公平竞争画龙国 江守寅和毕罗私存之后 都替各自的师们 同意了这个提议 十年之后的画龙国 八成是与他们无关了 但是对于宗门来说 仍旧是一个额外的机遇 一颗画龙国 几乎就可以代表一位 极具竞争力的天才 什么时候都不嫌多 而且到那个时候 德云冠这两个怪物 应该也不会再出场了 李楚带着狐女和小金礼 满载而归回到了冠中 于其安得知消息之后 笑眯眯地说 小月居然赢了 倒是意外之喜呀 说是这么说 但李楚觉得 他好像也不是 很意外的样子 李楚将两个玉盒 摆到石桌上 问道 我承诺给龙王的 只需一颗就好 另一颗画龙国 不知该如何处理 从小金礼赢了棋局起 他就在思索这个问题 原本他是有心相让 才让月儿出场的 谁知道他的气运 在棋局中如此逆天 这样一来 这多出的一颗画龙国 就有点烫手了 江守寅和碧罗 对此都是极度渴求 碧罗为了方便打探消息 隐匿身份 不惜尾身于青楼几个月 花了许多心思 最后虽说也得到了 两件不错的法宝 但相较于他的目的 也无异于空手而归 而江守寅就更惨了 他自到渔航阵野来 除了莫名挨了几顿毒打以外 一无所获 输了棋局 他们心服口服 也不至于心生怨对 更不至于像江湖上的下三烂那样 事后去谋取抢夺 身为名门正派弟子 他们不耻 面对黎楚 他们也不太敢 但是 若是黎楚把这第二颗画龙果 给了其中一人 无论是用什么方式 那就绝对会引起 另一个人的不满了 毕竟 不患寡而患不均 这种平白招惹恨你的事情 黎楚也不想去做 要怎么处理好 终归还是要回来问问师父 因为他隐隐觉得 似乎师父在提议 让小金里出战的时候 就已经猜到这个结局了 果然 就听于其安悠悠说道 小月儿迎来的奖品 当然要交给他了 旁边的小金里眨眨眼 给我干嘛 狐女问道 画龙果对他也有注意 当然 画龙果对水族的避意之处 可能比人族还大 尤其他这种画形不全 不仅能够帮助他完整画形 还能让他增天一丝龙气 未来的天地可就宽广了许多呀 真的 那小月儿今后就能变聪明了 说完他意识到自己说的不对 赶紧拍拍锦里的小脑袋 我们现在也不傻 感谢收听本集 更多精彩多人剧 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我不可能是剑神 作者赔不了 梁小鱼团队制作 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 第115集 小锦里一仰头 虽然我已经很聪明了 但是我不介意更聪明一点 只是 他犹豫地看着桌上的玉盒 这东西好吃吗 于其安微微一觉 嘎嘣脆 鸡肉味 真的呀 不过你不能以此全吃 拿刀切开 分成七份 一天吃一份 等感觉练化了 再吃下一份 于其安继续指点道 李鼠剑他好似非常了解 便问道 师父吃过这花龙果 这倒是没有 为师修行 何须借助外物 不过 我认识一位白玉精的朋友 他是吃过的 李楚随即释然 老道士过去的故事 讲上三天三夜 也说不完 第二天 公孙柔来了 他的双眉轻轻簇着 眼中像是拢着淡淡的雾气 带着很明显的愁绪 李楚将他请到后院 听他说明来意 才知道他为何如此 棋局结束之后 江守音他们回去 发现张玉西的定身术 终于解开了 江守音之所以没有找李楚 提过给他解数的 是因为 宪法是大忌讳 尤其像李楚这样 明面上没有什么大的靠山 一旦被人知道 他掌握了一门宪法 那必然惹来麻烦不断 所以江守音 严令所有失职 当日的事情 绝对不许外传 那天李楚 或许是在情急之下 才施展出来 事后也再没提过 江守音觉得 自己也不应该再提 双方默契地让这件事翻篇 才是最聪明的做法 江湖规矩 懂得都懂 事于张玉西 就每天为流石吊着嘛 迟早会恢复的 这一等 就等了这么多天 结果张玉西恢复之后 第一句话就是 第二句话是 显然 那一剂在他头顶爆炸的掌心雷 造成的不只是外伤 也算是自作自受 张玉西恢复了 乾隆秘境也关闭了 顺虚冠的众人 也该离开了 恰好这个时候 公孙哲也等来了一纸调令 将他贬折到江南州 本就是皇帝受了顶撞 一时气愤的决定 公孙哲状元出身 半事有得力 一向颇受器重 当初他离开昭歌的时候 明眼人就都知道 一番敲打之后 他迟早还是要回去的 只是来得比想象中 还要快一点 昭歌诚近来 发生了几起大案 皇帝趁机 以大理寺人手不足为由 将他调了回来 只不过不再是少卿 而是大理寺政 不过只要回到朝中 官复原职是迟早的事 这调令来得及时 正好可以与 肾虚冠的人一路回去 这样一来 公孙柔也不日便要离开了 李楚听他断断续续地说着 罢了 有些遗憾地说 公孙大人 到渝航县不过几个月的时间 便将县内治理得兢兢有条 百姓无不称赞 这么快离开 属实有些可惜了 不过 不过回到昭哥 毕竟也是好事 公孙姑娘 也不用太过伤心 小李道长 公孙柔凝望着眼前人 眼中光影复杂 半生 似乎下了什么决心 突然问出一句 你希望我留下来吗 李楚正了着 他撇开目光 看着院中叶片泛黄的槐树 想了想 忽然反问他 昭哥 房价很贵吧 这次轮到公孙柔一乐 向来听说昭哥繁华 其实 我一直有心想要过去看看 等我能在昭哥 买得起房的那一天 一定会去的 我们有缘自会相见 也不必非要在渝航站 李楚说完 才看下公孙柔 对吧 公孙柔似乎是懂了他的意思 眼中的水汽阴晕着 终究没有留下来 他豁然起身 留下一句 那我在昭哥等你 随即便匆匆离开了 他走之后 之前见状不对 便先行回避的于其安 从房中出来 叹了口气 这次可别说 你还不懂他是什么意思了 老道士看着小道士 痛心疾首 李楚看着师父 顿了顿说道 弟子懂不懂 其实都差不多 无论从哪方面看 公孙姑娘都是个良配 于其安坐下来 惋惜地说 姑父美人恩 作孽呀 李楚点点头 随即说道 梅西前辈也不错 于其安 哑然好一会儿 才说 这可不一样 我是老了 万丈红尘 我都滚了个遍 你可正年轻的 正应该多精力一些 像李姑娘啊 公孙姑娘啊 我看都蛮不错的 李楚沉默了下 于其安又说 你跟师父说说心里话 你对他们 到底是怎么想的 李楚思寸片刻 正色说道 弟子只是 在面对他们的时候 很难有心动的感觉 有句话他没说 就像是 两个世界的人 来到这个世界一年多了 他始终觉得自己 没有彻底融入 或许是因为 本体对师父的亲切 所以他对于其安 能感到信赖 但是对其他人 始终有一种不真实感 就好像 都是游戏里的虚假人物 这也是他感到 很矛盾的地方 可能适应一个新的世界 本来就没有这么简单 于其安自然不知道 他这些复杂的心理 听了他的话 沉吟一下 问道 那你从小到大 都从来没对 那个姑娘动过心吗 问这话的时候 老道士不禁有些紧张 要真是这样的话 那可能就要考虑到 另一个可怕的可能性了 这徒弟 怕不是个 黎楚想了想 答道 嗯 还是有一个的 哦 于其安这才放下心 饶有兴趣地问道 是谁家姑娘啊 在哪儿遇到的 是在我的 梦里 梦里 没错 黎楚汉手 在我的梦里 她有时 是仙灵岛上的仙女 天真活泼 古灵精怪 有时 是南兆国的公主 仁慈悲悯 圣洁无侠 有时是古墓里长大的女侠 白衣圣雪 一世独立 有时是江南湖畔的家人 聪慧温婉 侠名欲应 总之 在我心里 她是这世上最美的女子 感谢收听本集 更多精彩多人剧 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我不可能是剑神 作者赔不了 梁小鱼团队制作 更多精彩 尽在喜马拉雅 第116集 于其安倒是第一次见到徒弟 这副有感情的样子 有些欣喜地问道 这世上的缘分呢 稀奇古怪 或许真有这么一个人 也说不定呢 你可曾梦见过 他叫什么名字 是何方人士 我应该 是再也见不到他了 李楚摇摇头 叹了口气 他想留 收拾下心情 李楚动身前往望渔村 要将画龙谷送去了 在望渔村向村民 借了那条空闲的海船 还请了几个水手来帮忙 他本来想付钱雇佣的 但是村民们说什么都不用 这些就是最淳朴的和洛百姓 帮了他们一次忙 就可以背积一辈子 这次出海的过程 异常顺利 没有了上次的狂风暴雨 到了附近海域 远远地就望见了 金光灿灿的永乐岛 看见那金光 李楚一阵眼热 德云冠 迟早也会变成这样子的 海船靠岸 仍旧是那岛上管家带队 热情地欢迎来客下船 水手们和上次一样 得到了自家婆娘警告 不敢下去 李楚一个人上岛 见王龙溪没来 人群中明显有几个侍女露出了失望的神色 大殿上端坐着那体型好似雪人一样的人 脸上带着熟悉的高高的笑容 龙王 寒家坠叙 我的朋友 我从没想过你会回来得这么快 看见李楚递过来的玉盒 龙王大喜过望 他是见过化龙果的 不用打开盒子 就闻到了那阵浑浅梦淫的味道 运气比较好 恰好集齐了四美妙 龙王捧着玉盒 打开看了一眼 深深吸了一口气 陶醉道 是龙气 是血脉的味道 有了它 我只需重聚一滴神龙随 就又重回巅峰的一天 到时 寒家 他傅抬起头 朝殿下说 承上来 话音刚落 就有侍从捧着一个小小的锦盒 递到李楚跟前 李楚瞥了一眼 猜不出是什么 如果是金银 那未免太少了 如果是珠宝玉石 可能还蛮值钱 照明王这个夜明珠相钻的阔气程度 给他酬劳绝对不会差 这点应该不用担心 正想着 侍从打开锦盒 这间里面果然是一颗珠子 却不是普通的珍珠 而是一颗带着淡淡明纹的深蓝色宝珠 上面的明纹不知是天生的还是后来刻的 虽然简单 却又似带着极深傲的意味 李楚觉得自己好像能从中看出什么智力 但就像是初次接触一门象形文字 虽然隐约能猜到其含义 却无法完全理解 没有让他多想 龙王介绍道 这颗是碧水珠 我知道小道长修为高决 但行走江湖难免有些意外情况 很多修者能够上天遁地 可一旦入水就免不了束手束脚 十分的修为只能发挥出五六分 只要随身佩戴着这颗碧水珠 就可以保你万水不侵 入江河湖海如履平地啊 世间最早的碧水珠 其实是龙珠的一种 如今真正的碧水龙珠不过三五颗 江湖上常见的 都是丹顶格的仿制品 我这里就是其中一颗 真正的碧水龙珠 品质与效果 远超那些后天仿制的货色 虽然龙王没有用那些黄白俗物 来羞辱自己 令李楚微微有些失望 听起来 这颗碧水珠 好像也很厉害的样子 而且江河湖海如履平地 的确非常适用 强如孙悟空 不也一辈子受到水战不逆的困扰吗 有了这个 我的安全系数会大大增加 这画龙果对我来说实在太过珍贵 正因如此 为了想拿什么来回报小道长你 我也是费了好一番心思的 不知你对着酬劳满意吗 接受完毕 龙王小心翼翼地问道 李楚微笑汗手 很满意 那就好 龙王一摆手 来人呐 设宴 他转过头 又开怀大笑的 哈哈 我只要七天时间 就可以凝聚出神龙髓 不超过一年 就可以重新练出一身神龙血 到时候 修为应该能回到巅峰的七成 就足以逃出这永乐岛了 哈哈 黎楚有些纳闷 哎 为何我们进出的路上 从未见过有人看守 小道长有所不知 龙王咬牙说道 那寒家 将四头降伏的海怪 留在这岛屿四周 作为四方镇手 他们平时不会现身 就像你们过来的方向 那里的镇手 是一条上古修鱼 这修鱼极为奇葩 虽然天生强大 却羞于贱人 平时都躲在海底 有人靠近了 他就掀起大浪 吓退对方 除非是有人 用神识探查海底 并始终盯着他看 他才会恼羞成怒 现身攻击 可是对我不同 只要我离开这座岛 那条羞鱼 就会立刻浮上水面 不计一切代价 将我留住 这是寒家 留在他们神魂中的烙印 所以 你们可以随意进出 我要离开 却不得不击败他才行啊 黎楚眨了眨眼 组织了一下措辞 其实那条羞鱼 或许已经死了 龙王一正 随即笑道 开什么玩笑 那般海怪 寿命千年不止 除非是遇到高人经过 斩了 说着说着 他的笑容忽然僵住 接着 他猛然上前 握住黎楚的手 兄弟 你的意思该不会是 黎楚微微点头 我第一次前来的时候 在那片风暴中 就与神石相差不多的法门 观察过海底 然后他就突然发怒 拦住了我们的前路 我当时还纳闷为什么 不曾想 他是真的因为害羞 我不得已 将其斩杀 这 龙王听得心头凛然 先前已经把这小道士 看得很高了 只是没想到 他的真正实力 竟然还要更高 斩杀上古修鱼 哪里有这么简单 可是他 说得却如此云淡风轻 就好像在他看来 这确实不是一件 很困难的事情 有点吓人呐 感谢收听本集 更多精彩多人剧 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我不可能是剑神 作者赔不了 梁小鱼团队制作 更多精彩 尽在喜马拉雅 第117集 从永乐岛回来 天色已经有些晚了 刚刚走进德云冠的门口 就见里面围满了人 男女老少 形形色色 和往常的景象大不相同 看上去都是神情疲惫 黎初有些疑惑 便走上前去 于清安正在人群中央 安抚众人 见他回来也赶紧招呼他过去 一问才知道 原来这些都是住在 流花河畔下柳村的村民 他们来这里 是因为村里似乎闹了邪碎 这邪碎不伤人 却另有一番邪议 这几天夜里 村民们只要一睡觉 就会梦到一个湿漉漉的女子 用极阴冷的嗓音 对她们说 水下有人 通常这句话一说完 村民们就要被吓醒了 起初有人还以为 就是个普通噩梦 但是很快 家家户户就传了开来 他们大半个村子 几乎每个人 每晚都会做这个梦 全都是同一个女子 用同样的嗓音 对她们说同一句话 水下有人 下柳村 一个你必须自证枪缘念出来 不然就很可能 招灾惹祸的名字 这都怪一棵发育了 不知几百年的粗壮柳树 看上去犹如女装批发的壮汉 雄啾啾晃昂的立在 柳花河道的转弯处 以这棵大柳树为地标 上游的村落 就命名为上柳村 下游的村落 就命名为下柳村 柳花河是杭州府内 比较著名的河流之一 一是因为河道宽阔 水路绵长 横贯杭州府城 直通东海 渔航县境内的 只是一小段河道 二是因为河流两岸 风光秀丽 春花秋月 下柳东梅 四季景致四十新 事已 常有杭州府里的大户 在风和日丽的天气里 乘着小舟画房 出来游玩至此 下柳村的村民 同渔航县内 其他村落一样 大部分依赖 打鱼为生 小部分种田 这点从他们村子布局 就看得出 大部分的民宅 都沿河岸而建 只有一小部分在对面 更靠近农田 李楚刚从海上回来 就带着狐女 随村民们 一起来到了这里 但天还是快黑了 这次依然带着狐女 是因为李楚发现 带她出门很方便 她的相貌 太容易招风引蝶 到哪里都容易吸引人群 而她的为人呢 又太过儒雅随和 不太好脱身 这个时候 如果身边站着一个 大尾巴摇啊摇的狐女 哪怕她的相貌并不可怕 人们也都会忌惮几分 狐女不知道什么时候 会完全化形 趁着她还能用 就多用几次 去德云冠里的下柳村 村民大概有二三十人 这还不是全部 村子里梦到过那女子的 起码有八九十人 涵盖男女老少 在德云冠里 于其安就仔细询问过 他们的回答很一致 每个人梦到的 都是同一个场景 都是阴森森的 看不太清环境 然后一个湿漉漉的女子 沾了水的头发又长又重 整个劈下来 挡住了脸 她用特别阴沉冰冷的嗓音 只说那一句 水下有人 对现如今的离处来说 驱邪的困难 不在于如何杀死她 只在于如何找到她 这女子 托梦已经有几天了 没有任何村民 遭遇到伤害 这样想来 她的目的应该不是害人 似乎是 单纯地想要告诉村民们什么 做这个梦的人很多 除了都在下柳村之外 没有什么别的共同点 做相同的事 去相同的地方 这些都没有 她透露的信息 也只有这四个字 没有太多想象空间 水下这个范围太宽泛了 下柳村这种地方 村子里光睡一颈就好几口 还有湖泊 大河 小溪 水田水岗 若是不确定位置 挨个去找 可能得找到明年 即使用新眼书地毯式搜索 也要花费很多功夫 因为做过这个梦的人实在太多 李楚没有在挨个走访 想了一下 他决定询问 没有做这个梦的人 村子里没有做过这个梦的村民 只有二十个左右 村长很快就把他们一个个叫了过来 在自己家问话 村民们很配合 因为现在这个村子里 他们反倒是比较慌的那一批 当大家都经历了什么事 只有你没经历过的时候 你心里总难免要犯嘀咕 只是这些村民里也是男女老少都有 并没有什么特点 李楚随口问了几句基本的问题 就都让他们离开了 但他们来的时候都是三三两两来的 李楚还没发现 他们走的时候 一大群人结伴一起离开 他这才注意 这些村民都是往同一个方向走的 他们住得很近 村长想了想 说道 是啊 他们都是村那边种田的 李楚点点头 原来事情很简单 只是村民们可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 一时慌了神才没有想到 所有梦到那女子的 都是住在流花河边的 没有梦到那女子的 都不住在河边 这样一来 就可以锁定 那女子的出现和流花河有关 他说的水下 只有可能就是流花河下 今夜心悦炎炎 李楚带着狐女来到流花河边 没有村民敢跟过来 他静静闭上 新眼树的范围覆盖了这条河的一段 慢慢向下渗透 但李楚并没有受到太多干扰 很快锁定了河床底 一团有些郁结的阴气 这团阴气并不算强 但是周遭都很干净 只有这里有可能产生一些脏东西 李楚兴之所至 忽然想试一下先进入手的避水珠 那珠子恰好在她身上 也不用准备别的 只把钱袋交给狐女小心照看 纵身一跃就跳进了水 李楚入水 却并没有扑通的水声 也没有见其水花 就好像是水流自动分开 主动迎她进来的一样 而且入水以后的感觉更加神奇 若是真的阻隔了全部的水 那么李楚应该一路坠落才是 可实际并非如此 估计 估计 双脚可以借力行走 身体也可以自由活动 避水这个名字好像不太贴切 应该叫控水珠才对 就好像所有的水流 一下子都成了你的朋友 在你需要的时候拖着你 在你不需要的时候 保持距离 感谢收听本集 更多精彩多人剧 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我不可能是剑神 作者赔不了 梁小鱼团队制作 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 第118集 李楚就这样一边感受着 避水珠的神奇 一边缓缓向下 然后 在那团阴气欲结的位置 果然看到了一个 可能产生阴魂的存在 一具尸体 一具长发飘飘 身着锦缎 即使在水下泡了不知多久 依旧没有上浮 也几乎没有任何变化的 女性尸体 甚至你还能看出 这女子生前容颜交好 身材浮屠 想象一下那个场景 无光的深夜 沉寂的水底 面对着一具栩栩如生的尸体 好像随时会睁开眼睛似的 随即 李楚俯身上前 上去就是一个公主抱 她将那女尸抱起 转身回走 很快分开水面 重新露出身形 主人 狐女叫了一声 很顺利 李楚回了一句 看见小道士大半夜 抱着一句女尸 走进自己家的时候 村长脸都绿了 虽然李楚很淡定地 说着不用怕 但这种时候 谁不怕谁是孙子 我想她可能 是因为某些意外 溺死在了流花河 又不想曝身于此处 才会给你们托梦吧 现在 只要将这具尸体送走 应该就没事了 这种事情 其实并不罕见 很多横死的人 都会出现这种 阴魂不散的状况 这种阴魂没什么大本事 全凭一个执念留存 只要把她的尸身 妥善安置了 自己就会散去 村民们倒是想将 这尸体赶紧后葬了 但是也没有这么简单 凭空死了个人 总得报给衙门知道 尸体也要送到 雅鼠练尸房去才行 判定死因 确认身份 寻找家属 还有很多流程要做 于是几个胆子大的村民 连夜和李楚一起 把那具女尸送到了衙门 事情至此就算了结了 将她的尸体捞上来 这女子的阴魂也该散了 谁知 第二天一早 周大福就找上门来了 我的小李道长 我求你行行好 把那具女尸处理了吧 周大福顶着两个老大的黑眼圈 双目无神 一脸的惊恐 李楚皱眉问道 又怎么了 周大福苦着脸说道 别提了 昨天我做了个噩梦 当场吓醒了 然后一问呢 发现我们班房的兄弟 全都做了同一个梦 梦见有一个浑身湿漉漉的女子 阴森森地跟你说 水下还有人 这就有些奇怪了 昨夜用新眼书探查的那片区域 保证上下一里的河道内 不可能再有别的尸体或阴魂 他若说水下还有人 那是在哪儿 若说阴魂不散 就是执念未消 之前的梦还能猜测 他是不想沉湿在外 这次的梦 确实有点猜不透啊 李楚觉得自己应该去见见他 于是他站起身来 说道 我随你去看看 周大福抬起头仰望着李楚 忽然觉得 虽然平时的李楚 已经很英俊了 但是此刻的他 格外的光芒万丈 让人有安全感的男人 真好 李楚一席轻衣 背着剑囊 剑囊里装着纯阳剑 出了格云怪 因为这次要去镇上 就没有让狐女随行 周大福带着他 步履匆匆地来到了 雅鼠后方 隔了一条街的练尸房 即使是县衙的衙衣们 平时也不太愿意 靠近这里 因为这练尸房里 停的尸体 多半不是好死 各有各的恶相 看得多了 不免会有些难受 这具女子尸身 停在这里 倒是有些 一枝独秀的意味 除了泡过水的绸缎 有些皱巴巴以外 她的鬓发不乱 面容清秀 皮肤盈白 如果不是浑身冰凉坚硬 躺在这里真是跟睡着了似的 但就是因为保存的实在太完好了 反而极为诡异 可以说 她缺乏一具尸体该有的自觉 小李道长 要不你就直接超度了她吧 周大福试探着问她 她的意思 就是不顾那梦境的含义 直接将尸体处理了事 对付这种不甚厉害的阴魂 确实可以如此 因为阴魂虽然脱离了尸身而存在 却还是与本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事实上 大部分驱邪者面对这种情况 可能都会这样做 在阴魂尚且不成气候的时候 是很脆弱的 多数时候 直接将尸体火化 就可以令其消散 厉害点的 至多请个僧人或者道士 念几遍经文 做成法事 超度之后再行火化 这具尸体死而不服 入水不服 显然是阴魂里较为强大的那种 不过就算它再强 毕竟也还是阴魂 若黎楚以纯阳剑斩着尸体一剑 想必它也难逃恶难 这样做既省心省力 又可以杜绝阴魂继续壮大 确实是最具效率 也最稳妥的选择 但是 黎楚不太想这样做 阴魂不散的主要原因 还是执念未消 这种执念多半不会是什么有被天理人伦的念头 不然就成怨灵了 如果可以 最好还是帮它完成 让它安心踏入轮回 此为上策 而且 黎楚在冥冥中总有一种预感 就好像 这个阴魂会告诉自己一些极重要的事一样 这种预感很强烈 这样的话 它就更不能草率处理此事了 退一万步说 就算放任这阴魂成长又怎样 让它再修行几年 也顶多变成小鬼 再修行几十年 有可能比肩怨灵 再过几百年 可能成为鬼将 运气好 再修千百年 可能晋升鬼王 而且还是较弱的那种 那种弱弱的鬼王 黎楚又不是没遇见过 下场就不提了 陈吟片刻 黎楚开口说道 最好 还是找到她的执念所在吧 周伯头 你们还没确定 这个女子的身份吗 周大福摇头 可以确定 不是于杭镇人士 看着这穿着打扮 也不会是周边村子的 柳花河西街州府 东入大海 往来客船极朵 这样悄无声息的 溺死一个人 官面上 很难找到来处 那我今晚就守在这里 亲自会一会的 找不到她生前的经历 就只能从阴魂本身下手了 周大福无奈 不再言语 既然黎楚愿意多花功夫 也只好随她去了 感谢收听本集 更多精彩多人剧 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 欢迎收听 多人有声剧 我不可能是剑神 作者 赔不了 梁小鱼团队制作 更多精彩 尽在喜马拉雅 第119集 此时天色尚早 阴魂又根本没有在白天信尸的能力 黎楚也没有一直在炼尸房里空荡 有一件事早就该办了 早在当日与那妖王战斗的时候 黎楚就感觉到了 自己在速度上的不足 想要找一道这方面的法门来弥补 只是后来事情太多 一直耽搁下来 到了今日才有空闲 她的剑下本就无一何之敌 现在又有了纯阳剑加成 黎楚都无法断定 自己的攻击强到了什么程度 在修炼了铁布衫之后 她的防御也达到了一个 令自己较为满意的地步 神魂方面 是会随着等级而提升的 黎楚向来最不怕的就是精神攻击 学会葵花点血手之后 又多了一门有效的控制技能 攻击 防御 精神 控制 仔细思考之后 黎楚觉得自己现在较为欠缺的 一是速度 二是回复 这两点空白如果填不上 那我可以成为一个较为合格的六边形战士 这样的我 就应该具备走出鱼航阵的资格了 趁着这个空档 她走过两条街 满怀期待来到了杂书斋 结果迎面而来的不是老掌柜 而是一群狂热的姑娘 现在德云冠白天的队要排好长 而且优先接待因斜碎上门者 冲小李道长去的姑娘们 再过去已经很难排上队了 黎楚最近又经常不在冠里 排了半天队 可能见到的是糟老头子或者傻丫头 在杂书斋率先挂起 小李道长最爱光顾的牌子后 这里很快就成为了姑娘们聚集的又一个场所 没想到今天就这么突兀的梦想成真 偶遇了一只野生的黎楚 小李道长 是活的 听到这尖叫声 黎楚不由得一阵头皮发麻 混 折腾了好一会儿 盗袍都撕了好几个口子 才在老掌柜的帮助下脱身 老掌柜直接关了店门 爷儿俩背靠着店门气喘吁吁了半天 他这才转头说道 小李道长 退不住了 自从挂了你的名头出去啊 生意是好了许多 只是没想到 倒让你不方便来了 黎楚白白说 无妨 这种事习惯就好了 老掌柜回过气 笑呵呵问道 小李道长这次来想找什么书啊 还是五道秘籍吗 是 黎楚汉手 老掌柜一边走过去 一边笑道 我这小店的五道秘籍本就不多 快要让你买光了 这次要找什么类型啊 想找两种 提升速度的法门 和回血疗伤类的 可以吗 嗯 老掌柜猫下腰 翻腾了半天 说道 回血疗伤 应该没有 这类大都是高级的功法 我这毕竟就是个小店 哪能进得到那种货呀 换言之 我这里都是大陆货 黎楚微微失望 老掌柜不起身 接着说道 速度类的 倒是有一本轻功神法 不知合不合你心意呀 说吧 他举起一本 照例破旧的书册来 哦 黎楚看着这本书的名字 眼睛一亮 只见老掌柜手中 那书册的封面上 龙飞凤舞的七个大字 蓝蝶华云游深步 和之前那些浓浓的地摊风书名相比 这本秘籍 从名字上就透出了一股高级 这本步伐可了不得呀 据说是 西年江湖上 一位铁性女侠所创 在她孙子手中发扬光大 一旦施展开来呀 那真是 急如闪电 行如鬼魅 只是这种步伐 修炼的难度极大 这百年来 一直没有人能练成 毅然近乎失传了 传说中 若将其练到极致 就是打万军 从中穿过 都没有人能碰到你一根毫毛 老掌柜天花乱坠地说着 夸张的语气和以往没有什么两样 李楚对杂书斋出品的质量是信得过的 当即道了声多谢 付钱走人 去一眼门外的人散得差不多了 他赶紧溜了出去 掌握一门轻功 对自己来说就是极大提升 至于回复疗伤类的功法 虽然没找到 倒也不急 毕竟 在铁布山的防御下 我受伤的概率 应该也不会很高 虽然说六边形战是很令人向往 但是 在另外五条边已经足够长的情况下 少一条边并不影响生活 兜兜转转 再回到练尸房时 时候也才正午 四下无人 李楚便来到院子里 迫不及待地打开了那本秘籍 这种轻功身法 更侧重于短距离闪避以及追击 适用于战斗 至于长途奔袭 日行千里等等 则是做不到了 和修者的御风御剑等飞天之术比起来 更是不值一提 但对李楚来说 已经足够了 仔细看过一遍之后 李楚确信 这蓝蝶滑云游身部属实是由女子所创 这步伐强调的要诀有三个 轻 灵 快 虽然也是依赖顺势爆发 却不靠刚猛的发力 而是刚柔并济 轻重结合 达到更加灵动的效果 说白了 就是不仅要快 还要美 男人创造的功法通常不会这样 因为 男人一旦快的话 就很难美起来 这步伐的发力诀窍 简言之为 身轻如燕 一步千军 其一口真气体体 将整个身子放空 令躯体清零 但这个时候 浑身的力道都要集中于一只脚上 剑步重重地踏出 这是一种很难拿捏的状态 黎处左手还在捧着书册研究 右脚已经踏了下去 在地面踩出了一个重重的脚印 他的身子也一下窜出了一丈来源 但 不对 他摇了摇头 完全不是密集中描绘的感觉 按密集中的说法 蓝蝶华云游身部最强之处 在于它可以刚柔相继 绵绵不断 舞蹈高手练到高深处 甚至可以一步三丈 连踏九步 很多时候 这九步就足以跨越生与死的距离 所谓刚柔并济 并非说说而已 刚本是柔 因心念所致而化为刚 柔中带刚 又终将这刚化为柔 刚在柔中 柔随刚动 立之所致 循环往复 方为智力 感谢收听本集 更多精彩多人剧 欢迎关注 梁小鱼主页 欢迎收听 多人有声剧 我不可能是剑神 作者 赔不了 梁小鱼团队制作 更多精彩 尽在喜马拉雅 你跑上房顶上 去干什么呀 李楚低头一看 发现是一名见过的年轻捕快 再左右看看 原来自己这一纵 居然来到了县衙的房顶上 离难练尸房的院落 已经隔了一条街 这蓝蝶画云游身部 有点厉害啊 一步三丈还是前选 我这一步 踏出了何止十几丈 而且 居然还能飞 这可是意外之际 他朝那捕快随口应付的 啊 没事 我溜达 捕快一愣 哈 没事 能溜到房顶上来 这是什么操作呀 黎楚已经撇过头 不再看他 重新思考自己的修行 方才自己只是力度没有拿捏好 这次尝试着控制力度 把握方向 应该可以成功回到 街对面的院子 想着 他脚下发力 身形又是一伤 果然又瞬间原地消失 在那捕快的视角里 就是刷的一下 黎楚出现了 刷的一下 黎楚又没了 晴天白日 这小伙子用力揉了揉眼睛 仔细地瞪着那房顶 带了半场 忽然有些怀疑人生 此时 黎楚的身形 已经出现在了练尸房内 他很惊讶 因为他本来是想 落在院子里的 这次力道恰好 应该是方向没保护症 稍有偏移 但是 怎么一下子飞进屋里来了 就算要进来 也应该是撞破墙进来才对啊 莫非 这蓝蝶滑云游深部 还能穿墙 顺移 无影 穿墙 这几个关键词叠加在一起 黎楚脑海中忽然浮现出两个字 闪现 他当即又试了一次 一步踏出 刷 下一个瞬间 他又来到了院子里 这次完全成功 黎楚不由得再次摇头感叹 哼 还真是闪现啊 蓝蝶滑云游深部 好强 这么强的身法 也难怪老掌柜说 他修炼难度极大 几乎失串于江湖 即便是我 也练习了争承 三次 方才完全掌握 接下来要测试的 就是他的连续性 但见 小小的院落中 一道残影来回穿梭 刷刷刷刷刷 扮上 方才停下 黎楚脸部红气不喘 静静沉思 五道高手练到高身处 可以一步三掌 连踏脚步 而我 可以一步十余掌 然后 无限连 是因为灵力的优越性吗 他又想起自己的铁布山 新眼术 和葵花点穴手 效果似乎都和各自秘籍上 所描述的 不太相同 总是略显夸张 一个大胆的念头钻了出来 有没有可能 其实这些都是很普通的工法 全都是因为我用灵力加持 所以才会如此弥天 越想越像 黎楚冷静思索一阵 觉得此事可能要做一个对照实验才行 自己最大的问题是 一直是独自默默研究 从没有见过修炼这些的五道高手 得另外找一个人 让他修炼这些工法 如此对比 才能直观地看出不同 他默默将此事记在了心里 若我的灵力果真能化腐朽为神器 练这些普通的五道功法尚且如此 那如果有一天 我修行那些强大的仙门神通 又该是什么长脚 想到此处 黎楚不禁一阵心热 当夜幕降临 周遭格外安静 昨晚在雅鼠中当值的几个捕快 都做了噩梦 今天晚上没人敢再睡觉 都挤在班房里 等着黎楚这边的动静 黎楚独自在炼尸房中 面对着那具完好的尸体 闭目冥想 他人随在炼尸房中 新眼术却已笼罩了临近几条街 只要有一丝阴气显露 都绝技逃不出他的监察 记性 不知过了多久 忽然有一丝微弱的声音 打破了这记性 抵达 抵达 是水跌落地的声音 似乎还有点远 但是黎楚已经动了 他站起身 一脉步 身影就已经消失在原地 疏忽间 就是两次闪烁 院墙外 月光朦胧中 依稀有一道湿漉漉的影子 显然 这是一只女鬼 她像是刚从水中爬出来似的 头发湿而重 披散下来遮住全领 衣服紧紧贴在身上 双臂下垂 幽幽地望着炼饰房的方向 似乎想靠近 又有些犹豫 默默赤处传 冷漠 激青 又惆怒 就在这时 只见残影一晃 她的面前突然多出了一个轻衣小道士 女鬼的双肩磨的一抖 明显是被吓了一跳 旋即 她转身就逃 月光下 她飘幽幽的速度很快 但是 小道士的速度更快 她只迈出一步 刷的一声 并又鬼魅式地拦在了她的前路上 女鬼脚步一致 突然有些恍惚了 好像是一下子想不通 我们两个 到底谁是鬼 黎楚凝视着面前这只 大概相当于十八只灯笼怪的小小阴魂 轻声说道 别怕 我是好人 女鬼沉重的头发抖得一炸 整只鬼都跳了起来 好人 那肯定是要杀鬼的呀 看她转身又要逃 黎楚有些不耐烦了 她再次一个拦蝶滑云游身步 闪现到女鬼身前 将其拦住 而后 再度用温和的声音安抚她 这位 姑娘 你再跑 我就要出剑了 听了她的安抚 女鬼这才镇定下来 她浑身僵直着站在原地 一动也不敢动了 黎楚这才得空问道 殿尸房中 可是姑娘你的尸身 女鬼乖巧点头 那便是了 黎楚看着她 缓缓说道 你若有何执念 可以与我讲来 我可以帮你化解 不必每日惊扰百姓 女鬼从头发后面露出一只眼睛 偷眼瞧着她 很恐惧的样子 仍旧不敢出声 黎楚见她的状态实在太过紧张 有些无奈 想了想 她勉强挤出一丝和煦的微笑 说道 我是真心想帮你的 女鬼看着黎楚春天般温暖的笑容 愣了一下 不知怎的 心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 这个人 一定很值得相信 感谢收听本集 更多精彩多人剧 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我不可能是剑神 作者赔不了 梁小鱼团队制作 更多精彩 尽在喜马拉雅 第121集 练尸房里 在自己的尸身旁边 女鬼默默地惆怅了一会儿 终于发出了声音 我叫陈玉江 是云河县人士 小李道长 我听说过你的名字 在刘花河 我一看见你的脸 就知道是你了 哦 黎楚有些诧异 没想到自己的名字 已经传到了渔航县外 我家和渔航县的 葛家是世交 我听葛翠花提起过你 女鬼捶着头 小声说道 她说你 不止相貌极度英俊 而且曲弦十分厉害 不论什么妖魔鬼怪 从来都是一剑斩杀 所以 所以 我才会害怕你 我 我没有做过坏事 真的 黎楚了然地点点头 难怪这女鬼给别人托梦 却总是躲着自己 可能是葛小姐跟她提起的时候 说得太过夸张 同时从这话里也能得知 这陈小姐 也必定是出自豪富之家 陈姑娘 我被修行 虽然讲究斩妖除魔 但你未行恶事 自然不在此列 我找你的确是想帮你消除执念 让你安心 走入轮回 多 多谢小李道长 陈玉娇轻轻点头 李楚观察了她一阵 感觉这陈小姐生前 必定就是窃窃的性子 所以死后化成了鬼 也会这般战战兢兢 这般性子 让她去害人都很难 我原本是和戴家公子 一起乘船出游 之后李楚花了好长时间 才听她断断续续地 说完了自己的经历 原来 这位陈小姐果真是出自 云河县里的大富户 陈家 她还有一位青梅竹马的情郎 是云河县里 另一个富户戴家的公子 二人指负为婚 门当户对 又是郎才女貌 可谓天作之和 原本两家计划 今年就要择个良辰吉日 给二人完婚 前几日 那位戴公子忽然邀她 乘船出游 情郎邀请 陈小姐自是鲜然应允 两人相约 秉退了丫鬟小丝 包下了一艘客船 想悄悄享受一番二人世界 谁料传言 刘花河行至下柳村河段的时候 那几个船夫呼地抽出钢刀利刃 化身贼人 将他们身上的财物结光之后 便逼着这一对情侣 跳下河去 二人无奈 七七晚晚 相拥着跳下刘花河 故事到这里 就是一桩罪案而已 但是陈小姐不甘心 长眠水底 一灵不敏 化为了阴魂 这才有之后 下柳村的村民 做噩梦的事情 本来将他尸身打捞起来 下葬了便也罢了 但是 陈小姐却发现 情郎没了 戴公子与他相拥着 跳下刘花河 生不能同亲 似一当同果才是 如今他身子化作阴魂 那戴公子的尸身 却不翼而飞 这让他如何甘心 于是才有了 昨晚的第二次托梦 他所说的水下还有人 指的就是戴公子 可是那人在哪儿 他却是不知道了 我昨晚曾仔细 探查过刘花河底 除了你的尸身之外 绝对没有其他尸体 黎鼠看着陈小姐 说道 你确定戴公子 与你一起 她的话没有说完 你确定她和你一起死了 当然 陈小姐的声音 第一次变大 戴公子与我 早已海誓山盟 约定终身 她又岂会 岂会抛下我毒火 听她语气 似乎对二人间的感情 极为笃定 抱歉 刘花河河道绵巢 或许她的尸身 冲到别处去了 也说不定 戴公子的全名是什么 明日我可以问问 县里牙医 看看 能不能打探到她的消息 戴公子呀 提起情郎 陈小姐的声音 才温柔了几分 缓缓说道 她叫戴鄂人 此日一早 李楚便对周大福 说了此事 陈小姐一臨不敏 皆因不能与情郎共葬 让她帮忙打探一下 戴鄂人尸体的消息 又或许 这戴鄂人根本没死 那这件事情背后 应该就另有隐庭 同样 也要将其挖掘出来 才能宽慰 陈小姐的阴魂 周大福 办这些阳间的事 还是麻利的 领会了意思 便去吩咐 手下人动起来 李楚也暂且 回了德云观 德云观的清晨 永远是一片 岁月静好 师父坐在树下 散发着她那满满的 快要溢出来的 高人风范 狐女在石桌旁 表演茶艺 小锦里最近吃了几片画龙果 精神状况不太稳定 时而像以前一样呆萌可爱 时而四十五度角 仰望天空 莫名其妙来一句 唉 生而为雨 我很抱歉 李楚回房稍微休息了一会儿 醒来的时候 还不到正午 洗漱一番 他正要去前殿接替师父 就见周大福一脸凝重 急匆匆地赶过来 情况如何 我派人去云河县查了 那戴鳄人啊 根本没死 活得好好的 李楚点点头 这倒也确实在 他的料想之中 但周大福接下来的话 就让他有些惊讶了 而且呀 那陈玉娇也没死 也活得好好的 李楚感觉自己的脊梁骨 像是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 这未免有些奇怪了 如果陈玉娇没死 那我捞起的那句尸身是谁 他又为何要有板有眼地 说起那些事来骗我 想想昨晚陈小姐的样子 李楚觉得 他不像在撒谎 那 就听周大福又说道 而且呀 今天就是他们大婚的日子 我那手下过去问人家 姑爷是不是死了 要不是这身官皮 保诊要安一顿揍他 李楚豁然起身 说道 我们去看看吧 去云河县 对 是有轻巧 必须得去亲眼看看才行 当即 他与周大福一起动身 乘船赶往云河县 周大福虽然是个牙异捕头 但经过这许多事情之后 对李楚已经产生了盲目的信任 小李道长要做的事 终归是有道理的 虽然他还是觉得 一剑斩了那肉身 比较干脆利落 也能省去这许多周章 云河县与渔航县本就不远 沿着流花河逆流而上 用不了半个时辰也就到了 代家所在 距离这河畔也不算远 两人快步前行 沿途问路 走了也差不多半个时辰 远远看去 就像前方一片连绵的家宅 巨市张灯结彩 喜气腾腾 声势极为浩大 可谓锣鼓喧天 鞭炮齐鸣 红旗昭窄 人山人海 果然是在操办喜事 黎楚台部就想过去大门处 周大夫一把将他拦住 小李道长 你干嘛 自然是要进去看一眼那对新人 你当这是咱们乡下亲戚的喜宴吗 随便进去闹 周大夫挠头说道 你想进人家那院饮宴 得有请柬的 我先想办法 感谢收听本集 更多精彩多人剧 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我不可能是剑神 作者赔不了 梁小鱼团队制作 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 第122集 李楚辰你一想 请柬自然是没用 但他站在门口一抬眼 恰好看到一个熟悉的人影 不用他招呼 那人就自己一路小跑朝他过来 小李道长 只见来人兴眼淘塞 容颜娇俏 正是上次救过的葛翠花葛小姐 她的身后还有葛姥爷 也在笑眯眯地朝李楚点头 葛小姐 李楚回了个招呼 随即问道 你们也是来参加喜案的 是啊 葛翠花跑过来 脸蛋红扑扑的 比起先前病奄奄的样子 属实亮眼的许多 李楚说道 那咱们一同进去吧 好啊好啊 葛翠花忙不迭点头 还转过身兴奋地喊道 爹 小李道长和咱们一起进去 由葛家妇女同行 代家门口的家丁自然无不放行 还有专人一路引着葛老爷一行人 到了最前边的宴席 周大福跟在后面 看得目瞪口呆 满心都是 这他们也行 这就是你们长得帅的 所谓的想办法吗 感觉我上我也行啊 在宴席中坐定 李楚忽然问道 葛小姐 你与这陈家的小姐相熟吗 我和玉娇 以前常在一起玩的 只是近两年 不常来往了 葛翠花答道 又抬头 小李道长 你问人家新娘子干嘛呀 只是略有好奇 那你们这两人见过面吗 嗯 玉娇最近 好像有些奇怪 我去找她几次 她都很匆忙 倒没认真聊过 李楚轻轻轻点头 不多时 就听三声炮响 新郎官和新娘子各自出现 那新娘盖着红盖头 看不清面容 新郎的样子倒是唇红齿白 颇为俊秀 李楚用心眼探查一番 也看不出什么异样 就算是妖魔邪碎 若不显露修为 倒也难以发现不对 她也不出声 就默默观察 看看会不会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一直到新人拜过高堂 天地 似乎都看不出什么端倪的时候 忽然 一阵破风声响 就见一道黑影带着呼啸声 朝新娘打了过去 这黑影来得又快又急 众人根本来不及反应 眼看着要砸在新娘脑袋上 却听砰的一声响 只见那体型柔柔切切的新娘子 竟然伸出一只手 就稳稳地将那黑影拦了下来 那物原来是一颗黑色念珠 不知被何人用大手法抛制过来 势大力尘 停在新娘子的掌心 物质还带着旋转和滋滋的 响声 可见其力道有多惊人 更惊人的是 这新娘子竟然将这一击暗器 接住了 就在新娘子伸出手掌的一瞬间 黎楚也瞳孔一缩 赫然而起 妖气 这新娘子果然有梦 旋即 就见一颗称亮的光头 从远处的围墙顶端 冉冉升起 原来是一名身着灰白僧袍 竖绣绑腿 做武僧打扮的青年和尚 但见他轮廓刚毅 容颜英武 周身肌肉绷紧 好似囚龙盘踞 尤其一双眼 放着战战的神光 竟然有些字眼 这和尚翻越过围墙 哈哈大笑 冲着这边新郎官和新娘子 朗声大喝 妖孽 我早看出你不是人了 原本其乐融融 欢庆一堂的场面 因为这白袍和尚的出现 骤然便紧张起来 周遭一群看客不明就里 只当有人捣乱 有年轻力壮的宾客 就想上前阻拦 旁边立刻有人将其拽住 你干嘛呀 这可是双妃寺 九浅禅师的高徒 他出手必有缘由 九浅禅师的弟子 是啊 而且啊 这位可是双妃寺里 新进的最强武僧 出了名的姓如烈火 你敢去拦 不要命了 一时间 周围议论纷纷 却没有人敢出来阻挡 那白袍和尚就如此大摇大摆 一路走上前来 那新娘子接住念珠以后 随手扔在地上 然后一甩头 揭开红盖头 看她眉眼 果然与那水下的尸身 一模一样 亏得那尸身未曾腐坏 李楚才能一眼认出来 另一侧那新郎官 即代恶人代公子 站了出来 沉声说道 这位大师 无端扰乱我二人拜堂 未免太过无礼了吧 你二人 白袍和尚人尚未知 先冷笑一声 我怎么只看到 一对黄狐狸在拜堂成亲呢 啊 他这话一出 周遭大妃 道道精乱的目光 攒在代公子 与陈小姐的身上 又不时往和尚身上游疑 不知他何出此言 高台上 有一位傅太的老人 应该是代家家主 及代恶人的父亲 他站出身来 惊疑地说 大师缘何辱骂小儿 与他妻子 辱骂 不过是实话实说罢了 白袍和尚的语气 极为蛮横 你这和尚 莫要欺人太甚 代恶人怒道 来人 把这封和尚 给我打僵出去 诸位的家奴院丁 尚未赶来 白袍和尚 冲着代老爷 喝了 你亲生儿子 早不知道在哪被害死了 你还在这帮这顿狐狸拜堂 我今日就打死他们 让你看看他们的真面目 说吧 他身形暴起 听闻这话 那代公子与陈小姐 同样面色大变 自从那陈小姐 显露了一丝妖气开始 李楚就始终在盯着他们 此刻 见着二人身上妖气暴涨 不能再观望了 周围百姓极多 一旦事态闹大 难免殃及无辜 念及此处 李楚一步踏出 随后 一只大手搭在他肩上 将他重重推开 伴随着耳边 一声雷鸣似的抱贺 别碍事 原来李楚坐的位置 离高台更近 只上前一步 就到台下了 正好赶上那白袍和尚冲过来 和尚便顺手一波 李楚被这一声吼住 再抬头看着那和尚的背影 好似猛虎下山 毅然扑了上去 他便暂且止住了脚步 好吧 你先 那戴公子与陈小姐对视一人 终于也不再绷着 周然露出一副恶像 双臂各自化作利爪 这是妖物化形之后 最便利的战斗形态 将天生的爪牙与人体结合起来 果然是妖 直到此刻 周围的宾客才轰然四散 叫嚷着乱纷纷逃开 感谢收听本集 更多精彩多人剧 欢迎关注 梁小鱼主页 欢迎收听 多人有声剧 我不可能是剑神 作者陪不了 梁小鱼团队制作 更多精彩 尽在喜马拉雅 第123集 那白袍和尚 却不畏惧尖牙利爪 只凭一双拳头 生生轰杀上去 很快 第一句拳爪相交 那戴公子被震退五步 喊了一声 好大的力啊 这二腰配合极为默契 戴公子正面扛敌的时候 那陈小姐便侧面出席 一爪掏在河上口泪 犀利一爪 却不见血光 只有两层衣衫被撕破 河上的肋下 出现了几道红痕 陈小姐也飞身而退 喊了声 好厚的皮 她想退 喝上却不放 而是一个剑步 追将上来 再一拳 拳风烈烈 尽气凝聚 当真可怕 陈小姐双爪齐出 被这一拳打中 仍旧挡不住 身子抛背出三种多远 黎楚在下方观战 不由得想起 师父讲过的一种传承 佛门所修神通 大多宽人 缺乏生杀大术 有些时候 终归不够强力 这时候 一门传承诞生了 武僧 其专修佛门舞蹈者 比起寻常舞者 在舞蹈中 又多了佛法加持 比起寻常佛法 炼体修舞 极为杀伐灵力 大成之时 可证金身罗汉 这白袍和尚 便是极明显的 武僧一脉 炼体横推 肉身汗勇 他的招式 看似大开大合 其实暗含张法 将自身要害保护得极好 暴露出来的部位 那两个妖物都不足以破防 轰轰轰 和尚不识竖法 妖物也不经神通 拳爪交加 画面冲击性极强 只可惜周围百姓 都怕受到波及 早就跑得远远的了 敢站在场下看的 也就黎楚一个 黎楚看着他们 你来我往 拳拳倒肉 感觉颇为刺激 这样血脉 奋章的战斗 是他从未经历过的 那和尚虽然 以一敌二 却大战上风 两只妖物 虽以化形 但看得出来 年头未久 道横不高 打得久了 二腰嘴角都溢出血来 那戴公子咬牙说道 不行 你我不是这和尚对手 你走 你要干什么 那陈小姐虽然在问 却似乎已经猜到了什么 顿时满脸焦急 戴公子将身体撤 短暂地拉出一个空档 将掌心按在自己小腹 不行 陈小姐注意到她的动作 两枉喊了一声 但白袍和尚却不容她阻神 一拳当凶 将她打得吐血抛飞 下一秒 就听戴公子体内传来一声报名 哄 好像有什么在她体内炸干了 宝丹 白袍和尚眉头一拧 顿时明白了这妖物所做的事情 妖物在面临必死之境时 才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引爆妖丹换来片刻强大的力量 虽然能短暂爆发 但多年修为就此毁为一旦 就算侥幸不死 也会重新变为一只残弱的野兽 哎呀 戴公子的嘶吼声逐渐雄火 转眼之间 她以化为圆形 一头一丈来长的大狐狸 娘子 你快走 我与这和尚拼了 这弓弧周身甚至鼓动起雄雄妖艳 那是骤然爆开的大量妖气 无处宣泄而形成的 她感觉自己从未有哪一颗如此强大过 白袍和尚看着面前不惜抱丹的妖物 终于露出一丝凛然的神情 没有你 我独火有什么意思 那已然受伤的陈小铁 毅然将掌心按在小腹 砰 随着一声报名 她也现出猙獰的原形了 两头妖狐对着嘶吼了一声 吼声中满是绝望 而那绝望 通通都将化作对和尚的粪 你们以为只有你们能暴肿吗 和尚大喝一声 猛地一扯背后白袍 露出一身临甲威夷 她的背后与双臂 赫然盘踞着一条栩栩如生的天龙刺心 此时 那天龙尚且闭着眼 已然有神威设人 佛门刺青者 当为护法尊 见到这等天龙护法 两头妖狐正欲前扑的身形立指住 改为四肢伏低 喉咙呵呵作响 妖艳摇摆 显然十分忌惮 看看你们两个爆弹的妖物 能不能扛住我这一招 赤裸上身的和尚怒吓一声 两头妖狐目光谨慎 如临大敌 降龙在我 神龙白尾 再见 就听和尚连吓三声 话音未落 他已经转过身一个剑步 一溜烟似的狂奔而去 就这么溜了 场间那两头妖狐错愕了 场下的黎楚也惊到了 你又脱衣服又露刺青 摆这么大阵仗 原来只是为了把对手吓住 然后跑路嘛 这还能说什么 只能说逃避可耻 但有用 此时这两只妖物都已经报单 只需耗上片刻 他们必死无疑 碧其锋芒确实是最好的选择 但是 和尚转身飞奔出不远 一回头 却发现那个轻衣小道士 仍旧呆呆地站在原地 好像不知道怕事 他不由得和理 快闪开 但已经来不及了 两头妖狐暴怒着追过来 还没追到和尚 眼中手当其冲看见的 就是黎楚 此时他们眼中满是血色 已然不顾一切了 只要是人类 就要灭杀 和尚舰两头妖狐已经扑过来 那小道士仍然不躲 他气得吐出一口浊气 然后毫不犹豫 又反身冲了回来 想要替黎楚挡下这一击 不过对于现在的黎楚来说 不是闪不开 而是 可以躲 但没必要 因为这两头妖狐 抱丹之后毫无隐匿的 全胜妖气 哪怕夹在一起 也完全不如当日的飞天狮子 对于这种有大体衡量标准的敌人 李楚是不太怕的 飞天狮子等于一剑 公狐家母狐小于飞天狮子 也等于一剑 于是他从背后拔出剑来 纯阳剑光 恍如大日黄黄 去吧 普通攻击 神木是双飞四里这一代最能打的和尚 没有之一 之所以法后神木 是因为他天生具有一双慧眼 能够看穿世间诸幻 看破妖魔变化 他自小被收入韩非寺 作为武僧培养 他能打 既是因为他修为高 力气大 身体硬 也是因为他善于打架 对于怎么打人 以及怎么避免挨打 他有特别的天赋 感谢收听本集 更多精彩多人剧 欢迎关注梁小于主页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我不可能是剑神 作者赔不了 梁小于团队制作 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 第124集 僧人大多喜欢讲道理 能言善辩 但神木是个例外 讲道理啊 他嘴笨 就喜欢打人 能打 一向是他的标签 以及最自负的脸 但是今天 他突然对这一点 产生了怀疑 什么是能打 对方无法打倒你 你可以打倒他 可假如你遇到一个 强大到恐怖的对手 他一剑就可以让你灰飞烟灭 而你连粘到他衣角的机会都没有呢 如果这样的人是一位大能 他倒也不会感知无法 可斩出这一剑的 就是一个看上去比自己还要小的小道士 那一剑的威士 他都很难想到言语去形容 就仿佛是周围的一切都急剧缩小 只有那小道士仗剑的背影 在不断放大 一剑之下 天地为我 对 神木还是在背后看到这一剑的 很难想象 如果是面对着这一剑 会是怎样的大恐怖 那两只在抱丹之后 自己不敢正面 阴其锋芒的妖狐 在这一剑之下 为那道滚滚滔天的赤色剑巢 轰然滚落 落地之后 全都混作一团焦糊的肉 神木的脑子转得本就不快 在这一刻 他彻底呆滞了 当当当当当 两只妖狐死后 有金铁声落地 黎楚眼睛一亮 又报物品了 上次那枚不画骨 师父可是点评为无价之宝 他寻生望去 发现掉在地上的两枚铁牌 看上去暗淡无光 画着古怪的名文 他捡起这两块铁牌看了看 似乎没有什么特别 但普通的金铁 怎么能在纯阳剑的剑气潮汐中 保持完好 这本身就是最大的特别 他将铁牌揣进怀里 转过身 才看见近在咫尺的和尚 发现这和尚正在痴痴地望着自己 神情呆滞 不知道在想什么 他的上身还赤裸着 黎楚心里毛了一下 赶紧闪身离开 此间的事态已经颇为明了 那狐妖该是先害了戴公子 再利用变化的天赋化作她 之后害死陈小姐 再由狐妖的娘子化作她 这两只狐妖妄图以这样的方式盗取人类的身份 享受着花花世界 倒也多亏那和尚出现 用强硬的手段戳穿了他们 不知道她有什么法门 能够直接地看出这两只妖妖的原形 现在好 恶有恶报 接下来 由衙门将陈玉娇的尸身送还即可 只是可惜 戴公子与陈小姐 这一双眷侣的性命 回到德云罐后 黎楚把那两块铁牌拿给师傅看 于其安的表情罕见地严肃了起来 黎楚瞬间意识到 这可能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 甚至 可能不是什么好东西 这是一妖门的名牌啊 这东西居然出现在杭州府了 于其安皱着眉 得赶紧通知朝天去才行 一妖门 那是什么 是西域那边很猖獗的一个妖族势力 形式诡诀神秘 由一群妄图取代人族的大妖族劫 最典型的形式手法 就是将擅长化形的妖族打进人类世界 他们选定的目标往往是人类权贵 先暗中观察 再找机会以化形妖物取而代之 西域有一小国就是被这样逐渐渗透 最后连国君都遭取代 继而彻底沦为妖国 一妖门的爪牙曾经伸进河洛潮几次 都被朝天去联合其他邪门 以最强硬的手段镇压下去了 但是一妖门背后的大妖 个个都极为神秘 终究难以铲除 距离他们上次归缩回西域 又过去上百年 算算日子也应该恢复元气了 只是想不到他们居然直接从西域跑到江南州来了 李楚听闻了然地点了点头 哦原来如此 这样说来之前还是想简单了 那两只狐妖可能不止想享受人间的繁华那么简单 代公子和陈小姐被取代的过程 的确符合师父所说的应妖门形式 只是 代家和陈家虽然是大户 倒也算不上多了不起的权贵 或许 是因为之前几次吃了鞭 所以他们这次 开始放低了渗透的标准 这样的敌人往往是最令人厌恶的 若是真刀真枪的党 如今和洛王朝兵强马壮 十二仙门完全无惧各路邪碎 但是这样背地里搞风搞雨 不知何时就会给你捅上一刀狠了 总会让人寝食难安 想了想 李楚又问道 我今天遇见一个僧人 他能在妖物划行 并且还没有泄露妖气的时候 就看出妖物的本体 可是有什么法门吗 在他想来 这个世界或许有什么 类似火眼金睛的大神通 不想约其安果断地摇头 迄今为止 还没有什么神通术法 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妖物划行是受天道承认的 所以只要不主动显露修为 与凡人无益 这是天道规则 神通术法本就是借天行道 当然不可能互相背离 不过可以看破原型的法宝倒是不少 譬如江湖上最流行的赵妖镜 各衙门公堂上 或者大户人家的中庭都会悬上一块 此外还有沈妖台 迎妖狱等等 林鼠听得一阵点头 先想有机会得弄一件防身 于其安接着说道 只是这些法宝啊 也都各有各的弊端 所以这么久了 遗妖门这些复古之居 还是能够存活在世上 这边师徒俩正在谈着有的没的 忽然有人前来送信 李楚出去接了 发现信是一个陌生人送来的 一问这信的来路 送信人也不知道 只说他是杭州府里的贤汉 碰巧遇见了一个书生 出银两让他帮忙前来送信 这下李楚倒是有些好奇 他可不认识什么杭州府里的书生 仔细想来 倒只有王龙七有些可能 可李楚怎么也不愿承认他是书生 他也不是那种会给朋友写信的人 信是由一层防水的油布裹的 解开那层油布 里面才是信封 将其解开取出信封 信封上落款写的还真是王龙七 有些意外 拆开信封一看 李楚的眉峰顿时聚拢起来 只见那张打开的信纸上 是色泽已经黯淡了的血迹 居然是写书 而且只写了一个字 一个大大的旧字 旧 感谢收听本集 更多精彩多人剧 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我不可能是剑神 作者赔不了 梁小鱼团队制作 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 第一百二十五集 有道是杭州美景盖世无双 西湖岸奇花一草四季清香 那春游苏堤桃红柳绿 下上荷花印满了池塘 这秋冠明月如同碧水 东看瑞雪铺满了山缸 自渔航镇沿流花河向上 过了云河县 就是杭州府 这一路水波炼雁 山花两岸 一艘小小游船 正缓缓从渔航镇出发 船尾处 带着斗笠的烧工 摇摇呵呵 和来往的同行打招呼 船头处 则站着两个亮眼的身影 一位是青山利落的小道士 长身而立 目光清朗 眸光灿灿 看着她的身形样貌 总会让人觉得 天地所终 不外乎此 其余众生 未免潦草 她身旁还站着一名彩仪少女 一身坠满流苏的云罗群长 尚未完全长成的身段 腰条细软 双腿修长 梳着个双马尾 肌肤白得晶莹剔透 一双大眼睛 打量着周围景色 有些雀跃 又好像藏着些 抹不开的愁绪 这二人 正是渔航镇 石里坡 德云罐内 贯主于其安的 开山间关门大弟子 黎楚 以及他的妖奴 锦里化人 名唤悦儿 黎楚死刑 正是昨日收到了好友 王龙七的血书求救 打算赶往府城的正气书院 查看情况 之所以带着小悦儿 是因为她吃了化龙果后 已然完全化刑 这一下 她就从没心没肺的一条小锦里 彻底变成了感情丰富 思绪纷繁的人类 鱼一变聪明 就容易发愁 她想到自己的族人尚且下落不明 独独自己一鱼在外 哪怕过得再好 也开心不起来 另外她还意气自己的爷爷 那条锦里族长是有人类名字的 换作刘朝安 于是她随着自己的爷爷 也有了一个大名 换作刘月 于其安觉得刘月这名字太俗气 像乡下丫头 不如在月子旁边加一个王 改成运 雅致一点 李楚坚决否定了这个提议 异常的坚决 这次去往府城 带上了小简礼 就是让她顺便散散心 别老想着那些不好的事情 小月儿看着周围的湖光山色 渐渐的 心情也确实舒缓了一点 游船路过一处渡口 渡口上人流熙攘 颇为热闹 趁着人流 也有不少小贩在摆摊叫卖 一时人声鼎沸 也有不少人 看见这边船头人的容貌 忍不住将目光投过来观望的 月儿一拉李楚的胳膊 主人 你看那些人在卖什么呀 五颜六色的 好漂亮啊 李楚看过去 答道 那是河灯 马上就要中秋了 人们会放河灯许愿 你喜欢的话 到时候也给你买一个 小月儿点点头 又扬起天真的眼眸 把愿望写在河灯上 真的会实现吗 完全不会 李楚断然摇头 一下 两下 小月儿眼里的天真 也被一下下无情击碎 还有 不要再喊我主人了 大白天的外面人又多 别人听到会觉得很奇怪 那喊什么呀 李楚提议道 你我不如兄妹相承 可是 人家都叫习惯了吗 小月儿想了想 说道 那不如今后 咱们白天哥哥妹妹 晚上也是 李楚立刻用坚决的语气 强调道 孝金丽只好点点头 双马尾甩来甩去 似乎表达着 他对人类行为的困惑 船从渡口头驶到渡口尾 不想着短短的片刻功夫 头顶的天就变了颜色 晴天白日 转眼就变成阴云弥漫 在等船将将行远的时候 就已经有细密的雨丝落了下来 烧公带着斗笠 不在乎这点雨水 李楚和小月儿 则躲进了船舱里坐下 这时候 就听岸边有人叫声呼唤 淳家 烧公转头看过去 发现岸边正有两个女子小跑过来 边跑边朝这里招手 这二女一个身着紧簇白衣 长裙飘飘 一头黑发盘着精致的堆雪茎 风雨中云并飘摇 虽然看不清面貌 也能感觉到出尘的气质 想来孜容绝对不差 另一个身着青螺纱裙 年纪似乎小一点 身量略矮 步伐也轻快些 显得活泼可爱 一看是两个姿色上家的姑娘 烧公便答了声 那青衣女子又叫道 我们主婆二人行至此处 突然天落大雨 不知可否让我们搭一搭船 我这船是前面那位公子包了 往府城去的 那青衣女子喜的 那我们正好顺路 烧公便掀开船舱的帘子 说了一声 公子哥 这云下的急 有两位顺路的姑娘 不如我们搭一搭她们吧 此时又听那女子喊道 我们可以多付船费 李楚立刻说道 自然没有不搭的道理 怎么能让二位姑娘淋雨呢 少青 游船靠岸 烧公搭上板子 两位姑娘款款登船 此时看得清楚 烧公眼睛几乎直了 那位白衣女子 长得峨眉禽少 竟好似天生无瑕 一双碱水秋铜 顾盼间仿佛有灵犀应照 行走时如风符柳动 说不出的绰约温婉 烧公在自己脑子里 搜了半天 只想到一个成人 真谈良得貌若天心 身后那位轻衣姑娘 看上去只有十五六岁年纪 也是名谋好齿 娇憾可爱 在一位角色身边 却不显得洛俗 已然是天生丽质 两位姑娘朝烧公致谢 弯腰坐进了船舱 小小船舱 一下坐近四个人 就显得有些拥挤了 李楚和小锦里坐一边 那二位女子坐一边 只隔着窄窄一条 放东西的垫板 可以说是面对着面 这要是不说话 就会有几分尴尬 那白衣女子先行开口 多谢公子相助了 要不然这般雨天 我们两个弱女子 真不知该怎么办好 李楚蒙点头回应 姑娘客气了 这本就是理所应当的 那轻衣小姑娘 眼睛转了着 好奇地看了几眼李楚 玄机问道 这位公子 你们这是打哪来啊 在下李楚 是渔航镇外十里坡 得云冠的道士 这位月儿是我妹妹 我带她去府城探望朋友的 李楚既然打了名字 那白衣姑娘通明道 小女子名叫秦双白 是打天南州剑门府来的 也是要去杭州府城探亲 我叫雨清 是小姐的贴身丫鬟 轻衣小姑娘 自己抢着说道 李楚文言说道 嗯 二位姑娘 从天南州到此探亲 倒是走了很远啊 感谢收听本集 更多精彩多人剧 欢迎关注梁小雨主页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我不可能是剑神 作者赔不了 梁小雨团队制作 更多精彩 尽在喜马拉雅 第126集 天南州地处西南 江南州在东南 虽然都在南方 且中间接壤 但渔航阵 在江南州靠近东海的一侧 剑门府则在天南州 靠近西方 茫茫群山的一侧 这中间 可是隔了相当远的路途 不瞒公子说 秦双白勾人的模子一转 眼中波光暗淡 仿佛一下子就能将人拉进他的眼睛里 感受到丝丝缕缕的悲伤 我的父母意外离世 实在是家道中路 无奈之下 才来投奔亲人 说起伤心事 秦双白眼中水气阴晕 似是渲染玉气 秦姑娘 还请节哀 李楚安慰她 小月儿见状 也想安慰她一番 想了想说道 秦姐姐 你不要太伤心 不止你的爹娘死了 我的爹娘不知道死没死 但是也找不到了 我哥哥的爹娘也是 早就死了 你也没什么特别的 秦双白眼正 这 是安慰吗 旁边语亲看了看他们俩 问道 你们兄妹俩的爹娘 不是相同的吗 她是我 李楚正想从哪一支亲属关系去解释 就听小月儿说道 我们是一父一母的亲兄妹 三人头上缓缓升起一个问号 水路本就不远 带得游船进了府城范围 两岸渐渐显出亭台楼阁 纵使雨天也有不少行人撑伞出街 那烧公叫道 二位姑娘 你们是在太平门下吧 这就到了 好的 雨清应了一声 笑看像秦双白 小姐我们到了呢 轻双白轻轻点头 朝李楚说道 小李道长 那我们来日再会 哦 再会 雨清探出头来看了看 说道 这雨还是不小啊 你们船上有没有伞啊 烧公咧嘴笑了 我们这粗人啊 都是穿梭一带斗笠 哪里会被伞呢 那一玩意啊 拿着又不能干活 有风又挡不住雨水 小金领一低头 从地上的包袱 解下两把伞 叫道 我们这里有两把伞 你先拿去用吧 秦双白接过伞 谢道 多谢 你们两个住在府城哪里 回头我把伞 给你们送回去吧 我也尚且不能确定 秦姑娘 你要去哪里投亲 不如改日 我上门去取 秦双白汗手 这样也好 我应该就在太平门街 前吹柳巷子 进巷子口右手的第二家 好 黎楚点头记下 随即 两位姑娘轻盈盈 下着船去 船夫望着那 婀娜的背影好一会儿 才恋恋不舍地 撑船离去 奇的是 这二位姑娘一下船 天立刻就放晴了 小月儿立刻又拉着黎楚 蹦蹦跳跳地出舱去 这下可看的就多了 府城促着流花河 正是最热闹的一段街道 两侧各色店家 酒楼茶寺 车行马铺 街边货廊摊贩 杂耍卖艺 小月儿以往就算出去玩 也只是在渔航镇附近而已 哪里到过这么繁华的地方 顿时看得满眼放光 不知不觉 船行到一处浅湾 放眼望去 前方青山坐落 最近的一座 就在浅湾前不远处 古淮山 正气书院就在此山之上 相传是前朝一位落魄官员 布满朝政昏暗 愤然辞官离去 路过此处山中 遇见一位叫做淮祖的大妖 这位淮祖侍卫在山中清修 不知多少岁月 有大道横的妖怪 侍卫官员一身正气所吸引 才忍不住现身 他告诉官员 天地将有倾覆 你的才华报复如今无处施展 不如在此处建学 将你一身正气传承下去 百年之后 自有用武之地 官员便遵从其言 在山中建了一座书院 取名正气书院 好理不言 如此百年过去 正气书院已然开花结果 培养出了一代英杰 这百年间 经历了神魔大战 河洛定顶 天地果然大变 待天下重新太平 正值用人之计 正气书院走出的人杰 很快在河洛朝堂大放光彩 他们出身的书院 也就此闻名天下 成为了四大书院之一 黎楚带着小行李 缓步登山 山脚下游人众多 看过去 多是志同少年 由父母陪着 来这里沾沾才气 再仰望一下半山腰 那连绵壮阔的书院阁楼 让孩子有个志向 路边正有位父亲 掐腰而立 看着山上的书院问道 儿子 你长大后 有没有什么志向啊 小男孩左顾右盼 看见黎楚 于是拽着父亲的袖子 大声说道 爹爹 我长大 像长得像那个哥哥一样 他父亲脸色一沉 那不就出事了 你长得肯定得像你老子才对 小男孩眨眨眼 哇的一声哭了 他父亲忙安慰的 男人嘛 老一点丑一点都没关系 最紧要的是要有才华 再向上 不久到了山腰 过了正继书院的石碑 就不能轻易入内了 有一处山亭 掐着唯一一条上山的石阶路 山亭内有书院的看守 李楚上前报备 我是从云航镇来此探望朋友 不知可否入内 看守瞥了他一眼 女朋友是谁啊 王龙七 看守突然一挑眉 笑道 七少是你朋友 进去吧 沿着石阶往前 右转 第三座阁楼 王少刚来不久 好像是住在三楼 你到那打听一下 就知道哪间了 多谢 李楚道谢之后 转身离开 也有些称奇 王龙七好像跟什么人 都能交熟似的 顺着看守指的路 很快就走到了书院之中 正气书院几十位先生 上百位学生 说不上人多 但是亭台阁楼倒是多不胜数 不知有何用途 路上见到的人 全都穿着宽袍大袖的如衫 行走间全都是步履带风 一副狠急的样子 更有甚者 一边读书 一边捧着金卷引勇 李楚莫名觉得有些熟悉 从前的他 也在全省最好的学校读书 那些考试比他低 一百分到六百分不等的同学们 也总是这样一副 很急很努力的样子 他每每悠闲地走过校园 看着那些连吃饭走路 都要背书的同学 都会有些羡慕 没错 就是羡慕 羡慕他们只要努力 就能有所进步 而他 从来没得进步 感谢收听本集 更多精彩多人剧 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我不可能是剑神 作者赔不了 梁小鱼团队制作 更多精彩 尽在喜马拉雅 第一百二十七集 等到了右转第三座阁楼 走进去 发现阁楼中一层 是摆着笔墨指焰的大屋子 有些坐着人 有些空着 应该是类似自习式的场所 只是里面的人并不自习 都是在大声讨论什么 听来是学问相关的东西 李楚摇摇头 汪龙七不可能在这里 二三楼都是类似宿舍的地方 时候是白天 这两层楼人很少 恰好有书生匆匆下楼 李楚便拦住他问了一句 请问王龙七住在哪间 那书生一笑 七少啊 上三楼最里面那间就是他 多谢 李楚拱手道歇 不用客气 七少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嘛 那书生忽然很有江湖气息地 拍了下李楚的肩膀 在上楼就来到了他说的那间房 只见房间门外贴满了朱砂黄符 好似什么封印妖魔的场所 李楚皱了皱眉 他赶紧上前敲门 就听门里传来王龙七的声音 谁啊 是我 李楚 王龙七忽然发出一声哭腔 接着就是蹬蹬的跑步声 他跑过来打开门 喊了一声 你终于来了 李楚隔着他 就看见房间里面 也摆满了各色法器 金刚灵 降魔楚 桃木剑 铜光镜 他不禁疑惑道 到底发生什么了 王龙七把他让进来 颤抖着声音说 我们书院闹幽惑了 大幽惑 李楚按住他的肩头 让他镇定下来 进去说 当时看到那封血书的时候 其实李楚是做了很多 不好的设想的 包括王龙七被女妖缠身 王龙七被女魔头缠身 王龙七被女鬼缠身 王龙七被母怪兽 等等 起码此刻 看到他还完好的站在自己面前 李楚的担心已经消散了些许 正气书院的住宿环境还是很好的 不愧天下四大书院之名 每名学生都有单独的卧室和书房 空间很大 装饰雅致 墙上挂着励志的书帖 桌上摆满了上好的笔墨纸页 哪怕是再一贫如洗的学生 只要你考进了书院 就可以立刻免费享受 这一切最好的学习条件 而正气书院的录取也不看别的 只看你的才学天分 天下一流的书院 只要天下一流的读书种子 也难怪会成为全江南州学子的梦想 王龙七的桌面上 也如李楚所料一般 空空如影 略有薄尘 果然 他进入这家书院 就是来践踏全江南州学子的梦想 在王龙七的床头 倒是有不少翻动过的书 只是其中不见一本儒学经卷 反而摆满了道经和佛经 大概扫一眼 他涉猎的道经 已经比李楚这个真道士还多了 这算什么 开宣一周就想出家了 不过 如果是王龙七的话 倒也不算很奇怪 看过这间屋子 思绪飞快过去之后 李楚和小月儿坐在椅子上 准备听王龙七的情况 王龙七先是爬上床榻 然后用被子 将自己小心翼翼地裹起来 才惊恐地看着李楚 你绝对猜不到发生了什么 李楚一眯眼 你不说我怎么会知道 王龙七用森然的语气说道 我进来以后才知道 原来正气书院 哪年都会死一个人 小军里倒是配合地眨了眨眼 貌似有些惊讶的样子 不过他都不知道书院是干嘛的 估计只是被王龙七夸张的语气惊到了 李楚对此则是毫无表情 脸上写满了一个赤裸裸的哦字 书院 尤其是正气书院 这种天下顶尖的书院 考生拥有极优越的条件同时 背负的压力也是难以想象 古代科举比高考困难不知多少倍 而正气书院里学生的目标 又绝不是混个秀才举人 便回乡混吃等死 他们是想成为这个弱大王朝 一代人中最顶尖的那一批 甚至是那一个 心中负担可想而知 压力大了是能杀人的 在李楚上学的时候 每当听说近期的晚字席和周末补课都取消了 却没有原因 大家便心照不宣 一些事情发生了 这样的事 每年都会发生几次 同样 在这个压力更大无数倍的正气书院里 每年死一个人 丝毫不奇怪 甚至可能还有些少 王龙七见李楚毫无触动 有些急切地说了 我说的不是那种自杀 或者什么意外什么的 而是 李奇死亡 被妖怪害死的 李楚这才皱眉 什么妖怪 不知道 王龙七重重地摇头 就是不知道 快一百年了 居然他娘子没人知道 这书院里的人都是废物 他有些神经质地大声说 显然心里已经在长时间的恐惧里 快要崩溃了 李楚对他很熟悉 知道他一向是很大条的人 能让他怕成这个样子 一定是极恐怖的事 于是他身子稍稍前倾 靠近王龙七 看着他的眼睛沉下声音 缓缓说道 你别急 把你遭遇的事情慢慢讲出来 我可以帮你的 嗯 好 王龙七又重重点头 我相信你 我只能相信你了 随后 他才有条理地开始讲述了自己遇到的事情 正气书院里 一直流传着一个传说 每年的入学考试 成绩倒数第一的那个人 就会死 王龙七的目光飘悠悠的 像是在讲鬼故事 还有沙哑的嗓音问道 你们知道 今年入学考试的倒数第一名 是谁吗 当然是你啊 王龙七自嘲的苦笑 对 我都怕成这副样子 你当然知道是我 李楚心中说了声 哼 不 我只是对你的实力有信心罢了 但是这个时候 他不好再去刺激王龙七 其实每个学院 都会有这种鬼故事 一代代流传下来 不 我当然知道 我当初不是还编过 学堂隐前是坟地这种故事 来吓唬人呢 这种鬼话 我当然不会信 但是 我很快就发现了不对 起初 是我 第一次进这家书院开始 周围的人 就对我特别的好 好得很奇怪 他们给我 住最好的房间 给我分最好的先生 总是给我留最好的位置 每个人看我 都是笑眯眯的 当所有的人都对你无缘无故的热情 魏林你很害怕 你知不知道这种感觉 感谢收听本集 更多精彩多人剧 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我不可能是剑神 作者赔不了 梁小鱼团队制作 更多精彩 尽在喜马拉雅 第128集 李楚又毫无触动地眨了眨眼 因为 李楚每天遇到的人 对他都非常热情 每个姑娘见到他 都是笑眯眯的 这是件很奇怪的事情吗 王龙七看着李楚的表情 一手符合 有时候跟这种人交流 好累 他只好解释道 对我们普通人来说 就是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李楚理解地点了点头 那个时候 我还没发觉不对 只是以为 他们关照新生而已 可是 我很快就发现 这间书院里 每个人都很忙 根本没时间管你是谁 也不在乎你什么新人老人 可是只有对我 他们会无理由的热情 会不计时间的来帮我的忙 你知道到了什么程度吗 开学第三天 我水土不服 略有腹泻 立马 就一群懂医术的师兄 找上门了 我开玩笑的说 说我没事 不用这样 要是实在想帮忙的话 不如帮我尝尝病 我发誓 我真的只是开玩笑 结果 他们争着抢着冲我喊 Oligate 把我吓得 我差点哭出来了 开学第四天 我睡觉的时候 突然腿抽筋 立马就跳了起来 结果 床铺上恰好有一颗钉子 他掀起自己的头发 李楚看见那里 有一个擦破的疤痕 虽然不严重 但是假如在偏上两寸 就很难说了 开学第五天 我请几个铜窗去逛温柔礼 结果还没进门 就被一辆莫名的马车撞了 你能相信 一匹高头大马 从我六个人中间穿过去 精准地把我给撞了 撞了我 难 我当时死的心都有 还好 一阵剧痛过后 我恢复了过来 发现只是有些种 为了不扫大家的信 我还继续请他们去玩 让他们在那里留宿 我独自一人吃了饭 就回书院了 紧着好姑娘们的冷潮 热讽 还有冷眼 回去的路上 我就在疼痛难忍 坐了辆马车 结果车夫睡着了 结果连人代码一起进了柳化 我又差点淹死在了河里 我终于察觉到了不对 我自从进了这家书院 我就好像特别倒霉 第二天我就没出门 连课都没去上 先生也不与我追着 奇怪吗 太奇怪了呀 别的学生如果这样无故缺课 一次警告两次主罚 三次逐出山门 毫不留情 这时候 跟我去温柔里的那几位兄弟过来 犹犹豫豫地告诉我了一件事情 这事情 所有人都瞒着我 直到我们有了一起 嫖过昌这种 堪比过命的交情 他们才愿意透露 原来 正气书院每年的到处 第一都会死 他重复了一遍之前的话 只不过这次 李楚的神情严肃了 一个人倒霉不是什么稀奇事 但一个人在某段时间接连倒霉 并且兜到要命的程度 这就很奇怪了 尤其是在这个有气韵之说的世界 极可能牵涉到了什么悬翼的存在 这件事情从近百年前就已经开始了 起初就是有一位倒数第一名的学生 莫名其妙地死了 死法或许比较奇特 但是没有人在意 毕竟这种地方 没有人会在乎最后一名的 可当这件事接连发生过好几次之后 在几年之后 学校高层终于发现不对了 每年死一位倒数第一入学的学生 对书院来说看似影响不大 但是 即使是书院最差的学生 依然是一等一的书种子 无论如何都是损失 更严重的是 一旦消息传出去 那谁还考证其书院呢 谁能保证自己不是那个倒数第一 于是书院请来了朝天雀的人 开始严查这件事情 但是没有结果 每个人的死都是一种毫无征兆 从诸学开始 逐渐倒霉 没错 就是倒霉致死 短的三五个月 长的一年半载 总之没有一个人可以幸免 结果呢 书院高层震怒 他们都用人脉 请来了十二仙门里半数门派的长老级人物 个个都是万象镜的存在 可是这些人的联手看护之下 那年排名倒数第一的考生还是死了 死因竟是因为毫无争择的业主 天王善的长老想把他拍拍后背 结果忘了收利 再一年 朝天雀甚至派了一名斩衰竞的大能坐镇 但还是没有 调查不出任何结果 那位学生还是意外身亡 那位大能临走时说 或许是有大妖怪在窃取书院的运气 但是他束手无策 从那之后 书院妥协了 说实话 对一位斩衰竞的大能来说 别说一个学生 哪怕是一整个书院都死光了 都不是什么大事 只不过是因为这座书院是正气书院 所以才会有人来管 但是当这等大能都束手无策的时候 也只能放弃 再请陆地神仙 那都是可遇不可求的存在 对陆地神仙来说 便是整座杭州府的人都死光了 又能如何 于是黎楚了然地点点头 妥协并不奇怪 他不禁想 如果是自己面对这种事情 会怎么做呢 很快 一个可怕的念头浮上脑海 黎楚不愿再想下去 继续专心听王龙七的叙述 只听王龙七说的 中间书院也试过许多办法 比如说什么则有陆学 但不排名次 可惜没用 好语差 心里都有感撤 最差的那个总会死 于是书院的高僧想了最后一个办法 他们开始每年都从参加考试的人里选择一个 文章写的狗屁不通 还有平日不学无术 人品也是一无是处 唯独有几分 唯独有几分英俊的人 他们把这个人啊 作为最后一名招路进来 这样原本应该是最后一名的毒树种子 就可以免去厄运 而这个倒数第一 这个废物 就会死 黎楚的痛苦缩了一下 原来如此 王龙七能进入政企书院 果然是有猫 只是没想到 居然会是这么严重的事情 想了想 他沉声说道 那个什么 唯独有几分英俊的条件 是你自己加上去的吗 王龙七悲愤地看着他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跟我计较这个 感谢收听本集 更多精彩多人剧 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 欢迎收听 多人有声剧 我不可能是剑神 作者赔不了 好 梁小鱼团队制作 更多精彩 尽在喜马拉雅 第129集 玩笑过后 黄龙七继续说道 起初他们是想请一些 什么身患重病的人 还有枪死之人 或者是买一些牢狱死球 但他们很快就发现 这样进来的人 并不会被厄运选中 最终死的那个人 还是倒数第一 如此一来 他们就只好从参加 考试的考生中选 除了是个废物之外 还有诸多考量 例如 不选贫家子 不选独生子 不选大富大贵之家 总之 就是最后我被选中了 说到这 他自嘲地笑了下 亏我当时还信了 什么屁圣贤之风 他们都对这个 替死鬼心怀愧疚 所以这么多年来 书院里形成了一种 不成文的规矩 所有人都要特别 优待这个替死鬼 这就是他们对我 如此热情的原因 昨天 我得知真相以后 我已经不敢出门了 结果在起床喝水的时候 莫名滑了一脚 鼻子流了很多血 我想那别浪费啊 就给你写了封血书 将你过来 不知道为什么 但我总觉得 如果有人能救我 就只有你了 王龙七最后说道 李楚不至可否 王龙七可能太看得起我了 斩衰竟 那是真正傲视天地间的大脑 这般人物都无法解决的灾恶 我来就可以 但他没有说出 打击王龙七的话 而是有些疑惑地问他 书院 就是也有你将这些消息 传出来吗 这些读书人聪明 早在几十年前 就是人想到了 只始终包不住火 打那个时候起 他们不仅不压制 反而故意传播 正气书院的灵异传说 还将书院里那些 因为压力过大 或者科举失利自尽的人 统统演绎成鬼魅传说 久而久之 现在很多人都听说过 正气书院里的鬼故事 但也只会当做笑谈 若是认真去说 没有任何人会相信的 反正 天底下的书院 每年都会死伤个把人 谁会注意到啊 大多数的时候啊 那些死者自己 也就是稀里糊涂地死掉 像是我这种知道真相的 恐怕没几个 李楚听着 觉得这种手法 倒是和现代的 某些水军类似 他面上虽然没有表现出来 此时内心 却是起了一番波澜 不只是因为 王龙七的遭遇 更是因为 自己的想法 就在方才 听到正气书院面临的情况时 他的心里就隐隐浮起一个应对方法 只是没有再深想下去 不想 这竟与正气书院的应对不谋而合 没错 他刚才第一个瞬间想到的 也正是如此 替死 在这方面 书院做的已经考量的足够多 不选贫家子 因为他可能是几代人的希望 不选独生子 也不会有家庭破碎 不选大富权贵之家 就不担心遭到强力的报复 用一个不学无数的废物 来换回一个读书种子 即使是正气书院的末位 将来未必没有奋进成为朝堂栋梁的一天 这看起来似乎很有道理 但是 在外人看来 王龙七可能的确是个顽固子弟 没甚本事 人品也算不上好 于家无用 于国无益 可站在自己的角度 其实他是个不错的朋友 站在王龙七的角度 这更是一场无望之灾 这不仅让他想起了一个 考验人性的经典问题 一条铁轨上有四个人 一条铁轨上有一个人 火车马上就要驶来 那四个人将会被压死 倘若你搬动闸门 便可以改变轨道 让那一个人死 四个人活 在他们都没有犯错的情况下 该如何选择 前世的李楚 曾经毫不犹豫地给出答案 不选择 因为无论是一个人 还是四个人 尽管看起来后者多一点 但那都是活生生的生命 只要涉及到别人的生命 他便不认为自己有权力支配 再放大一点 可以换成什么 杀一个人挽救一个国家的人 但无论事情放得再大 其实本质都是一样的 只要是与自己无关 与对错无关 那么就让事情按他原本的轨道走就好了 自己没有任何权力左右 无论选择如何颠倒 他的答案永远是不选择 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 自己的人格好像产生了很大变化 变得越来越 没有感情 当替死这个念头 从他脑子里迸现出来的时候 他第一反应就是害怕 因为这种衡量生命轻重的冰冷念头 以前绝不会出现 再往深处想 似乎不只是这种对生命的敬畏 还有更普遍的 友情 亲情 爱情 这些对人类来说司空见惯的感情 已经很久没有触动过自己了 从前的自己虽然性格也是有些淡漠 但是绝不会麻木之词 还有喜怒哀乐恐等等情绪 也出现得越来越少 从前自己明明对外面的世界充满恐惧 但是渐渐的 这种恐惧似乎也很久没有出现了 一方面对自己实力的认知有所提高 但另一方面 未尝没有一些奇怪的东西在影响自己 好像 他在回忆中向前追溯 这种细微的变化 大概就是从斩杀水鬼 不 是从自己踏入七十一级那时候开始的 李楚隐隐感觉 如果一直这样下去 那自己很可能会滑进一个深渊 无情 和王龙七一番长谈过后 李楚决定先查看一下他的气院 闭上双眼 心目开启 轰 整座正气书院的画面 以气的形式进入李楚脑海 看到的一切与外面大不相同 人体内的气都是阴阳二气为主 包裹着一团极为复杂的混合体 其中诸气繁杂难以详见 正气书院里的人 体内都有一道格外明显的白色气体 或强或弱 气势丰锐 这种丰锐的气 是正气 是自书院创始人气 代代传承壮大的一股浩然正气 而在常人的阴阳二气之外 还包裹着一层淡淡的 近乎透明的气焰 或厚或薄 除了个别人 相差不会太多 这种气 就是气韵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我不可能是剑神 作者赔不了 梁小鱼团队制作 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 第130节 气韵作为人体最外围的气 像是一个套子一样 包裹着人的躯体 气韵强的人 行走在世上 往往更加自意 却总能顺心 气韵弱的人 则要小心翼翼 却还经常遍体鳞伤 其实就是这层套子的薄厚不同 而正气书院的学生 每个人身上包裹的 居然都是金色气韵 这种不知如何产生的金色气韵 格外谎言 也格外强盛 有人的气韵之焰 甚至印亮了半边山壁 想必明年科举 状元有望 李楚想起了公孙哲 他也是曾经得过状元的人 却远远没有这般强盛的气韵 更遑论改变颜色 莫非 这也是正气书院给学生的加成 一个人只要进入正气书院 就可以获得比原本强盛百倍的金色气韵 更有甚者 如那映照山壁之人 几乎能达到小金里气韵的百分之一 简直逆天 没错 整个书院气韵最强盛的 其实是坐在李楚身边的少女 她的气韵宛如一片彩色的汪洋大海 不间断的七彩潮汐翻滚 稳稳地盘旋在她的小脑袋顶上 像是一轮巨大的光环 一条平平无奇的七彩锦里罢了 而整个书院气韵最薄弱的 也在李楚身边 就是对面的王龙七 她的身上毫无气韵 居然一丝都没有 这完全不正常 要知道 人只要还活着 每一次呼吸都会有气韵的循环 她周围空荡荡一片 就像有人片刻不停地在吞噬她的气韵 这就是倒数第一名会死亡的原因 每个人都被包裹在气韵组成的套子中 才能在世间行走 但王龙七的套子却没有了 众所周知 这是一件相当危险的事情 李楚缓缓走出了正气书院 刚才交谈完 王龙七打算安排他们留在正气书院住一晚 李楚有些纳闷 正气书院可以当客栈住吗 王龙七邪魅一笑 你忘了 现在小爷的话谁敢不听 看到他还有心思笑 李楚还稍稍放心一点 把小金里留下收拾房间 他独自一人出来 既是去取伞 也是想安静地散散心 王龙七的事他虽然有些担心 但还没那么急迫 气韵杀人起码也要几个月 他打算明天回冠里问问师父 有什么解决办法 虽然斩衰竟的大能都束手无策 但是师父 或许知道呢 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惯性 每当遇到想不通的事情 就会有一个声音在他心里说 为什么不去问问神奇的老道士呢 真正让他担心的事 还是方才地发现 自己的感情正在流失 这令他恍然而震惊 这是不是意味着 我可能会变成另一个人 或者是连人都不算的其他东西 而且这种流失从何而来 我也并不清楚 如果说是与打怪升级的方式有关 那为什么这么晚才来 正系书运到太平门的垂柳巷子 路并不远 他一边沉思一边漫步 渐渐就到了 巷子口确实有一株 年头较久的垂柳 条条思涛随风飞舞 依然有些褪色 当黎楚的脚步 行至这株柳树下的一刻 小巷子内 某个院落中 一个身着轻衣的小姑娘 猛地一抬头 双眼惊亮 他慌忙转过身 边跑边冲屋里叫道 小姐小姐 那小刀是来了 屋子内 此时哗啦声响不绝 入内看来 原来是一桌麻将牌 这桌上坐着形形色色的四个人 各有特点 东面一位满脸皱纹 但是目光轻亮的老者 看上去甘霸瘦小 但是颇有精神头的样子 一看就是那种会长寿的老人 南面一位虎背熊腰的壮汉 体型是极宽阔的道三角 相貌浓眉大眼 但不显得凶 反而有几分憨厚 或许是因为他此时的表情 比较可怜导致他 这位泉桌最健壮的大汉 正扁着嘴 尖着鼻子 一副受了好大委屈的表情 西面一位病奄奄的青年 穿着如衫 头戴观惊 脸色苍白 瘦弱得好像一阵风 就能把他吹飞 每摸一张牌 他都要咳咳扮上 才能打出来 北面 则是一位滋容美绝的女子 不是旁人 正是李楚在船上遇见的 秦双白 只是此时这位秦姑娘 与李楚遇见她的时候 画风迥硬 她挽着两个袖子 露出半截七双赛雪的小臂 目光凝重 直勾勾地盯着排局 病发散乱了也不管不顾 只有一只簪子随意拆了 一副大咧咧的派头 谁出牌慢了 她还时不时地催促一声 出完牌再渴嘛 别看了 腕子都在我这里呢 她将将露出笑容 似乎要有所斩获 就替那小丫鬟跑进来 小姐 那小豆子来了 她怎么这么快 秦双白一惊 忙站起身 摸了摸自己的头发 又理了理自己的袖子 不行 雨清 快来帮我梳妆 此事想到什么 她又抬起手 指着面前三人问道 我是你们的什么 大伯 大表哥 二表哥 我的天啊 秦双白一抚额头 反手重重拍在桌子上 是侄女 庄汉 庄汉忙不迭点头 对对对 是侄女 秦双白瞪着她 是你妹 庄汉的表情更委屈了 像是要哭似的 你别骂人嘛 花容月貌的秦双白 翻了个沉鱼落雁的白眼 她摆摆手 雨清 我自己去梳妆 你在这里 把他们三个给我交明白了 再开门 好的 小姐你放心吧 雨清重重地点头 碰碰碰 垂柳巷子 右手第二脚 李楚难难着 有些纳闷 敲了半天门 却不见有人答应 没错 家里没人吗 她疑惑着 最后喊了一声 有人在吗 来了 就听院子里一声清脆的应答 李楚听出是雨清的声音 打开门 果然是小丫鬟 娇俏可爱的一张脸 李楚微微点头示意 雨清则是招呼道 小李道长 你来得倒是快呢 来 快进屋里来坐 不了 我只是出来逛逛 顺便取散而已 那怎么行呢 你帮了我们的忙 当然要来坐一坐 喝杯茶了 来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我不可能是剑神 作者赔不了 梁小鱼团队制作 更多精彩 尽在喜马拉雅 第一百三十一集 不像是住过人 倒像是搁置了许多年似的 但又偏偏极为洁净 没有一丝灰尘 三面环着房屋 正中间是厅堂 两侧是几间卧室 倒是颇为规整 那轻力脱俗的琴霜白 此时正从侧面一间房中 卖不出来 许是在家中 她只穿一身简单的 束腰阔袖如裙 条纹对筋 用碎花的蓝筹 挽了头发 好似温婉可人的凌家少女 离属打了声招呼 清姑娘 小李道长 搭你的船 进了你的雨伞 还要劳烦你亲自来去 真是过意不去呢 琴霜白带着浅雅的笑容 轻移连步 腰肢随步伐而款款摆动 每一个动作都说不出的优美 秦姑娘不必客气 李楚淡然说道 旋即 琴霜白来到她面前 一伸手 还是请进来小坐吧 多谢 她随着琴霜白进入厅堂内 一抬眼 微微一正 堂上已经坐了三个人 正上手一位老者 身材干瘦 精神绝朔 左手边一位壮汉 端坐也如铁塔一般 威武雄壮 右手边一位病态青年 若不尖锋 正言嘴清和 三人都齐齐将目光投向李楚 李楚也有些诧异地 看着这三个人 这架势 怎么感觉有点不对劲啊 秦双白介绍了 这是我大伯 箱子里邻居都叫他秦翁 你也这样叫好了 这位是我大表哥 陈武 这位是我二表哥 陈文 说吧 他便站在秦翁的椅子后 李楚依次跟三人失礼 三人纷纷点头回李 那位秦翁更是笑呵呵的 小李 道长快坐 虽然是头回来家里 但也不用拘束 就当自己恰一样 李楚的感觉更不对劲了 不是 我只是来取个伞而已 怎么还要见家人 于是他说道 我只是一约前来取伞而已 就不多叨扰了 秦翁微笑道 其实呢 请小李道长坐 其实也是有一些事情想要询问 哦 何事 一些可能关于邪罪的事 我们平民百姓也不懂这些 遇见事了只能瞎猜 恰好遇到了修道之人 便想询问一番 不知小李道长可否方便啊 既然他这么说了 事赦邪罪 李楚也只好坐下 秦翁大问无妨 好 只听那秦翁又呵呵一笑 开始问道 不知小李道长是哪里人师啊 李楚客气答道 我自幼便在云行镇外十里坡 得云罐 随师傅长大 那 俗家可还有亲人 没有了 我是孤儿 只有一个师傅 小李道长具体多大年纪 年正十八 过了九月 就是十九了 小李道长平日 可有什么消遣嗜好啊 喝酒赌博 抑或那文人雅式的聚会场所 可有涉猎 李楚摇头 都没有 我平日除了修行 倒也没有旁的小姐 那小李道长名下可有房产 没有 我之前一直住在德云罐中 你师傅可还有别的弟子啊 也没有 我是师傅的开山兼关门大弟子 那如此说来 德云罐将来唯一的继承人 就是你咯 应该是吧 镇上的道罐 相克想来不多吧 日常收入如何呢 我们德云罐 在云航镇也算相有名气 每日香火 倒还是碰为丰盛吧 小李道长的相貌 超凡脱俗 向来红颜知己不少 总有 这倒有些稀奇 那不知小李道长的生辰八字 秦翁 李楚终于忍不住了 他打断了对方查户口识问话 这些问题都与邪罪无关吧 不只是和邪罪无关 而且句句和我有关 难道 你指的那邪罪就是我部长 李楚不禁莫名其妙 对对对 秦翁一拍脑袋 告罪了 人老了 说几话来颠三倒四 少有偏提 小李道长误怪啊 少 李楚内心存疑 我想问的是啊 我家里近来闹了小鬼 每逢夜里便有翻箱倒柜的声音 光光作响 令人夜不能寐 我这两个晚辈彻夜守着 声音就没有了 但人一去睡觉 立刻就又会响起 天亮方庭 对付这样的小鬼 小李道长可有办法 哦 一听到这个 李楚确实来了兴致 不为别的 只因他此前就有过 将德云罐打到杭州府的念头 只是这想法的实现 需要一个契机 驱邪这种事 都是一传十 十传百的 口碑好起来 才会有更多人上门 就像他在渔航镇时一样 开始也只有那寥寥几个回头课 等驱邪成功的次数多了 名声自然就宣扬出去了 这个时候 秦家突然闹出这样一个邪碎 倒是颇为合适 于是他说道 这种 不外乎是衣橱 或灶台间声的小鬼 一般道行极底 对付起来倒也简单 秦翁眼睛一亮 哦 小李道长可有修行 可会驱邪 李楚汉手 我略有修行 也替人驱除过一些小小邪碎 那便请小李道长 来替我家除了这小鬼可好啊 秦翁顺势提出 李楚自然应允 我身为修行之人 自然不能坐视不管 不知小李道长 酬劳几何呀 要是高了 我等小家小户可负担不起呀 李楚有心建立名声 看秦家这情况 估计也确实出不起几个钱 干脆便一百手 些许小鬼 倒也不用付什么酬劳 如此倒是甚好 秦翁一喜 旋即又道 只是这小鬼生在我家内宅 若要驱除 也免不了干戈 便带我们明日收拾好内宅家事 搬到另处去住一晚 到时小李道长再来驱邪 可好 可以 李楚应想 当下敲定了明晚前来驱邪的时间 李楚便带着两把雨伞离开 今日有这种遭遇也算是意外之喜 秦双白盈盈将他送到门外 望着李楚的背影走远了 才关上大门 走回堂来 感谢收听本集 更多精彩多人剧 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我不可能是剑神 作者赔不了 梁小鱼团队制作 更多精彩 尽在喜马拉雅 秦小姐长长地出一口气 一把扯掉头上绸子 甩了甩头发 也不再绷着端庄的姿态 快步走进大堂 坐在上守卫的老者 连忙弹起 将位子让了出来 两个表哥也随之起身 和他并肩而立 秦双白也不客气 大马尖刀地往椅子一坐 脸上物资带着些 不相衬的娇羞 我没说错吧 他是很英俊吧 秦翁陈吟道 嗯 相貌确实无可挑剔 只是本领 还要等考教过后再说 那病态青年说道 他身上毫无真机波动 说不定是个江湖骗子 小姐须得小心才是 壮汉一拍胸 哼 他敢骗小姐 我手撕了他 秦双白横了他们几个一眼 住嘴 以丑人之心夺美男之父 人家还需要用骗的吗 他威胁道 你们今天晚上出野外抓鬼 都挑仔细点 随便抓两只小鬼应付一下就得了 别真弄一些道行高的鬼物回来 要是伤了他 我跟你们没完 一日清晨 李楚又乘着最早的船回到了渔航阵 帮秦家驱邪的事只是个小小差距 秦家那小鬼再闹腾 也不外乎是个造除鬼之类的东西 寻常修道之事 一道福禄也就解决了 李楚是丝毫不通制服之术 所以才只能亲身填去 说起来杭州府里道观诸多 他倒还真有心想要学一些基础的道术 譬如制服 炼丹 法印等等 只是已有诗成 不知人家肯不肯教 这也都是后患 当前最严峻的问题 到底还是王龙七的性命 找不出一点头绪的气韵消失 斩衰尽大能都束手无策的奇怪灾恶 除了找师父询问 李楚也不知要去哪里探寻真相 实在没办法 就要眼睁睁看着王龙七倒霉致死 李楚做不到 到时他只好闭上眼睛 他回来得早 回到十里坡的时候 正赶上胡女出来开门 见到李楚 他大为惊喜 呀 主人 你回来了 他往后看了看 又纳闷到 小月呢 李楚摇摇头 事情不顺利 小月暂时留在那边 我回来问师父一些事情 待会也要再回去 胡女赶紧乖乖离开 在她眼里 李楚是天神一样的人物 能让她觉得不顺利的事情 难以想象有多棘手 她问都不敢问 李楚走到后院 就见师父万年如一日地 坐在那棵老槐树下 秋叶飘落 衣柄随风 那一阵直冲云霄的高人风范 仿佛已经要羽化而登仙了 李楚的心里莫名安稳了几分 在她心里 师父是天神一样的人物 自己觉得不顺利的事 也只能来问师父 一见李楚与其安呵呵一笑 小月怎么没一起回来啊 怎么了 事情不顺利 没错 李楚来到石桌旁 坐在师父对面 神情严峻地说 这件事情若是解决不了 王龙七的性命未夷 那倒是可惜了 那可是个挺有干劲的小伙子 李楚眨了眨眼 他还是第一次听人这样夸王龙七 换了别人肯定要问一句 你说的这个干劲 他正经吗 不过 李楚毕竟不是喜欢说烂话的人 现在呢 也不是扯皮的时候 他正色说道 打几百年前开始 正气书院的入学考试倒数第一名 都会因气运衰竭 倒霉而死 正气书院 曾经请斩衰竟大能作战 对此 也毫无办法 今年 轮到王龙七了 严谨一干 王龙七讲了半天的话 李楚三两句便说罢了 于其安听了 了然地点点头 民口茶 似乎也不太在意 放下茶杯 他才悠悠说道 这怕是有邪灵禅咒啊 李楚心中豁然 师父果然知交此事 一种不愧是师父的感觉 油然而生 他追问道 邪灵禅咒 此为何物 就是因为邪灵布下了咒法 通过他的念力 紧紧纠缠 难以斩断 于其安似笑非笑 这玩意儿可不好对付呀 小王怕是让人招去 做得替死鬼了吧 我就说他那个德行 上忠师吧 好手 上学那里能行啊 李楚心中反倒并不担忧 听师父语气 就知他八成是有对策 于是追问道 邪灵 可是邪碎的一种 也可以说是邪碎吧 毕竟是害人的东西 但是不属于妖魔鬼怪 严格来说 他原本甚至不是活物 于其安想了想 组织了下作词说道 灵这种东西 起初是巫神创造出来的逝者 巫神是传承了 巫术一脉的神明 他用这种灵 来储存烈化 人间供奉的器语 早在上古之前 巫神就已经从人间消失了 但是他创造的灵 却留了下来 数量不详 可以知道的是 后来一部分 衍生出了善念 成为了善灵 一部分衍生出了邪念 成为了邪灵 因为数量稀少 现实不多 除了一小撮 供奉邪灵修炼的邪魔外道 已经很少有人知晓 他们的存在 邪灵在世 近乎不老不死 这种玩意儿活得时间长了 难免会成为祸患 盯上正气书院 想必是看上人家的 王朝气韵了 毕竟 能传载王朝气韵的地方 只有书院 算是最好欺负的 气韵 黎楚捕捉到了关键词 没错 这玩意儿没法自我修行 他主要的修炼方式 仍旧是炼化气韵 那正气书院这一尊邪灵 就是在炼化学生的气韵 于其安点头说道 于其说是炼化 不如说是盗取 可是 他究竟是如何行事 连斩衰大能都无法看破 他若有这番势力 又为何只盯着倒数第一呢 也不过是个斩衰罢了 他懂个屁 黎楚闻言 瞳孔一倒 师父霸气侧漏 就听于其安继续说道 那邪灵之所以选中正气书院 大概是因为这是天下四大书院之一 学生一进入其中 便能暴涨百倍气韵 而且会有王朝气韵加持 将自身气韵变成金色 感谢收听本集 更多精彩多人剧 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我不可能是剑神 作者赔不了 梁小鱼团队制作 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 第133集 这对于邪灵来说是大补之物 但是正气书院给学生的 不只是金色气韵 还有正气传承 那股代代传承的正气 犹如利剑 混在气韵里 如果一起吸收了 那就难受了 邪灵怕正气 对他来说这是至死之物 所以他才不敢大肆的吸收 只能一年一个 而且要选倒数第一 拿这个正气传承脆肉的软柿子去捏 就像吃鱼宅刺一样 小心翼翼的将其中正气剥离 再吞噬烈化 另外一个重要原因 气韵这种东西 是有一个规律的 永远是少的 流向多的 比如 我有一片气韵池 施法就可以吸收你的小水洼 但若是 你有一片气韵海 那我再施法 就能被你吸收了 那邪灵 因为要炼化气韵 将其化作力量 所以能够保留在外的气韵 是有限的 所以他施咒的时候 也不敢将标准定高 只敢选中倒数第一 毕竟乌宙不同于其他 一旦施展 连他自己都无法抹出 万一稍微定高了 遇见一位气韵奇才 他就傻眼了 想来是这些条件合在一起 才造就了现在的局面吧 每年死一位替死鬼 对书院来说 也并非不能忍受 而邪灵 可以细水长流地 盗取王朝契运 再过三五百年 未必没有成为邪神之日 李楚看着 于其安满脸轻松 侃侃而谈的模样 料定了师父早有主意 于是直接问道 师父心中 可是已经有了计较 如何能救王龙青 于其安笑了笑 没有直接回答 而是叫了他一声 徒儿 嗯 你想上学吗 李楚瞬间明了 师父的意思是 让我以最后一名的长戒 顶替王龙青 这样可以将乌咒 转移到自己身上 于其安汉手笑道 不错 自锦里任主之日起 你的气运 便已与月儿绑定 那邪灵为了保险起见 留存的气运之量 绝对是远超常人的 但就算再如何 也不可能超过七彩锦里 先前说过 气运如水 那邪灵的水再多 又如何多得过月儿的汪洋大海 而你与月儿紧密相连 它的水随时都可以灌输给你 如此一来 那邪灵不仅无法从你身上吸到一丝气运 恐怕还要遭到反噬 郑气书院的灾厄自然解除 于其安三言两语 便化解了郑气书院近百年的顽疾 但他却并不自得 只是脸上带着淡淡的笑容 似乎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高人风范却在无言中又拔高了一截 几乎要高到九霄云外去了 李楚问道 既然如此 时间让月儿加入郑气书院不就好了 又为何要以我为媒介 于其安一瞪眼 那怎么行 乌咒这种东西毕竟少见于世 诡异离奇 其中有什么隐患我也不敢担保 月儿就如同我亲孙女一般 怎么能让她沾这种风险 李楚闻言不禁正了一下 原来是这样啊 她突然想起昨日李秦翁问自己的问题 德云冠将来唯一的继承人 现在她有点没自信了 不过 这也不是计较谁更亲的时候 李楚沉思片刻又说道 可是 正气书院却并不一定会配合我们的计划 如果王龙七提出换人替她受灾 书院难免会以为她是要另找替死鬼 书院既然不选平家子 那就绝不会同意贸然换人 不然的话 这个灾恶迟早还是会被转移到贫家子的身上 这个考量他们肯定会有 邪灵的存在如果无法被证明 也可能会被当成编葬的借口 虞七安皱了下眉 然后抬眼望天 似乎在回忆什么 口中喃喃说道 正气书院哪 李楚似乎想到了什么 有些哑然 快不会 片刻后 虞七安重新看向她 目光占亮 我想起来了 为师手输一封 你拿去正气书院 交给一位姓化的女先生 她的名字 好像叫青竹 对 她如今可能在正气书院 颇有地位 应该可以帮到你们 她要是不肯见你 你就给她吟两句诗 青竹先生 在正气书院里是一个传奇的存在 他容颜清丽 学识渊博 品性高洁 人人尊敬 待人接物又往往不假言笑 高冷严厉 让学生心存畏惧 总而言之 是书院许多学生心目中的冰山女神 而且她出身自杭州府内 一个有名的修真世家 是书院先生中的少数几位修者之一 一身修为虽从不展露 但从她多年不老的容颜 也能看出不修 从先生到学生 仰慕青竹先生的人不知反净 但当着她的面感大声说话的人 又都没有几个 上午 王龙七带着李楚来到了青竹先生的书炉外 他有些紧张 说道 虽然来的日子不多 也知道一句话 在书院里 宁惹院长大人 莫惹青竹先生 我还听说啊 青竹先生在书炉的时候 千万别打扰他 这可是关乎你性命的大事 必须得书院高层配合才行 王龙七又担忧地看着李楚 真的行得通啊 让你带我受灾 你要是出个三伤两短 那我还不如去死 李楚微微一笑 我师父说的自然不会有错 去敲门吧 王龙七迟出着上前 敲响书炉的门 什么人 书炉内响起一个清冷的声音 学生王龙七 有事想要见青竹先生一面 顿了顿 脚步声响 打开门 这位青竹先生果然有传书中一般 虽然年纪不轻 但是肤白貌美 体态玲珑依旧 眼中有着岁月沉淀下来的静谧光彩 淡淡的书香气质很吸引人 只是他的表情冷冰冰的 仿佛拒人于千里之外 见果然是王龙七 又多看了一眼黎楚 他才轻轻说了声 进来吧 如果是别的学生 可能已经被赤退了 感谢收听本集 更多精彩多人剧 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我不可能是剑神 作者赔不了 梁小鱼团队制作 更多精彩 尽在喜马拉雅 第134集 少清淡雅的书炉中 青竹先生已经听完了 他们的来意 你们小书院特地加一场入学试 让你以倒数第一的身份入学 对 我不必真的入学 但是要分到正起 学案的亲缘才行 李楚汉手 青竹先生皱着眉 我只能说你们的想法很天真 什么倒数第一名的诅咒 只不过是学生之间流传的 智怪传说罢了 还有那些乌咒 邪灵的无稽之谈 从来没有听说过 而且 就算我相信你们 书院也不会轻易改变规则 规矩一旦破除 今后难成体统 说吧 他又上下打量着李楚 这位小道士 或许你是真的有心除魔救人 但是我奉献你一句 江湖很大 别轻易拿生命冒险 李楚来时便已料想到 不会顺利 他上前一步 问道 年年寻找替死鬼 这就是正记书院的正记所在吗 青竹先生沉默了好一会儿 而后说道 你没经历过 能做的我们都做了 我要做的事 你们没做过 李楚的声音不大 却很坚定 青竹先生摇摇头 我帮不了你们 你们找别人试试吧 李楚拿出杀手锦 说道 这里有一封信 青竹先生看完 或许会想要帮我们 青竹先生冷哼一声 不必了 就算是当今圣旨 也下不到我 李楚当场就淫了两句诗 清风不知何处起 竹影遥落 是之来 青竹先生的脸色勃然而变 他豁得起身 双目紧促看向李楚 你从哪里得知这两句诗的 从我师父那里 也就是写这封信了人 李楚淡淡答道 说着 他将一封薄薄的线 搁在桌上 青竹先生颤抖着 拆开信封 捧在胸前 睁大眼睛仔细地看 短短几百字 他竟看了好半天 然后 他的肩膀微微颤动 居然有磕磕点点的泪珠坠落 王龙七被他这副样子惊住 一时大气也不敢喘 不只是他 此时随便书院里 哪个先生学生来了 都要被吓到 二十年来 谁也没见过青竹先生 露出一丝柔软 更遑论落泪 信指被阴尸的地方 透过一些依稀的字迹 李楚看清了其中几句 清风不知何处起 竹影遥落 使之来 无形人间八万里 爱上江南 一股怀 清竹 你都如何回忆我 带着笑 或者很沉默 又是良久 清竹先生擦干了 脸上的泪珠 抬眼看着李楚 眼神居然温柔了许多 上你见笑了 原来你是楚郎的徒弟啊 你早说啊 既然邪灵之事是他说的 那自然不会有错 李楚微笑了下 不知可否 我是楚郎的徒弟吗 或许吧 重塑端容之后 华清竹再起身说道 走 我带你们两个去找山长 不知是白天还是黑夜 不知是人间还是地狱 在一片茫茫然的不可知之地 有一尊漆黑如铁柱的身影 他盘坐在一根高高在上的圆台之上 圆台上刻着繁复而暗含至理的名文 古老 酋闯一呼一呼一息 一呼一息间 有淡淡的金色线条 从遥远的地方飘渺而至 汇入她的鼻端 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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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然间 这道金色线条断掉了 她在正舒爽的地方 戛然而止 奇怪 她重新开始吸 用力地吸 还是不小 她开始疑惑 不解 怎么了 为什么 为什么我吸不出来 黎楚一生经历过 大小考试四百余场 最差成绩全省第二 至于倒数第一 对她来说根本就是一种不可名状的鬼秘存在 所以 看着王龙七那张劫后余生的笑脸 黎楚很想对她说一句 你根本不知道我的牺牲有多大 由清竹先生带着 二人见到了正气书院的山长 一位名阳天下的大儒之辈 在听完由清竹先生讲述并背书的计划之后 这位大儒对着黎楚一击到底 久久不起 之后的流程就很简单了 临时进行一场考试 只需放弃所有的问题 再写上一篇狗屁不通的文章 为了写得比王龙七还差 黎楚着实花费了一番心思 之后拜山 拜怀 拜师 礼毕 黎楚闭上眼 就看见自己的气韵 渐渐蒙上了一抹淡淡的金色 这是王朝气韵的加持 很微弱 但是变化确实存在 与此同时 她也感觉到冥冥之中 像是有一根丝线 忽地缠绕在了自己身上似的 她甚至可以隐约感受到 那丝线的存在 但是伸出手去触摸 却空空如影 过了会儿 便有淡白色的气韵 丝丝缕缕缕地飘过来 成功了 黎楚微微一笑 师父说得果然不错 无论邪灵的水多不多 都不可能有小金里的多 正气书院的百年灾厄 就此终结 不过 还不是掉以轻心的时候 邪灵 毕竟是古老而鬼影的存在 巫术又是令人防不胜防的手段 说不定 她会有什么方法来报复 只是 黎楚也没有过分担忧 万一自己对付不了她 那就叫师父出手好了 说起来 其实黎楚心里一直期待着 有一天能看见师父 大战斜碎的场景 想来 那必然十分震撼 书院的是告一段落 但她也没急着回渔航镇 还有秦家的鬼事要处理 这的确是件小事 一直寻常家宅中生出的小鬼而已 未必比灯笼怪更强大 但也得认真对待才行 必须干净利落地处理掉它 给秦家人留下好的印象 口碑都是这样一点点积攒下来的 久而久之 得云冠的名头 才能在杭州府深入人心 感谢收听本集 更多精彩多人剧 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我不可能是剑神 作者赔不了 梁小鱼团队制作 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 第135集 在约定的时间 李楚来到垂柳巷子 就见秦双白正在巷子口等着 黄昏的天光下 半江瑟瑟 江畔垂柳旁 白衣飘飘的衣人 亭亭玉立 很美 秦姑娘 李楚上前打了声招呼 小李道长 秦双白转过头 浅笑一下 说道 我家里人都已经去别处暂住 我家里人都已经去别处暂住 待会我也要过去了 今天晚上 你要小心啊 李楚轻轻点头 一只小鬼而已 秦姑娘不必担心 秦双白看着她 嘴唇念诺了下 欲言又止 伴上还是说道 反正 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你以为是一只小鬼 说不定她爹娘是什么大鬼呢 小心谨慎 总是没有错的 我想得的 李楚微笑了一下 这姑娘的想法 居然和我颇有共鸣 在这个危险的世界 永远要保持百分之百的谨慎 只是 经过了这段时间的成长 李楚的感悟更深了一分 即使心里再恐惧 躲避也绝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就像当初的自己 一直待在十里坡 与世无争 灯笼怪除外 还不是有许多邪碎找上门来 明明形势一向儒雅随和 却总是无端受到鬼物的记恨 即使唠唠实实走在路上 也会有妖怪从天而降 甚至还会连累自己身边无辜的人 她渐渐明白 这个世界的危险是无处不在的 根本不可能躲开 唯一的出路 是把自己变得更加强大 只可惜自己不能默默修炼 想要变强 必须通过打怪升级来实现 而且因为经验值的特性 还得不断寻找更强大的邪碎 于是 她形成了一个相当完善的逻辑闭环 我需要不停地斩妖出魔 因为我怕 将李楚送进自己院落之后 秦双白也缓不离开 她走出小巷 穿街 过桥 最终来到了河对岸的另一座院落 打开门 穿过院子 秦家的其余几人正都在空旷的大堂里等她 她一进门就朝年纪最大的秦翁问道 你的那些封印都盖掩饰了吗 不会不小心露出一两个来吧 秦翁露出胸有成竹的微笑 小姐 你就放心吧 旁都不敢说 我的封印术在咱们乡里还是排得上号的 最好是 秦双白嘟囔了一声 坐在堂前 那不停咳嗽的病青年 从怀里掏出一个烟带锅来 点着了 作了一口 一口下去 她又开始重重地咳嗽 一股子白烟也鸟鸟升起来 再一口 再咳 她就这样一边大声咳嗽 一边大口抽烟 过了小半天 半个屋子都被缭绕的烟雾铺满了 也没见她干什么 那些烟雾在飘动间 居然汇聚成了透明的一片 接着显现出了暗淡的画面 那画面又变得渐渐清晰 很快 一副仙豪必现的影像在屋子里铺开 看上面的场景 正是垂柳巷子里的院落 院落中央 李楚正坐在一张木凳上 闭目养神 等待着鬼物的出现 此时天色已然彻底暗了下来 四周悄无声息 秦双白说道 开始吧 得嘞 秦翁领命 一双枯稿的手陡然变换数个印法 接着一定 呼 平静的院子里忽然卷起一阵阴风 李楚没有睁眼 但是他的心目早笼罩了整个院落 他看到有一道微弱的烟气 从秦家卧室的衣橱里钻了出来 大概是三个灯笼怪的强度 就是你吗 李楚站起身 走到房屋门前 果然看到了一只身影尚且不算凝实的青色小鬼 呆头呆脑 奇形怪状 看见李楚过来 他立刻想躲回衣橱里 李楚忽然觉得有点尴尬 因为他突然想到这是在人家的卧室 一旦出见难免会造成损伤 这次曲鞋本来就是免费的 要是再赔钱可就得不偿失了 他思存了下 觉得葵花点血手可以试试 虽然人与鬼的体质不能一概而论 但隔空打血就算没有了血 也还是可以隔空打鬼 随即他便伸出一尺 一丝灵力打在那鬼物身上 果然 他连惨叫都没机会发出一声 当场烟灭 哼 果然可以 李楚满意地点点头 准备收工 这时 远在对岸的房间里 青双白眉开眼笑 看 我就说他可以的吧 这就算他失恋成功了吧 壮汉扁着嘴不敢出声 青年无嘴咳嗽 不知道是不是在掩饰尴尬 只有秦翁苦笑了下 小姐别闹了 这种造除鬼放个屁也崩死了 要是这就能当咱们明月乡的姑爷 不得被人笑死啊 秦双白禁了下鼻子 那就再来一个 秦锋的双手一合 手印再变 李楚还没回头 忽然感觉背后又是一阵阴风 居然又有一只白悠悠的鬼物 从秦家院子那棵老树底下钻了出来 这只鬼物明显比那造除鬼强了不少 大约有二十个灯笼怪那么强 原来秦家有两只鬼吗 李楚干脆再次伸出玉 那白悠悠的鬼物刚刚钻出地底 还没看清情况便灰飞烟灭了 他这手指这么好用啊 太棒了 秦双白不由的鼓起掌揽 秦翁善笑了两下 那我就接着放下一只鬼了 说着话 手印就已经结束 李楚再次想要离开的时候 就听咕噜噜一声响 秦家厨房一个坛子倒了 坛子里居然钻出一只青面獠牙的恶鬼 这恶鬼的阴气强度 大约有一百零几只灯笼怪 属于可以轻易杀死凡人的邪碎了 李楚虽然不胖 但也稍微吃了一惊 小小的一个院落 竟藏了这么多的鬼物啊 啊这 秦家人的命可真大呀 这恶鬼性情嗜血残忍 灵智不高 腐一出现 就带着极为强盛的力气 一见李楚 他顿时双目星红 滋起獠牙就要冲江上来 李楚自然不会给他这个机会 扬起一只 再次将些灵魂打爆 体型硕大的恶鬼 就仿佛纸糊的一般 瞬间破碎 感谢收听本集 更多精彩多人剧 欢迎关注梁晓鱼主页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我不可能是剑神 作者陪不了 梁晓鱼团队制作 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 第136集 李楚没有再放下心 而是谨慎地观察起四周 果然 下一步 就听墙角的水缸里 传来哗啦啦的水声 一只劈头散发 通体近似透明的水鬼浮现出来 水鬼从秦家的水缸里爬出来 之后看到卑剑的小道士 四目相对 双方都有点发愣 李楚有些疑惑 是因为 江河湖海里有水鬼不奇怪 成败上前的人溺死其中 水底又容易滋生阴气 可他发誓 他绝对是第一次见到 有人家的水缸里 可以爬出水鬼来 这场面是真没见过 而且这只水鬼的实力不弱 约莫有1874只能龙怪 这已经是鬼将的级别了 绝对是在水里修行了 数百年的存在 在 在这水缸里 这未免有些太无厘头了 水鬼有点懵 因为他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只记得一只大手 将自己从水里揪出来 反手就塞进了一个 黑咕隆咚的地方 他刚刚感觉自己能动 爬出来就看见了眼前的一幕 周围全都是陆地 好陌生的字眼 陆地的环境 让他极度没有安全感 于是水鬼掉头就跑 即使不在水里 以他的道行 速度依然极快 嗅的一下 水鬼已然化作流光 越过房顶远顿而去 但李楚又岂能放他走 无论如何 鬼物就是鬼物 必须诸厨 蓝蝶华云游身部 刷 依稀有彩影子月下掠过 李楚的身形 瞬间就出现在了 水鬼的正前方 同样大吃一惊的 还有观战的一伙秦家人们 缩地成寸 秦枫激动地站起身来 指着那画面大声说道 绝对是传世仙法 缩地成寸 我在早年间 曾经有幸见过一位 陆地神仙施展过 虽然这小道士 只跨越了十几长军里 但是这明显是同意仙法呀 秦双白的眼中 一彩连连 仙法 他这个年纪 也能掌握仙法吗 秦翁汉手道 当然可以呀 只要他背后 有十二仙门的最高层 或者某位陆地神仙 而且关系足够亲密 传授一道仙法傍身 不可能 秦双白顿时笑得眉眼弯弯 当水鬼看见李楚一步 就跨越到了自己身前 心头顿时警钟大响 几乎是下意识的 他立刻施展出自己的最强鬼术 咕 只听一声闷响 水鬼的周身膨胀起来 变大了十余倍 转眼间 化作一个近十丈高的水巨人 只可惜这不是在水里 若是身处江河之中 他的法身甚至可以膨胀到三十丈 不可谓不强 但李楚只做了一个动作 他从背后的剑囊里拔出了纯阳剑 飞动 吃 一道破风之声 上时间有赤龙当空 红芒江整片垂柳巷子的天空都照亮了一瞬 那水巨人被这道赤龙击中 顷客之间便被绞杀成一团 纯阳热浪滚滚 一时间也不知是被斩杀的 还是被蒸发的 一只无辜的水鬼 终究是没有回到水中 这一剑 好强啊 并青年忍不住惊叹一声 哪怕隔着烟雾的画木 他们也仿佛感受到了那股扑面的剑浪 令人窒息地强大 秦翁忍不住说道 只可惜杭州府周边没有鬼帅 这些鬼物都被杀得太轻易了 秦双白瞥了他一眼 怎么 要是有鬼帅 你还真敢抓过来 不怕小李道长受伤 秦翁尴尬了一下 蒙转移话题道 这小道士能如此轻易斩杀鬼将 又有心法傍身 北京不俗啊 想来大王是不会反对了 老怒这里也恭喜小姐 责得驾 秦双白瞥时忘了生气 羞涩地一笑 宇青也笑道 恭喜小姐 这下大王不会逼你去联姻了 并青年咳了两声 也说道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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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那壮汉 认真地思考了一会儿 要恭喜的话 就算小姐同意了 我们也同意了 大王也同意了 是不是 还差了点什么 一瞬间 他感觉有树道阴冷的目光 投在自己身上 所有人都面色不善地看着自己 他们的眼神好像在说 就你会说话 壮汉忍不住委屈的一扁嘴 眼泪就开始在眼眶里打转 宇青又插开话说道 我们还是聊小李道长嘛 你们说 他的修为究竟在什么境界 令青年摇头道 看这一件的威能 绝对不差 只是具体在什么程度 我本领地位 看不出来 秦翁沉吟了一会儿 神情严肃 他的身上没有真气波动 料想是什么特异的传承 只看他那一剑之威 已经有仙法傍身来揣测 此子修为 恐怕不在我之下呀 屋内众人齐齐倒吸了一口凉气 杭州府的秋叶 忽然暖和了几分 黎楚小心翼翼地 查看了一下四周 半爽过去 好像是再没有什么鬼物出现 而周边的民宅 也没有损坏 他才放下了心 方才担心毁损民宅 造成不好的影响 那一剑 他只注入了四分之一丝的灵力 但压倒性的力量 加上纯阳剑的强大特效 还是秒杀了那水鬼 最终检查过后 他缓缓撤身离开 离开的时候 心里还是难免有些疑惑的 这秦家 到底什么来的 此时 在那茫茫然的不可知之地 漆黑如铁柱的身影 正盘踞在古老玄傲的高台上 闭着双目 手指不停的动作 似乎在掐算着什么 可以看到 丝丝缕缕的白气 正不断从他身上流失 对于人类来说 气韵是与生俱来的 可以消失 可以再生 可对他来说 这些都是他在 无尽岁月里积累的财富 力量 以及寿命 气韵流光了 他就要流失力量 力量流光了 他就要流失寿元 寿元流光了 他就要 死 可恶 可恶 为什么阻止不了 究竟是什么人 在跟我作对 求求你不要再吸我了 够了 够了 一滴都没有了 我还要一整天了 你还要吸多久 还不满足吗 感谢收听本集 更多精彩多人剧 欢迎关注 梁小鱼主页 欢迎收听 多人有声剧 我不可能是剑神 作者 赔不了 梁小鱼团队制作 更多精彩 尽在喜马拉雅 第137集 这一天来 他用尽了各种办法 还是无法阻止 气韵的流失 巫术中的咒法 更类似于一种契约 虽然是由他书写的 契约条款 并且强加给正气书院 但是一旦生效 他也无法改动 只有两种情况下 这个契约会被取消 一种是他晋升为邪神 或者死亡 一种 是正气书院毁灭 可这两种情况都不现实 他虽然可以在暗中搞鬼 盗取书院的契约 但要是让他正面出手 去毁灭正气书院 那就不太可能了 当然 还有另外一种办法 这个咒法 最终还是要作用在 单一的人身上 只要将那个莫名其妙 吸走自己气乌的人杀掉 就可以让乌宙 恢复正常运转 古老的邪灵 缓缓露出宁肖 人类 这是你自己作死 怪不得我 李楚回到书院后 一夜无话 第二天一早 书院的山长 那位大儒 居然亲自找到了他 有人想要见你 山长看着李楚 微笑道 李楚有些好奇 在这座书院里 还有谁有资格 让山长大人跑 山长带着他 一路朝古淮山上走 在接近山巅的地方 有一座淮园 是当年初代山长 遇见怀祖的地方 传说也是怀祖的本体 所在 只是这里是书院中的禁地 有当年怀祖 布下的禁制 不止隔绝闯入 连人的视线 都只能看见一片 缥缈的雾隘 除了历任书院山长以外 其余人等都不得入内 所以也没有人 窥见过怀祖本体 见山长静止向前走去 李楚脚步稍稍落后 问道 我可以进去吗 山长回身看向他 淡淡一笑 自然可以 想见的人就在里面 神秘的怀园内部 也不过是一片 空旷的山坡罢了 山坡的中央 有一棵高大的古槐 这棵可能是天底下 最出名的槐树 其实也没多出奇 枝叶繁茂 根系粗壮 仅此而已 在李楚看来 和德云冠里 那棵老槐树也差不多 槐树的下方 正盘腿坐着一个 身着青色如山的老者 苍颜白发 目光温润 李楚看到他 朝他微微汗手示音 不过是简单地 朝年长者 打个招呼罢了 这一下 却让另外两个老人 都愣住了 在山长的视线里 李楚在朝空气失离 而那青山老者 则是微微一正 诧异地问道 你能看见我 嗯 李楚闻言 也觉得有些奇怪 你这么个大伙人 在这里 谁看不见吗 老者似乎是明白 李楚的意思 但是 我还没信心啊 他干脆也先不解释 而是站起身来 袍袖一抚 衣媚无风自飘了两下 山长这才看见他 也失礼说道 怀先生 这位小道长已经带到了 劳烦了 被称为怀先生的老者 点点头 山长识趣地告辞 怀原里只剩下李楚 与这位怀先生 听到山长对他的称呼 李楚难免猜测 莫非他就是那位传闻中 曾经点醒初代山长的怀祖 所以李楚微微闭目 以新眼术 稍微观察了一下 这位老者 他发现老者的气很奇怪 不像是人或者腰这种存在 体内有千万种复杂的气组 混杂在一起 这位老者通体 只有一道淡淡的气 这股气虽然微弱 但是精纯 而且让李楚感觉有些熟悉 似乎与他体内的灵力相差不多 或许是不同元的同一种力量 也说不定 李楚内心烧起波澜 来到这个世界这么久了 终于要遇到第二位灵力拥有者了吗 怀先生自是不知晓他的心思的 只是以为李楚对自己好奇 我活了这么久 你还是第一个我不现行就能看到我的 现行 您是怀祖前辈吗 怀先生又笑道 算是 也不是 谜语人 对于这种行为李楚没有多理会 而是直接问道 那您特意找我过来 所谓何事呢 怀先生这才收敛笑容 正色的 我是想提醒你一句 你很危险 我很危险 是的 我得谢谢你 替书院承载了邪灵的污州 但是 这对于你来说 并不是一件好事 我知道 我只是为了帮我的朋友罢了 你处汉手 其实 邪灵的存在虽然隐秘 但也并不是无人知晓 当年那位斩衰竟的强者 也发现了背后的原因 哦 这倒是李楚第一次听说 但他不愿意为了书院 得罪一位历经的无尽岁月 通宵鬼秘巫术的邪灵 当时他历劫在尽 害怕因为这件事 给自己的劫难增加变数 李楚皱眉 原来是这样 认为不值得 所以才不出手 这说明 那位邪灵很强 起码是可以给大能 造成麻烦的存在 想必你也猜得到 那位邪灵很可怕 我 庇护不了你 也只能提醒你一声了 怀先生的神情略显惭愧 就在这个时候 怀元上空忽然飘荡起一个邪魅的声音 完了 我已经来了 一道黑影从天而降 伴随着道道刺警的邪风 怀先生面色大变 这怀元间的禁制由他镇守 敌人竟然不费吹灰之力的就闯了进来 李楚也心头一脸 与怀先生一起看向来人 那人套着一身漆黑的袍子 整张脸都套在帽东中 浓密的阴影遮蔽一切 双手拢在袖子里 没有一寸肌肤裸露在外 但是李楚与他好似有着冥冥中的感应 见到他的第一眼 心里就有一个声音响起 邪灵 原来就是你在吞噬我的气云 对方也用阴沉的语气说道 语气虽然平淡 但煞气凛然 李楚忍不住用新眼术观察了他一下 发现对方竟然没有所谓的气 他果然不是活物 却又拥有自我的精神 实在奇怪 这时候 怀先生挡在李楚身前 目光凝重地看着面前的邪灵 小妖 你快离开这里 你以为你能拦住我 邪灵冷哼一声 怀先生反恶问道 你敢再整起书院撒野 感谢收听本集 更多精彩多人剧 欢迎关注梁小妖主页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我不可能是剑神 作者赔不了 梁小妖团队制作 更多精彩 尽在喜马拉雅 第138集 我太清楚你们人类了 都是些专注于自身利益的孤名钓鱼之辈 我若是要毁了这座书院 会有许多强者阻拦 可我若是只杀一个小小的学生 我看谁会管我 说白了 他们只不过是在乎这座书院传承的王朝气脉 至于书院里的人命 在他们眼里如蝼蚁一般 什么所谓正气 不过是权衡利弊 若是真的在乎人命 他们早就该解散这家书院了 怀先生被他说得一时无影 他看看黎楚 又森然说道 我只不过是小小窃取其中一部分而已 明明别人都懒得管 为什么你就非要给我添乱呢 今天的下场绝对是你自找的 邪灵确实很气 用这道乌咒盗取书院气韵 是他的得意手段 既没触及到那些王朝与仙门真正的底线 又壮大了自身 如此再过两百年 他就有信心修成正果 化身邪神 到时候 他便可以为所欲为 可谁知 凭空杀出这样一个角色 想要将他多年盗取来的气韵 给反吸回去 此举无异于黑吃黑 丝毫不讲江湖规矩 再晚一些 他的力量就会有所衰减 事已 他从九千里外降临此地 匆匆赶来正气书院 就是为了找到这个 给自己制造麻烦的人 要让他在世上最痛苦的诅咒中死去 这时 就听淮先生大喝一声 敢儿 老者肃然出手 他周身的如山烈烈 带起一阵清风 驱散了周围的邪风 随即 他右臂一台 指向前方的邪灵 踪踪踪踪踪 背后的槐树上 众然有无数叶片飞出 临风而去 像是千万道利刃传身 居重若轻 声势浩大的一击 面对着这些槐叶飞刀 邪灵一动不动 任由他们向自己射来 当那些槐叶到达他身前时 却都像是被什么阻隔了似的 骤然划开 擦肩掠过 但还未结束 所有槐叶掠过去以后 并没有落地 而是继续在风中飞舞 聚成了一条龙形 青龙 腰脚的巨龙之身 张口就要吞噬邪灵 邪灵忽然冷笑 我还担心怀祖 作为天地间几大祖妖之一 给正极书院留下了什么厉害东西呢 原来只有一道微弱 仙气化成的分身 太弱了 天地变色 风云怒吼 眼看就要被巨龙吞噬之际 邪灵突然说出这么一声 太弱 随即他抬起手 没有朝着怀先生 而是向着那边那颗骨怀本体 也是一指 这一指之下 那颗存活了不知多少年的骨怀 一直被书院中人当作信仰的存在 居然在一瞬之间枯萎了 枝叶泛黄脱落 躯干宿外破落 根系断裂阻绝 仿佛一下度过了千百年岁月 怀先生猛地吐出一口鲜血 那当空落下的青龙 轰然破散 化为漫天飞灰般的醒夜 李楚一惊 上前扶住他 就觉方才还精神绝朔的老人 竟然一下苍老了几十岁 好似干尸复生一般 巫术之力 恐怖如斯 小妖快走 不用管我 我还有最后一道神通可以施展 绝对可以拖住他 怀先生愤然说道 李楚默然 他不知道怀先生要施展什么 但是看老人的样子 他大概能猜到 那定是一道类似于同归于尽的神通 老人的目光坚定 像是火炬令人动容 面对着根本不在同一境界的强敌 他用字字铿锵的声音说道 我守护这正气疏远八百余年 若将终于今日 也是命数该染 我一界区区灵体 只为守护此间正气而生 这百年灾厄 我无力解决 始终痛心疾首 今日我宁一死 也绝对要让你明白 天地间自由 前辈 李楚赶紧重重地按住他的肩膀 就好像按下了暂停键 按照一般剧情 说完这些台词 他就该用某些献祭自己的办法去送死了 李楚只能不得已打断他的慷慨激昂 而后轻轻说了一句 要不我来吧 邪灵走得很安详 那一天 书院的许多学生都看到 有一道赤色的圆柱形红芒 从古淮山头冲向而起 天际的一团白云当场被冲破了一个窟窿 而后伴随着那空洞化作一个漩涡 转眼被绞碎 只剩下些许 淋散 白斑 像是鸟被宰了以后满地的羽毛 在下一个瞬间 那红芒似乎发生了稍稍的偏移 落在天上 那就是很长一段距离的滑动 云 不 是天 几乎裂开了 裂开了一大道黑圈圈的缝隙 这被赤色圆柱生生扩大的孔洞 在那圆柱抽离之后 仿佛失去了弹性似的 久久没有恢复原形 边缘的褶皱膝张着 伴随着不时的波纹颤动 四周星星点点的白斑 好像在诉说着 方才发生的一切有多么激烈 学生们何曾见过这样的场面 望见这一幕的人 似乎是商量好的一样 齐齐张大嘴巴呆滞了半场 直到那天上的黑洞重新闭合 他们才回过神来 片刻后 有人高声喊道 是怀祖 一定是怀祖显灵了 很快 这个论调引起了一片附和 毕竟这鸿芒出自古怀山顶的怀源 他们看不见里面发生了什么 但是人人都知道 那里是供奉怀祖的所在 这巨大的能量波动 也引起了许多神识敏锐者的注意 府城阳春街 朝天雀住所 空旷的顶楼露台上 一名中年男子满脸难以置信 望着那道鸿芒迅速消失 这是什么级别的战斗 能用出这样的神头 不论是哪龙神仙大家 不要选在杭州府才好啊 可是他的眼皮却止不住地倒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 但直觉告诉他 杭州府似乎要乱套了 强大修者的福祉心灵 往往是极准确的 于是他转过身 大声朝门外说道 来人 把散在外面悬疑以上 全部召回府城 除非有钥匙在手 不然即刻动身 尤其是斩留名 感谢收听本集 更多精彩多人剧 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我不可能是剑神 作者赔不了 梁小鱼团队制作 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 第一百三十九集 江南王府后花园 一位穿着极宽大的 条纹道袍的俊秀青年 看着半空中的粗大光柱 眼中渐渐露出浓厚的趣味 那个方向 正气书院 是怀祖吗 这位祖妖再度降临了 有趣 有趣 在他背后 另有一位极雄壮的巨人 体型健硕到不似人类 仿佛钢铁胶筑 身高居然有足足一丈半 走在路上 仿佛世间最大的人雄直立 他仰头望着那边 粗声粗气地问道 诸葛 那是什么东西啊 大概是什么 我一辈子也学不会的 恐怖神通吧 被称为诸葛的 盗袍青年一耸肩 漫不经心答道 巨人一脸痴迷地看着那鸿芒消失之处 居然说道 好想被那个东西打一下试试 阿金 我知道你很抗揍 不过还是要带点脑子 被称为阿金的巨人点点头 嗯 我脑壳也很弱 不是脑壳 是脑壳里面的东西 只要我的脑壳够药 那就没人能知道里面有没有东西 巨人阵阵有词地说道 盗袍青年不得不连连点头 你说的还真贪量的有道理 垂柳巷子 秦家怨落 秦翁望着那处鸿芒所在 也是被震撼得连连摇头 怀祖 怀祖又现实了 并青年问道 大概吧 除了那等偏地出生时便存在的祖妖 又有谁能有这般威势啊 秦翁感叹道 语卿妙目流转 忽悠问道 你们说的这位怀祖和咱们的乐祖 哪位厉害啊 没人知道 也没人敢说 人间祖妖不过寥寥 自上古以后便从来没有互相交战过 可以肯定的是 只要怀祖愿意 随时也可以开辟出一块 不逊色于明月香的灵土 几人背后 那魁梧壮汉小声说道 我怎么觉得这红芒有些熟悉呢 语卿看着他一笑 你莫非还遇见过怀祖啊 该不会说你们还是好朋友吧 众人笑了起来 壮汉被嘲笑 委屈得一扁嘴 不再出声了 当今世上 唯一完整旁观的整个事件呢 只有怀原里的老者 他呆滞地看着黎楚的剑 再看看黎楚的人 自他诞生起 这八百多年来 第一次产生了一种幻灭的感觉 这 假的吧 方才黎楚按住他的肩膀 他还颇为不悦 他正要献祭自身 用己身施展一道仙法级别的大神通 和自己临死前最慷慨的台词 正要说到最后一句 也是最高潮的地方 却生生被黎楚压下去了 自然不爽 正在他因人生明场面被毁 而纠结痛苦的时候 黎楚就一步迈到他的身前 从剑囊中抽出了那把剑 那一刻 怀先生和邪灵心中的想法 大概差不多 大概是 这小子不会是认真的吧 然后黎楚就一句话不说 一剑隔空斩落 旋即 天地间升起大恐怖 那邪灵连说出自己名字的机会都没有 便被巨大的剑气柱吞没了 好伴上 怀先生才从震撼中回过神来 就这样吗 那你早说呀 现在的年轻人 下手都这么重吗 说一声我来吧 然后就来了 多一句废话都不讲 真是 又快又狠 而且 他怎么能这么狠呢 怀先生不禁颤声问道 黎楚小友 不知你 事成何处 黎楚正在仰头望着天空那处空洞发呆 先离想着 刚刚 好像太大力了 因为担心杀不了邪灵 便再次使用了权力一剑 到了七十五级之后 自己的权力一剑变得更粗了 因为纯阳剑的特效加成 它又变烫了 这样的一剑 连他自己都有些惊到 还好有上次的经验 将方向对准到天上 若是没有对准 那后果不堪设想 这时 听到怀先生的问话 他转过头 坦然答道 啊 我是渔航阵外十里坡 德云冠 冠主于其安的开山 兼关门弟子 怀先生一愣 还以为黎楚是某处 先门出身或这么为大能转世 这德云冠 于其安 听起来就不像是什么正经地方和正经人呢 等等 李楚突然眉头一皱 怎么了 他缓缓说道 那邪灵 没死 这点李楚可以十分笃定 他没有收到经验值 同时那淡淡的气韵 仍在丝丝缕缕的传来 乌宙还在运转 或许 他在别处另有法身吧 这种无尽岁月存活下来的老怪 狡兔三枯才是常识 逍遥不必担忧 他纵使不死 被你斩杀了这一道法身 至少也要损失五成道行 可能数百年 都无法再生气候了 李楚的眉头这才稍稍舒展 吓死我了 吓死我了 好可怕 好可怕 茫茫的不可知之地 一尊白金色的邪灵 拍打着自己的胸部 邪灵没有分身 严格来说 李楚确实已经将他杀得干干净净 但是邪灵这种存在 与普通生命不同 他们可以有多个不分主次的驱俏 只是这驱俏也不是凭空来的 只有巫神才能创造出来 当初那一代的灵 只有寥寥几个而已 这句驱俏 就是他亲手灭杀掉了一位亲密的同伴 抢夺而来的 现在仅此一句了 李楚那一剑 灭杀了他本体驱俏上的一切 既有他八成以上的力量与寿命 也包括他的胆量与战意 此时的他 再也不想离开这座祭坛了 可是那气韵仍在不断流失 如果无法节流 那就只好开源了 这样想着 待惊魂烧定之后 他闭上眼 缓缓打开了一片不可洞悉的黑暗星空 在那片星空中 如今只有一个闪亮的光点 这意味着 他唯一的信徒 我的奴隶 我的仆人 我最忠实的信徒 邪灵的声音 回荡在星空中 感谢收听本集 更多精彩多人剧 欢迎关注 梁小鱼主页 欢迎收听 多人有声剧 我不可能是剑神 作者 赔不了 梁小鱼团队制作 更多精彩 尽在喜马拉雅 第140集 那颗光点亮得更厉害了 立刻有反馈传递回来 我的主人 人间最伟大的邪神 您忠实的信徒 在此听命 那声音不知 从哪个遥远的地方传过来 十分清晰且虔诚 邪灵缓缓说道 我需要更多气云 信徒必将竭尽所能 不够 我要从前 你供奉的十倍 啊 这 那声音骤然慌乱起来 我不会平白 向你索取 我的信徒 顿了顿 邪灵开始许诺 我可以给你更多的力量 甚至 我可以许诺给你 一次 那个 啊 那个吗 不 我的主人 即使不能和你 那个 即使毫无回报 信徒 也愿意为您做任何事 那声音激动到颤道 关闭了那片不可洞悉的黑色星空 这片鬼秘之土 复归于死 一般寂静 邪灵忍不住又想起方才那一幕 那轰然灭世般的剑气 越想越怕 可是很快 他又意识到 自己居然对一个人类出现了恐惧的情绪 这 这绝对不行 要成为邪神的伟大存在 心中绝对不能留有恐惧的阴影 要保留纯粹的邪恶 他开始不停地告诉自己 我一定会报仇 我一定会重回巅峰 最终成就邪神 最后 就是找那个小道士报仇的时刻 这不是躲避 而是 隐忍 我绝不会忘记这份仇恨 也绝不会恐惧他 小道士 你给我等着 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 让你活着的原因只有一个 道不风立马太兽 我还不想和你斗 啊 李楚莫名打了个喷嚏 汪龙七立马问道 怎么了 你不会感冒了吧 李楚摇摇头 极自然地说道 没事 大概 是有人想我了吧 要是别人用这么淡定的语气 说这么不要脸的话 汪龙七铁定是要嘲笑他一波的 可是这话从李楚这张脸上说出来 就感觉 怎么那么合情合理呢 算了 我想了 你是要回渝航阵 是啊 正气书院的乌咒 也不会再有事了 过两天我和你一起回去吧 你不在这儿学习了 学习 学个屁 这倒也没让李楚有多意外 他又问道 那打算什么时候走 这个倒是不急 我有个朋友 听说你驱邪很厉害 想找你帮个忙 哦 他家里啊 闹邪碎了 具体不知道是什么 但是 很凶 很邪性 王龙七带来的这位同学 名叫程淑琪 看上去就是个老实巴交的年轻人 当日被王龙七请去聚会的几位文人雅士 就有他一个 后来觉得过意不去 把真相告诉王龙七 也有他一个 示意王龙七把他当成好兄弟 看着李楚 他稍微有些局促 因为在王龙七的描绘里 这位小道士简直就是个神人 吭哧吭哧地说了好一会儿 他才讲明白自己家里的事情 原来他爹是杭州府衙里的一名典礼 主管刑狱 官职不高 但是实权很大 平日里生活还算不错 但是打前几日起 他爹却突然犯了疯病 时儿穿着一身白衣 劈头散发地在地上爬 还趁人不注意就想往井里跳 时儿抹得一脸粉白 只留两个黑眼圈往衣柜里躲 举止好似孩童 时儿会突然抱住一个人的肩膀 趴在他的后背上 贴着那人一起走 总之 就是种种不似活人的鬼魅行径 家里人给他在衙门里告了假 又请了几个郎中来看 郎中都看不出个所以然 最后还是一个有些见识的大夫 说着八成是中了邪碎 不像是得病 他们不敢去请朝天雀的人 怕这事捅到官面上会影响仕途 打算私下请高人解决这件事 程淑琦昨日才回家探望过父亲 正忧心忡忡 今日恰好听王龙七谈起 李楚对付邪碎厉害 就想请李楚去家里给父亲驱邪 李楚文言自然应语 邪碎嘛 多多益善 当即程淑琦就又和书院告假回家 同行的除了李楚 还有跟着李楚的小锦里 和看热闹的王龙七 一行人穿街过府来到成家 程家的宅子倒也不小 虽是在一条闹市街区 但跨了两进的院子就颇为清静了 临近门前 程淑琦特意小心嘱咐的 小李道长 我 我顶上还有两位哥哥 我们是同父异母 平日里关系不大融洽 要是待会儿 他们对你有什么不客气的地方 我先给你赔个不是 最重要的 还是救回我爹 嗯 李楚汉手答应 来到成家的政院 就有下人把他们领进大堂 还说几位少爷夫人都已经等候在那里了 程淑琦还有点奇怪 自己请李楚来的消息 并没有提前通知家里 怎么他们就知道了 等在大堂门口 就看见成家全部人 上首位是两位妇人 左边一个年纪稍大 头发花白 体态雍容 一脸幽色地坐在那里 正探头张望外面 右边一个三四十岁年纪 苗眉打病 妆容精致 一双眼里水波盈盈 身量曲线更是可人 一眼即可分明 左边是正妻 右边是侧侍 左手边的位子上 还坐着两个青年 相貌都和程淑琦有点像 应该就是他两位 同父异母的哥哥 程伯琦和程仲琦 见他进来 立刻就有一个青年皱眉说道 怎么是你啊 我还以为是我请的高人道来的 程淑琦看了他一眼 没有理会 而是先上前行礼 大娘 娘亲 程家大娘子点点头 问道 嗯 淑琦你昨天不是回来探望过了吗 书院课业言 就算家里厨师 自有我们料理 你专心学业 考个金榜提名 才是正道 程淑琦的亲娘 那二娘子则一摆手 笑道 嗨 我儿子就是孝顺还不行吗 他爹都这样了 还能读进去书 那难不成狼心狗肺了 大娘 娘亲 我是忧心父亲的事情 恰好我书院同学 认识一位除邪很厉害的道长 我就将他请来家里 想要替父亲除邪的 说着 他将李楚一行人请上堂来 感谢收听本集 更多精彩多人剧 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我不可能是剑神 作者陪不了 梁小鱼团队制作 更多精彩近在喜马拉雅 第141集 这位是小礼道长 这位是与他同行的月儿姑娘 这位是我的同窗好友 王龙七 李楚薇薇点头示意 有劳小道长了 书琪也是有心了 承家大娘子也点点头 说道 嗯 薄琪和重琪 也都请来了高人 我们一家正在此等候 既然如此 不如小道长 也随我们稍后片刻 等那两位高人到了 再一起进去看看我家夫君吧 他的状态 不大好频繁去看 可以 李楚应想 这时大哥成不齐看着李楚 阴泽泽地问道 不知道这位小道长 是哪山哪冠的高人 我常在杭州府中私混 似乎没听说过你的名号 李楚淡然答道 我来自于杭镇外 施里坡 得云冠 程淑琪的两个哥哥对视一眼 琪琪笑出声来 淑琪 你就算想表示孝心 又不想多出钱 也不用跑那乡下地方随便请个小道士吧 程仲琪语气尖酸地说道 平日李父亲对你的吃喝用夺可是最大方啊 给你的银量也一向是最多的 你对父亲就这么敷衍啊 程淑琪显然是被他们嘲讽惯了 也不还嘴 只是张红着脸摇头道 不是的 小李当长 很厉害的 大娘子立刻赤道 休得胡言乱语 仿尊敬些 程伯琪和程仲琪这才住嘴 程淑琪的娘亲看着李楚 眼波荡漾的 别瞎说啊 我就觉得小李道长不错 一看这张脸这鼻梁这山根 就是驱邪的一把好手嘛 娘 程淑琪偷偷扯了他一把 小声说道 这都是我的同学 你收敛点 这时就听下人又来通报 大少爷 飞来宗的仙师到了 程伯琪站起身 看着三弟说 我让你看看 什么才叫真正的高人 说着起身出去相迎了 程家大娘子一摆手 小李道长不要介意 我这儿子口无遮拦了些 平日啊 就好调侃兄弟 不是对你不敬 先请坐吧 李楚无所谓的摇摇头 反正他来这里就两件事 收钱 驱邪 只要钱和经验到手了 旁的都不在乎 王龙七大咧咧的一摆手 笑道 谁家还没两个傻儿子呢 无所谓 留在这儿的程众琪听到这话 顿时一拍桌子 你什么意思 哎哟 我也没说是哪两个 怎么还有人对号注做呢 程众琪起身怒道 你是不是逃打 王龙七指着他 左右看着程众琪和李楚 再度笑道 哎哟 急了 急了急了 卡急了 仲琪 坐下 别丢人现眼 程伯琪和程仲琪针对弟弟 那是由来已久的 他们都是嫡出 而程众琪是树出 他们的母亲是大家闺秀 程众琪的母亲 当年是寻乡斋里的宏官人 雅昊慕明熙 他们俩打小聪明伶俐 而程众琪向来性格怯懦 但是 他们的父亲偏偏疼爱测试更多 从小到大 都是程众琪母子俩更受关爱 两兄弟看在眼里 自然不服 于是更加针对程众琪 尤为气人的事 程众琪无论挨打挨骂 从来都不还手 这在别人看来 就是个可怜的兽气包 他们俩呢 就变成了欺负人的恶徒 兄弟俩分析之后认定 这小子分明就是心术不正 故意用挨欺负的方式 拉低两兄弟的风平 最可气的是 他们俩学业一塌糊涂 而这个始终唯唯诺诺的老三 偏偏还考上了正气书院 成了程家的骄傲 这小子平日里不声不响 一直乖乖挨欺负也就罢了 谁能想到他心里 憋着这么大的坏 居然一直在暗地里 用功读书 天底下还有比这 更可恨的事情吗 刨绝护坟 踢寡妇们 也不外乎此了吧 欺人太甚 欺人太甚 带着这样一股子怨气 程伯齐来到大门口 迎来了自己请的高人 臭兄 没想到你真的来了 太好了 一见到来人 他立刻换上一副 灿烂的笑脸 来人无短身材 其貌不扬 但是一身冷俊气质 颇有些高手风范 正是飞来宗内风头很近的弟子 赵良辰 程伯齐看着赵良辰的脸 觉得看起来非常舒服 心道 正经 修行的人 就该长这样 飞来宗里有活生生的例子 杭州府里最火的 是赵良辰的小师弟 可是消息灵通的人才知道 飞来宗这一代的最强弟子 不折不扣的是赵良辰 长得那么英俊 还会驱邪 怎么可能呢 赵良辰点点头 程公子 来迟了些 抱歉啊 无妨 还早了呢 程伯齐热情地领着赵良辰进府 一路寒暄 将将要进内院的时候 程伯齐拉住他 小声说道 这赵兄啊 我这儿呢 还有个不情之情 我爸有个弟弟 这小子呀 一直心属不正 这次我爹种鞋 也不知道从哪 请了个乡下道士 我怕呀 他就是憋着坏 想要趁机害死我父亲 待会儿要是有机会 你能不能帮我 把那个乡下道士赶走啊 赶走 赵良辰一皱眉 驱邪之前 听到这种要求 他有个敏感的地方 忽然被戳到了 哎呀 他修为肯定不如你啊 就是个江湖骗子 也不一定 你呀 就考骁他一番 把他逼走 我给你的报酬 再加三成 如何 程伯齐蛊惑道 赵良辰皱眉说道 我看着办吧 拜托了 程伯齐带着他 一路来到正堂 没等迈进门 就大声说道 娘亲啊 这位就是府城外 非来宗这一代 最强的弟子 赵良辰 我可是花了重解 又拖了人脉 才把他请来了 赵兄 他将赵良辰引入堂中 正要介绍家人 可是赵良辰 哪里还听得到他说什么 任何人一进这大堂 第一眼看见的 肯定是一张超凡脱俗的脸 那张脸在任何地方 都仿佛闪闪发光般耀眼 煞时间 许多痛苦的回忆涌上脑海 非来宗在杭州府内很有名 那堂上的成家众人 正满怀期待地等着这位赵仙师 就见他一步迈进门槛 却没有迈进第二步 而是突然收了回去 然后 转身就走 走就算了 他还边转身 边清晰地说了声 靠 感谢收听本集 更多精彩多人剧 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 欢迎收听 多人有声剧 我不可能是剑神 作者赔不了 梁小鱼团队制作 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 第142集 赵良辰以前从来不做噩梦 直到遇见黎楚 他开始频繁地进入一个 哲学意味很浓的梦境 那是在地府的轮回路 奈何桥前 阴差举着英俊和能打两块牌子 依次发法 没有一个阴魂投胎过去 阴差就会问 你要哪一个 没错 每个阴魂都只能做一个选择 有的人选了英俊 来势做美男 有的人选了能打 来势做高手 有一个人排在赵良辰的前面 就在阴差问他要哪一个的时候 那个人突然从阴差手里 抢过两张牌子 恶狠狠地说 我全都要 他抢完就跳进了轮回路 轮到赵良辰的时候 阴差说 他把两张牌子都拿走了 你只能空着手投胎了 赵良辰傻眼了 没等他反应过来 就被阴差一把推进了轮回路 醒过来 枕头往往是湿的 他觉得 李楚就是那个排队在他前面的人 所以遇见李楚之后 他才觉醒了投胎前的记忆 如果仅仅是容貌方面的碾压 赵良辰可以努力修行 用实力方面的优势来扳回一局 他对那些普通的小白脸也都是这样做的 可面对李楚双管齐下的玩抱 赵良辰只能努力修行自己的道心 以免道心不稳 从此抑郁 他本以为达到神和境以后 就可以拉近自己和李楚的差距了 可等他闭关苦修多日 一招真正突破神和境以后 他悟了 自己就像是白纸上画的一个圆 修行就是在把这个圆扩大 但是这个圆扩得越大 他接触到的空白就越广 心中的不可知也会更多 譬如 李楚那一件 以前他以为 李楚只是一个更大的圆 现在他感觉 李楚像是那张纸 是他永远达不到的层次 因为 假如一个东西很大 哪怕它大的让你脸红心跳 大的让你浑身燥热 大的让你呼吸急促 大的让你急欲窒息 大的让你一下子就昏死过去 那也就仅此而已 最可怕的是 你看见的样子已经大到逆天了 它却还没到最大的时候 李楚就是这样一个 大的让赵良辰自卑的存在 所以在这样一个意外的情况下 看见这个存在 赵良辰下一时的反应就是掉头就走 并随口发泄一下对这个世界的愤怒 程伯七忙追上来 拉住他说道 赵兄赵兄 你怎么了呀 咱们说得好好的 你这是为何呀 有什么事情可以谈吗 赵良辰被他拉住 院外凉风一吹 又一下清醒过来 我若是就这样一走了之 岂不是显得我怕了李楚 可是再转念一想 没错呀 我就是怕他呀 可是再再转念一想 我怕他做什么 虽然我长得丑 但我不是反派呀 这样走了 事情传出去 今后我在杭州府的名声 可就不好听了 于是乎 一番天然交战着 他深吸一口气 转过身 大声说道 我没别的意思 只是你们既然找了小李道长 就没必要再来找我了吗 啊 成伯齐深深一正 接着 赵良辰大踏步走进成家大堂 主动向李楚拱手道 小李道长 上次鬼落一别 不绝已久啊 今日一见 你风采已久啊 你好 李楚也向他汉手示意 王龙七乍一见赵良辰 是有些怕的 因为他是自己宿敌的好大哥 可是又忽然想起 自己身后的是李楚 他顿时挺起胸膛 露出自信的笑容 原来飞来做的先师就是你啊 还真是好久不见啊 欲调中略有一丝嘲讽 赵良辰看向他 坦然说道 我自上次回山 一直在山门闭关 始终没有下山 这次来这里啊 倒是我出关之后的第一次曲线 见到小李道长 我倒是没必要来 他的平和 倒让王龙七有些不好意思了 只好善笑两声 程家大娘子看他们这副样子 也大概看出人物关系了 但还是问了一句 赵现实 你和小李道长 你们认识 何止认识 赵良辰主动承认道 上次在一处凶险之地 还是小李道长 关键时刻救了我的性命 所以我才说 若是他都对付不了的邪碎 那我必然也没有办法 见他说的客气 李楚也谦虚地说道 不敢 只是我们 何力斩杀过一只鬼物而已 赵良辰笑了笑 要非说是何力 倒也没毛病 毕竟在李楚 轻而易举地 秒杀那头亚语之前 自己也曾费尽 九牛二虎之力 打掉他一丝血皮 程家大娘子 倒是有几分欣喜的 毕竟李楚越强 自家夫勋得救的 可能就越大 但程仲奇的脸色就变了 他拉着大哥走出去 愤愤地说道 这就是你成天 在杭州府私混 听说来的上流休止 程伯奇也咬牙说道 这 圈内人确实都说 赵良辰是非来宗 这一代第一啊 谁能想到 他这么没有排面 倒是让老三 找来的小道士出了风头 现在只能指望 我请来的那位高人了 让他把这小道士压下去 咱们才不会被老三压下去 现在看来 这小道士像是有些道行的 你找来那人 能挽压他 哼 挽压 我找来的 可是双飞寺这一代的 最强武僧 你可能不知道 在双飞寺这样的佛门圣地 从小沙米一路打到 最强武僧是什么概念 我们一般 是会用两个字来形容这种人 妖孽 正说着 下人来报 有一位和尚来到了府外 程仲奇丢给大哥一个得意的眼神 瞧好吧你就 程仲奇亲自出门相迎 就见一位身着灰白僧袍 竖绣绑腿的青年和尚站在那里 面无表情 轮廓刚毅 相貌鹦鹉不凡 肌肉囚结如龙 尤其一双眼 竟然亮得刺目 可谓不愧其名 神木大师 我等你等得好苦 你终于来了 程仲奇热情相迎 没错 来人正是双飞寺九浅禅师坐下弟子 这一代的最强武僧 神木和尚 只见他眉头拧紧 沉声说道 你家这座宅邸 阴气异常深重啊 这时间一长 必要有活人丧命 程仲奇文言变色 神木大师果然厉害 还没进门就能看出蹊跷 还请快快随我前来 救下我父亲吧 前头带路 感谢收听本集 更多精彩多人剧 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我不可能是剑神 作者赔不了 梁小鱼团队制作 更多精彩近在喜马拉雅 第143集 程仲奇带着神木和尚 穿过两进院子 临到大堂前 他暂且止步 小声说道 神木大师 我家另有两位兄弟 也因为担心我父亲 请了两位修者回来 但是和您比起来 我感觉那两个 都有点江湖骗子的嫌疑 待会儿要是您方便 能不能劳烦您 稍稍展露点手段 把那两人给赶走 要是这样的话 我给您的酬劳 可以再高五成 神木一边宁谋 观察四周 一边说道 说是江湖骗子 或是修为不济者 绝对逃不过 和尚这双眼 到时候 我自会把他们 打僵出去 那就有劳神木大师了 称众奇笑道 商量好了 他便雄啾啾气昂昂 迈着豪横的步伐 走进大堂 还没进来 便已经喊道 杨气 且看我起来了谁 顿时整个大堂的人 都将视线投过来 于是 众人就见一个 鹦鹉的青年和尚 踏过门槛 与赵良辰一样 第一眼自然而然地 看向了这间屋子里 最耀眼的那人 接着这和尚 也面色一变 他看着李楚 骤然惊呼出声 是你 李楚看见他 也微微哑然 居然是不久前 在云河县 碰上那大和尚 还记得他曾经 半裸身子 对自己发呆来着 李楚不禁又打了个寒颤 就听到和尚 又喝了一声 我找你找得好苦啊 骤然间 他的身形猛地一动 像一阵风一样掠进来 李楚几乎以为 他要动手 下意识地 正要有所动作 一颗硕大 正亮的光头 出现在自己身下 那和尚居然 跪在了自己面前 不只是成家人惊了 连李楚自己都惊了 现在的和尚 都这么客气了吗 从前江湖上总传说 佛道不两立 这两年 随着和洛王朝的 风向变化 确实已经有了 渐渐缓和的趋势 不过 也不至于这样吧 玄吉 就听那和尚 顿手沉声说道 请您务必收我为徒 神木和尚天生慧眼 体魄惊人 又见性如烈火 极恶如仇 双飞寺里常常传说 或许他是西天罗汉 将士林凡 专为降妖伏魔而来 而他凭借着一双慧眼 早在小小年纪 就看透了这世间的真谛 一切都是虚的 只有两个字是实的 能打 万物灵长是打出来的 和洛天下是打出来的 朗朗乾坤是打出来的 而他所维护的正义 也非得一拳一拳打出来不可 他觉得落后就要挨打 所以他和别的僧人很不一样 他从不说我佛慈悲 他只说大威天龙 佛法无边 说的也是打法 师父说过他有天生慧眼 又有佛光照体 是世上绝顶的天赋 若修佛武十年 可镇压同代 若修佛武二十年 可横行当世 若修佛武三十年 可正罗汉金身 若修佛武四十年 可打遍天下无敌手 届时双飞寺说不定 可因他一人 达到与天南净土云浮寺 神落上古白龙寺 相媲美的境地 现如今他已经 修行佛武十余年了 确实可谓镇压同代 杭州府里 除了那个万丈光芒的展流明 似乎没有谁 在堪与他匹敌 直到他遇见黎楚 黎楚那一见 直接让他怀疑人生 他用慧眼看着那一见 隐隐感觉 按照师父所说的境界 自己至少要四十年后 才能尝试着抵挡那一见 这不对劲啊 我是世上绝顶的天赋 都要修佛武四十年 才能达到这种境界的话 黎楚的样子明显 还不到二十岁啊 他想了三天三夜 最终得出一个结论 不是我不行 那就是佛武不行 那个小道士 一定有特别的修行计较 他不由得顿足垂胸 当日自己被惊得呆滞了 竟没有想起来 去拜黎楚为师 关于拜师 他心里没有 佛门道门的界定 他觉得 无论黑猫白猫 抓到老鼠就是好猫 毕竟他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维护正道的光 等到他一拳 就能打死一只妖王的那天 还有谁会说他做的不对吗 事后他去银河县 打听过几次 却没人知道 那小道士是什么来历 他只得屠乎奈何 有些人 一旦错过就不在 就在他已经灰心的时候 没想到 又在此地重逢 事已他才瞬间失去理智 当场请求拜师 这一幕 落在成伯齐和成仲齐的眼里 就有些幻灭了 兄弟俩对视一眼 轰隆一声 信念崩塌 老三这是从乡下 请了个神仙过来吗 他可真是个坏小子呀 赵良辰倒是心中窃喜 方才自己主动服软 虽然也算维护了面子 但毕竟也有点落牌面 这和尚突然来这么一出 顿时就显得自己 不卑不亢了起来 但他也不由得 有些暗暗心惊 因为这个和尚的身份 他是知道的 双飞寺的最强五僧 神木和尚 修为冠绝杭州府的 几个青年修者之一 居然连他都被李楚征服了 李楚稍微惊讶了一下之后 赶紧起身 将神木和尚扶起来 口中问道 快快请起 你这是何意 神木和尚站起身来 一双神光逼人的慧眼 直视着李楚 我想让你教我打人 一旁王龙七问道 大师 你这是要改行做道士 不想做和尚了 神木和尚摇头说道 当然不是 我有一个和尚师父 他自消养我 传我佛武 他自然不能抛弃 我现在是想另拜一个道士师父 学一些特别的打人的计较 李楚拒绝 可能要让你失望了 我自觉没有收徒的资格 也没有什么可以教人的 神木和尚瞪大眼睛 怎么会啊 你随手一见 就有那般神威 李楚先道一声 可是我也只会平安啊 这个当口 看着神木和尚 他忽然心中一动 前些日子里 自己不是还想过 想要找一位武道高手 来修炼自己的那些功法 来进行对照试验吗 眼前的神木和尚 虽然实力弱了一点 但是修行佛武多年 基本功肯定不错 上手新功法应该很快 另外 说不定还能有些意外收获 听多人有声剧 我不可能是剑神 作者赔不了 梁小鱼团队制作 更多精彩 尽在喜马拉雅 第144集 当即 李楚看着神木和尚 说道 抱歉 我没有收徒的打算 不过 如果你想学习我修行的功法 我倒是可以全部教给你 但 不是以传授的名义 而是 等价交换 等价交换 神木和尚疑惑 李楚解释道 就是 你用一些佛门的神通 功法 来交换我所修行的功法 因为 我修行过的功法不多 所以 也想学习一些别的 一换一的话 不知道方不方便 这 神木和尚内心狂喜 不用拜师 就能学到他的功法 这波雪传啊 可是 还是有一些顾虑 他纠结道 可是 我师父说过 他教我的许多 都是 双匪斯 不传之谜 绝对不能泄露给外人 如果你要跟我交换 可能我只能拿出一些 佛门之中通用的 较为 普通的神通 功法 这样占你的大便宜 又未免 不够厚道 李楚抬手 我的功法赢 他本想说 也不值几个钱 不够三五百文一本罢了 可是想想 连交易钱 自爆成本 不是明智之举 于是改口说道 我的功法 也是为了 斩妖出魔才修炼的 若你修炼之后 运往正途 倒是不必在意价值 即使是佛门通用的神通功法 我也勉强可以接受 神木和尚大为激动 此时李楚在他眼中 浑身都是正道的光 他激动的一把握住李楚的手 成交 李楚也微笑着点头 好 那我回头 就去将密集取来 去找你交换 好 我常见在双飞寺后山修行 你进了寺里一打听 人人都知道 嗯 李楚点头 双飞寺在杭州附近内 大大有名 即使是寺内流传的通用法门 想必也很值得期待 起码放到书店里去卖的话 肯定要几十两银子 比自己买的那些贵得多 随着一笔 两个人都觉得 自己有得赚的交易坛成 成家大堂里 顿时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旁边赵良辰看着这一幕 猴头滚动 只觉有些干涩 他娘的 我也心动了 那可是李楚修行的功法呀 他十七八岁的年纪 就能达到这般恐怖境界 他修炼的功法 不说谁修炼了都能毁天灭地 一剑秒杀妖魔鬼怪 万凡能领悟到他的意证 也够用一辈子了吧 哎呦 早知道简单就可以得到的话 其实 我也不是不能下跪 这时 就见程淑琪从众人中间探出头来 弱弱地说了一句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 那个 我有个爹 程老爷这几天 都被锁在后院一个偏僻的宅子里 有下人看管着 不敢让见外人 程家人带着几位修者来到这院子外 没等打开锁 就听里面有男子声音在粗粗地唱 听起来不光难听 还有几分毛骨悚然 程淑琪的神情尴尬了下 我父亲这几天就一直这个样子 动不动就换了个人 而且每次换的人还不一样 实在是 我们懂的 不必担忧 赵良辰面无表情地点头说道 他和李楚仍旧保持着同款的冷俊气质 一个帅冷 一个愁冷 但看上去都是专业人士的样子 很是令人心安 神木合上仰头 看着这院落的上方 微微动容说道 这地方的阴气 好浓 李楚也已经用心目一扫 骤然间 便看到院内只有一个人形 他周身阳气极为微弱 阴气却冲天而起 差不多有八千多只灯笼怪的强度 是寻常鬼将的数倍之多 李楚有些惊讶 这成书旗的父亲 莫非是一名鬼帅 等院门打开 就见一名披头散发的中年男子 裹着彩色的窗帘布 坐在院子里的一棵大树下 正用手撵着发丝唱歌 神情虽是妩媚得非常到位 但画面难免有些令人反眉 神木和尚看到他的第一眼 便惊呼了一声 这半个杭州府的阴魂 怕是都在他身上了 在他之前 不用进院子 李楚就已经发现了 这成老爷身上略有诡异 这里阴气虽然浓郁 却都不是他本身发出的 而是有许多东西附身在他体内 因为他本身的阳气 微弱得极为反常 老话说 凡人肩上有阳灯 阳灯护体 鬼难清 就是将人身上的三团阳火 比作了三盏灯 其实是个很恰当的比喻 通常一个健康的男子 阳灯该是极为旺盛的 普通的游魂野鬼见了 也要赶紧躲避 害怕冲撞到 真碰一碰的话 我受的是伤 你丢的是命 所以老人 小孩 女人 偶尔会有被阴魂附体的事情 壮年男子却极少 可此时这成老爷身上的阳灯 不知被什么压制了 离熄灭也只差一死 北地江湖上 一直流传着一句最毒的誓言 灯灭我灭 此时 成老爷的灯就快灭了 他的身体就像是一具 可以随意进入的那个 难怪会引来众鬼 争相附体 对阴魂们来说 这简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此后化作阴魂 就仿佛堕入冰冷世界 失去了凡人的一切感知 若是有一个重新活一次机会 哪怕只是短暂地 体验一次活着的感觉 也是极为珍贵的 事已 结果可想而知 周遭的无数阴魂疯狂地进入成老爷 争相体验着肉体带来的快感 可怜的成老爷 身体就这样被轮番地使用着 日夜不停歇 想想都可怜 他体内进入了起码三百只阴魂 他们在争夺这具肉身的使用权 所以你们看到的成老爷子才会疯疯癫癫的 神木和尚瞪大着眼睛 一双慧眼看得分明 接着他又怒道 好恶鬼啊 险些就要将他折腾死了 啊 成书其大惊 当即恳求道 大师 求求你 救救我爹吧 哼 我既然在此自然容不得他们害人 神木大步上前伸出意志 成老爷花容失色 娇呼道 何尘 你要干什么 给我出去 神木大喝一声 一直点在成老爷眉心 金光一战 紧接着就是嗡的一下 像是丛林中惊奇一捧鸟 哗啦啦 数百道形形色色的阴魂 一起窜出来 争相逃窜 感谢收听本集 更多精彩多人剧 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我不可能是剑神 作者陪不了 梁小鱼团队制作 更多精彩 尽在喜马拉雅 第145集 三个修者能看见这些阴魂 成家兄弟等凡人 虽看不见阴魂 也感觉到忽然刮起一阵 刺骨阴凉的风 风中带着阵阵令人作呕的寒气 躲 神木和尚又口吐真言 大赫也 仿佛有一道无形的波纹挡开 千刻间 这数百道零散的阴魂 全部破散 这些鬼物的阴气合起来 适合鬼帅尽丝 但是分开的话 各自的道行都相当弱小 没有一个能扛住这和尚一记狮子喉 李楚健壮觉得有些厉害 哇 这将鬼驱离人体 再一生震碎的本领 我还真是做不到 若不是神木和尚在此 凭我现有的招数 可以有一百种姿势 将成老爷 连带着体内的阴魂一起消灭 但要是将人保存下来 鬼物杀死 那可就有点难了 看来学习一些新的神通还是必要的 可是 现在成老身上的阴魂虽然暂时驱离了 他身体的阳火却仍旧微弱 这样的话 哪怕他暂时恢复 一旦离开了保护 还是会被疯狂进入 而且 因气消失后 他身上的气息变得干净起来 李楚看见了 他身上似乎缠着一丝淡淡的线 这根线的感觉很熟悉 好像和自己身上那条不停传来气韵的线很类似 成老爷 中的野生巫术 于是李楚说道 成老爷身上的阳气 似乎是被某种乌咒压制住 赵良辰文言说道 只要三张阳火符 将他身上三盏阳灯点起来就好了 李楚沉默 制服 就是他的知识盲区了 但赵良辰敏锐地注意到了李楚的表情 他眼睛一亮 瞳孔微微扩张 嘴唇吸动了一下 似乎在期待着什么 而后轻声问道 你不会制服 李楚坦诚地摇头 啊 赵良辰的脸上 顿时蒙上一层骄傲的光彩 眼中也迸发出自信的光芒 那光彩是这般强烈 以至于他的整张脸都开始泛红 但他很快开始压制自己激动的心情 良久才常常呼出一口气 然后 还用着勉强维持的淡定语气 好似轻描淡写 又其实重如泰山地吐出两个字 我会 神木和尚奇怪地看了赵良辰一眼 这座养火福而已 虽然我也不会 但我知道那是寻常仙家里很基础的一种俘虏 一般修行个三五年的娃娃就可以拿来练手了 至于骄傲成这样吗 但赵良辰完全顾不上他的目光 已然完全沉浸在了 李楚不会但我会的巨大喜悦之中 在无数个日日夜夜里 在无数个怀疑人生的时刻里 他不停地拿自己和李楚对比 方方面面比下来 他觉得自己甚至没有活着的价值 这一刻 他终于找到了 不行 我制服 行 我们制服真是太好了 我爱制服 什么制服我都爱 不 制什么服我都爱 极客 他袍袖一白 大声说道 朱砂 黄纸 毛笔 墨汁 样样背景 我制服给你们看 好好好 多谢先师 程家人既然请了修者来 自然也备好了这些东西 赶紧拆人去取 赵良辰等得极不可耐 他巴不得赶紧当着李楚的面 秀一下自己的制服修为 那种成就感 想想都诱人 这就是制服所带来的诱惑吗 不过片刻 程家下人便搬来贡桌 一应物事 齐齐百好 赵良辰煞有介事地站在贡桌前 抬手执笔 站好朱砂 铺好黄符 悬万提笔 宁神静气 顷刻间比走龙蛇 刷刷刷 虚余之间 便有一道鲜亮的阳火符路 鲜鲜出炉 第一道 去给程老爷贴在左肩 第二道 给他贴在右肩膀 第三道 给他贴在眉心 李楚看得有趣 就在一旁默默观察 将他的动作记在心中 不多时 完毕收工 赵良辰割下毛笔 美滋滋地抱怨一声 长时间不制服了 略有声说 动作都慢了 李楚夸赞道 已经很厉害了 一般一般 嘴上说着一般 但听到李楚的夸奖那一刻 赵良辰只觉脑子一轻 整个人都要飞起来了 些许残存的理智 不停地告诉自己 不要票 不要票 仅仅只是李楚的一句夸奖而已 没什么了不起的 何必太在意他的认可 我今天既然能在制服上超过他 明天说不定还能在别的方面超过他 陆海长 别太狂 以后指不定谁会要 可惜 欢乐时光总是短暂的 最喜欢的制服环节只过了短短片刻 他虽然被占了身子 但脑子是清醒的 此时一时一回来 记忆也跟着清晰了 知道是面前三位修者救了自己 只是连起身感谢的力气都没有 李楚来这里见他 是想多问一句 诶 程老爷 你可还记得 你是如何中的乌咒 程老爷面色一变 乌咒 我 我不知道啊 看来他对自己的遭遇还是不太了解 李楚对于乌咒之事颇为上心 首先是因为他自己身上也挂着一个 同时 也是出于送佛送到西的职业精神 他觉得也应该多问几句 若是不搞清楚程老爷是如何被人吓咒 那他们走后 他再次被害怎么办 方才在解救程老爷的过程中 他并没有帮到忙 此时就更想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 于是李楚又问道 那你还记得你中招前正在做什么 程老爷回忆道 当时我收到一封奇怪的信 对 拆开那行风之后 我就一时模糊了 信 能否拿来让我看看 也不是不行 程老爷吩咐我儿子说 书琪 将我书房那个黑色信封 和信 一起拿过来 感谢收听本集 更多精彩多人剧 欢迎关注梁小雨主页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我不可能是剑神 作者赔不了 梁小雨团队制作 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 第146集 程书琪很快去而复返 带回来一封信封式黑色的古怪信件 只是已经拆开了 信纸在外面 小李道长 程书琪将其递给李楚 李楚接过信纸 只见上面写着 不要再插手平安镇的事情 这次只是略施成尽 下次直接要你的命 好大的口气 神木和尚先冷哼了一声 但李楚注意的 却不只是上面的内容 而是摩缩着信封 用心目扫过 果然 这张信封上也缠绕着那种淡淡的黑线 只是已经断掉了 李楚隐约猜到了他原本的状态 他淡淡说道 应该是有人将乌咒下在这封信上 只要有人拆开这个信封 瞬间就会中咒 杨灯会立刻被扑灭 程老爷一惊 这 这可是 可真是防不生防啊 神木和尚好奇地说 他们不让你插手的是什么事 程老爷深深看了他一眼 思寸一阵才说道 便说于几位 指导也是可以的 结因近日杭州府内各县 陆续发生了一些 孩童丢失的案件 数量不多 各县最多三五人 各村镇不超过一人 事宜都没有引起重视 这类案件无法破获 都是要上报府衙的 我在这里 整理这些暗读的时候 就觉得有些奇怪 一线之地 在一个月内丢了两三个孩子 并不稀奇 可是同期丢失的孩子 加起来 足有数十人 这在杭州府来说 就很罕见了 而且这作案的手法描述 也很相似 都是村间在外玩耍的孩童 转眼间就消失不见了 发案者没有留下任何刑迹 当即我决定 将这些个案子合并起来 当作大案处理 同时 我通知府衙的捕快 下去调查 查了几天 发现平安镇这个地方 有些车马流动 很是可疑啊 可能是他们藏医孩童的地点 但是再调查下去 就难有寸进了 再加上 怀疑有修者在其中 我正想将宗卷呈上去 顺便请求朝天却协助 这个时候啊 就来了这封信 想必是那会儿恶徒 给我的警告 神木和尚一拳 垂到桌子上 愤然说道 好嚣张 成老爷心疼地 瞥了一眼 那黄花梨木的桌子 觉得头更疼了 黎鼠听完也有些生气 拐卖孩童 不论在哪个时代 都是极度令人痛恨的罪行 这些恶徒 居然还敢用巫术谋害朝廷命官 很过分 赵良辰沉吟片刻 说道 若是修行中人 掳走了这些孩童 那他们为的 很可能不是拐卖 哦 那是什么 邪魔歪道 做出再天怒人愿的事情 也不稀奇 当然 最有可能的 是挑选聪明灵力的孩童 卢总 自小 作为弟子培养 扩充势力 天下邪碎 妖魔鬼怪 只有魔是由其他生灵 魔化而成的 而魔化的生灵 九成都是人 说来讽刺 绝大多数的魔 都是人修炼成的 因为江湖中 自有一方魔门 巅峰之时 曾与道佛二门并称 只是后来 被当今朝廷 与正道各派联手打压 才渐渐销声匿迹 但是魔门之中 传承众多 且诡诀异常 难以完全根除 有一些至今 还拥有较大势力 这些魔门修者 修炼的都是 背离正道 铤而走险的功法 譬如活人献祭 杀生破镜 等等邪门手段 不一而足 即使不需要这些 也多半有其他 诡异难言之处 修魔的益处 是进境神速 在修行初期 魔门修者的速度 要远超正道修者 而且同境之中 魔门修者的实力 往往也要碾压正道修者 但相应的 他们要时时刻刻 都冒着入魔的风险 这无异于总钢丝 天人其境 基本上每一道坎 都会有过半的魔门修者 或是生死盗销 或是过火入魔 每一个入魔者 都会完全失去人性 彻底沦为嗜血邪恶的魔头 加上魔道功法的强势 这种魔头非常难以处理 所以 每一个在世的魔门修者 都可以视为一颗定时炸弹 魔修的境界越高 炸开的风险也越大 这些年在河洛王朝的 大力打压下 魔门传承都很难有 收徒的机会 朝廷也是想用这种手段 断绝其新鲜血液 让他们渐渐萎缩凋零 现在很可能就有魔门中的传承 经受不住这个压力 开始掠夺孩童了 程老爷闻言长叹了口气 这些恶贼 或许是在府衙中也有眼线 等我将眼线 就算我不顾身体 立刻乘上卷子 待府衙批月丸 再转成朝天雀 恐怕又要数日 这离底外外这么多天 恐怕他们早就得逞 转移走了 神木和尚获得战绩 岂有此理 哪里有这么便宜的事 不用找那老实子的朝天雀了 我现在就奔赴平安镇 好好查一查 是魔门哪一伙的恶贼 你们两个去不去 赵良辰眉头皱起 程老爷所说的事情 我也明白 只是正因为是魔门势力作怪 所以要先弄明白 是哪个势力吧 魔门中虽然多是些 苟延残喘的小传承 但也不是没有 大型势力的存在 甚至还要堪比 十二仙门的掩月教 不二风之流 魔门修者 本就手段诡诀 同境难敌 若是这些高手如云的 大势力里的人 更是丛林法则 一路搏杀出来的 贸然找上门去 无异于扬入虎口 与魔门修者的斗争 和其他邪碎都不一样 妖物鬼物精怪 毕竟都不是人 思维与人类迥异 但魔门修尚且是人类 也因此是最难对付的 这世上还要比人类 更阴险狡诈的生物了吗 大概是没有了 这样正想着 就见李楚也站了起来 十分自然地说道 一定要把那些孩子救回来 李楚这一表态 轰的一下 像是有一股血 冲到赵良辰的脑壳 他应激式地长身而起 字字铿腔道 我被修者 自然不能退缩 道之所在 虽千万人无王意 这话说完 屋里几个人 齐齐朝他头去 暂许的目光 他心里不禁 雀跃了三秒钟 很好 这个逼装赢了 但三秒钟后 神木和尚重重地 拍了拍他的肩膀 说得好 我们走 看着和尚和道士 转过身 说走就走 赵良辰愣了 叹了口气 这改死的虚荣 无奈 他只得快步跟上去 同时心里 暗暗祈祷着 最好是个 普普通通的小失恋 千万不要是 言乐教啊 梁小鱼主页 欢迎收听 多人有声剧 我不可能是剑神 作者 赔不了 梁小鱼团队制作 更多精彩 尽在喜马拉雅 第147集 李楚让王龙七 和小简里先行回去 去平安镇 就不带着他们了 王龙七 只是一个凡人 而小简里 几乎没有 可以体现在 明面上的战斗力 作为一支 吉祥物的作用 还有待验证 平安镇 与于航阵 到杭州府城的距离 都差不多 只是方向 恰好相反 而且与于航阵 相同 平安镇也是 当地县民 相同的县制所在 所以他们去的地方 既可以称为平安镇 也可以称为 平安县城 承传到了平安镇 上岸以后 天色将将欲晚 神木合上 一摸自己 光亮的大脑壳 咱们 怎么去找这伙人 赵良辰 须着眼睛 悠悠数道 你连怎么找都不知道 就开始气势 汹汹马人了 神木看向他 你知道 当然不知道 程老爷给他们的信息 本就不多 只知道杭州府 近期丢了孩子 疑似被藏匿在平安镇 甚至都不能确定 若是能调查到具体位置 那也不用他们来了 早就上报府衙了 若大一个镇子 加上周围的村庄 要是一片片搜过去 不知道要猴年马月了 黎楚叹了口气 看起来 这次匹道的两个队友 都不是很聪明的样子 于是他开口说道 在找不到对方的情况下 似乎 只能让对方来找我们 让他们来找我们 神木和尚摸了摸头 恍然说道 对啊 赵良辰也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嗯 是个好办法 神木和尚瞥了他一眼 你也想到了 赵良辰眨眨眼 没有 但是我看你们好像都想到了什么 我不点头就显得很弱似的 也没什么 就是钓鱼嘛 钓鱼 你们是说 李楚汉手吗 我记得 你不是养了几只小鬼吗 可以让他们扮成迷路的孩子 在平安镇周边试探一下 如果那些贼人 真的把孩子们都藏在这附近 那他们的眼线 应该会比较多 我们就在后面坚持 一旦他们出手 可是这样的话 我们的神识 就一定要比他们覆盖的远才行 不然 没等我们发现对方 对方就先发现我们了 我刚刚踏入神河境不久 我的神识覆盖 只有数十丈 我虽然没有神识 但我一双慧眼 可以洞悉的距离 可达数百丈 我只有一道新眼术 可以覆盖的范围 大约 方圆三十里 那这样的话 等等 赵良辰正要说些什么 忽然觉得有些不对 神木和尚也将目光转向黎楚 我们中间好像出了什么奇怪的东西 这感觉 怎么有点像是画幅聊天 说的是同一件事情吗 你确定你说的是 三十里 若是神识覆盖三十里 至少要是万象镜巅峰 甚至是斩衰镜的存在 而且神识这种东西 不像是境界 可以靠顿悟突破 基本就是靠日积月累 不停地冥想增长 即使是天才 要增长到这个程度 也得个三五十年吧 哦 我的新眼术 与凶者的神识不同 或许是有些小小的差异 小小的差异吗 赵良辰不想再纠结这个问题 再想下去 他又要人生换命了 再不说话 他从袖口掏出一个黑色小瓶子 拔下葫芦风筝的瓶塞 向下倾倒 随即 有一股羊枝般的浓浓白雾流淌出来 白雾里 几个小娃娃的身影显现出来 似须非须 全都在抱着膝盖蜷缩着 渐渐随着白雾化开 这些身影也越发清晰起来 一共是四个男童 一个女童 男童各扎一个小便 女童则是一双麻花便 都穿着黑红二色的厚棉袄 好像纸扎的衣服 李鼠看到这些身影 微微一笑 上次遇见这些小鬼的时候 觉得他们倒还颇为有趣 当白雾散尽的那一刻 小娃娃们纷纷抬起了头 他们兴高采烈 异口同声地喊出了一句 吃饭了吗 吃什么吃啊 就知道吃 报数 一 二 三 四 四 怎么还有回烟 又报错了 赵良辰皱着眉头 正要纠正 忽然间五只小鬼头 突然齐齐仰脸 瞪大了眼睛 他们的视线 集中在了李楚身上 大约两次呼吸之后 五只小娃娃的六根小辫子 猛得集体高高翘起 全场动作整齐划音 水牌 五只小鬼头迅速地躲到赵良辰的身后 并且排成一线 但小女娃的两根麻花辫又偏向两侧 这就形成了一个牵手观音式的效果 赵良辰满脸的黑线揪着小辫子 把他们一个一个揪出来 怕什么 都是自己人 小女娃被迫站出来 但立马用双手紧紧地捂住自己的嘴 紧张地看着李楚 含糊不清地说道 我记得他 他是那个很硬的道士 你休想再碰我的牙 神木合上狐疑的视线飘荡过来 李楚的眉头不由地抽出了两下 一时不知该解释些什么 不会再叫你们咬人了 赵良辰搭了着眼皮 盯着这一帮小鬼头 是有别的事要麻烦你们 小女娃的眼珠转了转 八丸是有好吃的吗 有 赵良辰无奈地说了一声 觉得在李楚和神木面前略有些丢人 羞着力养小鬼的不在少数 但是像自己这么没微信的实在不多 好不容易让他们办点事还得百般商量 神木合上扫了扫这群小鬼头说道 不用这么多 你挑两个机灵的帮忙就好了 机灵的呀 赵良辰看着他们 想了想指着小女娃说的 就你自己来吧 另外四个男娃娃懵了吗 为什么 我们四个明明也超机灵的 是针对我们男娃娃吗 这个世界还能不能好了 把热天的魂神 后面忘了 感谢收听本集 更多精彩多人剧 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我不可能是剑神 作者赔不了 梁小鱼团队制作 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 第148集 赵良辰单独把小女娃叫出来 把钓鱼计划给她大略讲了一遍 叙述完以后她又问道 听懂了吗 听懂啊 小女娃信誓旦旦地点头 不就是装成迷路的小孩子 在外面走 看看会不会有坏人来抓我吗 我要装得越可怜越好 哭得越大声越好 等坏人来抓我的时候 你们再迅速出手将她制服 她就会意外地发现 原来她在第二层 一直以为我在第一层 其实我在第五层 善灾 神木和尚夸赞了一声 赵良辰将手朝前一指 喝道 吴福 起飞 小女娃圆乎乎的身影 应声而出 夜幕下的静谧丛林 先或响起两三声野兽的嘶 万里飞沙缓缓地走在 树影纷纷的暗铃里 丝毫不觉得可怕 身影反而有些悠闲 但近看的话 能看出她的神情有些颓丧 火珠葛是烈火奶奶的亲孙子 也是演乐教这一代里 最被看好的年轻人 极有可能 就是数十年后的 新一代演乐教主 自百年前 魔门阴地陨落之后 偌大魔门分崩离析 再没有新地出现 自此 演乐教主这个位子 便代表着魔门权力的制高点 一个较为深入人心的说法是 演乐教主 即可视为魔门之主 所以有机会 在教主候选人麾下做事 当然要抓紧机会 好好地舔 不 好好表现 火珠葛这次出山 是被演乐教主 委以重任 除了与他一向 形影不离的金刚奴 和教主派来协助的 鬼连邪之外 还特地的亲点了 三位帮手 这三人各自身怀绝技 命犯七宗 是演乐教里 刀最快的 武城燕罗 是演乐教里 身法最快的 而万里飞杀 是演乐教里跑得最快的 前两者都是演乐教里 近年声名雀起的人物 年轻一代的佼佼者 万里飞杀这次能和他们并列 本觉十分荣幸 没想到 来了这里之后 命犯七宗负责诸厨一己 七把快刀之下 已然收割了不知多少亡魂 武城燕罗负责聚脸财宝 巧取豪夺之鱼 自己也赚得盆满钵满 而万里飞杀 负责偷小孩 因为他跑得快 看见谁家小孩适合修行 直接飞掠过去 报击就跑 等家长再回过头 连个影子都看不到 不仅要偷 还要负责照顾 现在分堕里 已经聚集了一群智灵孩童 想起那些小孩子 一个两个的倒霉模样 他就忍不住一阵头疼 现在他连夜出来行走 说是为了 隐约教的未来努力加班 实际上 谁家小孩子半夜还出来玩 他就是为了清静一会儿 仿佛一个苦闷的中年男子 这都出来这么久了 他的耳边好像还回荡着 小孩子的哭声 可今这些天 带给自己的折磨 有多残酷 这哭声好像是真的呀 万里飞沙侧耳一听 朝声音来源的方向飞略过去 进风一卷 便飞出数百丈 神石铺开 果然发现了 不远处的山坡上 一个小女娃在边哭边走 看样子是迷了路 找不到家 还真有一碗收获 他身子一动 又是一阵进风席卷 转眼来到了 小女孩身前脊胀处 这时他才发现 这哪里是什么小女孩 分明就是一个小鬼娃 因为身上阴气不剩 所以他离得近了才发现 这小女娃正用手 捂着眼睛哭 骤然看见她出现 忽然一撒手 呼声戛然而止 没等她动手 这小女娃就先问她 大哥哥 你是专门抓小孩子的吗 万里飞沙皱了皱眉头 你是在故意引我过来的 小女娃重重地点了点头 她居然承认了 万里飞沙觉得有些不对劲 莫非是某些专门引诱 活人过来杀害的鬼物 可是她这阴气这么弱 也不一定害得了人呢 她也懒得多想 一抬手说道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 等等 小女娃突然高举双手 叫停 怎么 只听她极有气势地 大声说道 你敢打我 你知道我父亲是谁吗 鬼女娃的父亲 会父吗 万里飞沙一愣 随即说道 你也不用吓唬我 你尽管说出来 让我听听她是谁 你是笨蛋吗 我要是知道 还问你干嘛 你 万里飞沙意识到 自己居然被这小鬼调戏了一道 当即大怒 抬起手便要再打 可是 已经晚了 一道青色的身影 在接连的闪烁间 悄然来到了她的背后 一阵生死关头的危机感 瞬间笼罩了她 万里飞沙听得耳后风声 已被骤然一阵发凉 她顾不得再理这个小女娃 立刻划成一道旋风 转头就跑 在她的身后 正是一直用心眼术 观察着小女娃的李楚 万里飞沙的气一出现 她就立刻赶了过来 看到她划身旋风离开 李楚顿时更坚定了 这就是他们要找的人 蓝蝶华云游身部 无限连 追 当下 就见一道席卷着沙尘的旋风 凶猛地掠出 另有一道鬼魅式的身影 月下画出无数残影 追了上去 万里飞沙没有回头 但她的神识感应到 有人在追她 可她并不怕 甚至还有点想笑 追我 自打生下一来 她就是个笨蛋 被拐进魔门之后 修炼修炼不行 打架打架不行 在一向信奉弱肉强食的演乐教 受尽了欺负 但这 反倒帮她意外 开启了另一种天赋 逃跑 通常 只有打不过的人 才需要拼命跑 虽然追的人也要跑 但是被人抓住 就要打你一顿 和抓住别人 就要打他一顿 这两种心态下 拼命的程度 是远远不同的 一时挨打 一时跑 一直挨打 一直跑 万里飞沙 不知道挨了多少打 居然跑着跑着 就跑成了演乐教 最快的男人 她为这个称号感到自豪 毕竟是她生平第一次 得到承认 这一手遇风神行之术 连同镜剑修的 遇见术都追不上 甚至可以跃及逃命 迄今为止 还没有遇见过对手 万里飞沙都想过 如果有一天自己死了 木志明上 要刻这样一句话 万里飞沙 终其一生 打架没赢过 逃跑没输过 不过 这次令她有些震惊 感谢收听本集 更多精彩多人剧 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我不可能是剑神 作者赔不了 梁小鱼团队制作 更多精彩 尽在喜马拉雅 第149集 跑出千丈远的时候 对方依然紧紧 跟在她身后 甚至还在逐步靠近 她已经有好几年 面遇到过 这么强劲的对手了 神时一扫 发现对方在用的手段 似乎是 缩地成寸 万里飞沙 心肝一颤 差点破功 居然用这种挪移 仙法来追我 简直 不知道该说她是厉害 还是该说她傻呀 万里飞沙心中 冷笑两声 缩地成寸 当然厉害 全是仙法 但是一次不过数十丈的距离 也要能用几次呢 在长途奔袭之中 这并不实用 恐怕只有另一种仙法 纵地金光 才能追上我的速度了 万里飞沙的心中 不无骄傲的强 甩开一个会使用仙法的对手 毫无疑问 是极具成就感的 追不上我吧 我就是这么强大 拉拉拉拉拉 卧槽 墨地 万里飞沙心中的愉快哼唱 戛然而止 因为他看见那个追她的 轻易小道士 在这眨眼时间 居然又连用了 十几次缩地成寸 再次拉近了一大段距离 什么意思 现在的仙法已经 无耗能了吧 说时迟 那时快 其实也不过是 几次呼吸的时间而已 两个人就一前一后 略出了不知多少里路 这时 赵良辰和神木 才赶到小女娃身边 赵良辰左右看看 问道 哎 李楚河那摩门中人呢 小女娃嫌弃地看了她一眼 等你们来 黄花菜都凉了 他们两个早都跑远了 赵良辰嘴唇 念诺了下 善善说道 哎呀 男人太快又不是什么好事 当李楚再一闪现 出现在万里飞沙身前的时候 万里飞沙的内心是崩溃的 她不是没想过自己会输 只是没想到 自己会输得这么离谱 这简直不讲道理啊 缩地成寸上摆子 这是人能干出来的事 这片土地是你家那么想怎么错怎么错 但是震惊没有让她失去理智 她知道 打架 自己是不可能赢的 这方面她有绝对的自信 于是被李楚超过之后 她第一时间就停了下来 手拈法掘 李楚也回身面向她 万里飞沙法掘一指 又听咚的一声 她整个人都化作一捧黄沙 漫天阳开 下一秒 每一粒黄沙都化作一个万里飞沙的身影 各自朝着不同的方向逃窜出去 李楚闭上眼睛 心目打开 瞬间清晰明亮 心眼术虽然看不破那些改变了气场的高级变化 但对付这种粗糙的分身术 还是十分好用的 所有分身都只有淡淡的一丝真气 只有本体才带着复杂的阴阳耳气 李楚对着那唯一的真身 伸出两个手指 口中轻轻吐出一声 万里飞沙像是一只中枪的大雁 在半空中骤然一僵 瞬间有许多念头在脑子里闪过 大概就是 就是宪法 有问题 这人有大问题啊 老天爷严查台下吧 求求了 万里飞沙被施了法的绳子困 扔到地上的时候 还是有些发懵 不太知道自己到底惹了一个什么角色 随即便有三条大汉的影子照住了他 道士 和尚 丑男 万里飞沙看着这个阵容 咽了口唾沫 夹紧双腿连续提纲 同时颤声问道 你们 你们要干嘛 神木和尚宁眉怒目 又如金刚罗汉 沉声说 老实交代 不然将你打入阿比地狱 赵良辰面容冷峻 如若不着的话 我也有猪斑手段 等着炮制你 李楚盯着他说 你跑不了 神木和尚陡然抱贺一声 你到底招不招 再不招我可真动手了 我这儿啊 恰好有两颗眼没完 赵良辰从怀中掏出一个小瓷瓶 阴泽泽地笑道 我看你 需要垫一点 踢一踢 我这儿 万里飞沙开始慌了 他大喊一声 先让三人停手 而后又弱弱地说 不过在我招之前 你们总得先问吧 三人对视一眼 这才发现 大家都缺乏逼供的经验 但是神木和尚 立刻一提胸膛 大喝一声 还要问 你究竟干了多少亏心事 自己通通说出来 等我们问的话 事情就大了 万里飞沙被吓得 一个哆嗦 忙说道 好好好 我说我说 那个 十岁那年 我偷看过师姐洗澡 万里飞沙 吱吱吱呜呜 说了一句 便不再说话了 啊 没了 没了 就这一件 万里飞沙 犹豫了下 说道 也不是一件 我是从十岁开始 每天偷看师姐洗澡 一直看到二十岁 你耍我是吧 神木和尚 神木和尚一把揪住 万里飞沙 赵良辰又插话道 他还是需要 垫一垫 把你姓什么 叫什么 从哪来的 来平安镇 干什么说清楚 哎 好好好 我叫万里飞沙 是掩月教的弟子 魔门掩月教 赵良辰 惊呼一声 心说 哎呦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不算 万里飞沙 披了他一眼 又说道 哎 听那两相 我虽然是掩月教弟子 但是出山机会并不多 还从来没有杀过一个人呢 掩月教弟子 从没杀过人 神木和尚 狐疑地看向他 这话无异于 一个青楼里的好姑娘 说自己是厨子身 虽然不是没有 但也相当罕见 是真的呀 魔门给了我一双黑色的眼睛 但我一直用他来寻找光明 看着三人灼热的目光 还有一缩脖子 当然 主要还是实力不济 我的主要天赋是 逃跑 这点离处倒是没有意义 因为用新眼术 他可以看出万里飞沙身上 并没有附着戾气或者怨气之类 通常 但凡手上沾血腥的人 身上总是免不了染上一些怨气的 万里飞沙继续说道 所以这次 上头就派我来负责 收罗修行主子 因为我跑得快 办这种事情 比较方便 可可可可 这也是被人逼迫的 我是真不愿意做这种事的 万里飞沙大声说 这个倒是真的 哪个有理想的魔门弟子 会想要整天哄小孩子 感谢收听本集 更多精彩多人剧 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我不可能是剑神 作者赔不了 梁小鱼团队制作 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 第150集 你抓到的孩子 应该不少了吧 都把他们藏在哪里 万里飞沙回答 我们的奋斗 目前在一处猎场里 猎场 赵梁辰眉头一扭 整个平安镇左舰 圈了猎场的 可就只有一个人 他渐渐想到了一些 不好的猜测 万里飞沙垂头说道 没错 就是那个猎场 哪个人 李楚看向赵梁辰 赵梁辰嗓音低沉 缓缓说道 江南王 鸡霸销 啊 这次连神木 都有些吃惊 在平安镇附近 有一座偌大的猎场 属于当今江南王 这座猎场 占地极大 且内力荒僻 引寿众而无人计 向来没有人敢靠近 隐约叫把孩子们 藏在这里 也难怪没人能发现 万里飞沙 不疾不虚地走进来 面色如常 猎场中心 有一排六七栋小阁楼 本来是给江南王 临时留宿用的 此时这些小阁楼里 住着几十个孩童 每栋楼 都有一个黑衣人看守 这些看守 都是演乐教里的小楼楼 大多是半路出家 加入魔门 所学博杂 道行不高 万里飞沙 虽然在本门地位极低 但是在这些小楼楼面前 还算是头目了 所以这处分舵 她是分舵主 正因为这些小楼楼的存在 黎楚给了她一个 戴罪立功的机会 这些人离孩子们太近 他们担心 无法一下救出所有孩子 会有人狗急跳墙 万一伤到哪怕一个孩子 那也不好 给万里飞沙的任务 就是凭借她分舵主的权威 将这些小楼楼召集起来 方便他们一网打尽 很简单的任务 万里飞沙心中盘算着 这处分舵一共有六个小楼楼 修为都不高 毕竟只是照看孩子而已 精兵强将当然不会留在这 只要将他们聚起来 那三条大汉里的任意一个 应该都可以对付 只要别有一个人逃掉 就没人知道有内鬼 自己就还是干净的 至于立即逃跑 万里飞沙不敢尝试 那个小道士给他留下的阴影太大了 他这辈子还是第一次遇见跑不过的人 虽然现在他不在自己身边 但是万里飞沙的体背上 一直有一股凉嗖嗖的感觉 这感觉提醒着他 小道士在看着你看着你 目不转睛 走过一栋阁楼之前 阁楼下的小裸裸冲他一汗手 分舵主 万里飞沙点点头说道 嗯 你去把所有兄弟叫出来见我 啊 分舵主是要做什么 开会 可是 可是什么呀 万里飞沙有些不愈 哎呀 怎么你个小裸裸批话 也这么多抢镜啊你 可是鬼连邪大人来了 他说让你 回来立刻去见他 万里飞沙心里咯噔一下 你不早说 那人被骂得莫名其妙 委屈地问道 那咱们还开会吗 滚开 万里飞沙嗤了一声 快步往中心走去 最中间的大堂里 灯火通明 一个黑衣蒙面 只露出一双蓝色异桶的高大男子 在那里等他 这人 便是鬼连邪 当今教主的心腹之一 教中地位仅在掩阅教主 和武尊法王之下 万里飞沙本就怕他 再加上心里有鬼 此时见了 差点双腿一软直接跪在地上 他颤声问道 鬼连邪大人 您怎么来了 鬼连邪的声音也悠悠地渗人 情况有些变化 诸葛决定暂时终止这边的事情 你今晚就带人把这边的孩子送回教主 任务就算圆满完成了 万里飞沙心中不禁暗骂一声 你他娘的 再早来半天也好啊 鬼连邪见他脸上冷汗直流 面色十分纠结 却又不说话 便问道 怎么了 万里飞沙心中正在天人交战 不停地对比着鬼连邪和小道士的分量 小道士虽然厉害 但是鬼连邪背后代表的是整个眼月教 此时听到鬼连邪一问 他肩膀一颤 宣吉便咬牙说道 鬼连邪大人 今晚转移可能不会那么顺利 嗯 怎么了 有内鬼 内鬼 对 我得到可靠消息 这处分堕有人理应外合 联合了一伙人今晚 要来劫走这些孩子 咱们要是现在转业 肯定会造成麻烦 哦 哼 那我来的还正是时候 鬼连邪大人的意思是 想来劫人 那就让他们来好了 李楚用心眼术观察着猎场中的人水流动 果然 万里飞沙进去不久 安插在几个阁楼里的小喽喽就都被吊开了 聚集到了中间一栋楼里 怪聚在一起就好对付了 他一睁眼说道 可以了 月光下 吐起无路 三道神引杀入这个猎场之中 直奔最中心的阁楼 计划很简单 只要将里面的几个小喽喽都解决掉 再把周围的孩子们救出来就好了 唯一让李楚觉得不太对劲的是 人数对不上 不过应该也无所谓 中间阁楼的大堂中 掩月叫的几个小喽喽被聚集在一起 正有些忙 就听砰砰两声 大门被人踹开 什么人 他们惊呼道 你和尚爷爷 神木和尚与赵良辰同时说道 赵良辰转头看了他一眼 觉得不大对劲 神木和尚大喝一声 已经挥舞着拳头 龙惊虎猛地冲了上去 李楚没有上前冲 他先前就观察到 在阁楼的二楼 有一道除了万里飞沙以外的阴冷气息 本着不放跑一人的作战原则 他一闪身 便出现在了二楼上 府一出现 便看到了一道黑衣蒙面的身影 他的手中举着一把巨大的镰刀 那是一柄由紫黑色的真气聚集而成的法刃 但看上去却比任何真实的兵器更加坚韧锋利 闪烁着森寒的幽光 绝魂斩破刀 鬼连邪本命娇羞的最强法器 李楚的瞬间出现没有惊到他 反倒让他露出了一只嗜血的笑容 巨大的镰刀隔着十几丈的距离 带着幽影挥露 嗖 鬼连邪曾经凭着这一刀 斩掠一支八百多人的骑兵队 那对骑兵又一直冲出几十丈 才骤然停下脚步 连人带马据是生前的样子 周身上下也寻不到一处伤口 但无一活口 感谢收听本集 更多精彩多人剧 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我不可能是剑神 作者赔不了 梁小鱼团队制作 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 第一百五十一集 那骑兵队连人带马 神魂已然尽数被斩灭殆尽 绝魂斩破刀 专杀神魂 这一刀落下 躲在角落里的万里飞沙心胆俱寒 他原本打定主意 看这一战究竟是谁赢 那自己就往那边倒 可是看这样子 小道士刚出现 毫无提防之下 就中了鬼连邪的最强神通 绝无性命 看来我 他的瞳孔猛然一缩 当绝魂斩破刀的刀影 掠过小道士的身躯时 鬼连邪和万里飞沙一样 都以为战斗结束了 虽然不会在肉身上留下伤口 但小道士的神魂 无疑已经崩碎了 鬼连邪用一个霸气的姿势收刀 正要转身下楼 去对付另外两个薄术之客 就见那小道士 又朝前迈了一步 李楚也有些茫然 刚出现就被一道 悠悠的黑影透体而过 他也惊诧了一下 但是仔细检查了一下身体 好像无事发生 对方那把大刀 仅仅是吓唬人的吗 他也有些怀疑 于是再上前一步试探 什么 还能动 鬼连邪谋中寒光闪烁 这么多年来 能接他一刀而不死的敌人 有 但个个都是江湖上 赫赫有名的存在 这小道士显然并不在此令 尤其在他已经收刀转身 自信回头了 看起来就有些尴尬 于是他很生气 决定给这小道士来一记狠的 咻 真气流转 一柄紫黑色的镰刀法刃再度凝聚 你应该方才就死的 这样你还有步入轮回的机会 现在 没有了 鬼连邪的声音彻骨阴寒 绝魂斩破 逐灭斩 当即 一是最强中的最强神通出色 这次李楚才清晰地感觉到 自己的神魂受到了一下撞击 脑中略有震感 程度类似于 被三岁的小孩子轻轻弹了一个脑瓜崩 鬼连邪的镰刀这次没有收回 而是响起了清脆的一声响 然后 军烈从底端渐渐蔓延上去 他的眼中闪烁着难以置信 却无法阻止 这是什么级别的神魂 一刀斩上去振动之强 竟然将我治强的绝魂斩破刀 瞬间摧毁 他抬起头 震惊地看着小道士 想要说些什么 但是还没来得及出声 整把绝魂斩破刀就哗啦啦 崩碎在地 鬼连邪一口鲜血喷出 整个人瞬间萎靡倒地 本命娇羞的法器 在极度强大的碰撞中崩碎 对他神魂的打击是毁灭性的 他的精神恍惚起来 看着眼前的小道士 特别想问一句话 但是却没有力气开口 你难道是 他努力地抬起手 终于吐出几个字 但这时候 一个幽幽的身影瞬间出现在他背后 万里非杀 他宁眉垂手 眼中正气凛然 鬼连邪 你身为魔门爪牙 杀人如麻 无恶不作 所犯罪行 庆祝难输 今日 我便代表 和洛王朝代表天下百姓 代表正义 消灭你 一道利刃 捅进了鬼连邪的后心 当场终结了 邪恶的一声 鬼连邪瞪大着眼睛 死死盯着万里非杀 你 你 他不甘地呻吟 万里非杀凑到他耳边 小声说道 没错 我就是内鬼 李楚懵了 他是因为有点没看懂对方在干什么 才没有贸然上前 未曾想一个不是 就让万里非杀抢了个人头 不得不说 这丝的速度 实在是有些快 万里非杀也没想过 自己生平杀的第一个人 居然会是掩跃教的护法 杀鬼连邪这种人 不仅没有负罪感 反而满心的成就感 看见鬼连邪 默然破功倒地的一瞬间 他心中闪过的念头 第一个是 小道是强刀逆天呀 第二个就是 我得抓紧机会 他读过许多历史 明白要做一个成功的二五仔 势必要拿投名状 事已 他才好似一条脱了江的野狗一般 冲上前来主动做掉了鬼连邪 然后才扬起脸 朝李楚露出了一个舔狗的笑容 想必我这七暗投名的一道 小道手会非常满意的 卧槽 万里飞杀一抬头 就看见李楚目光悠悠地看着他 眼神冰冷中 还带着几分的 委屈 小李道长 我我一时激愤手刃此聊 我我我做得对吗 原本杀完鬼连邪 他已经感觉有正道的光落在了自己身上 可是看见李楚的表情 他又有些没自信了 老铁文 我做得不对吗 李楚的嘴唇动了动 一句人头狗差点脱口而出 不过想想 他或许也是出于好心 话到嘴边 话做重重的一声叹息 说起来这么久了 我从来没有杀过人 不知道杀人有没有经验值 希望没有吧 转身下楼 就见赵良辰和神木 已经将那几条杂鱼解决了 同样干脆利落 见李楚下来 神木和尚说道 我解决了三个 赵良辰不无骄傲地说 我也解决了三个 事实上 他的战力和神木 还是有极大差距的 但神木羞武 注定了就算他再厉害 也只能一拳一个小朋友 而赵良辰一道剑气配伏法 瞬间群体击杀 李楚听到这个更觉伤心 悠悠地说了一句 我一个也没有 他身后的万里飞杀 莫名打了个寒劲 几人出了阁楼 在掩月教此间 分舵主的热情指引下 将这座分舵里的孩子 一个不落地救了出来 一大群被吵醒的孩子 都不大听话 有的叽叽喳喳不停 有的困得哭天抹泪 搞得几人一时头大如抖 还好有赵良辰在 他一板起脸 这些小娃娃顿时 就不敢再不乖了 好像他比抓他们过来的 坏人还凶恶似的 只是万里飞杀 已经不记得 这些孩子是从哪里抓来的了 神木和尚想了想 说道 不如把孩子们都带到 我们双匪寺来吧 由我们来报备朝廷 并在寺中贴出告示 让丢失了孩子的百姓 前来领人 也确实是 他最有资格说这个话 在杭州府 双飞寺的权威 还是比 飞来宗之流大上不少 至于得云冠 不提也罢 感谢收听本集 更多精彩多人剧 欢迎关注 梁小鱼主页 欢迎收听 多人有声剧 我不可能是剑神 作者 赔不了 梁小鱼团队制作 更多精彩 尽在喜马拉雅 第152集 赵梁辰瞥了一眼 万里飞杀 他该如何处置 再度被三条大汉 灼热的目光逼逝 万里飞杀浑身一领 赶紧站直身体 加紧双腿 连续提纲 把他交给我吧 我带他回冠里看管 这点李楚是考虑过的 排除抢人头 这个罪大恶极的行为之外 他的确罪不至死 可他毕竟在 魔门助纣为虐过 就地放掉是绝对不行的 必须加以惩戒 他的神童也确实 非同一般 只有自己能追上 把他交给别人 一不留神 就给他逃掉了 想来想去 不如自己把他带回冠里 交给师父看管 毕竟师父无所不能 李楚回到德云冠的时候 意外地迎面撞上了 清竹先生 他交好的面容 如今可谓容光焕发 脸上带着 在正气书院几十年 都没露出的甜美笑容 整个人都好像滋润了很多 清竹先生 小李道长啊 我来看望下你师父 这就回去了 李楚狐疑地看着他 婀娜的背影 身后 万里飞沙也笑着挠挠头 这看望倒挺有意思呀 大早上他离开 那他什么时候来的 说着说着 就见李楚冷冰冰地看着自己 他顿时住嘴 顺 顺眼 李楚警告了一声 抬腿迈进灌门 道灌后院 于其安仍旧坐在那棵 素素夜落的老槐树下 好像万年不变 肆意地挥洒着 那股仿佛与生俱来的高人风范 云并招摇 衣媚飘飘 黑眼圈醒目 师父 李其安打了个哈欠 看向李楚 回来了 还带了朋友回来 他不是我朋友 李楚坐下说的 是我昨晚抓回来的 一位魔门弟子 魔门弟子 那带回来干嘛 就得解决啊 我不是啦 我昨晚已经单方面退教了 万里飞沙惊得原地跳起 赶紧解释道 我可从来没有杀过人啊 而且我已经气暗通明了 还亲手杀了我们护法呢 李其安看了他一眼 你琢磨一下你说的这个话 万里飞沙扑通一声跪下 老道长 我求求你了 我也是个苦命的孩子呀 出身磨磨 我不能选择 我求求你给我个 投身正道的机会吧 你们不是常说 什么慈悲为怀吗 你们 李其安看向李楚 这家脑子不大好事啊 李楚点点头 确实 不过 他身上的确没有沾染什么怨气 说明做过的坏事不多 罪不至此 但他又极擅长逃跑 松崖朝廷 我担心他逃掉 所以才带回来 交由师父看管 这段时间 我常常不在 罐中人手不足 我想 不如让他在罐里打些杂役 不许离开 权当监禁赎罪 同时 适应教化 只是 要劳烦师父了 于其安的右眼皮 脸抖了两头 你什么意思 把这个魔门中人 监禁在咱们罐里 还要我每天看管他 李楚汗说 相信以师父的教化之能 很快就能让他洗心革面 万里飞沙跪在地上 一顿二哈式的点头 我写我写 我保证写得干干净净 于其安按吸一口凉气 想了想说道 徒儿 你可能有所不知 这魔门中人 每一个都是危险至极啊 随时都有入魔的可能 我没有 我真的没有 我从小就怕死得紧 我也知道练魔功 静静快 但是极有可能入魔 所以我早就不练了 我现在练的 是偷偷买过来的正道功法 但是因为我跑得快 从来不跟别人打架 所以还没有人发现过 于其安皱眉深思 好像很难找到拒绝的理由啊 李楚在一旁告诫万里飞沙说道 若师父准许你留在观中 你一定要听从我师父的话 我师父的修为通天彻地 我一定听话 万里飞沙连声说道 即使李楚不说 他也懂得 小道士的修为已经高到离谱了 他的师父该有多厉害啊 他都不敢想 于其安听这话 一抚绣 唉 罢了 那我便费心叫唤你一段时间 修为高不高的也休有再提 你这小小一个魔门弟子 也不值得我再魄力出手 是的 是的 于其安一仰头 摆出沧桑的姿势 说起来 魔门中人 我也不是没打过交道 当年有一个小阴 哦 叫阴九幽的好象 修为比你高到不知哪里去 我和他谈笑风生 万里飞沙人都傻了 阴九幽 那可是魔门阴帝的大名啊 即使是在他死后百年到如今 江湖上也没几个人敢直呼其名 小鹰 谈笑风生 那这老道士的年纪和道行 都得有多恐怖啊 黎初见师父接受了万里飞沙 便说道 那师父先教导他 弟子还要去双飞寺一趟 你这就走了 黎初起身的一瞬间 于其安和万里飞沙 同时不舍地看向他 哦 有些事情要办 黎初朝师父施礼 然后离开 留下于其安和万里飞沙 面面相去 两久 老道士大破僵局 只要你选择一心向善呢 就不用怕 我看你面相 也是个文人雅士 过来 我给你看点好东西吧 说着他起身走向屋内 万里飞沙连忙跟上去 片刻之后 他捧着一堆画册 千恩万谢地倒退着离开 于其安微笑着走出来 在这里啊 只要你好好表现 好处少不了你的 放心吧 我一定使之勿于 一生向善 万里飞沙 动情地握住于其安的双手 用力摇晃了两下 冠主 好人一生平安 双飞寺 杭州府内最富盛名的千年古叉 在天下间也是较为著名的一座佛门圣地 其名源于佛门敬念祖师的一句诗 明月金寒寺 山僧衍双飞 双飞寺的第一代住持 在此室内摘名 本想名为月经寺 被众僧死命劝阻 只好改为双飞寺 经过近千年发展至今 大秀山上双飞寺的规模 已然相当庞大 感谢收听本集 更多精彩多人剧 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我不可能是剑神 作者赔不了 梁小鱼团队制作 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 第153集 电台楼阁总计300余座 长长的院墙绵延半山 最大的一面佛字墙上 刻着一个高十余杖 宽七八掌的巨大金箔佛字 每逢夜晚还会亮起金光 亮光透出十余里 官道上行夜路的人 看不清那黑暗中的山体 与寺院轮廓 只能看见一个硕大的佛字 悬于半空 初次见识的人 常会误以为自己 看见了西天佛国 黎楚也是初次来到此地 沿石阶缓慢上山 双飞似的香火向来旺盛 上山的人群以理成行 今天那则亲子招领的 告示一出 更是由许多丢了孩子的 家庭来认领 哭天抹泪地带孩子回家 有上山求子的夫妻 不明就里 看到这一幕 不禁大为惊叹 现在寺庙宋子 都是直接发了 黎楚来到寺中 朝街隐僧问神木和尚的所在 那小和尚立刻恭恭敬敬地 将他领到后山口 指了一条山路 让黎楚自己过去 神木和尚在寺中辈分颇高 人又凶得很 上下僧众都很怕的 后山有一条厚重的瀑布 黎楚来时 就见神木和尚在瀑布下 顶着巨大的冲击力 挥拳出脚 背后闻者的天龙 在日光下熠熠生辉 机遇睁眼似的 每一个动作都有风雷之声 轰然若晴空霹雳 他的慧炎敏锐 见黎楚远远走来 他便从河水中一跃而出 真气一转 瞬间蒸腾水气 再披上僧袍 这才从容地走了过来 小李道长 你来得早啊 回去都没有休息吧 神木和尚热情招呼的 黎楚微笑回应 神木大师的精神也不错 东西拿来了 自然 李楚一点头 从怀里取出一个极为破旧的小册子 一看就是有些年头 小册子上写着几个大字 三十天学会铁布山 铁布山 神木和尚疑惑了一下 这么烂大街的名字 他当然听说过 但是还真没练过 没办法 以双飞似的牌面 自然不可能给武僧练这种东西 他们孩童时期 起手的练体功法 都是降龙腐虎 金身法觉这类的传世佛法 可是联想到黎楚恐怖的实力 神木和尚觉得 这本秘籍一定没有那么简单 光从外表也能看出来 你这本秘籍多破呀 从所周知 越破的秘籍越厉害对吧 相比之下 我的这本就太精致了 都有些不好意思拿出手 他取出一本紧断封皮的薄册 不是翻动的 而是折叠式的书页 一打开一目了然 那里的都不是普通的纸张 而是经过特殊处理的卷驳 即使过了几百年 也不会有一丝朽患 李蜀见了 也是眼前一亮 自己千千想的还是保守的 光是这秘籍的材料 不管上面是什么内容 都少说值上几百两银子 这是我寺当年与白龙寺交换佛法 换来了一本小菩提咒 刚好符合你的要求 又不属于密传的神通 我就拿过来了一本 这咒法功效极多 就是修炼难度有些大 不过你悟性肯定不低 平常人要练个一年半载 想必你呢 两三个月也就掌握了 我这铁布山倒是通俗易懂 你看了应该就能明白 李蜀接过了小菩提咒 神木和尚接过三十天 学会铁布山 双方都觉得 这波应该是转了 临走时李蜀说道 很好 顺利的话 今后我们可以继续合作 好 神木和尚重重点头 李蜀的身影一消失 他就迫不及待地起地而坐 打开那本三十天学会铁布山 仔细研读起来 只是读着读着 面色渐渐有些奇怪 阴晴不定 李蜀回到德云观的时候 就看到万里飞沙 穿着一身旧道袍 里里外外地帮忙招呼香客 打扫庭院 十分有干劲的样子 而且脸上满是笑容 一点也看不出是被逼迫的 他暗暗点头 师父果然厉害 一下子就能把一个魔门弟子 变得如此阳光 不知用了什么神奇的手段 只是万里飞沙这一住进来 加上小白和月儿 德云观的房间 又有点捉金剑肘了 看来又该扩建了 反正现在也不缺钱 这次扩建 干脆就建得大一点 想到方才双飞似的规模 黎楚不禁有些心热 可惜啊 实力颇还是小了点 回到房间 他满怀期待地打开那本小菩提咒 开始仔细研读 字数不多 但翻阅下来 居然让黎楚有些心惊 原来 力量的使用 可以如此惊心 先前所修炼的那些秘籍 与之相比 就太过粗糙了 这小菩提咒也算是佛门中 较为著名的一门咒法 主要的用途就是回复 没错 也就是黎楚缺的那条边 利用佛法人和之力 可以止血化瘀 去毒安神 促进周天 养颜通便 总之就是功效很多 但是功效多 往往也就意味着效果平庸 如果是小伤小病 照一照 包治百病 如果是大伤 多半是只能延缓 不能痊愈 就是那种 什么时候都可以拿来照一照 但是真的在生死存亡时刻 多半是救不了命的东西 使得黎楚看过后 想起了一种叫做板蓝根的奇物 不过黎楚依然有些兴奋 毕竟这是他第一次接触佛法 甚至是术法 往大了说 这让他了解到了一种 与从前完全不同的力量使用方式 印法 咒觉 神念 对于旁的修者或许司空见惯 但对他来说 还是颇为奇妙的存在 即便是这种最简单的 闭目明响 手念小菩提 口诵菩提咒 神意念菩提 菩提在我心 一道金光 透过他的纸巾 瞬间笼罩了整片屋子 很快发展到了炽热的程度 好似李楚攥着一轮小太阳 感谢收听本集 更多精彩多人剧 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我不可能是剑神 作者赔不了 梁小鱼团队制作 更多精彩 尽在喜马拉雅 第154集 天南净土云浮寺 身为十二仙门中 排名靠前的五大派之一 云浮净土 无疑是当今天下 佛门弟子最向往的存在 甚至有佛在灵山 法在天南的说法 这一日 云浮寺上下 忽然都听到了一声 无端响起的古傲忠鸣 这钟声与寻常的 沉默钟声不同 浑厚悠久 沉重庄严 带着迪荡神魂的强大力量 如同一道连衣一般 瞬间掠过方圆 百里的范围 这一声响 寺院某处 一位身着月白僧袍的 俊秀和尚 缓缓睁开双目 这一双眼波澜不星 却又好似运着无尽的神光 其深邃之处难以尽数 容易 不知何时 有人叫了他一声 在的 月白僧人应了一声 起身迈步 一步迈出 便出现在了一处 幽静的佛堂中 这一步 无惧 佛堂中原本就 盘西做了一个老和尚 身着珠光宝气的金色袈裟 极为华贵 一双长眉 脸颊瘦靴 一脸的法相庄严 你上次说 天下间要在四十年后 才会有第二尊罗汉 先别急 稍稍顿了顿 又有一声钟声响起 老和尚有些惊诧 还有 似乎是印证他的话 片刻之后 又是一声钟鸣 过了两久 似乎是没有再想了 老和尚才微微 输了一口气 若是法中再鸣 他就要起身跪拜了 法中长鸣 只有三件事 佛陀将士 菩提传法 罗汉正国 佛陀将士 不过是传说 不得而知 菩萨传法 一万年未有 罗汉正国 倒是常见 可百年间 也往往只有一次 今日联名三响 岳白僧人 眺望远处 轻声说道 许事事间 也有真不低 老和尚 皱起一双长眉 谁还能走在 你的前面 不知 岳白僧人目光中露出 些许的憧憬 真想见一见 神落成 白龙寺 当年佛法昔来 中土成经的第一座寺庙 就是白龙寺 上古至今 已然不知多少岁月 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白龙寺都是天下第一寺庙 唯一的佛门圣地 直到千年以前 佛法难移 天南的云浮寺 屡屡出现绝世高僧 居然一连十余带 生生打出了云浮净土的称号 白龙寺的天下第一 名存实亡 和洛建朝后 分封十二仙门 其中唯一的佛门传承 便是天南净土云浮寺 且排在前列的五大派中 而白龙寺根本未得提及 就此 双方的地位盖观定论 失去了第一 分明还是第二 但不知为何 全天下都好像认为 白龙寺没落了 谁提起来都是一副惋惜 或许第二确实不差 除了对那个原本的第一来说 三生法中敲响 响彻神落成 有些见识的 知道这是天下佛门 有大事发生 不知道的就会非常纳闷 以往城外的寺庙敲钟 可从来没传进来过 今日怎么这般响亮 而且这钟声中 似乎蕴含着 抵挡人心的巨令 影响最大的 当属那些文人雅式的 聚会场所 此时虽是白天 但神落成 号称花都 城里花街 水中画房 向来是要日上三竿呢 这三生钟鸣响过 所有人都冷静了 男人们都变得柔软了 从床榻上滑下来 开始怀疑自己的人生 并对妻子产生歉疚 有些是对自己的妻子 有些是对别人的 好姑娘们想起 自己经历的每一日 也不禁觉得索然无味 白龙寺里 某处山峰的顶点 站着一个小小的和尚 他看上去只有七八岁年纪 面旁白净 唇红齿白 样貌清秀可爱至极 穿着略有些宽大的僧袍 配上他一脸的成熟表情 画面有些违和 有些好笑 但他的目光却是极认真的 远眺南方 姜荣义 我轮回九世 到底还是被你抢先了一步吗 他看了看自己白嫩的双手 这禅 不休也怕 说着他纵身一跃 竟从凌云绝颠一跃而下 落地时 已经出了白龙寺的山门 这时有一道声音 急急地传进耳朵里 师祖 师祖 您去哪儿 出去玩 小和尚没好气地答道 那神情样貌 倒真像极了一个懒得念佛 下山去玩的孩子 得云冠礼 离处心满意足的和尚秘籍 心道这小菩提咒果然厉害 被那日轮一照 自己周身气血都感觉沸腾了起来 若是有内外伤势 想必可以瞬间愈合 就是修炼确实难度大了一点 然后是自己 也练习了整整三次 万里飞沙在德云馆 劳动改造了几天 看情况效果还不错 一方面是于其安的精神鼓励 确实到位 另一方面 也有虎女的原因 这次一见了虎女的大尾巴 当场就走不动道 里里外外的总是围着虎女转圈 虎女当然懒得理她 一个白眼就能让她跟空气 斗智斗勇半天 如果双方都不跑 纯伦修为 她还真不一定是虎女的对手 几天下来 她只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独自哀叹 跑得快有什么用啊 还不是追不上你 她也曾恬不知耻地私下去问老道士 有没有什么追求姑娘的秘诀 于其安一甩云并 高深莫测地答道 追姑娘的秘诀呢 其实只有两个字 在万里飞沙无比期待的目光中 于其安缓缓说道 亮仔 万里飞沙眼里的光芒瞬间熄灭 就此彻底死心 黎楚成为了自己心心念念的六边形战士 正迫不及待地想出去打些斜碎练练集 但渔航阵这阵子偏偏无比的风平浪静 黎楚开始反思 是不是自己前些日子打怪下手太重了 搞得方圆百里都没有斜碎了 还好 灯笼怪是取之不竭的 只要那边坟地里湿气不断 这边灯笼怪就可以源源不断地刷新 以它现在经验条的长度 一只灯笼怪的丁焰加上去 几乎已经看不出增长了 现在刷主要图个亲切 就在它等得望眼欲穿的时候 终于有人来了 居然是许久未见的周大福 《小鱼主页》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我不可能是剑神》 作者赔不了 梁小鱼团队制作 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 周大福带着一名同样穿着捕头服色的年轻人 两个人一起来到的得云观 李楚芒将他们请到霍院 笑容和煦地问道 咱们镇上又闹邪碎了 不是咱们镇 于杭镇现在太平级了 周大福挺着胸脯说道 神情颇为骄傲 好像这是他的功劳似的 他一指旁边的年轻捕头 这是隔壁人家级的捕头 谢锐林 谢捕头 李楚轻轻点头 小谢以前跟过我 关系比较密切 这个月呀 我们去杭州府开例会 我听说他们人家级闹邪碎 一直没法根除 就把他带过来找你了 谢锐林也点头说道 是 猪头一直说 小李道长修为高决 远非常人可比 对付邪碎极为厉害 所以我才想来请您试试 不敢当 李楚微笑道 这时万里非沙上来送茶 将茶杯摆在几人面前 周大福瞥见一旁 穿着道袍的万里非沙 问道 这是你们道观招的新道士啊 你师弟吗 万里非沙看到是 官面上的人 不敢出声 朝廷对待魔门中人 是不会管你 做没做过坏事的 只要沾上这个身份 一律当杀 李楚想了想 说道 嗯 算是吧 我先前总是外出 惯礼人手不足 师父就招了个挂名弟子 是我 沙师弟 对对对 沙师弟连连点头 哦 沙师弟啊 周大福冲他也笑了想 随即 谢锐林开始讲自家的事情 我们人家急的地方就不好 就在阴荡山脚下 之所以说阴荡山脚下不好 是因为江南州与天南州的分界线 就是那座阴荡山脉 江南州风景一人 气候温和 自古东南行盛 出了名的好地方 天南州则是疆域极广 人口却少 大多集中在几座城池周边 此外是大片的蛮夷荒僻之地 盛产巫骨旁门 妖魔邪碎 是以阴荡山脉挨着天南州 也成了整片江南州邪碎最多的地方 所以谢锐林才会有此一说 偶尔闹一闹妖怪之类的 倒也不算什么 请高人来斩杀了也就是了 可是 人家急自古以来 就有一个始终无法根治的顽疾 僵尸 李楚微微疑问 僵尸又不是什么病毒 有什么无法根治之处 他没有打断 而是静静听谢锐林继续说下去 别触闹僵尸 百年不遇 请修者来找出最初那只诗员 斩了也就是了 但人家急的僵尸 却几乎是一年一度 常常莫名其妙地 就有人变了僵尸 而且十分厉害 请修者来 费上九牛二虎之力斩杀了 再过一两年 便又要有新的僵尸出现 李楚醋梅 这倒有些奇怪 是不是有诗员没发现 谢锐林摇头 不知啊 朝天阙连万象镜的高人都派出来过 静音荡山斩杀了一窝飞僵 可是来年又有新的僵尸出现 久而久之也都放任了 只等出现一只斩杀一只 反正也闹不起来 李楚没有再提别的问题 因为他知道 僵尸的事情自己懂得不多 自己能想到的 自古以来的朝天阙修者 不可能想不到 肯定是想到了 但无法解决 与其自己想 不如直接问问神奇的老道士 于是他将师父请了出来 让谢锐林将详细情况 与于其安讲讲 老道士走出门来 好袖一府 一昧一展 宛若仙人 这副做派周大福不是第一次见了 谢锐林顿时惊为天人 连连口称老神仙 于其安听了他的叙述 一粘胡子 缓缓说道 僵尸诞生 只有两种可能 一是墓穴风水不佳 湿气堆积 加之死者心怀不甘 一口怨气难咽 众多情况叠加在一起 才有可能产生一局 一个阵子 说是百年难遇 毫不夸张 我们人家挤的墓葬 古时候是请人看过的 都没问题 但依旧屡屡闹僵尸之后 现在基本都不行土葬了 就算要土葬 也会葬到远处 不会在镇子周边 那就只有第二种可能了 定是有尸缘未除 其实这个很好判断 新诞生的僵尸 多是活石 即最低级的僵尸 活石吸食许多人血之后 才有可能成为跳将 跳将在修行数百年 才有可能产生灵智 生出法力 成为飞将 飞将在向上 还有铁将 铜将 银将 金将 甚至不化骨 但如果是被别的僵尸 咬了才变成的 则要看石原的道行 若石原是飞将 它有可能诞生就是跳将 若石原是铁将 它可能诞生就是飞将 你们由此就可以推断出 僵尸的来路和石原的道行 我们人家级的僵尸 往往都是跳将 偶有飞将出现 老道士一贪手 那便是了 可是 朝天鹊拍过万象镜的高人 寻扫阴荡山 也没有找到 小小的一个万象 找不到有什么稀奇 李楚是习惯了 但周大福和谢瑞林 听到老道士这个语气 心里都是握了一个大槽 这比的语气是怎么回事 小小一个万象 这老道士到底什么来头 不敢想 也不敢问 于其安又转头问道 既然自古如此 想必你们也自有一套应对 那这次为何又特地跑过来呢 可是有什么变故 老道长问得是了 确实是有变故 使得近来我们的压力很大 因为这次变成僵尸的 是人家级的一位大人物 人家的人老太爷 居然有人敢叫人老太爷 难怪会变僵尸 谢瑞林有些着急 便问道 二位道长 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言下之意 没有的话 我们是不是可以出发了 李楚倒确实开了口 问道 你说的这个人老太爷 他是不是有个孙女 现实令李楚有些失望 人老太爷并没有一个 叫婷婷的孙女 人家级也没有一个 叫九叔的老道士 更慌论他的两个小徒弟 不过他也不知道 自己在失望些什么 当即他便收拾行囊 和谢瑞林一起 奔人家级去了 感谢收听本集 更多精彩多人剧 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我不可能是剑神 作者赔不了 梁小鱼团队制作 更多精彩 尽在喜马拉雅 第156集 殷荡山离渔航镇 还是有些路程的 谢瑞林是去杭州 俯开立会之后 直接转过来的 若是专程过来 清晨出发 快马加鞭 恐怕也得上午才能到 他们这一路倒是没有着急 上午离开德云观 到人家级时 趁悠悠下午 人家级虽然是县制 但人口稀少且多是同性 倒像是个大村落 之所以有限制 可能还是因为此间是地理要塞 算是两州交界的兵家必争之地 镇上倒有一半的商户 是祖祖辈辈靠着隔壁军阵为生 这样的镇子 自然是有些荒僻的 但是镇上百姓人人相熟 人情味倒是很足 镇里路不好 谢瑞林的车马缓行过去 许多百姓都热情地打招呼 谢铺头 谢瑞林干脆掀开车帘 坐在车园上 依依和老乡们挥手之意 不时问些家常 看得出来 这位年轻捕头 很享受镇上百姓的爱戴 他真心实意地为百姓们做事 也收获了真心实意的热情 这感觉自然很好 李鼠看得微微一笑 他在起初 收到十里坡周围的百姓们认可时 也是这般开心的 只是后来多了一批狂热的粉丝 这开心才渐渐转为苦恼 不过看谢瑞林的长相 倒是应该不担心 会有后续的苦恼 李楚看他的眼神 不仅有了一丝线 人家级的县衙 也没有余航阵的那么气派 门面略显破旧 里面的院子也小了点 不过里面的人 来来往往倒是很匆忙 谢瑞林刚回来 没等给众人介绍李楚 就听得门外一阵呼嚎 他忙问 怎么了 怎么了 就见一群人抬着两个捕快回来 吆喝道 谢头 就两个兄弟寻查阵子 遇见了任老太爷 被挠了 啊 谢瑞林没封一句 目光陡然沉下 糯米 糯米 糯米拔图 快 红绳捆上 上次留下的符纸呢 天没心 奉险 先奉险 李楚在旁观看 两个捕快的伤 其实说不得重 一名捕快的右肩 有两个指洞 应该是被指甲 声声洞穿了 并没有鲜血淋漓 而是一块黑色的血肉 凝固在那 另一名捕快的左臂 有三道抓痕 深刻疾骨 也是没有鲜血留下 伤痕处同是一片漆黑 奇怪的是 两人受的都是外伤 也没有大出血 却都是一副 一时模糊的样子 听周围人描绘当时情形 是一位捕快 被突然出现的僵尸 一爪动穿 另一位捕快 第一反应没有丝毫怯懦 而是出手想要 逼退僵尸 救下同伴 结果反被僵尸 抓伤了手臂 不过他也确实 救下了同伴 若是他不出手 那僵尸 动穿了人的尖头之后 下一步就是要 拉过来 吸食警醒 若被僵尸咬了伯格 那就真是神仙难救了 人家级的僵尸 闹了这么多年 捕快们也早熟悉了 这些应对流程 先拿小刀 割掉伤口处漆黑的血肉 直到鲜血流出来 然后将糯米 敷在伤口处 将窗口残留的尸毒拔出 最后 他们用大捆 开过光的红绳 将两名伤者 绑在了柱子上 绑得严严实实 并且在两人眉心 贴上了朱纱葫芦 一时尚且在 模糊的两位伤者 这下看上去 颇为凄惨 李楚略有些奇怪 问他 这也是疗伤 小李道长 你有所不知 这人被僵尸 破体见血 必然沾染尸毒 哪怕放血拔毒 依然不能确定 尸毒是否有所残留 必须得挺过十二个时辰 没有变成僵尸 才算是彻底安全了 如若不然 那今晚 多半就会失变 到那时 他们就不再是 我们的同袍兄弟 而是 当杀的邪碎 李楚漠然 僵尸这种邪碎 属实有些诡异 它虽然算是鬼物 却有实质 由人死后所化 却又带着离奇的尸毒 以前的乱世之中 不乏一只跳江 就将一整个村落 化为尸村的惨案 人家急得这般捕快 多是年轻人 明知这里年年闹僵尸 却凭着一枪一勇 驻守此地 着实令人敬佩 想了想 李楚说道 不如让我试试 昔瑞连眼睛一亮 你有办法解尸毒 我近日 吸得了一张 佛门疗伤的法门 功效颇多 对于尸毒有没有作用 我也不敢保证 只是忍不住想尝试一下 若是能添一份力 也是好的 小李道长快请 谢瑞凌忙说道 堂中众人物字 围着那两人悲戏 谢瑞凌秉退众人说道 都让开 让小李道长施法 李楚上前 宁神静气 心中观想 熟年小菩提 口诵菩提证 神意念菩提 菩提在我心 他的指尖 一轮小太阳 缓缓发出光芒 亮彻中天 哇 一众不愧发出惊呼 纵使年年都有修者 前来斩杀邪遂 又哪里有人 经过这样的场面 李楚捏着这一轮 让人睁不开眼的小太阳 推进到左边那人的伤口处 只见万丈光芒之下 那捕快的伤口处 瞬间蒸腾起 一蓬黑色的雾气 不仅如此 那年轻捕快 整个人突然醒了 双目战亮 满面红光 醒了 醒了 一片哗然声中 李楚又将小太阳 推向右边那位伤者 同样 一蓬黑色雾气 蒸腾而起 右边的捕快 瞬间发出一声嘶吼 左边的捕快 似乎被他的嘶吼感染了 也喝了一声 啪啪 随着两声嘶吼 这两位捕快 竟然齐齐胸膛一鼓 将缠绕着自己的红绳 全部震断了 这 周围众人连忙一起退后 这两人是被治愈了 还是急在事变了 他们不确定啊 若不是事变成为力大如牛的跳江 如何能有这么大的力气 看见他们的状态 李楚也有些惊疑 后退了两步 内心不禁担忧 小菩提咒也能召出问题 那不相当于板栏根也能喝出毛病来 谢瑞林大声贺问道 你二人感觉如何 能听到我在说什么吗 是失变还是治愈了 我不知道 我现在感觉 好热 我要打十个 右边捕快大喝一声 猛地向上一窜 砰的一声 还一跺脚 竟然跳上了县崖房顶 感谢收听本集 更多精彩多人剧 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 感谢收听本集 感谢收听本集